李扬穿越后,开局激活智能生命,夺射星空巨兽,掌握吞噬秘法 吞噬A级怪兽铁甲猪,气血增加100卡 吞噬S级怪兽白脸无公,气血增加1万卡 吞噬SS级怪兽东海青龙,气血增加10万卡 吞噬SSS级怪兽八爪兽黄,气血增加100万卡 一年后,当心门一动,宇宙强者降临时 一头成熟期的星空巨兽从海底飞出,横扫一切 李扬,都别慌,这是我本尊 修炼等级,元力武者一杠九阶,元能,星辰,星河,星海,星云,星空,永恒 第一章,星火系统启动 点击使用共用大脑,净化纪元79年6月8号 岭南,夜城第一高中,高三,五班 下午时分,叮铃铃 下课铃响起,学生们鱼贯而出,唯独五班门口不见人影 此时,五班教室内安安静静,一个个都看向讲台上的班主任 我再强调一遍,填写志愿不能马虎,要实事求是 下个月就是无考了,别想着一招顿悟,放弃幻想拥抱现实 成绩B家以上的同学填写专科五大 成绩A家以上的同学填写本科 讲台上,班主任语气严肃 好了,下课 班主任交代完,转身离开教室 议论声也在这时轰然响起 无非是谈论报考哪所大学 你们听说了没有 今年咱们岭南基地市的考生就超过了一百万 华夏九大基地市 考生加一起都快一千万了 比去年多了一百多万 本科县恐怕又要上调了 怕什么,大不了去参军 就你还参军 你敢跟黄野区的怪兽正面厮杀吗 黄野区?怪兽? 教室的一脚,坐在后排的俊朗少年 一边听着周围同学们的议论声 一边打量着自己的成绩单 姓名,李扬 年龄,18 气血,100卡 发力,0.6 精神力,0.58 权力,600千克 速度,每秒17米 综合评价,B 只是个B吗 系统,你什么时候来 李扬心底感慨一声 他穿越过来都两年半了 成绩没有一点起色 系统也不来 再这样下去就得去工地搬砖了 新火传承系统正在激活 丁 系统已激活,是否绑定 绑定 李扬心中忍不住的狂喜 总算等到了系统 绑定成功 系统开始筛选新火传承 丁 宿主被一名宇宙之主的传承选中 请在48小时内激活该宇宙之主的智能生命 继承遗产 智能生命 继承遗产 就在李扬诧异之时 肩膀忽然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 憨憨的声音也随之传来 老扬 咱俩这成绩 你合计一下 去那个工地搬砖何事 李扬转身看向身后 说话的是一名小胖子 圆润的面孔 笑的时候 眼睛迷成了一条缝 有着一股莫名的喜感 还好 这不是系统说的智能生命 这是他发小王多余 搬什么转 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李扬拍了拍胖子的肩膀鼓气道 胖子文言苦闷道 我那个完蛋老爹放话了 考不上夜城大学 就让我去参军 参军 站起身的李扬顿了一下 他父母早亡 从小被二叔带大 叔叔李火旺 就曾在夜城军区服役 可在三个月前 突然收到军区的消息 说是二叔在荒野区脱队失踪了 如今生死难料 军队的死亡率高达70% 在荒野区失踪 也就意味着死亡 胖子的不情愿 也在所难免 你老爹怎么舍得让你参军 这是在激励你 李扬安慰了一声胖子 拿起装满训练器材的书包 摆手道 别想了 回家吧 说完 朝着教室外走去 胖子连忙去追 老杨 你等着我 校门口 人潮汹涌 大部分学生 都是走路回家 当然 也有不少车接车送的学生 其中一辆迷彩 军用越野车停在路边 最是眨眼 黑底白字 军区的车啊 胖子惊讶道 难不成是军区那边要叫招 李扬苦笑道 军区校招 也是去大学 怎么可能来我们高中 就在二人疑惑时 一道倩力身影 向着越野车走去 他的背影 被紧身衣包裹的魂园 走起路来蜜桃摇摆 侧面去看时 还能看到 那张惊艳的侧脸 以及凹凸有致的完美身材 哟 这不是咱们的笑话吗 胖子猥琐道 嘿嘿 老杨 你跟他在高一的时候 不是同桌吗 你这不去打个招呼 打招呼 李扬可没那个时间 现在他只想着 回家激活系统说的智能生命 变强 才是唯一真理 其余都不重要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瞬间从他头顶灌了下来 那滋味 就像是被巨人捏在手中一般 胖子 闪 李扬艰难挪动步子 拉着不知所措的胖子 就朝着小巷里钻 直至消失在对方的目光下 那股压迫感才消失 这就是他不去打招呼的原因 实力不够 凑上去 就是自取其辱 九龙驱 妙街 李扬跟胖子分开后 朝着家的方向快步走去 现在他满脑子都是激活智能生命 看看能爆出什么金币 接到尽头 一栋破旧的桶子楼 一口气轻松地上了七楼 熟练地从花盆下 取出钥匙打开了家门 小颖 进门后 先朝着李屋喊了一声 见无人回应 这才放下心 她还有一个堂妹 名叫李小颖 是二叔的女儿 妹妹上的是理科 晚上大部分时间都要上晚自习 所以放学比太晚很多 趁着妹妹还没放学 李扬目光炙热 心底传唤道 系统 我要激活智能生命 第二章 激活专属智能生命 落力塔 定 智能生命激活成功 刷 声音落下的同时 李扬的意识 瞬间被拽进了一座神秘空间 我等待了上一年 总算等到传承者了 突然出现的声音 吓了李扬一跳 他连忙寻着声音 抬头向上看 只见半空悬挂的菱形水晶上 倒挂着一名 穿着蓝色 紧身皮衣的小萝莉 皮衣将他娇小的身材紧紧包裹 倒挂时 身材勾勒了标准的S线 小萝莉此时正宠他做了个鬼脸 小手扯着嘴角 露出两颗虎牙 但外貌属实 没法让人害怕 因为他的五官太精致了 一双淡蓝色的眼睛 好似蕴含着浩瀚星空 就在李扬打量他时 小萝莉收起了鬼脸 翻身坐在菱形水晶上 翘着修长的小腿 自我介绍道 我乃福天之主的智能生命 你可以叫我洛莉塔 这就是智能生命 李扬看完腿后微微一正 这个腿 不对是对方的样子属实 让他跟智能生命 联想不到一块去 洛莉塔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 双手抱在胸口 调皮道 传承者 我可是真实存在的生命哦 不幸 让我咬你一口试试 说完 他身影一闪 瞬间就到了李扬身前 双手勾着李扬的脖子 四目相对之下 还真要下嘴 李扬触摸着洛莉塔光滑的身体 的确是真的 不光看得到 还能摸得到 这就很强 实用性非常大 洛莉塔并未真的下嘴 只是开了的玩笑 他松开李扬 飞向不远处的王座上 拍了拍小手 略带失望道 老实讲你 真的很弱 基因弱 天赋差 你的身体条件 最多修炼到星辰级 星辰级 那是什么级别 李扬心底疑惑 按照蓝星舞者的等级排序 一千卡就是舞者 大境界分别是舞者九段 圆能舞神 以及超越舞神的存在 就是没听过什么星辰级 除此之外 就没听过别的等级了 洛莉塔看他疑惑 开口解释道 按照你们蓝星的衡量之法 超越舞神的存在就是星辰级 我能超越舞神 还叫弱 李扬先是一喜 随后惊讶道 喜的是 超越舞神的存在 全球都没几个 要么是武馆的创始人 要么是五大国的镇山石 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 出手 就是翻山倒海的动静 这都较弱 洛莉塔文言翻了个白眼 无语道 如果按照你们蓝星的衡量标准 你的天赋的确还行 但你是我主人的传承者 你要以宇宙的标准 来衡量自己 随后 他便给李扬不厌其凡的 科普奇宇宙的浩瀚 以及真正的强者 首先蓝星的舞者九段 在宇宙中 只是进化九阶 属于进化阶段 不配教舞者 当奴隶都卖不上价格 元能级 才配教舞者 但仅此而已 勉强有了生存的能力 星辰级 勉强在宇宙中 能混口饭吃吧 洛莉塔说完打了个哈欠 懒得在科普的他 直接将舞者等级 传送到了李扬的脑海之中 星空等级 进化九阶 元能 星辰 星河 星海 星云 星空 永恒 星辰级后面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等级 李扬张大了嘴巴 此时他才明白 为何洛莉塔失望了 星辰级 只是一个起跑线 看到他有些失落 洛莉塔又安慰道 你也别灰心 继承了我主人的遗产 就算是投珠 都能轻而易举地 修炼到星云级 更何况 你有我这个智能生命辅佐 我会给你最好的资源 首先 帮你换个身躯 洛莉塔说完 打了个响指 周围暗红色的屏幕上 顿时出现 一头恐怖巨兽影像 巨兽外貌 像是蓝星神话中的麒麟 只是这巨兽多了一对翅膀 头顶处 还有着一顶与生俱来的皇冠 即便在投影之中 巨兽那股王者之气 都让李扬双腿发软 这是低等生命 看到顶级生命的本能反应 他名叫星空巨兽 SSS级基因 出生便是星辰级 仅靠吞噬万物 就能成长到星空级 光是基因 就比你们人类 强大了一千倍 这算是我给你的见面里吧 洛莉塔大气道 听到介绍 李扬猛了 出生就是他的极限 靠吃就能成为星空级 这系统型 不 是洛莉塔型 能住 他这么强大 我要怎么夺射他呢 李扬随即想到了 这个关键问题 现在的他 气血只有一百卡 光是在视频里 看到这头星空巨兽 他都腿软 拿什么去夺射 洛莉塔显得很淡定 摇晃着小脑袋说道 其他人夺射或许很难 但你有我呀 他从王座上跳了下来 随手一点多出了 诸多虚拟键盘 在上面敲打一番后 一颗高三米 宽溢你的巨蛋 从地下缓缓生了出来 这颗星空巨兽蛋的灵魂 已经被我主人抹杀 但肉身还活着 你只需要给我一滴 你的精血就行 其余地看我操作 听到就这么简单后 李扬当即就准备咬破手指 洛莉塔见状 连忙制止道 哎呀 我要的是精血 不是普通的血 说着 他竟上手脱李扬的衣服 第三章 夺射星空巨兽 掌握吞噬秘法 洛莉塔扒开李扬的上衣 冰凉的小手按在李扬胸口 竟隔着皮肤 取出了一滴蕴含金色的血液 这才是精血 吸你一滴 就能要你半条命 果不其然 精血被取出后 李扬整个人都围抿了下来 虚得拳头都硬不起来了 但一想到 自己马上就能拥有 星空巨兽的身体了 这点付出不算什么 洛莉塔操纵精血 落进了巨兽蛋 四周顿时升起了六条圆柱 巨蛋内的气血开始翻涌 似乎很排斥李扬的精血 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来 精血与巨兽蛋充分融合 可随之而来的是 强烈反哺 李扬的身躯 不受控制地悬浮起来 几乎肉眼可见的一条血线 将它跟巨蛋连接在了一起 巨蛋内的汹涌的气血 朝着李扬的体内 疯狂涌动 这种倒灌的滋味 说不出来的难受 洛莉塔 好了没有 我快撑不住了 李扬表情痛苦道 他感觉整个人都快要炸开了 当然除了痛苦外也有好处 那就是他气血 也在这一刻开始不断飙升 增加石卡气血 增加石卡气血 几乎每秒都能增加石卡 洛莉塔健壮 也担心李扬扛不住 连忙安慰道 一分钟 只需要一分钟 你一定要扛住呀 这一分钟对李扬可太漫长了 除了气血上涨带来的膨胀感 还有来自精神上的摧残 哇 李扬凭借强大的意志力 不知道扛了多久 最终昏了过去 许久 他才从昏迷中 艰难地抬起眼皮 窗外的阳光照在脸上 很是刺眼 嗯 李扬揉了揉眼睛 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传承空间 躺回了客厅的沙发上 昨夜记忆浮现 他开始在心底呼唤那个暗黑小萝莉 萝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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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了几遍都没有收到回复 以至于他直接喊了出来 哥 你喊我呀 听到喊声 萝莉塔没出来 妹妹李小颖揉着眼睛 从卧室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身宽松睡衣 今年虽然刚刚十六岁 却不难看出是个美人胚子 哪怕刚起床的素颜都显得十分可爱 一双明亮的眼睛四处扫荡 以为是哥哥叫自己起来吃早餐 喂 你再睡会 做好了我叫你 李扬连忙否认 将妹妹推回了屋 然后匆匆进了卫生间 下次喊我的时候 用精神念力 默念我的名字 不用直接喊出来 萝莉声响起 李扬玄之的心瞬间落下 他随即询问起 夺舍的情况如何 夺舍成功后 今天是不是直接可以使用星空巨兽 分身去上学了 不对 都成星空巨兽了 还上什么学 吞噬全球怪兽 遨游星空宇宙 踏上永恒之路 传承空间内 洛莉塔趴在巨兽弹上 双手拖着下巴 吐舌道 夺舍很成功 现在只需要等上一年 星空巨兽就能破壳了 一年时间 李扬听后有些失望 他还以为夺舍成功后 就能破壳而出呢 别着急 一步步地来 星空巨兽对你身体的负荷很大 你这一年 时间正好用来提升人类身体的境界 星空巨兽出生就是星辰级 吃掉蛋壳 很快就能进化成为星海级 你至少 也要修炼到圆能级 才能负荷星空巨兽的压迫感 洛莉塔眉梢轻挑 给李扬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一年时间修炼到圆能级 对别人或许很难很难 但他夺舍星空巨兽后 基因飙升了十倍 悟性自然也提升了十倍 最关键的是 他掌握了星空巨兽的吞噬秘法 这是星空巨兽的最强天赋 成年期的星空巨兽 一口能吞掉一颗星球 凭借这个天赋 他只需要不断吞噬气血 吞噬血肉 就能变强 根本不需要修炼 当下 得考虑一下 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荒野区了 毕竟只有荒野区 才有怪兽给他吞 李扬握了握拳 汹涌的力量随之汇聚在拳风之上 体内的气血比昨日强大了数倍 就是不知道具体增加了多少 这个得去学校的力量测试气前验证了 吃完早餐 李扬早早出门 他已经等不及去测试力量了 这时 洛莉塔的声音又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对了 昨晚你夺射星空巨兽后 还激活了你本尊的另一个天赋 精神念师 精神念师 李扬自语一声 这个称号在学校中极其神秘 就连网络上都很少出现这四个字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能力特殊 人数稀少 洛莉塔见他不明所以 直接将精神念师的介绍发给了他 看到介绍后 李扬才明白 为何精神念师稀少了 精神念师几乎是同阶无敌的存在 一个眼神就能让同阶舞者动弹不得 第四章 全力测试 十倍基因的优势 接口 跟往常一样 与胖子碰头一起去学校 只是今天 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就连气质 也从曾经的平平无奇 多出了一股亡者之气 没一会的功夫 两人就走到了校门口 好巧不巧的 又碰到了那辆白底黑字的军车 胖子健壮 想到昨天李扬说的 被人盯上了 连忙提醒道 老扬 老扬 走快点 别等下右背 昨天的那股压迫感 恐怕就是洛莉塔说的念力吧 当成为精神念师后 一个念头就能杀人 李扬心底有着期待 结果刚刚走进校门 昨日的那道眼神 就再次袭来 威压也变得更足 还来 李扬眉头一皱 只是这一次 他不像昨天那么狼狈 甚至转头 与那道眼神对视了一眼 夺射时激发出来的精神念力 已经能让他坦然面对了 更何况 他身上蕴含的王者巨兽之气 二人目光碰撞 也让李扬看到了对方的模样 白发 戴着墨镜 青年模样 胖子见他 这么明目张胆地看 急道 老扬 差不多得了 回学校我给你打掩护 让你看个够 嗯 越野车的副驾驶上 白发青年皱起了眉头 后排的精壮老者看向副驾 插一道 小猪 什么事情让你气息都乱了 刚才 有个毛头小子 在背后一论小姐 昨天就给了他点教训 没想到 今天还敢冒犯 朱颜转过头歉一道 因为这点小事 倒是打扰了将军跟小姐 道也无妨 精壮老者微微点头 随即看向下车的叶灵飞 此相道 飞飞 以后跟这样的人 要保持一些距离 叶灵飞面色微微一变 敷衍道 我有分寸 对了 高考志愿就不用填了 明天直接去征兵处体测 你的目标是特种军团 这比上什么大学都有用 老者随即感慨道 军队才是 魔力强者的地方 学校终究只是像雅塔罢了 说到此处时 他眼神中有着金光 因为他就是军中走出来的强者 叶灵飞文言 郑重地点了点头 对于参军他早已心神所望 进入学校 李扬借口去厕所 独自一人去了训练室 昨晚夺射星空巨兽 强行反不给本尊奶了一大口 看看究竟提升了多少 训练室内 此时没几个人 因为早上要上交志愿 大部分学生都去了文化课教室 互相询问填写的志愿 李扬来到角落出的权力测试机前 深吸一口气 下身摆拳 调动全身的气血 体内翻涌的力量 随之汇聚到了拳风之上 蛤 低吼一声 猛然出拳打了出去 拳头撞击在测试机上 手臂一麻 庞大的力量多少 让他有些不适应 砰砰砰 他又连续打出竖拳后 才算习惯了提升的气血 3486千克 3797千克 综合权力3782千克 李扬倒吸了一口气 没想到自己权力提升了这么多 他平时权力也就600千克左右 竟然直接提升了6倍 再试试速度 转身踏上旁边跑步机 打开测试模式后 开始权力奔跑 嗖嗖 跑了差不多20秒后 他停了下来 综合速度每秒112米 看到数字后 李扬猛了 心底按道 不可能 舞者的门槛就是速度破百 我气血可还没到1000卡 速度跟权力他或许没法 直接确定提升了多少 但是气血能感受到 自己的气血 最多300出头 就算在速度上很有天赋 也不会超过每秒50米 难不成自己是个天才 不管了 去测测气血再说 他来到训练室门口 将手伸进气血测试器内 10指度上传来一股刺痛后 机器的屏幕上出现了他的气血值 气血322卡 看到数值后 李扬面色平静 果然跟他猜测的差不多 昨夜星空巨兽反补的气血 都还凝聚在体内 还没来得及彻底练化 现在提升的这点气血 只是强行进化后 所提升的气血罢了 但他的力量跟速度 都超过了当前气血 所能提供的数值 基因提升10倍 不光增强你的悟性 还增强了你的发力上限 听到洛莉塔的提醒 他才猛然惊醒 是基因提升了发力振幅 原本他的发力振幅是0.6左右 100卡气血 正好打出600千克的权力 现在气血332卡 却打出了3800千克的力量 发力增幅 已经超越了舞者门槛 要知道 准舞者1000卡气血 一拳打出1万千克 属于优秀 而他的发力增幅 已经超越了这个标准 李扬心底狂喜 现在的他 气血不敢说是全校第一 但其余表现放在学校 绝对排在第一 乃至全市高校都能排第一 他心底兴奋之时 背后却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第五章 精英班要都是你这种废物 那就废了 李扬转身看去 一位白色蓝色训练服的 绝美少女 映入眼帘 好巧 你也在 叶玲飞放下背包 长发随风飘扬 一双勾人的眸子望向李扬 随口道 你高考志愿田了吗 他语气中有着淡淡歉意 二人其实认识得很早 刚升入高中时还是同桌 关系本应不错 但随着李扬跟不上精英班的脚步 很快就被转入到了普通班 没办法 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到了高中之后 他们渐渐成年 提升气血的方式也多了起来 家境好的同学 每天都能吃到怪兽血肉 提升气血比修炼快数倍 背景强点的更是直接购买基因药剂 李扬怎么拼得过他吗 他家庭条件一般 二叔还在的时候 偶尔能吃上一顿怪兽血肉 自从二叔失踪后 已经很久没尝过怪兽血肉了 没背景 没钱 怎么跟这些天之骄子比呢 所以跟叶玲飞分班后 知道自己跟叶玲飞的差距 慢慢地 两人的关系也就淡了 直至高三末期 两人就算走碰头 都没打过招呼 今天这是吹什么风 对方主动找上门 还没想好 李扬耸了耸肩 并未提自己要参军的事情 叶玲飞闻言 眼眸闪烁了一下 委婉道 如果你对大学的兴趣不大 不妨考虑一下叶城军区 今年军区的资源倾斜 特别是我们叶城军区的资源 对待新兵比武科大学更好 这话说得相当委婉 而且真实 李扬顿了顿 没有直接答应 心想叶玲飞为何来劝他参军 不过两人的想法 倒是不谋而合 见他犹豫 叶玲飞还以为他没兴趣 最好的选择 军中不拼背景 拼的是个人实力 只要你有实力 一飞冲天也不是不可能 你考虑一下 明天叶城军区的招兵处 会统一体测 倒是我也会去 听到叶玲飞也会参军 李扬这才想起 对方有军方的背景 对军队极为了解 这个时候来找他 就是为了给他指点迷惊 但不用叶玲飞劝说 他也会去参军 而且他的目标不是军区资源 而是荒野区的怪兽 在战场上吞噬怪兽气血 李扬跟以往一样只是淡笑一声 并未多说什么 听到他已经想好了要去参军 叶玲飞冰冷的面孔上 才多出了一丝笑容 道 看来 我们又要同行了 玲飞 你的实力 怎么能跟这种人同行呢 话音落下 李扬跟叶玲飞 不约而同地看向训练室门口 只见门口站着一名 穿着黑色训练服的健硕少年 他看向叶玲飞时 眼神中都透着讨好 可转眼看向李扬时 带着一股警惕 以及厌恶 说话之人叫陈海 高三精英班学员 月考全年级前十 S加级学员 高一的时候 跟李扬同班 但两人一直不对付 叶玲飞对陈海选择了视而不见 反倒是对李扬微笑道 我有事先走了 明天见 说完 他看都没看陈海一眼 便静止离开了训练室 就这么走了 陈海面色轻一块紫一块 他成绩年级前十 是校园的风云人物 哪儿被人无视过 可那人是叶玲飞 他还真没胆子发作 只好把气撒在李扬头上 连精英班都进不去 还想跟叶玲飞同行 你配吗 陈海讥讽一声 癞蛤蟆吃天鹅肉 可笑 李扬嘴角一动 他不喜欢动嘴 握了握拳头 他更喜欢直接动手 面对嘲讽自己的陈海 他目光一宁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猛地一拳打了过去 碰 陈海都没反应过来 胸口一麻 整个人就到飞了出去 他是万万没想到 李扬这个小透明 竟然敢对他动手 关键 这一拳是真重啊 被打趴下的陈海 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精英班 李扬看小丑一样看着陈海 冷声道 精英班要都是你这种废物 那麻烦可就大了 陈海咬牙抬头 眼神中满是羞怒 恨不得杀了李扬 可胸口的疼痛 让他说不出一句话 憋屈的差点哭了出来 废物 李扬丢下两个字 转身离开了训练室 传承空间 洛莉塔坐在绳索上 漫无目的地摇晃着 这个叫叶灵飞的天赋不错 就是基因差了点 是个精神念师的好苗子 他是精神念师 李扬有些惊讶 没想到叶灵飞隐藏得更深 高中三年 叶灵飞一直保持年纪前三 也经常蝉联第一的宝座 但他一直对外显露的天赋 是速度与反应能力 气血500卡 速度却能达到每秒60米 没想到 对方竟然还隐藏着精神念力的天赋 洛莉塔 你能在传承空间 探查周围人的底细 他这才反映过来 洛莉塔还有探查的能力 洛莉塔闻言 伸了个懒腰 孤傲道 我可是智能生命 这点探测能力算什么 不过也不能太远 目前我只能探测到 周围十米内的环境与生命 李扬 你必须赶紧成长起来 你只要越来越强大 传承空间给你带来的好处也更多 我的权限也更高 比如 你成为星辰级的那天 我就能帮你 离开这颗星球 前往浩瀚星空 那里才是强者所向往的地方 浩瀚星空 对现在的李扬 太过遥远了 李扬突然好奇问道 对了 刚刚那个陈海实力如何 洛莉塔翻了个白眼 道 什么 刚刚还有其他人 显然 他压根 没把陈海放在眼里 叮铃铃 上午是理论课 依然要去教室 况且 还要上交志愿表 搭搭 高跟鞋摩擦地板的声音传来 原本嘈杂的教室 顿时安静了下来 班主任杨清柳 模样高冷 低头自顾自地翻课本 抬头看了一眼台下 开口道 临时通知一件事 想必不少人都知道了 就在昨天 各大高校集体提升了分数线 坐在后排的李扬有些诧异 他从昨天到现在 事情一个接着一个 都没来得及刷斗音 自然不知道提升分数线的事情 不过 就算是知道了 也跟他没关系 今年的分数线 比往年提升了20%左右 往年综合得分70分上本科 今年综合得分要85分 相当于模拟考试的A加 大专方面 也是一样 需要模拟考到大A 咱们班 成绩到A的举下手 杨清柳拧开保温杯 轻轻拧了一口 扫了一眼举手的学生 不到两成 大专升学率才两成 好 放下吧 班主任压了压手 拧上保温杯 接着开口道 成绩没到A的同学 也可以先填上 自己心意的专科五大 但不要将它 当作唯一的出路 大学提升了分数线 但有一个地方 要求不变 资源还增加了一倍 丝毫不比本科五大差 第六章 洛丽塔还有这种用处 这个地方 你们不陌生 就是我们夜城的军区 说完好处 班主任也开始说起 他的缺点 军队 在乱世之中 是最危险的地方 夜城军区 直面荒野的怪兽 为守护基地是安危 一直顶着巨大的压力 与怪兽正面战斗 军方与怪兽的战场 就是一座庞大的绞肉机 死亡率 高达百分之八十 同样 军队的资源也是全国第一 军中最容易磨砺出强者 死亡与机遇并存 如果家里是独生子女 我建议 还是要与父母商量商量 还有一点 忘记说了 今年的形势跟以往不同 怪兽的繁殖速度越来越快 我们夜城军区急需人才 会在这一次招募中 招收一批成绩优异的特种人才 所以成绩好的同学 也可以去试试 班主任说完 台下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动静 这一次 他没有阻止 而是静静地听着 上午就这么一节理论课 下午是体能训练 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 李扬跟胖子没有参加 他俩都准备参军 明天就是体测 今天训练 反而会影响体测 胖爷这次是躲不掉了 刚给我老爹发信息说要参军 他立刻就赚了我一万块 难得这么大方 胖子坐在台阶上 身体厚仰双手支撑着身体 李扬坐在他旁边没说话 正在上网搜索 关于夜城军区的一些信息 不管如何 既然要去了 还是先熟悉一下的好 走个流程 调整姿势 做好起飞的准备 老杨 别捣无手机了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马上去参军了 也去放松放松 说完 不管李扬大没答应 就拉着他走向了校门口 高三 虽然学业压力大 可也相对宽松 因为不是精英班 每天的课程 大部分还是自由训练 只有理论课 必须上 因为会讲解发力技巧 以及基础战斗的招式 所以 过了上午的理论课后 下午基本相当于自由活动 在学校 胖子大方地 直接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工业区的虎门街 司机闻言微微一愣 但也没多想 一脚油门 冲上了环城高架 进化纪元后的城市 非常庞大 岭南基地市 也并非是一座 简单的城市而已 光周围就遍布了八大卫城 每座卫城都有上千万的人口 夜城就是其中之一 主要负责的是 岭南基地市的工业 因为每座基地市之间 还相隔着荒野区 所以 每座基地市 都要在物资上保证自己自足 不但要囊括工业 还要将农业加进去 以及居民区 商业区等等区域 而夜城的工业区 几乎占了夜城一大半 也是夜城最繁华的一个区域 很快 出租车便到了工业区的虎门街 下车之后 李扬有些诧异 他不是第一次来工业区 但还是第一次来到 这么破旧的工业街 这里的街道 几乎能跟他们九龙区所媲美了 脏乱差 各种店铺门前 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各类老旧商品 甚至能看到 进化纪元前的武器 以及电子产品 胖子 你带我来这干嘛 这应该是个二手市场吧 李扬眺望一眼 几乎看不到这条街的镜头 说好的放松呢 胖子不以为意 拍着肚皮说道 说对了一半 这里表面上是二手市场 但背地里是一个黑市 黑市 这个李扬有所耳闻 不过他并不知道 是那方面的黑市 倒卖军火 怪兽尸体 基因药水 大概率是卖军火的 因为工业区最多的就是军火 他见胖子没回答 也没多问 就跟着走了进去 两人七拐八拐地 进入了一条 充满于欣慰的胡同 胡同门口 还站着一位穿着妖艳的女人 嘴里很忙 嚼着口香糖 还叼着烟 头发也乱糟糟的 张姐 我是那个谁介绍来的胖子王 想去市场买点狠货 胖子说完 从兜里摸出一张百元大钞 塞给了那位叫张姐的妖艳女人 妖艳女人看了一眼胖子 将钱塞进林口后 上下打量了一眼胖子 又看了看李扬 语气慵懒道 学生 见胖子点头 他也没再多问 转身带两人进了胡同中的一处门房 打开门后 里面别有洞天 菜市场 准确点来说 是个室内屠宰场 规模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李扬目光扫视周围 不少摊位前悬挂着琳琅满目的肉 是怪兽的血肉 那股气血 跟人类的气血差不多 怎么样 这里够刺激吧 胖子舔着嘴角说道 要是有自助餐就好了 胖爷 我能吃一头牛 李扬笑道 你想得美 这里最便宜的A9级怪兽血肉 都要一千块一斤 让你放开吃 一顿饭不得 百八十万 A9级血肉效果太差了 上千公斤 气血只有一千卡 平均下来 他的肉 还不咱俩身体素质 吃了也没多大用处 要吃还是要吃A7以上的怪兽血肉 那才够劲 胖子望着肉摊 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怪兽与舞者等级一样 A9相当于舞者一段 但是身体素质 却相差极大 比如舞者一段 气血要求一千卡 就算他的体重是一百千克 整体密度与力量 也远超同阶动不动上千KG的怪兽 当然了 也有身体娇小的怪兽 比如猫类怪兽中的铁爪猫 只有几十KG 算是出击舞者的噩梦 老板 你们这儿有没有锯齿猪的肉 正在分割血肉的老板 看了一眼二人 笑道 锯齿猪卖完了 要不你来块搬引爆的后腿肉吧 都是A7级 搬引爆的肉 密度不亚于A6级怪兽 多少钱一公斤 正规市场一万二 我这儿一万一 老板伸出了两根手指 胖子健壮 开始跟对方讨价还价 旁边的李扬闲着没事 打量起摊位上的各类怪兽血肉 摆在台面上的血肉 大部分都被切割好了 分辨不出是什么类型的怪兽 也有一部分没有被分割 大部分都是低等级的怪兽 甚至有些是整只放在柜台内 其中一条咸鱼 引起了李扬的注意 或者说 是引起了洛莉塔的注意 李扬 买下橱窗内的那条咸鱼 它肚子里有宝贝 第七章 别慌 我还没用权力呢 这条吗 李扬望着那条覆盖冰窗的咸鱼 并不认识叫什么 看了一眼下面的标价 一万八 几十斤的鱼只要一万八 那它连A9级都不是 洛莉塔 这条鱼肚子里面到底藏了什么 难不成这条鱼吃了什么天才地宝 但吃了天才地宝的鱼 岂能连A9级都达不到 洛莉塔文言解释道 这条鱼很幸运 它在被捕捞前 吞下了星辰级怪兽的鱼子 这些鱼子蕴含了星辰级怪兽的精血 对你帮助极大 连A9级都没达到的咸鱼 能吞星辰级怪兽的鱼子 李扬难以置信道 怪兽的等级 跟舞者一样 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A级怪兽 对应人类舞者九段 S级兽王 对应人类原能九段 SS级兽皇 对应人类星辰级舞者 再高便是霸主级怪兽了 全球都没几只 属于无敌的存在 人类中的绝世强者 都无法击杀这种级别的怪兽 而洛莉塔所说的SS级怪兽 那可是兽皇强者 能够达到全球Top100的存在 他鱼子岂能被一条咸鱼吞掉 洛莉塔慵懒道 大概率是那头星辰级怪兽被宰了呗 体内的鱼子洒落 正好被这条幸运的咸鱼吞了不少 李扬听后 都觉得这条咸鱼可以去买彩票了 这时 胖子也跟老板谈好了价钱 搬饮豹肉一万块一公斤 1024克 高高的 老板撑完 就准备打包 胖子连忙提醒道 大块切好 不要调料 分两份给我打包好 没问题 老板将搬饮豹打包好 递给了胖子 踮起来是一公斤 但因为密度问题 肉看着并不多 又被分成了两份 到手之后 几乎只有一颗苹果那么大 老杨 拿着 回去补补 胖子说着 将其中一份丢给了李扬 接过肉 李扬心底一热 他知道胖子的脾气 拒绝的话 胖子能挤眼 可这肉对他还真没什么帮助 而且他的气血 要比胖子高得多 谢了 李扬最终还是收了下来 因为他要给胖子 还一份大礼 他指着橱窗中的那条咸鱼问道 老板 这条咸鱼能便宜一点吗 听到他要买里面那条咸鱼 老板心底乐坏了 嗨嗨 你们这些学生 是不知道荒野区有多危险 特别是海域的危险 每一次捕鱼飞艇 都需要数位 七段以上的武者保驾护航 想要吃鱼的成本 那可就高了 表面上 老板还是给咸鱼 吹了一波价值 胖子却不吃这套 连忙劝道 老杨 这条咸鱼都算不上怪兽 还不如我家浴缸里面的那几条 你要是想吃鱼 回家我捞出来给你炖了 说着就要拉李杨离开 别啊 这可是这儿八斤的海鱼 这样 我给你打个八折如何 见李杨真要跟胖子走了 老板一咬牙 拍着大腿说道 六折 真是最低价了 反正这条鱼 是他从冷藏车里捡来的 卖多少都是白赚 一口价 一万 李杨回头说道 老板也装作痛苦地点了点头 心想 这次遇到冤大头了 一条动了不知道多少天的咸鱼 卖了一万块 果然还是学生的钱最好赚 老板利索地从冰柜中取出咸鱼 当即就准备分割 却被李杨拦了下来 不用欠 我要完整的 李杨招手让对方给整个包起来 胖子这时还在小声提醒道 老杨 这条鱼我看 本身气血绝对没有八百点 买了肯定亏 想吃鱼了 拦也拦不住 李杨摊开手 嘴角微微一笑 老板这边生怕他反悔 听到不用分割后 连忙套上的黑色袋子 就递给了李杨 扫码付钱 一气呵成 交易完成 提着咸鱼 他跟跟胖子刚准备离开 迎面却碰到一个熟人 你这儿癞蛤蟆还挺会挑 挑了条咸鱼 这是准备回家煲汤吗 陈海一脸恶毒地看向李杨 早上敢偷袭打他一拳 他下午就带人寻找李杨 结果没找到 便带着人来黑市买点怪兽血肉 犒劳一下小弟 全部费功夫 正巧给碰到了 胖子眉头一皱 也不惯着对方 直接骂道 陈海 老子没惹过你吧 别仗着家里有点钱 就想欺负胖爷 死胖子滚一边去 这儿没你的事 陈海身边跟着五六个人 都是学校收的小弟 气血二百卡以上 除此之外 还有个穿着时尚的狐媚少女 挽着他的手臂 眉眼勾神 但看向胖子跟李杨时 又透着一股蔑视与嘲笑 去 把瘦子的腿打断 胖子的牙打掉 陈海挥了挥手 丝毫没将二人放在眼里 学校里的成绩都是透明的 他知道 李杨跟胖子的气血 都是一百卡出头 他们这边随便一人 就能玩虐胖子跟李杨 但那是以前 胖子 站我后面 李杨说完 抡起咸鱼就迎了上去 啪 手中咸鱼 一个猛击 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寸头少年 整个人都给掀了起来 嘴中血沫子 喷了后面几人一脸 不等其余人反应 李杨侧身下腰躲过数招 起身一个正踢 将其中一人踢飞了出去 还有两人要包夹 也被他反手两拳放倒 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 以至于陈海都没反应过来 就见李杨站在了面前 你你怎么可能 他们的气血 都有三百卡以上 陈海眼孔中 有着一股恐惧 身边的妩媚少女 更是吓得花容失色 松开陈海躲到了一边 现在的李杨 不管是发力还是速度 都是媲美舞者的存在 差的只是气血而已 如此战力 舞者之下他无敌 舞者之上 凭借精神念力 换几个也没问题 慌什么 我还没用权力呢 你刚刚不是挺嚣张的吗 李杨抓起陈海的衣领 直接将对方提了起来 近距离下 他一个寸拳击在陈海的胸口 只是一半的力量 就让陈海面部扭曲 痛苦地说不出话 松开手 将陈海丢在地上 看模样 这家伙从小没挨过打 一拳都戒不住的废物 也就两千千克而已 他都没用权力 李杨见状缓缓蹲下 靠在陈海耳边说道 你脆得不如一条咸鱼 第八章 受黄铲的鱼子酱 独此一份 蜷缩在地上的陈海 脸上青一块白一块 屈如敢让他恨得牙痒痒 已经超过了挨打的疼痛 胖子 我们走 李杨捡起地上的咸鱼 回头叫了一声胖子 一条咸鱼 放倒了这些学校的精英 说出去 估计都没人相信 而此刻的胖子 惊讶的嘴巴 都合不拢了 周围的摊贩 则是饶有兴致地 观看这场斗殴 或者说是看李杨的单方面 吊打一群人 这种小场面 在他们看来 就是小孩子打架 稀松平常的事情 随着李杨跟胖子离开 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李杨 你给我等着 陈海一圈 砸在水泥地上 望着离开的李杨 眼神中满是愤怒 九龙区 庙街的一处废旧厂房内 点火 架锅 烧水 一气呵成 这是李杨跟胖子的秘密基地 因为没钱去武馆 平时就在这里 训练体能跟基础的 拳脚功夫 将咸鱼放入锅中 扣上盖子后 胖子一脸好奇道 老杨 你最近是不是顿悟了 实力竟然提升这么快 上次月考的时候 两人实力还相差无几 没想到短短几天 李杨就完成了咸鱼翻身 李杨闻言 便含糊道 可能是因为我二叔遇难的消息 突然给了很大的压力 就不知不觉地觉醒了 对此 胖子也没有多问 因为人跟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比如 有人基因突变 一夜觉醒 从五者一段 直接晋升到了五者九段 当然 这种例子很少见 大部分只是突然提升了进化速度 短时间增加了几百点气血 就算是运气极好了 过了没多长时间 一锅新鲜鱼汤就出锅了 浓郁的汤汁中 不光只有鱼肉 上面还漂浮着一层玻璃球大小的黑色珍珠 胖子看到黑色鱼子后 瞪眼道 竟然是鱼子 这一下赚大发了 怪不得你要买这条咸鱼 这让李扬不免想到前世的鱼子酱 果然不管在哪 鱼子都很贵 行了 赶紧吃完回家消化消化 明天去征兵处体测 争取拿个好成绩 其实这点鱼子对他而言 根本不如星空巨兽反哺的气血 但有便宜不占 纯纯的王八蛋啊 他跟胖子风卷残云地消灭了整锅鱼汤 最后吃完胖子买的斑饮包肉后 外面的天也黑了下来 两人才心满意足地各自回家 回到破旧的桶子楼 正好看到刚刚从买菜回来的妹妹 说了一声 不用做自己那份后 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李扬心底多少有些愧疚 有好东西都不能分享给妹妹 但妹妹的体质太差了 扛不住怪兽血肉的反哺 不然高低给妹妹打包一份 随着她的实力提升 以后或许可以改变妹妹的体质 盘西坐在练功殿上 李扬闭上了双眼 开始练化体内的气血 同时她也能感受到来自星空巨兽反哺的气血 按照洛丽塔的计算 星空巨兽光是孕育阶段 每天就能给她返还50点气血 就算不修炼 一年的时间 光靠反哺就能将她堆积到五者六段 这就是顶级基因的强度 躺着升级 洛丽塔 精神念力的基础修炼方式 你什么时候给我 本尊最强的天赋是精神念力 但洛丽塔没有给她关于任何精神念力上的秘籍 甚至基础修炼方式都没说过 别着急 想成为精神念师 你的身体数字最少要到达五者一段才行 不然根本无法附和强大的精神念力 你要是着急训练自己的掌控能力 可以先试着去控制一些物品 李扬听罢 睁开了眸子 他看向远处桌子上的一本书 目光汇聚 心念集中书的封面上 起 哗啦 书本并未飞起 但开始自动翻页 仅仅第一次试验 就能翻书 果然有天赋 对 就是这种感觉 现在你可以利用念力来控制自己的身体 先将身体的掌控达到完美 再去尝试食物 随着洛丽塔的指点 李扬运用念力也越加熟练 因为念力的缘故 连消化体内的气血都快了不少 一夜无眠 天亮 起身前去洗漱 李扬望着镜子中的自己 虽然一晚上没休息 气色却比昨天还要好 昨天吃掉的鱼子 至少为她提供了数百卡的气血 以她现在的身体素质 足以加入叶灵飞所说的特殊训练营 握着拳头 来自骨骼的响声 极为悦耳 哥 你今天不是放假吗 小兰穿着睡衣走出卧室 揉着轻松的睡眼 看向李扬 她是理科生 周末一般都要出去上实验课 早早起来就准备做饭 李扬却大手一挥 拉着妹妹出去吃了早餐 吃完早餐后 她跟妹妹撒谎说 约了同学训练 就一个人匆匆离开了家 胖子已经在街口等她了 两人碰面没有多说 直接乘车前往郊外的征兵处 郊外 这里跟居民区跟工业区不同 没有高楼大厦跟巨大的烟囱 有的只是金色的麦田 征兵处便坐落在此地 因为占地很大 放在市区极为不方便 等二人到的时候 才发现 今天前来体测的人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 人山人海 排着数条长龙 起码有上万人 征兵处 每周一次小体测 每月一次大体测 每年的六月份 会有一次招募日 也就是今天 才七点半 就聚集了这么多人 看来 今年的学生 有一半都要进军队了 因为大部分都是少年 脸上稚气未脱 但又如何 参军报国 守卫基地市 义不容辞 想要守护这片乐土 就要有人去战斗 第九章 让你全力出拳 你左右开弓 排队进入 检测的速度很快 李扬跟胖子 很快就到了 气血检验窗口 机器自动检测 三秒后 数值显示在屏幕上 气血247卡 进入二侧 气血534卡 进入二侧 气血测试机 发出嘰嘰声 打印出一张小票 后面不少 还在排队的人看到后 都不免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因为进入二侧 意味着加入军队后的起点 会比普通士兵要高 这一点 李扬跟胖子都知道 只是胖子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够 拿到二侧的门票 而且看到 李扬的气血之后 更是惊讶地说不出话 老扬 你不过真是天才吧 李扬只是微微一笑 先一步 进了征兵处的大门 门口处 站着几名手持鹤枪 实弹的军人 在他们的胸口处 还挂着一枚军章 上面有着四个小字精英战士 检查了一下 李扬跟胖子的门票后 语气冰冷道 请到休息室集合 人齐之后 会带你们进行二侧 谢谢 李扬回了一里 进入休息室后才发现 这里已经有几个人在等着了 年纪看上去 都比他们大不少 这些人看到胖子跟李扬后 都露出了诧异的目光 你们应该是高三学生吧 李扬刚刚坐下 旁边一位身高195的 魁梧大汉笑着说道 像你们这种成绩的学生 能选择来参军 的确 他跟胖子现在的气血 随便上本科 能安稳上大学 又有多少人会选择参军呢 对了 我叫杨虎 夜城昆仑武馆的高阶学员 以后咱们大概率就是战友了 你好杨大哥 叫我李扬就行 李扬笑着点了点头 随即有些惊讶 对方竟然是昆仑武馆的高阶学员 全球三大武馆 其中昆仑武馆 是华夏超级强者 开辟的一家全球武馆 但武馆都有一个相同点 那就是 只吸收精锐进入核心 能成为武馆正式成员的人 最低门槛都是武者一段 杨虎是高阶学员 距离武者差距不大 气血起码700卡以上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杨虎咧嘴道 我今年22了 还没有成为武馆的正式成员 只能加入军队拼一拼了 倒是你这么年轻 气血又超过了200卡 却选择直接参军 佩服啊 李扬听后 但笑道 我更喜欢一步到位 他有传承空间 跟洛莉塔的培养 直接参军是最优的选项了 哈哈 直脾气 我喜欢 杨虎笑道 胖子则是正在窗口 观察外面的情况 他暗恋的那位 只测了一轮 也就意味着 只能进入普通预备役了 进入二侧 需要气血到达200卡以上 胖子因为昨天吃了 瘦黄鱼子 气血一夜翻倍 才进入了二侧 不然也是一轮游 带上你们的东西 跟我去训练室 顺着声音望去 只见门口站着一名 穿着黑色作战背心的中年军官 下身迷彩裤与军靴 显得整个人都很干练 一双帽子如同英式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杀气 而他的胸口处 同样有着一枚战将徽章 众人闻言 无人多话 一个个力所起身跟了过去 室内训练场 各种训练设备伶俐 足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每台设备旁 都站着一名穿着长服的军人 手里还拿着平板电脑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周川 周川是你们的考核奖教官 接下来会对你们进行综合体测 按照测试结果 决定你们进入训练营的等级 是 众人齐声道 周教官见状点了点头 语气严肃道 现在开始力量测试 一号杨虎 出炼 二号 王多瑜出炼 三号 众人分别走到对应号码的测试机前 等待测试命令 李扬站在七号机器前 显得很轻松 就在这时 训练场又进来了两名军人 其中一人脸上有着骇人的疤痕 可疤痕与他的气质相比 就有些小儿科了 而且 此人的胸口处 悬挂着一枚战神勋章 陈队 周教官见到来人 连忙敬礼 眼神中充满了敬佩之色 不用管我 你继续 陈队微微一笑 显得很随和 别看他此时儒雅随和 可在战场上 他宛如大日 是无数怪兽的噩梦 军中战神 代表着单兵极限 虽然并非原能武神 可是获得此军章的战神 未来晋升原能武者 也只是时间问题 打完招呼后 周教官转身冲着考核的 十人喊道 每人出拳十次 以平均值为成绩 现在开始测试 话音落下 所有人都卯足了劲 势必要将体内的力量 全部发挥出来 一时间 拳风呼啸而出 砰砰砰 拳声回荡在整个训练室 他们每个人都使用了右手拳 保证自己每一拳 都打出自己最强的力量 李扬却跟他们不同 只见他双手左右开弓 以战斗姿态 选择双手交替出拳 并不像其他人那样 每一拳都用右手 右拳5789千克 左拳5276千克 上下只相差了500千克 力量极度平衡 李扬对自己的力量很满意 要知道 他还没修炼武者秘籍 发力阵符就已经到达了完美程度 这就是基因上的优势 普通人的发力阵符是一倍左右 再想提升 就需要修炼武者秘籍了 李扬夺射了星空巨兽 本尊的基因跟着提升了十倍 发力阵符的上限自然也高了十倍 与此同时 他的这种测试方法 引起了周教官与那名战神的注意 第十章 恐怖的发力 惊呆战神 竟然用战斗姿态测试自己的权力 这小子很自信啊 年轻人是这样的 谈笑间 周教官看了一眼李扬的气血 目光惊讶到 他的气血只有526卡 什么 陈队原本也很随意 可听到李扬的气血后 瞬间认真了起来 以舞者的角度去看 力量跟测试方式 都是小儿客 舞者最在乎的是 发力阵符 别看李扬综合权力 只有5500千克 十个人中仅排第三 排名第一的杨虎 权力6400千克 可杨虎的气血820卡 才打出6400千克的权力 发力阵符 只能算是优秀 李扬却不同 他的气血只有526卡 却能打出5500千克权力 而且还是以战斗的姿态 所打出的权力数值 发力增幅完美 甚至超过了准武者 这才是让周教官 与陈队惊讶的地方 他才18岁 还是高三学生 武馆没有他的身份信息 说明 他根本没有经历过 系统性的训练 天才 放眼夜城 绝对是排在前十的天才 如此天才 不是考进顶尖五大 就是被武馆吸纳 几乎不会考虑加入军队 这次我还真没有白来 竟给北龙军捡了个宝贝 此时李扬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内定了 测试完全力后 他就被带到一条 百米长的跑道 准备测试速度 跑道不同于跑步机 测试的会更加精准 就是太短了 李扬现在的速度 起码120米每秒 速度测试 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周教官站在起点的位置 接着说到 杨虎第一个测试 杨虎走到起点线前 公身抬头 目光锐利地望着镜头 刷 双腿猛然发力 如同一头猛虎一般 疯了似的冲了出去 滴滴滴 终点测速屏幕上 出现了一串数字 每秒68米 这个成绩 并不算出众 气血八百卡 发力振幅0.8 速度却只有68米 杨虎的缺点在速度上 下一位 王多瑜 轮到胖子出场 他有些心虚 权力测试 他垫底 只有2000千克的权力 以他的体型 在速度上 恐怕就更难了 果不其然 岂不时就出现了失误 最终成绩每秒19米 也不算太偏科 只能说底子差 胖子 要不你还是去上大学吧 李扬觉得 以胖子现在的成绩 上个本科比参军要好很多 起码有了系统性的训练 等毕业后 不会比杨虎差 那个时候再来参军也不晚 听他这么一说 胖子也动摇了 来之前 他并不知道 自己成绩提升了这么多 反正现在还没报名 一直在测试 如何选择 都在胖子的手里 周教官也觉得 胖子这种 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 没必要急着参军 其余人接连的测试下 胖子一直垫底 下一位 李扬 周教官跟陈队 都望向了李扬 眼神中有着期待 李扬走到起点线前 选择以最习惯的姿势气跑 呼 深吸一口气 李扬脚尖如同闪电触地 瞬间一闪而出 不等旁人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到了终点 真就是一眨眼 就到了终点 如此速度 肉眼可见的 比其他人快出了一个层次 李扬 速度每秒137米 跑到总共100米 也就是说 李扬从起点到终点 只用了不到一秒 好 周教官忍不住喊了出来 万万没想到 速度比发力振幅还要逆天 完美的天才 而且是一位没有被系统性训练的天才 周教官强压心头的喜悦 开口道 综合测试到此结束 稍后会打出给你们的成绩单 你们可以去休息室等着了 只要在稍后的成绩单上签字 他们便是预备一军人了 会前往军区进行三个月的训练 前面的测试 就是为了区分他们去什么样的训练营 军队等级森严 不光有军衔 还有单兵称卫 以及训练营等级的区分 李扬 你留下 众人文言 也清楚成绩优异的李扬 会有更好的选择 对此 他们也很服气 毕竟拳头说话 实力不行就是不行 老扬 我休息室等你 胖子挥手告别 扬虎也冲他点了点头 眼神中有着羡慕 先前他只是觉得 李扬有些出众 没想到李扬身藏不露 光是速度就能碾压他 其余人走后 周教官将他带到了另一间休息室 推开门 里面已经有人等着了 正是先前那名战神 陈队 人我带来了 我就不打扰 你们聊了 外面 还要继续测试 嗯 这个人情 我陈北风记下了 陈北风声音不高 却有着一股让人蛰伏的感觉 不光是声音 李扬第一眼看到对方时 就从他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危险气息 那是来自精神念力的提醒 如果要跟此人交手 自己肯定过不了一招 随便做 不用那么紧张 陈北风招了招手 是一两人坐下聊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北风 来自夜城军区的 北龙军 听到对方 来自大名鼎鼎的北龙军 李扬一顿这个名字 他听二叔提起过 第十一章 准无辙 接得住我一拳吗 我找你来 是想邀请你们 加入北龙军的战神训练营 陈北风也不绕弯子 直接道出了目的 原本只是顺路来看看 没想到 还真碰上一个好苗子 李扬收到邀请后 心底开始思索起来 参军的目点 第一 击杀怪兽吞噬气血 第二 加入特种军团 可以分房子 能把妹妹的事情安顿好 李扬直白道 陈教官 我听说加入特种训练营后 家属是不是可以 没等他说完 陈北玄生怕李扬反悔 抢先道 这个你放心 加入战神训练营后 你的直系亲属 除了可以免除医疗 教育外 只要愿意 就可以搬进 叶城市区的军属小区 叶城的军属小区 环境可是一流 听他这么一说 李扬也不再犹豫 当即也在成绩单上签了字 好了 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三天后 咱们战神训练营件 嗯 训练营件 离开休息室 训练场上 不知道是第几批人 在进行二测 连考官都换了人 李扬心如止水 禁止离开了训练场 出了征兵处 他才发现 胖子竟然溜了 给对方打了个电话 一问才知道 胖子这家伙 因为放弃签字 觉得自己像个逃兵 没脸见他了 对此李扬无可奈何 他独自打车 去了学校 准备带上妹妹 一起去看房子 来到学校的理科部 接上妹妹 刚刚走出校门 迎面就遇到了一伙熟人 李扬 总算等到你了 陈海摇头晃脑地带人走来 与其嚣张道 哟 这是你妹妹吧 长得还真水灵 要不把你妹妹借我玩玩 我可以只打断你一条腿 小颖看到陈海这伙人 有些担心拉着李扬的衣角 担心道 哥 咱们还是先回学校吧 在校内 他们不敢动手 没事 他们想玩 我陪他们就好了 李扬安抚好妹妹 目光冰冷地 看向陈海一行人 对方这次带来的 都是校外的高手 其中一人的气血 更是达到了准无者 陈海看到李扬还敢这么嚣张 当即退至众人身后 转头对身旁一位 纹着花脖子的青年说道 花哥 就是这小子惹了我 脖子上纹着玫瑰的青年 轻蔑地看了眼李扬 冲承海说道 放心 有我在 他今天废了 说完 他撸起袖子 双手插兜 丝毫不将李扬放在眼里 很快校门口 就围满了人 几个陈海的狗腿子 想要仗势欺人 率先对李扬动起了手 结果 他们连触碰到李扬的资格都没有 随手就被李扬一巴掌 甩出了人群 骨骼的碎裂声 让不少看戏的 倒吸了一口凉气 李扬真下了死手 一招就让气血两百多的五颗声 打得倒地不起 小子 你太嚣张了 花脖子站在李扬面前 微微低眉 身上的气血顿时翻涌起来 准无辙 不知道 你能不能接住我一拳 李扬说完 脉步上前一拳轰出 血气翻腾而起 以至于体内还未炼化的气血 都在这一刻被彻底吸收 全力轻松破万 就连拳风也变得凌厉如刀 呵呵 软软绵绵的拳头 花脖子还不忘嘲讽一声 才闪身上前 碰 双方一个碰撞 发出一道闷响 花脖子只觉得自己拳头像是出了电 只是微微一麻后便没了知觉 陈海 你坑吗坑我啊 随即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全身的气血都被李扬这一拳打散 第十二章 别人有背景 你有吗 其实也不怪陈海 昨天李扬的气血只是三百卡出头 今天就飙升到了五百卡 而且他们触碰了李扬的逆龄 导致李扬气血又飙升了不少 原本发力增幅就很惊人 提升气血后 李扬的权力已经达到了准武者层次 一起上 干掉他我给一百万 废掉他我给五十万 陈海说是这么说 自己却一直往后退 他招来的花脖子 可是一位准武者 这都被李扬轻易给KO掉了 他可没胆子上去跟李扬拼 目光一转 他望向了李扬的妹妹 趁着其他人围攻李扬之际 陈海一个剑步上前 抓住了人群中的李小颖 李扬 赶紧给我跪下 不然我就刮了他的脸 陈海把玩着手中的匕首 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觉得抓住了李扬的软肋 可惜他想多了 看来你是真不怕死啊 李扬随手一拳 震飞其余人后 目光看向了陈海 这个狗皮膏药 必须得宰了 留着就是个麻烦 李扬 使用念力震住他 洛莉塔的提醒声在耳边响起 我知道 他心底一动 悬浮在脑海中的金色海洋 瞬间汹涌翻腾 一股强大的精神念力 开始在李扬的体内觉醒 按照昨晚的练习方式 他将念力击中在了陈海的额头 嗡 一股无形的压力 瞬间扑向陈海 嗯 陈海 只觉得大脑空白 恐怖的威压 让他喘不上气 竟直接一头栽倒 手中的匕首 也脱手而出 李扬看准机会 操纵匕首 直直地刺进陈海的胸口 啊 钻心的疼痛 让陈海发出一阵哀嚎 四肢抖了几下就没了气息 李扬看都不看断气的陈海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没有任何的紧张 反而激发了星空巨兽带来的暴力 与煞气 而这时 学校保卫处的安保 总算赶到了现场 五校的安保尤为重要 安保队长有着准武者的实力 身后七八名安保人员 也都有着八百卡的气血值 只是他们来得太慢了 轻飘飘地看了一眼学校的安保人员 李扬也不傻 不会蠢到跟安保人员动手 虽然他现在的实力 完全可以带着妹妹逃走 再说了 他用精神念力杀的陈海 旁人只觉得 是陈海自己倒霉 被自己的刀夺走了性命 小野 去学校的宿舍等我 不要一个人回家 先是安顿好妹妹 李扬才跟安保处的人离开 他是北龙军的预备役 在社会上出了事情 会移交到军方处理 只是 今天刚刚考核通过 身份信息过了晚上十二点 才会录入系统 现在只能先委屈一下李扬了 我带着小子去禁闭室 你们先送陈海去医院 速度快点 王队长看到断气的陈海 面色有些难堪 但医院还是要送的 起码做个尸体检查报告 对方的背景可不小 一旦闹起来恐怕很难收场 小子 你下手可真够狠啊 王队长叹息道 你知不知道陈海的父亲 跟爷爷都是舞者 李扬直接装傻道 跟我无关 是他不会用刀 反倒伤到了自己 死了也活该 你确定 如果不信 你可以去一个个问 王队长见状 长出了一口气 道 希望是这样 不然学校保不住你 如果是意外 那这件事情 就很好处理了 当然 还是要走流程询问打架的原因 将李扬送到禁闭市没一会 教导主任以及李扬的班主任 就赶了过来 无非就是询问过程 但他们赶来前 肯定从周围同学的口中 得知了大概 李扬除了隐瞒精神念力外 将整个过程细说了一遍 他也在教导主任口中得知 自己妹妹是被同学所诬陷 背后的指使人就是陈海 老师 这件事情 你们该问的也都问了 现在能放我走了吧 一切证据都表明自己才是受害者 而且他动手打的那个花脖子 还是校外的混混 教导主任听罢 却冷着脸怒吃道 走 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 陈海的父母是武者 那又如何 学校若是保不住我 尽管将我交出去就是了 班主任杨清柳看不下去了 当即说道 主任 陈海的父母是武者 就可以让他们在学校为所欲为吗 况且 李扬已经参军入伍 只是身份信息还未更新 过了今晚十二点信息更新后 会有军方的人来保他 教导主任 似乎也认识到了 自己刚刚说的话 有些难听了 叹息道 李扬 这是学校给你上的最后一课 强者为尊的世界 对武者要有敬畏之心 说完 他起身离开了禁闭室 李扬 刚才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今天就待在学校 陈海的父母 就算是武者 也不敢闯学校 杨清柳知晓李扬的家庭情况 无父无母 听说照顾李扬的二叔 也在夜城军区失踪了 不免有些心疼眼前的少年 谢了 杨老师李扬看向班主任 挤出一丝笑容 我是你老师 自然要为你负责 班主任安慰了几句后 也离开了禁闭室 哐 禁闭室厚重的铁门被关上 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 李扬靠着墙 坐在地板床上 深感无力 这时 脑海中传来了 洛莉塔的安慰声 今天的事情 对你其实也有好处 实战激活了你体内积攒的气血 现在已经到达了八百卡 别忘了你成为舞者后 会得到传承空间的奖励 到时候 遇到那个什么陈海的父母 不是嘎嘎乱杀 第十三章 万倍发力密集 石洞天 校门口 一辆黑色硬派越野车内 哼 我看学校能保他到什么时候 陈泰猛地砸了一下方向盘 刚刚学校传来消息 已经证实是他儿子李亏 先用了刀 最后反倒是伤了自己 但陈泰不服 或者是听说了李扬 只是个没背景的小子后 想要拿来出气而已 他自身舞者三段 到哪都被人尊崇 自然看不上李扬那种 生活在平民区的穷小子 虽然舞者号称 有着保护人类的使命 陈泰却并不属于武管跟军方 使命跟他无关 而是加入了 全球第一财团东盛基因公司 主要负责进入荒野区击杀怪兽 获取怪兽的基因赚钱 东盛集团是全球最有钱的公司 没有之一 因为他是第一家 可以提取怪兽基因的公司 麾下自然也聚集了 来自全球的大量舞者 大哥 我刚刚收到学校的消息 那个小子 今天参加了军方的体测 过了今天 身份信息就会被归入军方 到时候再想动他 就没那么容易了 陈泰文言 转头看向副驾 低吼道 那今天就做掉他 副驾为的经兽青年 有些犹豫 他也是陈家的人 是陈海的亲二叔 当然想要帮侄子报仇 但强闯学校 击杀学生 就算是舞者 也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处罚 我想到一个办法 经兽青年男子英狠道 集团在夜城的分公司内 最近不是来了一对吉东人吗 自进化纪元后 这帮家伙没了地盘 流浪各国干着最肮脏的活 只要给钱 他们什么都敢干 陈泰文言 嘴角微微上扬 看着老二说道 你的意思是 雇他们出手 没错 只要给一笔钱 那帮吉东的建户 会将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干净 就算怀疑到我们陈家 校方也没证据 兄弟二人相视一笑 驱车离开了校门口 看到这一幕 校门口的保卫室内 王队长出了一口气 陈家兄弟走了 看来他们也知道 只要明天李扬的档案 归入到军方 就没办法动手了 不能太大意了 教导主任站在窗前 望着离开的越野车 回想到陈家两兄弟 在夜城舞者圈的名声 心依然悬着 这二人的名声 实在不好听 曾在荒野区 对舞馆的舞者动过手 因为是在荒野区 这件事情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夜城郊外 连排别墅区 一千万 陈家两兄弟顿时大怒 讥讽到 杀一个舞者都不是的毛小子 你们敢要一千万 穷疯了吗 陈桑 这里可是华夏 我们敢动手的前提 就是因为 那小子还不是舞者 如果是舞者 就算你们给再多钱 我们也不敢干啊 房间内 陈家两兄弟坐在沙发上 那名开口的吉东人 则是跪在桌前 这是他们独有的传统 做不习惯 喜欢跪着 根本兄 你可别忘了 是我从荒野区 将你们接到夜城的 如果不是我 你们能进华夏 陈家老二讲价道 给个人情价 五百万如何 根本摇了摇头 但笑道 你接我们过来 是集团内部的派遣任务 不算人情 不过你们陈家提供的住所 我跟兄弟们很满意 这次就算你们八百万吧 陈老二还想要再次还价 却被大哥陈太兰了下来 他喝干杯中茶水 一把将杯子捏碎 恶狠狠道 八百万就八百万 我要你们今晚就动手 没问题 我会亲自出手 务必一击必杀 根本一郎嘴角上扬 露出一抹阴毒的笑容 夜晚 学校禁闭室 李扬盘膝坐在地板床上 双眸紧闭一动不动 意识却已经进入了传承空间 恭喜你李扬 气血总算到达一千卡了 洛丽塔显得比李扬还要兴奋 他戳着小手 环绕李扬一周后 满意道 你现在的身体素质 勉强到达了我主人设下的门槛 叮 一块虚拟面板出现在了李扬眼前 传承者 李扬 境界 五者一段 一千零二卡 发力阵幅 一点五七 精神念力 一点六 传承等级 一冒号零一百 外围弟子 这是什么 李扬指着传承等级 好奇问道 这是你的传承等级 你的等级越高 使用传承空间的权限 也就越高 洛莉塔挥动背后的翅膀 悬浮半空 接着说道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提升个人实力 我先传授你修炼秘籍 首先 你需要修炼星空巨兽的传承秘籍 吞天 这是一部星空巨兽 完善了无数遍的气血修炼法 第二部 是站立秘籍 可以提升你的发力增幅 名为十动天 最高提升万倍发力 前者是星空巨兽自带的传承秘籍 十动天 是你突破五者后的奖励 说完 他伸出修长的手指 点向李扬的眉心 哇 李扬大脑一阵空鸣 随后一股已经被汉化后的 文字出现在了脑海之中 吞天 顾名思义 跟吞字有关 第一吞 吞是天地之间的气血 第二吞 吞是血肉 第三吞 吞是万物 因为星空巨兽分身的原因 本尊不需要学习就能使用 李扬开始尝试使用第一吞 双手摊开掌心向上 整个人好似化作黑洞 吞是这空气中的气血 或者按照宇宙中的称呼 叫做宇宙能量 强大的吞是力 仅仅吞是了十分钟 就赶上他平常训练三个月了 有了吞天秘籍 就相当于喝西北风 就能吃饱饭一样 以后 他再也不用干巴巴的 等着星空巨兽反哺了 平时吞空气中的气血 去了荒野区 击杀怪兽吞是血肉 气血提升得更快 洛丽塔见他停下吞是 提醒道 你人类本尊 只能使用前两重 第三重 只有星空巨兽分身 才能使用 够用了 李扬握着拳头 信心十足道 由此修炼法 半年我就能突破成 原能武者 如果是吸收 怪兽血肉的话 那将会更快 他已经开始幻想 进入荒野区后 吞是怪兽血肉了 李扬 既然你现在 已经成了武者 我作为传承空间的 智能生命 也会开始给你 布置修炼任务 洛丽塔变得一脸严肃 天下果然 没有白吃的午餐 李扬也早就猜到了 但他无所畏惧 我现在将任务内容 以及密集 石洞天 传送给你 顺便提醒一下你 这个任务 主要是为了测试 你修炼 石洞天的成果 第十四章 这一拳八万斤 你接得住吗 呼 李扬睁开眼 已经从传承空间 回到了现实世界 抬头看了一眼窗外 明月高卦 先看看任务再说 他再次闭上眼睛 脑海中出现了 自己的面板 传承者 李扬 境界 武者一段 1012卡 发力振服 1.57 精神念力 1.6 传承等级 一级 外围弟子 当前任务 任务内容 击杀一名超越 自身两阶的武者 或者怪兽 时间限制 一周 任务奖励 原力果实 精神念师 修炼秘籍 任务难度 一颗星 住 传承者的环境 若是不具备 完成任务的条件 可以在传承空间内 模拟出对手 看完任务内容 李扬倒吸了一口凉气 越界战斗 还要越两界 关键 这还是一颗星的难度 简直要命啊 要知道 武者每一个小段 气血都是成倍增长 武者一段是1000卡 武者二段 就是2000卡 武者三段 足足有4000卡气血 比他多了3000卡气血 就算对方的发力 只是基础的一倍 那一拳下去 也是三万千克 难顶 李扬深吸一口气 压力瞬间上来了 当即开始使用 吞天 贪婪的吞噬宇宙能量 提升气血 除此之外 他还要分心去修炼 石洞天 提升战力最快的 就是发力秘籍了 气血这个东西 不会成倍的增长 但是发力振幅可以 他在脑海之中 翻看洛丽塔 传送过来的秘籍 石洞天 宇宙中的顶级发力 振幅秘法 总共分10重 第一重 增幅10倍 第二重 增幅50倍 第三重 增幅100倍 第四重 第十重 增幅万倍发力 凝聚十颗中子星 环绕自身周围 形成黑洞 看到第十重的介绍 李扬整个人都傻了 这要是修炼到大成 随手就能覆灭太阳系了吧 不过看介绍 想要修炼到大成 恐怕要星空静了 他距离那个境界 差了不知道多少个太阳系 还是老老实实地 从第一重修炼吧 沉浸其中 仿佛自身降临到了一颗中子星上 肉体开始重塑 肌肉密度越来越强 时间一晃 到了后半夜 总算入门了 李扬睁开眼 心底感慨 好在第一重不难 对于旁人来说 难的是获得一部顶级密法 起身 站在封闭的禁闭室 他摆出战斗姿态 目光直视远方 十动天 第一重 瓮 开启十动天的那一刻 他的气息猛然增强了数倍 双拳之上 也出现了一层淡淡白光 蛤 他开始出拳 一拳 两拳 三拳 拳拳刺破空气 打出了一道道白色阴障 雄厚的拳劲 每一次都能带动全身的力量 砰砰 闷响声 传遍整个房间 不光是力量得到了数倍增长 速度也快了不少 整个人都轻盈了许多 仅仅第一重入门 就这么强 李扬打完一套后 仿佛得到了再生 现在的一拳 没有十万 也得有个八万公斤 发力阵幅 直接到达了八倍左右 原本只是一倍多 等于增幅了五倍左右 呼 他吐了一口浊气 拳头上的淡淡白光也消失了 现在十动天对他的身体负荷很大 毕竟本尊的肉身太弱了 如果是星空巨兽施展 恐怕一天24小时都能够用 以他本尊的气血 最多施展一个小时 就会力竭 而且 他现在只是第一重入门 十动天 每一重 都分入门 小胜 大成 圆满 现在刚刚入门 增幅的也只是权力 到了小胜阶段 就能增幅全身发力 大成阶段 可以增幅到武器 一旦达到圆满 他几乎能将 十动天 保持成常态 变态 这秘法太变态了 他欣喜的同时 也在思索着 要不要现在就试试 把任务给过了 本尊最强的天赋 是精神念力 想要修炼精神念力 就得完成这个任务 算了 反正时间还长 先把十动天 修炼到小胜 把握也更大一些 盘西坐下 他刚准备继续修炼 脑海中却传来了 洛丽塔的提醒 李扬 有危险 有武者正在向你靠近 他身上带着血腥味 李扬听到后 瞬间起身摆好了战斗姿态 接着向洛丽塔询问道 来人什么实力 气血多少 别慌 他距离你 还有四十米呢 自从他成为武者后 洛丽塔的探测能力 就扩张到了直径百米 单靠李扬的精神念力 还探查不到这么大的范围 武者三段 气血四千三百卡左右 以你现在的战力 拿下他很轻松 得知对方具体实力后 李扬微微一愣 嘀咕道 洛丽塔 这不会是你给我安排的对手吧 嗯 你想多了 这人就是单纯来杀你的 没想到陈家真派人过来了 不过也好 拿来练手 顺带把任务也过了 李扬不乏轻盈地来到铁门旁边 后背紧贴着墙壁 随时准备战斗 大大大 楼道中传来一阵金属战靴 踩在瓷砖上的声音 这股声音越来越近 直至走到禁闭室门前停了下来 嗯 李扬眉头微微一皱 怎么没声了 他凭住呼吸 第一次生死搏杀 多少还是有些紧张 哄 忽然 铁门上凸显出一个头大的拳印 足足五厘米的钢板门 差点被打穿 哄 又一拳砸来 铁门开始松动 这玩意防的是学生 可防不住五者三段 接二连三的铁拳砸下 铁门再也支撑不住 直接被拳头硬生生地砸翻在地面 嘖嘖 不亏是天才学员 竟这么沉得住气 可惜今天你要死在我手上了 根本一郎说完 迈步走进了漆黑的房间 他刚刚进来 就察觉到 耳旁传来一阵拳风 哼 小儿科 根本一郎 不亏是身经百战的舞者 身子侧倾就躲过了这一拳 同时 他的身子也靠在了墙壁上 不过那股拳风 让根本一郎心底一沉 情报错误 对方是舞者 李扬的偷袭失败 索性开灯正面迎战 嗯 开灯的一瞬间 一道淡红色的身影 就冲向了自己 来得好 李扬丝毫不拒 身上气息陡然一变 洞天大开 淡白色光芒环绕双臂 他扬起手臂 一拳朝着人影轰了出去 这一拳 八万斤 你挡得住吗 第十五章 倒国的杀手 根本一郎 哼 李扬全力一拳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红色身影上 触碰到红色身影的瞬间 他手臂发麻 像是打了一块用铁做的棉花上 坚硬 有弹性 借助反弹的力量 李扬退到角落稳住身形 这时 他才有时间细细打量来人 对方中年模样 嘴角有着伤疤 穿着一身破旧的红色战甲 腰间还跨着一把太刀 你 应该不是华夏人吧 李扬眉头微微皱起 对方的样貌 以及腰间跨着的太刀 都让他想到了 曾经小日子过得还行 但自从进入进化纪元后 小日子就没法过得极东倒人 我当然不是华夏人 而你 也不仅仅是一名学生吧 根本一郎摸了摸胸口 回想到刚刚李扬的那一拳 忍不住后怕 如果他没穿战甲 恐怕现在已经横尸当场了 他已经认定 李扬绝对不是陈泰口中的学生 咔嚓 根本一郎手握刀柄 利刃微微出窍 他眼神死死盯着李扬 心底则是思索着 如何顿走 不想跟李扬纠缠 极东人 你们只会欺软趴硬吗 李扬见对方有逃跑的意思 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任务目标 激将道 不妨告诉你 我的确是一名高三学生 他刚说完 身影一闪冲向根本一郎 利用增幅的拳头 连续出拳 拦住对方拔刀的姿势 这么狭小的空间 我看你怎么施展拔刀术 李扬冷笑一声 又是一记重拳 砸在对方胸口 将根本一郎压制在了房间角落 他在网上看过 极东人施展拔刀术 威力极强 出窍的那一刀发力 振幅绝对超过常人的两倍 真让对方拔出来了 估计今天要受伤 乳秀未干的小子 你太张狂了 根本一郎依然单手握着刀柄 因为一直寻求拔刀的机会 以至于刚刚跟李扬近身搏斗 只用了单手 吃了好几次亏 如果不是他的身法灵活 恐怕已经重伤了 今天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惹怒极东刀客的下场 呼 根本一郎深吸一口气 身子净诡异地趴在了地上 一手护在额头 拔刀斩 根本一郎怒喝一声 双脚借助 墙壁猛地弹射了出去 枪 刀光浮现 盖过了房间的灯光 只是刹那就到了李扬身前 但因为根本一郎的个子很矮 加上弓着身子 这一刀斩去的位置 是李扬的腰部 这是 要将李扬腰斩 石洞天 李扬伸出二指 白光闪烁在手指之上 他竟迎着根本一郎的刀刃前去 嗯 根本一郎见状 鸡笑道 这就是华夏人的天才嘛 竟要用手指 抵挡我吉东的太刀 真是可笑 去死吧 根本一郎用力挥出这一刀 想要将李扬 完全斩成两截 可挥出去的太刀 却在距离李扬 只有半步的位置 戛然而止 只见散发着淡红光芒的刀刃 被李扬轻松地用手指牵住 这就是让你们吉东 引以为傲的拔刀斩吗 李扬怒喝一声 双指用力 直接将太刀折成了两截 太弱了 念力爆发 另一只手虚握操纵断掉的刀刃 诸如蛋白色洞天之力 朝着根本一郎的脖子刺了过去 扑吃 念力操纵的断刃 顺着战甲的缝隙 刺进了根本一郎的脖子 鲜血瞬间喷涌出 根本一郎瞪着眼睛 到死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绝招 会被李扬轻松破解 杀你都嫌脏手 李扬活动了一下手腕 眼神中充满了煞气 自从夺射了星空巨兽后 每次动手他心中 都会涌出一股暴虐 好一会 他才压制了心中的暴力 恢复平静后 地上一片狼藉 肮脏的血液染红了大半个房间 这下解释不清了 倒不是担心杀人 而是担心外界好奇 自己为何能击杀五者三段 李扬 你还愣着干嘛 把他吞噬掉 最少能帮你增长五百卡气血 洛丽塔这时在他脑海中提醒道 李扬听罢 皱眉道 有点脏 这算什么 洛丽塔嘟嘴道 又不是让你吃 只是吞噬他的气血 洛丽塔的一句话 把李扬给点醒了 气血而已 没必要挑三减四 李扬双手张开 手心爆发出恐怖的吞噬之力 汹涌的力量 将根本一郎身上的气血 全部吸到了自己体内 最终只留下一具僵硬的身体 房间内的血腥味 也一扫而光 吞噬成功 增加五百二十卡气血 尸体上没了血气 这样跟学校解释起来也简单了 就说 对方是准无者 李扬走出禁闭室 想着去外面看一眼啥情况 学校能让一个舞者闯进来 按理说不应该啊 可等他刚下楼 就被人给围了 看穿着 是自己人 只可惜来晚了一步 把枪放下吧 自己人 人群中 走出一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青年男子 他掏出证件晃了一下 开口道 我是安全局的调查员 接到你们学校报警 有舞者行凶 安全局 专门负责舞者的刑事案件 专业很对口 可惜行凶的舞者 已经扶诛了 人死了 安全局的调查员 有些不敢相信李扬的话 不过听到李扬说行凶的人 只是一名准舞者后 也没有多加怀疑 李扬这时才知道 那名吉东杀手潜入校园后 杀害了两名学校的安保人员 其中就有昨天那位王队长 可惜了 他心底清楚 杀手是陈家人请的 可没证据说了也没用 而且都不用他去说 安全局的人就会去调查 安全局的人对校园重新搜查了一遍 直到天亮才带着尸体离开 李扬作为受害者 自然没有被带走 安全局查到李扬的身份信息 已经被更新成了 北龙军的预备役成员后 更是派出了两名舞者三段的强者保护 教导主任得知这件事情后 直接让李扬去了自己办公室 生怕李扬再出现什么意外 更让他惊讶的 还是李扬的实力 转眼已经能击杀舞者了 清晨 学生陆续进入校园 昨夜那么大的事情 自然瞒不住 很快就弄得人静皆知 胖子得知这件事情后 吓了一大跳 跑去校长办公室 看到李扬没事后才放心 就在学生们议论 昨夜李扬被行刺的事情时 远方的天际 传来一阵螺旋桨的轰鸣声 快看 是军区的武装直升机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瞬间引起了全校的注意 第十六章 北龙军 不会放弃任何一名成员 翁龙龙 我去 这是我们华夏最先进的 5直99直升机 听说搭载了四门火神炮 在荒野区 遇到A3以下的怪兽 都是乱杀 军方的人 怎么会突然来学校 难不成是因为昨夜的杀手 基地市的治安 应该归安全局管的吧 全校师生都在议论 军方突然派来的直升机 直升机盘旋在学校半空 并未选择下降 北龙军听令 随我下去接人 战神陈北风摘下墨镜 打开舱门 直接从直升机上跳了下来 其余北龙军将士 也是这般如此 人影如同雨点一般落下 数十名穿着迷彩装的军人 跟在陈北风的身后 在他们的胸口处 都挂着一枚战将勋章 这一幕 看得不少人张大了嘴巴 直升机距离地面 少说五六十米 就这么直接跳 不用问 个个都是舞者 这是来找你的 办公室里 教导主任趴在窗边已经猛了 啥时候战神预备役 也有这种待遇了 不单派出三架直升机 竟然还来了数十名战将 为首的那位 更是一名战神 应该是吧 李扬语气淡然 并没有多惊讶 他越是淡定 教导主任就越是怀疑 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背景 不然 单凭北龙军的预备役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排场 走走 咱们赶紧过去 不能让军方的人等着我们 校长不敢耽搁 带着李扬去了学校操场 与此同时 教学楼的过道上 站满了学生 欣赏着军中舞者 发现校长带着李扬前去后 一个个惊讶地说不出话 操场上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陈北风拍了拍李扬的肩膀 收到安全局的消息时 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昨天李扬体测他就在现场 李扬什么实力 当然很清楚 仅靠媲美舞者的身体素质 就能反杀身经百战的舞者 绝对是一位战斗天才 稍加培养 李扬的未来不可限量 走 帮你办理退学手续 今天就跟我去夜城军区 他是一刻也不想李扬在学校待了 准备直接带去军区 也好让李扬提前熟悉一下环境 等后天跟其他学员 直接进入训练营 今天就去 李扬有些诧异 但也没有直接拒绝 办理完退学手续 他算是彻底告别高中生活了 你确定要等后天再去军方 陈北风随即想到了 李扬还有一个妹妹 也就理解了 李扬点了点头 道 我还有些事情要安排 而且那伙人大概率 不会再对我出手了 刺杀这种事情 只能干一次 想要再干一次 不说投入有多大 就说暴露的风险 陈家就不敢再对他动手 别人不知道根本一郎的实力 陈家自己肯定清楚 五者三段都被李扬给反杀了 那得派去多强的杀手 才能干掉李扬 你放心 陈家已经被安全局调查了 我也会派人盯死他们 陈北风眼神中透着一股冰冷 感动北龙军的人 如果不是在基地时 他早就把陈家就地正反了 谢了 李扬此时才算明白 有人招的好处 如果没有加入军方 恐怕陈家还会对他下手 不用那么客气 北龙军不会放弃任何一名成员 这就是北龙军 强大且团结 不然在荒野区 怎么跟海量的怪兽抗衡 告别陈北风后 李扬打车回到家 街上妹妹 直接去了军属小区 市区 一座气势辉煌的小区门前 精锐的军事看守大门 手持鹤枪实弹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看守人员检查了李扬的身份信息 确保无物才将二人放了进去 小区的环境绝对是一流 本身就坐落在最好的市区 东山下的一块生态区 结果建造的时候 还开辟出一座人工湖 整个小区全是独栋别墅 而且每栋别墅间隔百米 保留着充分的距离 环境 隐私 安全都得到了保障 这就是战神预备役的待遇 先去物业处挑房子 第十七章 念力兵器引刃 进湖小区物业处 李先生 您选三十七号房 真有眼光 背靠杨山 面朝静湖 的确算得上是风水宝地了 小区空置出的房子并不多 他选的这一栋 是空于别墅中最好的一栋了 而且面朝静湖风景极好 就他了 李扬点了点头 本来让妹妹选的 但自从得知他去参军后 直接赌气 不跟自己说话了 这也不怪妹妹任性 而是二叔失踪的事情 一直是妹妹的心结 他参军 其实也想着 试试能不能找到二叔 当然 希望太渺茫了 走出物业处 进入新家 家具齐全 一切都是崭新出厂 这栋房子不算装修 市场价格都要超过一个亿 但李扬只有居住权 没有出售权 小尹很快就被房子内的新鲜玩意 吸引了注意力 也不再跟他较劲 李扬只好作罢 中午亲自下厨 喂饱了妹妹 才开始自己的修炼 别墅地下室 有着一座接近400平方米的训练室 这也是他为何选择这栋房子的主要原因 训练室内摆放着力量测试机 以及一个微型速度测试仪 除此之外 墙上还挂着一排制式武器 刀枪棍棒样样齐全 李扬对这些并没有多大兴趣 而是静静地坐在地板上 意识进入到了传承空间 击杀任务已经完成 也该领取奖励了 洛丽塔说过 他本尊的天赋都点在了精神念力上 可现在基础修炼方式自己都不知道 传承空间内 洛丽塔依然坐在王座上 只是这一次 他的面前还多出了一道投影 投影中的画面不忍直视 你竟然对这个感兴趣 李扬很是诧异 一个活了不知道多久的智能生命 竟然会去看动画片 原本对于洛丽塔外貌 还有些看法的他 现在完全理解洛丽塔为何是罗莉了 如果是去宇宙中闯荡 我当然不会这么无聊 宇宙中闯荡 李扬愕然 他现在的确没那个能耐 星辰级才能在宇宙中温饱 他还差很远 还是先要任务奖励再说 洛丽塔 你给出的任务我已完成 现在该发奖励了吧 洛丽塔摸了摸下巴 回道 你运气还不错 竟能遇到一个那么弱的舞者三段 还真不容易 听到这个评价 李扬差点吐血 根本一郎其实不算弱 最后的绝招拔刀斩 发力增幅到达了两倍 绝对比普通的舞者要强不少 可在洛丽塔口中 竟然是自己运气好 没办法 二者眼界始终不同 你先等等 我去看看任务奖励是什么 原力果实还算不错 精神念秘籍的话 对你而言有点早了 洛丽塔说完 随手取出了一枚蓝色果实 果实通体幽蓝 散发着阵阵寒气 秘籍呢 李扬对原力果实兴趣不大 听名字就知道 是增长念力的宝物 但他现在并不缺念力 体内的念力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练花 你现在修炼秘籍太早 还是先修炼精神念诗基础篇吧 洛丽塔指向李扬的眉心 一大串关于精神念诗的基础修炼法 进入了李扬的脑海 数百种修炼之法 看得李扬眼花缭乱 基础篇 算我送的 原本的奖励我给你 换成了念力兵器引刃 这件念力兵器 自带的名文 就足够你在进化阶段参悟了 李扬文言 惊讶到 这奖励 还能这么换 这么一来 等于自己白嫖了一件念力兵器 哈哈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我当年可是跟随过主人的 灵号智能生命 洛丽塔傲娇道 说完 他取出了那件念力兵器 刷 引刃凭空出现 薄如蝉翼 通体幽黑 周围充斥着黑色电弧 长十厘米 宽三厘米 只有手掌那么大 李扬用念力观察之时 引刃瞬间分成了三道 大小跟刚刚一模一样 这么神奇 当然了 引刃的材质很特殊 别看就这么一点 锻造它时 所用的材料 差不多相当于你们整颗蓝芯的物质 李扬彻底被震住了 这么薄的刀刃 竟然相当于整颗蓝芯的物质 这要是说出去 恐怕蓝芯上没人相信 你的精神念力天赋果然不错 还没刃主 就能施展出三道引刃 赶紧滴血刃主 看看刃主能施展多少道引刃 洛丽塔催促道 李扬当即照做 伸手轻轻抓住漂浮的引刃 手心顿时传来刺痛 刃游鲜血流淌在引刃之上 脑海之中的精神空间 煞时间出现了一道黑色印记 认主成功了 第十八章 三重buff 三倍快乐 刷 刚刚认主成功 李扬便将所有念力 注入到了引刃之中 薄如蝉翼的引刃 瞬间分成了六把 去 李扬操场六把引刃 依然显得游刃有余 引刃飞旋一周 环绕在了他的拳头上 高速旋转的锋刃 如果再次遇到 跟本一郎那样的舞者 就算对方穿着战甲 也能一拳轰成碎末 嗯 还不错 你的念力 目前媲美舞者四段左右 如果比拼实战 还能更胜一筹 洛丽塔难得地 给出了一个高度评价 自从李扬夺射了星空巨兽 便开始蜕变 这才刚刚开始 发力期 需要等到星空巨兽 破壳而出 那个时候 李扬的修炼速度会更快 还是有些吃力 操纵了没一会 李扬的精神念力 就彻底干枯了 没办法 隐刃看似轻巧 施展起来 却重若千军 还是先修炼精神念试基础篇 提升一下念力 再去练习 隐刃比较好 告别洛丽塔 李扬回归现身 隐刃悬浮左右 瘦 李扬念力一动 隐刃化作护臂 完美贴合在了手腕上 随后没入皮肤 不愧是融合了一颗星球 打造出的宝物 果然神奇 他心底一动 隐刃又从身体的 其他部位飞了出来 如果在战斗的时候 突然释放隐刃 对手根本无法防备 凭借隐刃 足以与高段舞者搏杀 底牌 这是他现在最强的底牌 有了底牌 他想到了刺杀他的主谋 陈家 李扬眼神中透露出暴力 但他现在对陈家一无所知 连住在哪都不知道 报仇 不着急 他有的是时间 掉出我的战力面板 面板浮现在眼前 传承者 李扬 舞者 二段 两千卡 基础增幅 两倍 精神念师 二段 二点一六 传承等级 以冒号六一百 外围弟子 从面板上来看 他的身体素质 已经是五指二段 基础增幅两倍 按照增幅秘籍 十动天的介绍 基础发力跟基因有关 他本尊十倍基因 基础发力的上限 就是十倍 想要再提高 就需要修炼秘籍了 比如他修炼的 十动天 第一重修炼到圆满 增幅十倍 这个增幅跟基础发力 增幅是可以叠加在一起的 蓝星上的普通舞者 基础发力完美 只有一倍 搭配修炼秘籍 在舞者九段中 发力超过五倍的 也屈指可数 李扬不使用秘籍 都能做到乱杀 关键 他还是一名精神念师 念力值两点 相当于精神念师二段 念力同样有着增幅 但需要到达圆能级 才能修炼 所以 洛丽塔将他的秘籍给换了 只保留了圆力果实 了解完当前实力后 李扬自己就能制定修炼方案 舞者秘籍 石洞天 还要继续修炼 起码跨入小圣再说 还有基础发力 这个需要吸收 星空巨兽繁补的气血 他有舞者修炼秘籍 吞天 也可以走捷径 剩下的 就是精神念师这条路了 他缓缓睁开眼睛 翻手取出 洛丽塔奖励的圆力果实 幽蓝色的果实 并没有散发出任何味道 却能让人暴露出 原始的贪欲 看一眼 就想咬一口 虽然他脑海中 有着一片念力汪洋 等着他炼化 可慢慢炼化 终究太慢了 见识了隐刃的威能后 他想要快速提升念力 就只能吞掉原力果实 他没再犹豫 直接大口吞吃了起来 没几下 就将原力果实 连皮带和全部吞了下去 仅仅过去片刻 他脑海中的念力海洋 便开始沸腾蒸发 竟然还有蒸发念力海洋的功效 李扬眼球充斥着血丝 这一刻体内的念力 狂暴且汹涌 被蒸发掉的念力海洋 化作源源不断的力量 汇聚在了他脑海中的一颗 暗金色小球上 这颗小球 从芝麻大小 瞬间膨胀到了核桃那么大 他的念力 也在这一刻突飞猛进 精神力的快速提升 比武道断体还要折磨 李扬双手撑着地板 满头大汗 如同雨点一般落下 直至半个小时后 脑海中的那片念力海洋 才消停下来 而他的念力 也得到了灼声 傍晚时分 他才停下修炼 恢复完体力 来到权力测试机前 施展增幅密集 石洞天 双拳凝聚白光 快速轰出竖拳 测试器呆了数秒后 才显示出竖值 12万4894千克 12万8760千克 13万0394千克 极限权力 已经达到了13万公斤 一般的五折五段 也就这个权力了 单纯使用基础发力 一拳也有4万公斤 相当于五折三段的身体素质 如果基础增幅 加密集增幅 加念力增幅 会怎么样 李扬舔了舔嘴唇 决定试试这个大胆的想法 伸出右手轻轻一握 12把引刃 悬浮在手臂周围 石洞天 散发出的淡淡白光 包裹着手掌 然后是12把引刃 呵 翁 引刃飞速环绕在他的拳风之上 不断加速旋转 哈 李扬后仰出拳 汇聚全身的力量 以及念力 狠狠地轰在了权力测试机上 咔嚓 权力测试机的原心处 直接被引刃绞碎 但不影响测试机的测试 滴滴滴 发出一串警报后 测试机显示出了具体数值 28万9564千克 一拳 30万公斤 李扬都没想到 自己这一拳 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这时 洛莉塔的投影 出现在了他面前 别太注重力量 这一拳真正的威力 是引刃的锋利程度 你现在是成长阶段 应该多注重基础 不要太追求外在的力量 基础发力强 才是真的强 洛莉塔说得对 基础发力是自己的 密集增幅谁都能修炼 只有提升本身的基础力量 才是最正确的强者路 听完洛莉塔的指导 今天算是修炼结束了 李扬收起影刃 走向了淋浴间 洗完澡 刚刚上楼准备给妹妹做饭 新买的手机忽然响了 接通后 发现是陈北风打来的 我在镜湖小区门口 今天晚上 你们夜城搞了个新兵入伍仪式 你可以来一趟 李扬探头看了一眼 还沉浸在虚幻模拟器中的妹妹 回道 好 我现在就过去 第十九章 同学的妈妈 李扬换了一身黑色休闲服 离开了别墅 新兵入伍仪式 她还是第一次听说 脚步也加快了许多 几次身影的闪烁 就到了小区门外 嗯 此时小区外面 停着一队军车 陈北风站在最前面 正冲着她招手 看到这排场 李扬被吓了一跳 自己只是个新兵 不用这么大的排场来接吧 嗯 不对 她目光看向排在中间那辆军车 发现这辆车在学校门口见过 是接叶灵飞的那辆 果不其然 身后传来了一阵轻快的脚步 转头看去 只见一位满面红光的老者 缓缓走来 她步伐稳健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沙罚之意 比旁边的陈北风更加威猛 小陈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好苗子 老者目光看向了李扬 清和力十足 嗯 他叫李扬 今年才十八周岁 发力跟速度都远超准无者 陈北风一脸得意 他带着李扬过来 就是为了炫耀来的 李扬见状 敬礼道 叶将军 他刚才听陈北风说了 这次来叶城 主要还是因为 这位将军 要参加这次入武晚宴 李扬 慢一步的叶灵飞 走出小区后 发现李扬站在陈教官身旁 他有些诧异 没想到李扬会是陈教官口中的那位天才 怎么了 飞飞 走在最后的美妇人 见叶灵飞停下 目光也看向了李扬 叶灵飞与这位美妇人的外貌极为相似 显然是母女关系 只是美妇人的气质更为出众 而且 她眉宇间还有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叶灵飞摇了摇头 并未开口 另一边 叶将军对李扬大家赞赏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今天的宴会 就是为你们而举行 他听陈北风说起 李扬有击杀武者的战绩 对此很满意 军人就要有杀伐之气 当年 他也跟李扬一样 都是这个年纪 选择了参军入伍 却没有李扬这么彪悍的战绩 将军 晚会快开始了 咱们还是早点过去的好 今天是首大人也会到 副官来到叶将军身前 低声提醒一句 看向李扬时 目光也带着些许的诧异 这人李扬不面生 正是先前在校门口 看到的那位精神念师 只是转眼 二人已经拉近了差距 李扬现在精神念力四段 又有隐刃 这位副官 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心底想着 等会问问洛丽塔 这白毛副官是什么档子 好好 是得早去 年轻人最没耐心了 老爷子笑呵呵地 摆手上车 等上车后 老爷子脸上的笑容 顿时消失 念于 今天你不该去 美妇人文言 面上总算起了一丝波澜 朱唇微微张开 沉默了好一会 才开口道 父亲不用担心 我跟徐家早就断绝了关系 见了也是陌生人 老爷子文言 只是轻轻叹气 也不再多说什么 当年徐念云 嫁入他们叶家时 徐家极力反对 并不是因为他们叶家的地位 而是因为叶家长子叶显文 是个废人 为了这件事情 徐念云与徐家断绝了关系 见车内气氛尴尬 副官趁机转移货水 将军 刚刚那小子 就是先前在学校门口 背后议论小姐的那位 您看要不要提醒一下小姐 年轻人的是 顺其自然就好 老爷子也是翻脸够快 主要还是他知道 朱颜为何提这个 无非就是因为 叶灵飞跟他们朱家有婚约 而且旁边住着的徐念云 极为反对这桩婚约 他更是不敢提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儿媳妇 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大家闺秀 而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原能及精神念师 站立更是不在他之下 车子行驶在环城高架上 很快就抵达了市中心的一家酒店 也是夜城最豪华的酒店 东盛国际酒店 看名字 就知道是世界第一公司的产业 此时酒店门口 人流不息 不少人都穿着军装 入屋晚宴 自然会来不少军人 下车之后 进入大堂 坐上电梯到达顶层的宴会厅 此时已经来了不少人 三五成群的闲聊着 看到叶老爷子进来 一个个开始上前攀谈 很快就为了个水泄不通 老爷子叶景荣 乃是叶城军区的四大将军之一 地位显赫 实力自然不用多说 没实力也当不了将军 李扬也被陈教官 拉出去炫耀了一圈 他都有些后悔 来参加这个宴会了 找个机会 趁机溜到了冷清的地方 才喘了一口气 第二十章 他的战斗力 竟然上万点 装个小透明 站在落地窗前 趁机滑水 嗯 玻璃的影子 映射出一道美妙的人影 竟是叶灵飞的母亲 李扬心底一动 心想对方的身份跟地位 怎么不去跟那些名流攀谈 而是跟他一样 站在了角落滑水 他也没想太多 转回身子背靠落地窗 目光扫向了宴会中的其他人 洛莉塔 帮我看看 那个叫朱颜的家伙 实力怎么样 来的路上 他从陈教官那儿 稍微了解了一下 朱颜这个人 岭南八成之一的杨成仁 大家族出身 三年前入伍加入夜城军区 目前是老爷子叶锦荣的警卫员 别看是警卫员 身份跟实力都等同于战神 甚至还要高一些 恩精神念师六段左右 战力方面相当于武者九段 精神念师比同阶武者的战力 高出三个小段 但精神念师也有短板 那就是 晋身战太弱了 一旦被晋身 战力还不如同阶武者 不过稍微老到一点的精神念师 但是根本不会给武者精神的机会 往往在百米之外 就能将对手干掉 如果干不掉 精神念师逃跑的功夫 也是一流 这个人很弱 就算对你有恶意 再过几天 也能乱杀他 倒是那个叫徐念云的 实力挺不错 而且 他已经修炼了精神念师秘籍 念力增幅不小 在场的所有人加一起 都不是他的对手 徐念云 叶灵飞的妈妈 李扬眼底出现一丝惊恶 眼睛止不住地看了那道身影一眼 单纯地看外貌 徐念云穿着一身紫色礼服 以为人妻的他 身材傲人 气质美艳动人 怎么看 都不像是一个超级强者 而且 在场的众人中 光他知道 就有两名原能武神 一个是叶灵飞的爷爷 叶锦荣 另一位 是叶成士首 同样是一名原能武神 这俩人加一起 都不是徐念云的对手吗 场上可有两名原能武神 你确定他有那么强 李扬有些怀疑 洛丽塔在传承空间中插着腰说道 我怎么会出错 就算他穿什么内衣我都知道 何况是念脸 而且这个宴会厅内 不止两名原能武神 准确来说 有三个半 你自己去看 啪 洛丽塔打了个响指 李扬的右眼球上 顿时出现了一些数字 眼睛此时正好在叶灵飞身上 叮 对方战斗力指数十七 五者一段 精神念尸二段 卧槽 太强了吧 按照洛丽塔给的说明书上计算 一战力约等于一名武者一段 他随即检测了一下自己的战斗力 丁 您的战力指数为二百七十二 武者二段 精神念尸四段 看到自己的战力指数 还算正常 其中大半的战力 估计是因为他的念力兵器 隐刃 有了探测器 宴会也没那么无聊了 李扬开始一个个去检测 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洛丽塔介绍一个 李扬就去检测一个 场上果真是洛丽塔说的那样 三个半武神 除了叶锦荣跟李士手外 还有一名神色阴郁的男子 也是圆能武神 就是战力跟前两位差了不少 剩下的那半个 是唯一的年轻人 比李扬他们大不了几岁 却拥有如此实力 果然是能者辈出 最后 他将目光放在了徐念云身上 丁 战力一万零八百九十三点 圆能集七戒 上万的战力指数 比叶锦荣跟李士手强了不止一点点啊 武者九段 最强的战力指数 也就勉强破千 三名原能武神 最强的叶锦荣 也才五千战力指数 徐念云竟然破万 怪不得洛丽塔说 全场加一起 都不是他的对手 很快 晚宴接近尾声 开始邀请参军的年轻人上台 喝渐行酒 这些年轻人 实力不一 很多都已经是武者了 李扬喝完酒后 懒得等这些人一个个的致辞 他跟陈教官打了个招呼 自己在停车场等他 就先一步离开了宴会 转身进入楼梯间 准备走楼梯下楼 可刚刚走到一半 却隐约中听到 下面有人在说话 脚步轻轻放缓 压低自己的气息 想要听清楚声音的来源 是他 李扬侧着身子 向下面看了一眼 只见一抹迷人的背影 站在一楼楼梯下 双手挽着手臂 正在与人交谈 只是徐念云对面是谁 他根本看不到 这一下尴尬了 别人在说悄悄话 自己下去也不是 不下也不是 他目前在七楼 刚好处在精神念师探测的临界点 稍微发出点声音 就会被对方发现 索性硬着头皮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徐念云说话的声音 也随之传来过来 想要我答应 你就该拿出点诚意 徐念云的声音清冷 却又带着些许的魅惑之音 对面沉默了一会后 才阴沉地回答道 那些东西 可来自新门 进化之初 沾上一点就足以让普通人进化到原能级 你竟然要对半分 徐念云 你太贪了 就算不看徐家的面子 难道对柳家也如此无情吗 柳家 徐念云面色开始浮动 似乎勾出了他的伤心事 第二十一章 夫人 你也不想刚当的事 让别人知道吧 见徐念云不说话 那人接着说道 这次柳冠一也会去 到时 可不等他说完 徐念云忽然抬手一息 强大的念力瞬间将那人抓到面前 念力外线 形成一只巨大的手掌 将对方牢牢抓住 滴溜着在半空 以后 再敢提那个名字 我就捏碎你 我 是我错了 表姐 这时楼上的李扬 也看清了 是谁 在跟徐念云说话 竟然是那位英语的原能级武神 一个武神 被徐念云单手拿捏 果然跟洛丽塔说的一样 楼上的李扬 直接屏住了呼吸 三成 这是我的底线 徐念云放开手 将英语男人丢在地上 冷声道 没有我 你们连军方的封锁 都进不去 何谈微光 嗨嗨 趴在地上的男人 重重咳嗽了几声 显然刚刚被拿捏的滋味不好受 他从地上爬起来 连连点头道 表姐 你肯退这一步 家主那边一定会同意 我这就回去告禀告 说完 再不敢多呆 转身匆匆离开了楼梯间 李扬小心翼翼地靠在楼梯扶手上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微光 心底一震 这玩意 是个人都知道 自武道新门降临 蓝星开启了净化纪元 为何净化 就是因为新门中流露出来的微光物质 普通人沾染一丝 就能净化成为原能级武神 后来武道新门 被全球残存的五大国把控 从此便没了消息 而大部分微光 则是在空气中被稀释 自此 人类开启了净化纪元 或者说 全球物种都在净化 微光物质有多重要 已经不言而喻 李扬心底 开始呼唤洛丽塔 可这小妮子半路掉线 怎么喊都不出来 急不得一时 她站在楼梯上 大气不敢喘 等 等下面的徐念云离开 为了保险起见 她愣是等了十分钟 身头看了一眼楼下 并未看到徐念云身影 她才长出一口气 这么大的事情 被她偷听到 要是被发现 肯定会被灭口 不过这件事情 就算她偷听到了 好像也没什么用处 自己有星空巨兽分身 更有洛丽塔协助 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微光 就当是听了个八卦 小星走到楼下 身头看了一眼停车场 没看到任何人影后 她才缓缓走了出去 可刚刚走出楼梯间 背后突然传来一阵寒意 一股强大的精神念力 从背后将她包裹 寒意笼罩全身 小家伙 你刚刚都听到了 李扬心凉半截 完了 她面色瞬间沉了下去 就不该走楼梯 站立指数破万的大佬 岂是她能糊弄的 这下本尊要不保了 一瞬间 李扬已经想好了后事 她还有星空巨兽分身 本尊死了也无所谓 从而故作镇定地转身 看向了背后 徐聂云背靠着墙壁 站在阴影下 只露出半张脸 她唇角微微上扬 双手折叠放在胸口 阿姨 好巧啊 这一刻 她多想对方是个普通人 然后说上一句 夫人 你也不想刚当的事情 人尽皆知吧 可惜 对方是一位原能级精神念师 原能武神都要被她拿捏 阿姨 徐聂云整张脸都没入了阴影 只留下傲人的身躯在颤抖 虽然看不清对方的脸色 但李扬也知道 喊错称呼了 徐聂云虽然以为人母 但年纪不超过四十岁 加上是原能级精神念师 看起来只有二十七八的样子 叫阿姨的确叫老了 见她被吓得面色惨白 徐聂云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小子 你最好什么都没听到 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李扬抢挤一丝笑容 目光坚定 徐聂云夺步而来 直至与李扬擦肩而过 那股压迫感才渐渐退下 只在空气中留下淡淡体香 最好像你说的这样 否则 声音渐渐远去 李扬连忙转身 却已不见徐聂云的身影 对方话里的意思很明显 听没听到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说没听到 停车场的出口 风很大 凉嗖嗖的 某辆豪车呢 表姐 你确定那小子没听到 这件事情可关乎 你不信我 徐聂云瞥了一眼那人 徐刚顿时静若寒蝉 再不敢出声 李扬也是如此 匆匆上了陈北风的车 关上车门后 急忙呼叫洛丽塔 别叫了 徐聂云已经走了 而且他警告了那位原能武神 不会对你下手 显然 洛丽塔已经探测到了 二人的谈话 李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幸好是同学的妈妈 不然真要被灭口了 洛丽塔 下次你靠谱点 多大点事啊 你本尊死了 不还有巨兽分身吗 洛丽塔调侃道 说实话 你本尊这么努力修炼 都不如星空巨兽 在蛋里睡大觉 提升得快 这么说 多少有点打击人 但星空巨兽的天赋基因 拥有整整一千倍 哪怕现在它 因为夺射了星空巨兽 人类本尊提升了十倍基因 可跟星空巨兽相比 几乎等于没有基因 等了没一会 陈北风就下来了 到小区门口后 陈北风提醒道 李扬 明天多陪陪家人 后天一大早 你就要离开基地市 前往荒野区了 嗯 后天见 李扬语气决绝 第22章 妹妹的亲生母亲 深夜 京都基地市 刘夫人 您的女儿 我们找到了 帝都大厦顶层 装修奢华的大屏层内 接到电话的贵妇人 身子微微一颤 终于 终于找到女儿了 她拿着手机 久久不能平复 她在哪儿 女人的声音都在颤抖 当初她不顾家族反对 与一名穷小子私定终身 生下了一名女儿 可面对四处奔走的日子 她还是没能扛住 最后选择回到家族 嫁入了柳家 但她嫁的那人 太怪 婚后从不碰她 对外又相近如宾 以至于这些年来 她跟那人都没有孩子 活拐的煎熬 让她想起了女儿 还有曾经那个 让她放下所有的男人 可惜的是 转身再去寻找女儿与丈夫时 已是大海捞针 现在总算找到了 她怎能不激动 告诉我 她在哪儿 云清平语气有些急 柳夫人 您要是亲自去的话 我怕柳先生误会 要不 我带您把小姐接回来 电话那头的人 显然是忌惮云清平的现任丈夫 那可是京都的风云人物 最近二十年 崛起最快的柳家之主 传闻 那人距离超越武神 只差一步 自然是不敢得罪 云清平定了定神 虽然这些年 跟丈夫相敬如兵 互不干涉 但有些事情 还是要顾及一下面子 好 云清平深吸一口气后 嘱托道 记住 不得为难她 您就是 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为难小姐 夫人您就放心好了 这件事情明天就能办 到时候 您找一栋偏僻点的房子 准备迎接小姐就好 电话里那人显得很惨媚 赚钱吗 不寒碜 这单生意 云清平出价十亿 找了三年时间 现在总算要回本了 对了 她叫什么 云清平问道 她叫李小颖 小颖 净化纪元 6月12号 明天 就是李扬军区报道的时间 剩下的最后一天 自然是好好陪伴一下妹妹 上午约了胖子来家里玩 读栋别墅跟地下超大训练室 把胖子羡慕得不得了 这家伙最终还是选择了上大学 而且他的气血 已经突破到了300卡 足以考上夜城大学 中午留胖子狠狠戳了一顿 才把胖子打发走 下午 他准备带着妹妹 去市区的商场逛逛 至于妹妹转学 以及生活上的事情 物业都会办理 这倒是省了不少麻烦 哥 你好了没有 都快三点了 小颖站在门口有些 来了 李扬还是一身休闲装扮 拿上车钥匙就准备出去 车也是物业配的 驾照都不需要考 嗯 刚走出家门 就见三辆黑色汉马车 停在了自家门口 咔 车门打开 清一色的黑西装保镖下车 个个都是舞者 排场不小 李扬微皱眉 自己最近得罪的只有陈家 对方可没这么大的排场 而且 对方也没胆子找他的麻烦 只见汉马车内 走下一名魁梧的中年男子 左眼下面 还有着一道伤疤 皮肤有黑 叼着一根雪茄 刚下车就大笑一声 快步上前热情道 你好 李扬先生 李扬礼貌性地伸出手 跟对方握手时 传来的距离 让他眉头皱了起来 检测 钉 战力指数427 五者七段 好家伙 五者七段 李扬心底一震 语气严肃道 小颖 你先上楼 见他这么认真 小颖没有多问 转身回了别墅 八脸大汗见状 摸了摸下巴 墨镜下的毛子 则是一直在打量李小颖 人走后 才不舍得挪开 这可是行走的十个亿啊 有什么事情直说 我这人不喜欢拐弯墨角 哪怕对方是五者七段 李扬也丝毫不拒 他有引刃 瞬间交手的情况下 有信心拿下对方 而且 这还是静虎小区 军属小区 别说是五者七段了 就算是五神赶在这里动手 也就会被宣判死刑 军方对军属的保护 极为严格 他不信 对方赶在这动手 何况动手他也不怕 既然李先生这么爽快 那我也就不废话了 八脸大汉 直接说出了前来的目的 受人之托 带李小颖去京都 他只是说 李小颖的亲人 并未说是谁 这也是担心被柳家知道 给自己惹麻烦 李扬听完后 则是猛了 小颖 救我一个亲人 你受谁之托 听到是小颖的亲人 他不免回忆起来 小颖出生时 亲生母亲就去世了 二叔一个人带着小颖 去了岭南基地市 投奔自己父亲 后来自己父亲去世 二叔又带着他跟小颖 来到了夜城 几经辗转 最终安稳下来 哪儿还有什么亲人 这个你就无需知道了 八脸大汉 开始蛮横起来 我无需知道 李扬笑了 是被气笑的 语气也陡然上升怒吃到 那你也没资格 在我门前撒野 能滚多远 就给我滚多远 八脸大汉猛地摘下墨镜 冷笑道 小子 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我出两个亿 买那个小女孩 见李扬不搭理他 三亿 三亿你一辈子 就不愁了 还去当什么病 这时 李扬已经走进了院子 转身看向八脸大汉 李扬招了招手 这才对吗 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有 他刚刚走进院子 话都没说完 顿赶眼前一黑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扑通 重重落在地面 八脸大汉捂着胸口 抬起头一脸 难以置信地望向李扬 此时 李扬已经收回了拳头 活动了一下 被震麻的手腕 让你背后那人来找我 你还不够资格跟我谈 说完直接回了别墅 刚刚那一拳 他用了十二分的力气 利用引刃包裹拳头 才将对方打飞了出去 不过那家伙也是谨慎 西装下面还垫了一层作战背心 如果没有作战背心 刚刚那一拳 足以要了那人的小命 刀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刀哥摸着被划开一半的作战背心 已经不敢再去谈了 摇头道 我们的赏金要少一半了 带人回去是十个亿 带消息回去是五个亿 第二十三章 我想 我有这个能力 夫人 小姐我们怕事带不回去了 刀哥此时语气失落 他也不敢隐瞒 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听到还起了冲突 云青平大为补月 这太影响他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了 这件事情 你们不要管了 姐 我会顶哥付给你 但要你在夜城 再帮我做一件事情 顶哥 那也就是说 还是十个亿了 听到钱 刀哥眼睛都发着光 贪婪道 夫人您说 帮我灭了陈家 陈家 刀哥一愣 随即明白了过来 他们之所以能找到 李小颖这个人 就是陈家那边给的消息 原本陈家觉得可以利用这件事情 继续报复李扬 谁曾想 是给自己挖坑了 夫人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办好 刀哥挂断电话 戴上了手套 可等他们潜入陈家之时 才发现早已人去罗空 一打听才知道 陈家通过东盛集团 去了欧罗巴 可恶 夜城这个鬼地方 我再也不来了 放下狠话 连夜城坐火车 离开了夜城 又是深夜 离家前的最后一晚 李扬坐在阳台上 妹妹已经睡下 她却怎么都睡不着 看着面前的电话 似乎在等着什么 如果等不到那人 就得主动出击了 妹妹被人惦记上了 她怎么会放心 如果对方没来电话 自己就给陈北风打电话 将今天的事情汇报上去 让军方重点保护妹妹 而她则会主动暴露 精神念诗的身份 以此震慑消 静谧的夜空下 李扬等了许久 就在她耐心消失前 忽然发现 对面的树叉上 站着一道倩影 谁 发现人影后 李扬速度很快 啪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可等看清那人的模样后 她呆住了 阿叶夫人 这一次 她没再喊阿姨 等了半天 郑主没等到 怎么等到了她 大半夜的跑自己家 这要是让叶灵飞知道了 徐聂云脚尖微微用力 踩着树梢 跃进了三楼阳台 她穿着一身黑色睡袍 长发披肩 没有多余的装饰 却显现出一股高不可攀的富贵气质 不必惊讶 我来找你 也只是受人之托 徐聂云的语气很温和 李扬面色惊讶 没想到找小颖的那人 竟然能请动徐聂云 这次她没底了 如果真要强来 面对徐聂云 她没有任何的胜算 但她更好奇 到底是谁要找小颖 要将小颖带去京都 徐聂云见她一脸紧张 语气温柔道 李扬 你别多想了 我来这儿对你没有恶意 只是有人找我 让我告诉你一些往事 这些事情 跟你二叔有关 也跟你妹妹小颖有关 李扬这才放心 平静地点了点头 可越听 她的面色就越难看 当年二叔骗了他们 小颖的母亲没有去世 而是生下小颖后 抛弃二叔跟小颖 去了京都基地市 她是京都云家树出 她叫云清平 因为自身无法修炼云能 家族对她并没有多少要求 比如联姻等等 但她回去后 忽然地位上涨 后来没多久 柳家 现任家主 就来提亲了 云清平这才知道 自己要嫁给柳家家主 她并没有拒绝 而是选择忘掉了过去 真心实意地嫁进了柳家 而现在 云清平忽然良心觉醒 要找回自己的女儿 李扬觉得可笑 但还是压抑住心底的怒火 问道 这位柳夫人 既然嫁入柳家过得好好的 为何还要来找小颖 如果 云清平没有嫁人 哪怕是后面离婚了 现在来找小颖 她作为晚辈 肯定会如愿 让妹妹享受一下母爱 但如今 对方已是柳家夫人 还要来找小颖 不就是犯贱吗 早干嘛去了 现在想起来了 晚了 徐念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安慰道 她想跟你在电话里聊聊 你要是愿意我就打 不愿意也行 有我在她不敢强迫你 李扬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如果不接的话 她担心自己走了 对方来骚扰小颖 变化被拨通 徐念云打开免提 放在了茶几上 李扬 你好 女人的声音并不接地气 显得高高在上 不可攀登 我找了小颖很多年 希望你能理解 而且我听说你去了夜城军区 以后想必也没时间照顾小颖 不如让小颖来京都 我能给她更好的生活 云清平顿了顿 接着说道 你如果不想跟小颖分开 我也可以安排 你进京都大学 她说了很多 许诺了很多 可对方的姿态 从未放下过 就连二叔失踪的事情 她都没有想真心地提一下 刘夫人 我想你搞错了 李扬语气陡然冷立起来 说道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不要再来骚扰小颖了 她的亲生母亲已经死了 你若再敢派人来骚扰小颖 就等着给那些人收尸吧 她说完 重重地坐回疼你 让小颖回去 门都没有 李扬的话 让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久 李扬 你这是在威胁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一个个军方的喽啰 你有什么资格留住小颖 云清平也不再伪装 直接撕破脸 李扬听后并没有生气 反而释怀地笑了 如果对方一直打感情牌 她还真挺被动 能不能照顾好小颖 轮不到你插嘴 李扬语气阴冷 我想 我也有能力照顾好小颖 说完 她直接挂断了电话 徐念云全程在旁边听着 没有说一句话 但从眼神来看 她对李扬的做法相当认同 被挂断电话的云清平 怒摔手机 恨不得宰了李扬 抢回自己的女儿 就在她发火的时候 一位气度不凡的青年男子 走了进来 走到云清平的身边 轻轻挽起她的秀法 搂着她的乡间 安慰道 清平 你女儿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等我从荒野区回来 会亲自找那小子谈谈 第24章 荒野区的实战考核 框框 复古的绿皮火车 从夜城市区驶出 她的目的地 是200公里外的夜城军区 此时 车厢内坐满了新兵 这些还只是第一批 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新兵 加入军区 李扬的位置在窗边 她望着基地是一点点消失 从高楼大厦 变成了金色的麦田 而此刻 麦田已经消失 变成了焦黑的土地 这里曾发生过无数次战争 人类一步步艰难地推进 扩大基地市范围 这是他们所留下的痕迹 李扬长叹一口气 回想起昨夜的事情 他连自己的小家都照顾不好 想要照顾一个数亿平民的大家 又谈何容易 各位新兵请注意 前方即将抵达夜城军区G3站台 持有精英勋章的新兵带好行李 在G3站台下车 车厢内顿时站起来一大片 能够坐第一班列车的新兵 都是精锐 普通的义务兵 坐的是大巴 也不用直接进入军区 会在外围训练三个月 精英战事就不同了 他们的训练营是二线战场 三个月后编入一线作战单位 正式成为一名精英战士 除此之外 战将训练营 以及战神训练营的新兵 会被特殊安排 没人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停靠十分钟左右 列车再次启动 这次透过车窗 已经可以看到窗外的钢铁建筑了 先前一起考核的杨虎 坐在他对面 看着钢铁胶筑的防御攻势 开口道 再往前走十公里左右 就是我们夜城军区的战争基地了 战争基地 李扬看过这方面的资料 华夏九大基地市 总共十八个战争基地 岭南基地市有两大战争基地 一个是号称华夏第一关的南天门 另一个就在夜城军区 每一座战争基地 都需要百万大军驻守 协同运作战争基地 很快 列车前方出现了一座大山 如同巨兽一般 趴在夜城军区的第一线 这就是夜城军区的战争基地 上面没有李扬想象中的炮管 以及各类热武器 庞大的战争基地完全封闭 连个窗户都看不到 看他一脸诧异 坐在对面的一位 如同铁塔壮汉开口道 你没见过 兽巢冲击战争基地的场面 上翼的怪兽冲击而来 战争基地想要做的 就是乌龟壳 乌龟壳 听到这个比喻 李扬并没有觉得可笑 试想一下 一个乌龟壳下 藏着百万大军 怪兽破不开 就不敢深入基地史 一旦不管战争基地 内部的大军就杀出来 与后方的驻军包抄受潮 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后来怪兽也学聪明了 就盯着战争基地内的人类消耗 破开战争基地后 才会大举进攻基地室外的 最后一条防线 夜城军区的战争基地 曾被破开过三次 李扬还是第一次知道 破开三次 也意味着这座战争基地 最少牺牲了三百万大军 我老爹曾带我去过一次 华夏第一关 蓝天门那座战争基地 自从被建立起来 就从未破开过 号称怪兽的噩梦 希望有一天 我们夜城军区的战争基地 也能如此吧 说话之人 正是先前一同测试的杨虎 两人闲聊之际 很快到了G2站台 这里是战将训练营 也是战争基地的入口 看来 他们会进入战争基地训练 直面受潮的冲击 杨虎起身与李扬告别 眼神中透着羡慕 他是战将预备役 只能进入战争基地训练 李扬就不同了 战神预备役 可以直接进入荒野区训练 等这批人一下车 整个车厢内就剩六人 其余车厢估计也差不多 这些人有男有女 先前人多的时候 他们一个个都很高了 此时 只是剩他们这些战神预备役了 倒也打开了话匣子 战将训练营在一线 战神训练营在哪 他们都很好奇 有人说到 当然是荒野区 军中战神 每一个都要能独当一面 他们的训练营 就在荒野区 直接跟怪兽一对一 乃至一对一百的训练 这 就是战神训练营 李扬时刻准备着 丝毫不紧张 如今 他的身体素质 已经接近五者三段 精神念试四段 光是基础战力 在荒野区 生存没有任何压力 他还修炼了五者秘籍 十栋天 目前第一重天 已经修炼到小圣境界 发力增幅五倍 基础发力两倍 秘籍发力五倍 已经媲美五者六段了 如果算上隐刃的话 他都能直接毕业 授勋战神了 新兵请注意 前方荒野区已到站 请在技衣站台前下车 到了 李扬站起身 他什么都没带 就穿了一身休闲服 走下车 站台冷冷清清 各个车厢 稀稀拉拉地下来了百来好人 才勉强热闹了起来 六月新兵十万 进入战神训练营的新兵 只有百人左右 男女比例大概十比一 嗖嗖 哨子声响起 众人寻声走去 来到站台的楼梯口 只见一名青年军官站在楼梯下 身后停着七八辆装甲步兵车 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下来领取作战符 李扬跟叶林飞对视了一眼 都没有犹豫 从站台上飞速跑了下来 每辆车前 都有一位佩戴战 将勋章的军士 给他们发放作战符 教官 直接换吗 女生们 有些害羞都不太情愿当着众人的面去换 现在不换 遇到怪兽时 你们来得及吗 教官怒吼道 一分钟后 穿好作战符上车 君令如山 其实想想 这点羞耻心算什么 又不是要脱光 他们都穿了运动背心跟短裤 教官都下令了 众人也不再犹豫 纷纷换上了作战符 一个个钻进了装甲步兵车 每辆车十二个人 人骑之后 直接发车 战车行驶后 细心的李扬 忽然发现刚刚的教官不见了 教官是不是还没上车 听到教官没上车 众人愣了一下 刚刚被教官的话震住后 以至于他们连观察力都给忘了 这是先前那位 害羞的娇小少女柔声道 是不是在副驾驶啊 不对啊 这好像是自动驾驶步兵车 第25章 荒野第一拳 车内不少人都慌了 不是 这种小错误都能犯的吗 快找找 有没有无线电 联系一下教官 透过防暴玻璃可以看清车外 已是一片荒芜 此刻他们正在荒野区内驰骋 身边没有教官 难免有些慌张 莫办法 都是第一次进荒野区 实力普遍 只是舞者一段 都安静点 一位金兽年轻人皱着眉头 冷声道 这是一辆A649步兵战车 全车采用了合金钢板 就算遇到A6级怪兽袭击 也破不开 更何况这里只是荒野区的边缘 听到他的解释 众人这才安静下来 李扬始终沉默不语 他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或许 这会是一场考验 车内肯定安装了监视器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教官们看到 他还真猜对了 荒野0749区域 某处地下基地内 投影墙上 八辆步兵车的内部情况 被投放得一清二楚 甚至是每个人的表情 都能看得出来 三位考官站在投影前 正注视着新兵们的一举一动 因为这关乎着考核成绩 他们身为考官 自然也不一般 每个人的胸口处 都挂着一枚战神勋章 臂膀上 还有着一块代表北龙军的图腾 张冲的确不错 不光冷静 还能在突发情况下 维持秩序 嗯 是个将才 坐在中间 大胡子教官目光敏锐道 那个叫杨峰的 也很不错 我看过他的资料 体测时已经是五者三段了 三人望着投影 谈论着新兵的资质 对了 老陈你看好的那名新兵 叫什么来着 大胡子教官转头 看了一眼身旁的陈北风 他可是听说 陈北风为了一名新兵 申请了北龙军最高权限 派出三架武装直升机 去撑场子 他叫李扬 在六号车 代号十三 经受男人听罢 盯着投影中的李扬 观察了一会 点头道 还不错 很冷静 就是不知道过 会还能不能保持出这份冷静 嗡嗡 步兵车行驶在高低不平的荒原上 来回颠簸下 让车内众人晕头转向 李扬是精神念师 自然不会被干扰到 他一直在观察着窗外 忽然 右眼的探测器 传来一阵警报声 滴滴 请注意 距离您76米外 出现三头虫山野猪A8级怪兽 滴滴 请注意 九只风牙犬正在接近 探测器一连发出数条警告 总算遇到怪兽了 可惜 他在车厢内根本出不去 新兵请注意 步兵车动力不足 需要你们徒步赶往集合地点 请打开你们右手的盒子 里面有通讯手表 蓝牙耳机 护目镜 佩戴好后请有序下车 冰冷的声音没有任何感情 车内气氛也骤然变冷 在这儿下车 教官 你们没开玩笑吧 步兵站车停下后 车厢门自动打开 还真不是开玩笑 李扬面色冷漠道 这不是演戏 赶紧拿上装备下车 探测器已经爆出了怪兽的位置 先前肯定已经跟着他们了 再不下车 一头重山野猪 对着车门来一下 他们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旁边那位精瘦年轻人 则是淡定的穿戴装备 定位手表 蓝牙耳机 护目镜 战术手套 我出去戒呗 你让他们动都快点 张冲见李扬 还算冷静 便让李扬招呼 众人下车 他说完 取出背包中的漆黑长刀 先一步下了车 警戒四周 其余人也有样学样地将装备穿戴整齐 跟李扬一起走下了车 车上还有一些热武器 大口径步枪 以及雷神机枪 被两名实力稍弱的枪手拿着 站在步兵车两边 警惕着周围 李扬身子一跃 跳上了战车 环视周围一圈 并未发现其他步兵车 他们被分散了 周围枯木与骨头散落一地 坚硬的地面上 裂开了不知道多少口子 这就是荒野区 喂 你快下来 站那么高 等会被怪兽 发现了怎么办 那名害羞的小女生 此时冲着李扬招了招手 示意她赶紧下来 李扬听罢 心底感慨 对方太可爱了 这么多人聚在一块 十公里外怪兽 都能闻见他们的味道 更何况 那些怪兽已经来了 他们已经靠过来了 没信心地都躲在后面 张冲又对李扬说道 哥们 等会你负责左边 我负责右边 咱俩 他哪知道 李扬根本没把这些怪兽 放在眼里 众人听罢 都紧张了起来 王语言一听怪兽要来 直接躲在了两名枪手中间 其余人好歹知道 背靠背的抵挡 他倒好躲在枪手后面 这么胆小 是怎么被招进来的 来了 先前探测出来的三头虫山野猪 此时站在不远处的丘陵上 注视着他们 每一头众山野猪 都有两米那么高 体长更是接近四米 哪是野猪 更像是一辆越野车 而且他们嘴角两边 还有着两根粗壮獠牙 硕大的猪头低沉着 血红的眼睛盯着众人 背部的一撮毛发随风飘扬 天啊 这是A8级的虫山野猪 我们运气也太差了吧 王语言躲在众人身后惊恐道 哦哦 三头野猪低吼着 煞世间拔腿 就朝着众人冲了过来 速度极快 绝对超过百米每秒 只是眨眼的功夫 就到了众人面前 李扬刚准备动手 身旁的张冲 就先一步冲了上去 枪 长刀出鞘 刀光数次闪烁之后 扑面而来的 就是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拔刀九斩 李扬看得清清楚楚 刚刚张冲 仅仅是拔刀的那一瞬间 就劈出了九次 三头虫山野猪 全部毕命 被劈成了三姐 好快的刀 就在众人惊讶张冲的实力之时 李扬忽然大喝道 小心 他身体猛地窜出 留下数条残影后 冲向了地面 好几个蠕动的土包 这些进化纪元前的野狗 拥有极高的智慧 不像虫山野猪那样正面冲撞 而是选择了 顿的偷袭 可在李扬的探测器下 他们无处顿形 他跃起身 一拳砸在了地面 哄 第26章 吞噬怪兽 气血暴涨 碰 碰 碰 顿地偷袭的九条风牙犬 被李扬这一拳 直接震碎在土里 地面更是被爆出一个 直径五六米的小坑 怪兽的血水 在地面上喷涌 他们连冲出地面的机会都没有 就当场化作了血水 如此铁血手段 惊得其余新兵 面色惨白 张冲拔刀九斩 是锐利 李扬的那一拳 就属于蛮力了 恐怖的力量 不但让队员们震惊 就连怪兽也是胆寒 哦 步兵车后 还剩下四肌而动的三只风牙犬 看李扬的眼神都变了 毫不犹豫地掉头就跑 这时 队伍中的两名枪手才反应过来 转身朝着逃窜的风牙 就是一顿输出 可惜枪法一般般 只打伤了其中一只 两人不甘心 还要去追 张冲制止道 不用管他们 这里的血腥味很快会引起大批怪兽靠近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十二人中 就李扬跟张冲 有单独击杀怪兽的战斗力 其余人要么反应慢 要么就是实力不允许 所以都主动地凑到了张冲跟李扬身后 滴滴 定位手表发来信息 李扬扫了一眼 是一份地图 以及一个短信 你以击杀六只A9级怪兽 获得六点军功 果然跟他猜得一样 这就是一场考核 他们的战斗 都有被记录 击杀怪兽就能获得军功 这一点他早就知道 只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能赚到军功 看来 你也修炼了舞者秘籍 张冲这时看向李扬 刚刚的那一拳 其余人只看到了蛮力 只有张冲 看到了李扬的瞬间发力 增幅绝对在两倍以上 李扬文言调侃道 你都可以把力量增幅 用在武器上了 我这点权力算什么 刚刚那一拳 其实只是他的基础发力而已 根本没有施展秘籍 他现在的基础 发力三倍左右 普通舞者 就算修炼秘籍 都不如他的基础发力 你们快看地图上的路线 竟然要求我们 穿越整片沙丘 这也太夸张了吧 王语言看着手表上的地图 已经开始绝望了 地图的路线曲折离奇 有好几个小红点 如果没信心 可以到最近的红点处留下 那是庇护所 会有人来接你们 张冲收刀入鞘 语气也变得清冷起来 这些红点是他们的补给站 也可以是他们的终点站 虽然讲究团队配合 但也要分场合 这里是荒野区 强者独星 弱者结伴 不少人都露出了落寞的神色 留在补给站 那就意味着 这场突击考核结束了 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实力有限 跟在队伍里 就是拖别人的后腿 选择就近的补给点留下 这是对别人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 距离第一个补给点 只有20公里 速度快点10分钟就能抵达 李扬扫了一眼众人 露出笑容 算是对他们的安慰吧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把这些人 送到第一补给点才行 特别是那个王语言 胆子太小了 如果撇下不管 恐怕要哭好久 12人的队伍 乘三角队形 开始朝着补给点行进 张冲在前 李扬殿后护住左右 胆小的王语言 自然在中间 不过他还是太稳健了 故意放慢速度 跟在李扬身边 见识了李扬的实力 他觉得 只有靠近李扬 才有安全感 滴滴 探测器再次传来提醒 刚刚穿过的丘陵后面 出现了两头青毛狼 A8级怪兽中 极为难缠的狼类 或者说 各个怪兽等级中 狼类都是最难缠的怪兽 他们通常群居 看到一两头 就意外着 不远处有一大群 你先带着其余人走 我来解决他们 李扬知道 这两头青毛狼 是来刺探情报的 一旦让他们回去报信 肯定会引来狼群 他一个急杀 身子微微倾斜在地面 留下一道划痕 张冲回头看了一眼 其实他是想留下来断后的那人 可惜被李扬先一步给抢去了 总算有机会单独出手了 洛莉塔 我吞噬怪兽气血时 帮我屏蔽军方的监察系统 放心 你们蓝星上的那些科技 在我眼里 就是小儿科 李扬嘴角微微上扬 全速下 双腿已经腾飞 两头青毛狼 刚反应过来要跑 就被他追上了 眼见逃不掉 青毛狼索性停下 昂头冲着半空 嚎叫了一声 我 另一只青毛狼 则是伸出利爪 主动朝李扬扑了过来 铜头铁尾 豆腐腰 李扬没有用蛮力 而是使用技巧 等青毛狼飞扑而来时 他猛地侧身躲闪 一个提膝 直接顶在了青毛狼的腰上 哦 青毛狼发出一阵哀嚎 跌落在地上 四肢挺直 咧着嘴大口 吐着已经碎裂的内脏 哼 李扬眼神冰冷 对怪兽 他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 这里是荒野区 人类与怪兽 见面就是生死战 剩下的那头青毛狼 毛子开始充血 想要再次昂头嚎叫 给狼群传递信息 可这一次 李扬没给他机会 残影掠过 一记手刀 将青毛狼的脑袋 给斩了下来 哦 李扬深吸一口气 开始施展吞噬中的第二吞 吞噬血肉 丁 气血增加387卡 恭喜你正式踏入五者三段 您当前气血值4000卡 探测器内的附属智能 不带有任何的感情 这是洛莉塔设置的一道程序 其实就是洛莉塔偷懒 没办法 谁让他现在的实力弱呢 自己的冒险在洛莉塔眼中 估计就是过家家 跨入五者三段 也不算是五者新人了 战斗还要继续 两头A8级怪兽 就增加了300多卡气血 如果是更强的怪兽呢 李扬已经开始期待了 不过 还是要去一趟不及点 刚刚击杀青毛狼后 他又到账了一些军功 看看不及点内 能买些什么吧 等他离开后 过了差不多两分钟 不远处尘土飞扬 数十头青毛狼 来到了李扬刚刚战斗的地方 为首的一头青毛狼 体型跟崇山野猪那么大 比其余青毛狼足足大了一圈 他低头闻了闻李扬留下的气味 血红的毛子 好似锁定了目标 第27章 行走的军功 则则 还真让我等到了 李扬站在远处的丘陵上 盯着下方的群狼 刚刚他并未走远 而是屏住气息 来了个回马枪 又杀了回来 狼王率领的狼群 是人类舞者的梦魇 但在李扬眼中 这就是行走的军功 狼王也发现了李扬 抬头看去 发出嘀吼声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了 与此同时 监控室内 三位战神考官 正在观看另一场战斗 好狠的枪法 一秒十三枪 杨峰这小子 修炼了谁的枪法 经受考官语气惊讶到 画面中 杨峰一人 独占风牙犬群 手中长枪 如同雨点一般 刺向兽群 每一枪 都将扑来的风牙犬击毙 数十头风牙犬 愣是不能近他身 大胡子考官平静道 这是进化纪元前 华夏古枪术之一的杨家枪 后被我们华夏武神 杨坚改良 创造出了武神秘籍 夺命 看他出枪时的气息 何等的平稳 恐怕夺命 枪法 已经修炼到了第二重 第二重吗 陈北风微微一正 说道 怪不得他要修学参军 竟然是把夺命 枪 修炼到了第二重 他的基础发力 加上密集发力 最少在力量上增幅了五倍 杨峰的战斗技巧也不差 关键他才二十岁 日后有望武神 战神称号 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三位考官评价完 杨峰已经将兽群给捅穿了 独自一人 走向了更深处的荒野区 画面一转 切换到了李扬的战斗场景 老陈 你看好的这小子 遇到大麻烦了 大胡子考官摸了摸胡子 看着画面中吃力的李扬 此时 李扬正被狼群围攻 青毛狼王 不但有着近乎A6级怪兽的战力 统育能力也强得可怕 使用狼群战术 配合得天衣无缝 出入荒野区 还没多少实战经验的李扬 很难找出破绽 一直被狼群压制 竟然是那头青毛狼 他已经有A6级怪兽的战力了 陈北风有些担心 大胡子考官淡笑道 关键还是跟狼群的配合太默契 李扬还是太年轻 战斗技巧都很粗糙 也就速度上有很大的优势 才能一次次显向还生 力量也不够 发力增幅估计三倍左右 他的力量破不了狼王的防御 拖下去没有任何胜算 帮他呼叫救援 就在大胡子教官准备呼叫空中救援时 陈北风伸手将他拦了下来 等等 之前画面中的战斗忽然发生了转变 原本被压制的李扬力量猛然攀升 找准机会 单手抓住了狼王的尾巴 卯足利器拖着狼王的身体轮了两圈 直接丢进了狼群 飞出去的狼王撞倒树枝青毛狼后 重重跌落地面 李扬摸了摸胸口 刚刚狼王的一找还真是危险 好在他身法够快 躲了大半 但狼王的爪子还是划破了他的作战符 里面的作战背心也被划出了痕迹 虽然挡住了锋利的狼肘 但那股冲击力可挡不住 李扬不得不使用石洞天的增幅 硬扛了下来 这才有了刚刚那一幕爆发 单纯使用基础发力 想杀死这头狼王太难了 李扬扯掉被撕烂的作战符 活动了一下脖子 刚才利用基础发力 拿青毛狼王练习战斗技巧 但现在作战符都被扯烂了 再练下去恐怕要出事 热身结束 哇 李扬双手握拳 白光覆盖双臂 基础发力三倍 密集发力五倍 双臂力量增幅到了惊人的八倍 再次冲进狼群 一拳轰出便是树头青毛狼倒下 他如入无人之境 随手撕碎了狼群的防御阵型 直冲狼王而去 狼王眼睛都绿了 夹着尾巴就要逃 可他现在的速度太慢了 李扬的身法如同电舌 刹那就到狼王身边 伸出双手 死死地勒着狼王的脖子 脚下急杀力 不顾狼王的挣脱 硬生生的狼王的脑袋 给扯了下来 破 黑色血液喷涌而出 弄得李扬全身都是 透过画面 三位教官看得人都傻了 太凶悍了 我想过他用拳头或者腿 但没想到 他会用双臂的力量 将狼王扯成两半 大胡子教官长大了嘴巴 久久没有合上 陈北风也是满脸错愕 倒不是惊讶李扬的凶悍手法 而是惊讶 李扬隐藏的实力太恐怖了 杨风击杀的兽群 只是A9级的风牙犬 李扬击杀的 可是一只拥有战术的狼群 外加一头近乎A6级的狼王 有意思 这次实战考核 这小子可能要第一了 也不一定 杨风武者四段 外加夺命 枪法第二重 击杀怪兽的速度 比李扬会快不少 又精神念师快吗 精兽考官提醒道 据我所知 张冲很可能是精神念师 大胡子考官扎舌道 如果他是精神念师 杨风跟李扬只能正第二了 精神念师 击杀怪兽的速度 是武者的十倍 关键张冲的身体素质 同样不差 已是武者三段 精神念师 可不止张冲一个 三人闻声看去 监控室门口 一位魁梧壮汉走了进来 他穿着暗红色的合金战甲 胸口处还镌刻着一枚战神勋章 在勋章的下面 整齐排列着五颗星星 五星战神 军团长 三位考官看到来人 齐刷刷的敬礼 眼神中透着敬意 这可是五星战神 或真架实的武神级武者 他也是北龙军的统帅 血龙羔羊 军团长 您怎么亲来来了 受人之托 羔羊暴毙上官 目光投向了监视器的投影画面 三人面色一阵变化 在他们眼中 自家北龙军的统帅 拥有绝对的铁血手腕 丝毫不尽人情 是谁 能让号称血龙的羔羊 出手关照后背 黄野区 枯木与黄沙一样飘零 这里的土地 不适合人生存 自然也适合怪兽生存 整个沙丘区域都不过是 荒野区与基地市的隔离带 流落在此地的怪兽 大部分都是进攻基地市时 残留下来的败兵 李扬一身血污 站在某座沙丘下 这里表面与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 但是地下却隐藏着 一座军方的秘密补给站 第28章 全球第一强者 刀河王 爹 确认身份后 地面奋出一道入口 李扬四下看了一眼 才跳了进去 啪 头顶的出口也在这时合了上去 环顾周围 还有一道门 他走上前 门前的摄像头自动面部识别 咔咔 厚重的合金重门开启 他这才算是进入了补给点内部 此时里面的人正紧张地望着门口 两名枪手握着枪 神情紧张 看到门口站着的血色人影都是一愣 发现是李扬后才放下了枪 啊 王羽炎捂住双眼 吓得不敢去看李扬 张冲倒是一眼看出李扬没有受伤 身上的血没有一滴是李扬的 你作战俘呢 看到李扬上半身就剩下个黑色背心 张冲有些诧异 李扬打开固定在墙壁上的水龙头 将脸上的血水洗干净后 才慢慢悠悠到被青毛狼抓烂了 不可能 A7级作战俘怎么可能被青毛狼撕破 有人质疑一声 不少人也都忘了过来 他们实力不怎么样 但军方的装备都门清 比如这次发放的作战符 属于最低级别 只能防护A7级以下的怪兽攻击 作战背心属于A5级 能挡住A5级怪兽的攻击 所以青毛狼王的爪子没能划开 李扬扫了一眼众人 悠然道 如果是青毛狼王呢 近乎A6级的青毛狼王 可以轻易划开作战符 还有作战符无法削弱冲击力 你们出去后最好注意一点 众人听到 是青毛狼王划破了作战符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近乎A6级的怪兽啊 这么说 李扬的战力已是舞者四段 羡慕 叶灵飞也有些惊讶 转眼李扬就强成了这样 好胜心让他有了强大的动力 其他人也是如此 特别是那几位武馆出身的新兵 他们可是修炼了舞者秘籍 不至于就在第一个补给点放弃 这次北龙军的新兵大概分三类 准舞者 还为修炼舞者秘籍 舞者 已经修炼舞者秘籍 舞者三段 修炼了舞者秘籍 拥有较强的战斗技巧 第一类就不说了 能到达第一个补给点就算成功 第二类的目标就要长远一些了 起码要经历一次实战 叶灵飞属于最后一类 李扬的战斗技巧还差一些 也算最后一类 或者说他舞者的战斗技巧不太行 精神念师的战斗技巧就不同了 洛丽塔传授给他的精神念师基础篇中 有关于掌控师的基础战斗法 李扬大部分时间都在修炼精神念力 倒是在舞蹈上有些荒废 李扬出去前 你最好再买一件作战服 张冲提醒道 买 李扬好奇道 这儿还卖作战服 这里有免费的A7级作战服 但你最好去定位手表中的军功商城 买一套更好的 张冲说完 拍了拍自己的崭新作战套装 显然进入补给点后 他就用刚刚赚到的军功 换了一套装备 军功商城 李扬敲了敲定位手表 手表内功能很多 除了地图与通讯外 还可以上网 上军方的内部网络 里面就有军功商城 甚至还有军方的论坛 有很多荒野区的资料 嗯 李扬眉头一跳 此时手表内发来了一封邮件 新兵李扬 禁止组队 还真是贯彻了 强者独行 弱者结伴的真理 张冲也同样收到了邮件 有没有这个规则 李扬都会选择单独行动 他要吞噬气血 当然不能当着外人的面 看到张冲的刀 他也有些心痒 是时候买一把衬手的兵器了 传承空间的宝物很多 但要自己完成任务后 才会奖励给他 李扬转身进了旁边的水房 补给站内 不光有食物 水 装备 就连硬件设施也很齐全 甚至还有一间炼弓房 这属于是军方站 将小队的补给点 成为战将后 会加入一些小队 进出荒野区 击杀怪兽 随身携带的装备有限 加上击杀高等级怪兽 血肉 皮毛 乃至骨骼都有用 补给点的重要性 就体现出来了 军方定时来补充 也会将寄存在这里的怪兽材料 运回军区 准确来说 这里是个中转站 哗啦啦 冲洗掉身上的气血 李扬赤身走进休息室 气息一阵 湿漉漉的皮肤 瞬间变得光滑无比 换上免费的短裤后 他开始浏览军工商城 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 覆盖了武者秘籍 冷兵器 热武器 作战服 作战套装 战甲等等 排列太多 李扬点了一下价格排序 从高到低 秘籍 刀盒 一千亿军工 秘籍 巨斧 一千亿军工 秘籍 绝克 八百亿军工 秘籍 山崩 六百亿军工 好家伙 千亿军工 这谁买得起 李扬点开旁边的介绍 这四部秘籍的开创者 都排在全球前十 刀盒 秘籍的开创者 更是全球第一强者 被誉为刀盒王 一人开辟一座基地市 坐镇全球 最恐怖的魔窑三角洲海域 如果不是这位强者坐镇 魔窑内的恐怖兽皇 足以席卷全球五大国 巨斧的开创者 则是昆仑武馆的创始人古伦 古伦跟刀盒王 都是华夏人 一位刀法出身 一位巨斧风神 都是当时的天花板 嗯 简介中提示 秘籍可以分开买 每部秘籍 都分九重 一众一众的购买 第一重仅需一千点军功 怪不得卖这么贵 还有那么高的销量 原来可以分开买啊 洛丽塔这时 出来泼冷水道 你就别研究 这些土著秘籍了 增幅最高不到百倍 根本无法跟 石洞天相比 但他们创造的秘籍 守护了华夏 乃至蓝星 嗯 那部刀法 确实不错 可以看出 只是雏形 如果那位刀盒王 到达星空进时 将秘籍 开创出完整版 石洞天媲美的秘籍了 李扬插开话题道 洛丽塔 你帮我筛选一下 我现在要买那些装备 或者秘籍 第29章 重新出发 沙丘独行 当然大部分东西 中转战是没有的 洛丽塔筛选了一下 能购买的装备 也很少 A5级破空刀 100点军功 A5级作战套装 150点军功 就先买这两件装备吧 至于秘籍 刀盒还算可以 很适合你前期修炼 等回军区再购买吧 李扬点了点头 直接下单 买下了两件装备 他的军功足够买了 击杀6只A9级风牙犬 获得了6点军功 击杀36只A8级青毛狼 获得360点军功 击杀1只A7级青毛狼王 获得100点军功 总共466点军功 如果将怪兽材料 带到中转战 还可以兑换一笔军功 但他要吞噬那些血肉 自然不可能带回来 跟军功相比 当然是吞噬怪兽更赚 他吸收了狼王 以及一群普通青毛狼的血肉 气血值增加了800卡 随着他的实力提升 吞噬的血肉也变得极其苛刻 普通的A9级怪兽 吞噬之后提升的气血 微乎其微 自身舞者三段 最少也要吞噬A7级的怪兽血肉 可惜那头青毛狼王 没有被判定成A6级怪兽 滴滴 很快库房的智能机器人 就将两件装备送到了休息室 A5级作战套装 连同定位手表 以及护目镜都得到了升级 特别是作战服跟战靴 材质柔软轻盈 穿在身上就跟空气一般 怪不得叶灵飞 直接换了A5级作战套装 韧性太强了 根据说明 A5级作战套装 由A4级兽皮打造 可以削弱10%的冲击力 李扬试完作战服后 才拿起了那把A5级斩空刀 枪 拔出刀鞘 锋利的刀刃散发着寒光 刀身通体有黑 采用合金打造 坚硬无比 他随手冲着空气 破风声呼啸 不愧是破空刀 可惜没有刀法秘籍 石洞天的增幅 主要是增幅肉身 现在用刀 只是为了练习战斗技巧 基础刀法他还是会的 收刀入鞘 背在身后 戴上护目镜 拉上灵口的拉链 该出发了 回到中转站大厅 有七人留了下来 都是没有修炼武者秘籍的准武者 出去也是送死 嗯 李扬发现 那位胆小如鼠的王宇言 竟然也离开了中转站 他也没多想 估计是那位护花使者 给带出去了 脉步离开中转站 身后的眼睛中 满是羡慕 也充满了动力 临近中午 刺眼的阳光照射 在沙丘区域 地面被晒得劈啪作响 大地一块块分裂 枯骨与枯木凋零 普通人行走在这种环境下 很快就会脱水而汪 只有舞者与怪兽 才能行走在这片沙丘区域 沙丘深处 某个干枯的河床上 一名穿着黑色作战服的俊朗少年 正用一块刚刚割下来的兽皮 擦着手中战刀 刀尖的鲜血滴落 刚刚落地便淹没在了黄沙之下 少年周围 躺着数十头青毛狼 论坛上说的果真不错 沙丘只适合舞者三段 怪兽太少了 李扬收刀入鞘 双手张开施展吞噬 源源不断的血气 进入手心 传遍全身 吞噬成功 气血增加150卡 当前气血4950卡 沿着河床 他行走在沙丘最危险的区域 浏览了军方论坛 他对夜城外的荒野区 有了初步的了解 目前所在的沙丘区域 属于最低级别的荒野区 想要进入更高级别的荒野区 就要穿过沙丘区域 看了一眼路线图 他目前在沙丘深处 在走120公里 可以抵达较危险的C26区域 进化纪元前 C26区域是一座小县城 城市中间有着一条大河 荒野区内 有水源的地方就会聚集大量怪兽 C26县城便是怪兽的一处巢穴 也是这次考核的终点站 再往前 定位手表就不显示中转站的位置了 李扬没有着急赶路 而是走走停停 猎杀一些小捕兽群 魔力刀法与战斗技巧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军方的卫星观察着 观察房内 三位考官没了先前的轻松 因为军团长高扬亲自捡口 扬风不错 他是第一个抵达C26县城的新兵 高扬看了李扬 张冲 扬风后单独夸奖了扬风 因为扬风一路都没停 一直寻找高等级怪兽搏杀 战斗技巧成熟 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战斗风格 军团长 扬风的战斗风格跟我很像 我请求您让他直接加入我的战神小队 经受考官已经开始抢人了 扬风是无管执招 不属于特招范围 还没有归属 直接进入你直属的战神小队 陈北风择舌 抢人都这么拼的吗 北龙军九大中队 每个中队是由一个战神小队 以及数十个战将小队组成 主要负责深入荒野区执行特殊任务 三位考官都是北龙军的战神 但都有自己统领的中队 自然想要招收一些好苗子 补充自己的队伍 但也没有上来就让新兵加入战神小队的呀 孔儿愣子 你还真敢要 不过这次我不跟你抢 大胡子考官接着说道 李扬是老陈的人 张冲是武管特招 我都让给你们 这么谦让 陈北风跟金兽的孔老二 都是一脸诧异 但有一点 其余人你们别跟我抢 果然还是有条件的 不过这个条件 他们两个能接受 三人很快达成了共识 高阳旁听着始终没有开口 因为他看好的人 马上就要表演了 沙丘的河床上 一行四人 三男一女正在疯狂逃窜 在他们身后的地面 鼓起一个大包 追赶着四人 遁地追击 而且看体型 绝对有两米那么高 绝不是普通的怪兽 怎么办 他速度太快 根本逃不掉 要不回头跟他拼了 总不能面都没见到 就一直逃吧 跑在最前面的那名女生 却是娇滴滴地回头催促道 三位小哥哥 你们能不能跑快点呀 第三十章 C26县城 开始受炼 王语言郁闷至死了 好不容易跟着张冲与李扬 混到了第一个中转站 结果发信息告诉他 需要前往C26县城的终点站 不然就会被军区开除 一想到被开除后 爷爷会把自己丢出去 他咬牙决定 拉上几个大腿 涌闯沙丘 然后就是一路逃命 还要被身后的三人拖后腿 都是腿 差距也太大了 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与你们同行 既然你们靠不住 那我摊牌了 监控室 是荒漠黄蝎 A6级怪兽 整个沙丘恐怕就这儿一只 竟然让他们给遇到了 大胡子考官眼睛一转 故意大声道 我这就通知 沙鹰小队去救援 没必要 李扬距离他们的位置很近 通知李扬去就即可 的确 李扬距离王语言等人 仅仅两公里的距离 最快速度 十秒即可抵达 只是李扬并不清楚具体位置 始终沉默的高扬 此时拦住了众人 他有能力应对 谁 三人都很好奇 特别是大胡子考官 他不跟孔老二 还有陈北风争新兵 就是等军团长口中说的 那位精神念师 还真让他得等到了 果然就在那四名 实力普通的新兵之中 沙丘的河床上 热浪滚滚 李扬顶着高温 以每秒60米的速度赶路 这也是为了保存体力 又不是战斗 没必要全力奔袭 嗯 他眉头上扬 停下了脚步 前方忽然刮起一阵狂风 好强大的精神念力 莫非是北龙军的强者 呲呲 与此同时 甲虫类怪兽的叫声 此起彼伏 前面有战斗 李扬开始加快速度 想要看看 跟怪兽战斗的是谁 拥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念力 最少是精神念师六段 很快 他就看到了前方的树道身影 其中一人 更是悬浮半空 在他脚下 还有一柄旋转的飞轮 李扬望着那道娇小的身影 露出惊恶的神情 竟然是他 王语言 老六啊 先前自己都没把他当回事 自然没有用探测器检测 还真是摆密一书 差点被人打脸 站在远处 见战斗结束 李扬也准备离开 既然不需要自己帮忙 也没有留下去的必要 该去C26县城了 与自己年龄相仿 却已是精神念十六段 他得加把劲了 全速奔袭下 下午十分前 总算到了沙丘的边缘地带 这里已经没了黄沙 就跟刚刚进入沙丘时一样 地面上有许多裂纹 再往前走 开始出现杂草 树木乃至进化纪元前的破败建筑 猫 猫 牛叫声传来 李扬目光扫荡过去 前方的草丛中 有着七八头青甲水牛 A7级怪兽 头部有着两根弯角 裹着一身青甲 体型更是堪比一辆小卡车 蛮力十足 也不知道我基础发力 能不能破开他们的青甲 他身影一闪 提前来到前方草丛埋伏 四周土地肥沃 野草长了两米多高 正好可以隐藏自己 此地不是沙丘 一旦战斗起来 恐怕会引来大批的兽群 必须速战速决 李扬深吸一口气 拼住呼吸 开始朝着青甲牛群摸了过去 他脚步放得很轻 生怕被青甲牛发现 这群疯牛要是一起冲过来 他就得尝尝牛角的滋味了 靠近牛群的必经之路 等待着第一头青甲牛的到来 十米 七米 三米 今晚 吃牛肉 李扬拔刀破空斩去 刀下边是青牛的脖子 猫 青甲牛抬头看到的就是刀光 顿时大怒 可已经躲不开了 李扬一刀劈了下去 因为石洞天 还无法增幅武器 现在用的只是基础发力 三倍基础发力 五千卡气血 这一刀 十五万千克的力量 扑斥 刀刃没入青甲牛最薄弱的颈部 但没能一刀毙命 整个刀身只进去了一半而已 力量不够 刀也不行 而且被偷袭的那头青甲牛 已经开始发疯 扭动硕大的脑袋挣扎 战刀脱手而出 其余青甲牛 此时也纷纷围了过来 血红的毛子盯着李扬 开始准备集群冲锋 完大了 李扬双手握拳 环顾四周 刀法是练不了了 只能打拳 梦 七八头卡车大小的青甲牛 一起冲来 想要将它撞成肉泥 哈 李扬大喝一声 密集增幅双臂 白光煞时间爆起 面对冲来的牛群 不躲不避 迎面一拳轰出 犹如火车撞卡车 砰 拳头与牛头相撞 传来一声闷响 坚硬的扭头 瞬间破碎 基础发力 外加密集发力 力量足足增幅了八倍 一拳下去 四十万公斤的力量 就是一栋楼 你都得给我晃一晃 都给我 去死 灵活的身法 穿梭在牛群之中 只是片刻 就将所有青甲牛放倒 破 拔出破空刀 切下一块上好的牛肉 从战术背包 取出塑料袋装了起来 随后开始施展吞噬之法 丁 气血增加七百五十卡 当前气血六千三百五十六卡 呼 李扬很满意 近来时 面前四千卡气血 现在不到一天时间 就已经六千多卡气血了 距离五者四段 就差一千多卡气血 八千卡气血五者四段 一万六千卡气血五者五段 三万两千卡气血五者六段 五者九段 就是二十五万卡气血 随着气血越来越高 必须吞噬更强的怪兽血肉 旁晚 总算到了C26县城边缘 走在荒凉的近城公路上 望着不断远去的夕阳 李扬的心也有些荒凉 这就是进化纪元前的城市吗 跟基地市好像没什么区别 几十年过去 大楼并未倒塌 路边东倒西歪的汽车 秀气斑斑一脚踹过去 基本就剩下渣渣了 他趁着天黑摸进了一栋居民楼 楼梯到内充满了腐败的味道 顶楼 李扬拿出微型望远镜 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 一边观察城内怪兽的动向 他一边用匕首切下生牛肉 补充体力 吞噬血肉 指甲气血不果腹 新鲜的青甲牛肉 入口即化鲜嫩多汁 放在基地市最少三千块一斤 第31章 元神套装 耶 北龙军基地 新兵考核监控室内 军团长高扬已经离开 三位考官放松下来 吃着小烧烤 喝着冰镇啤酒 观看着新兵们的战斗 这个王宇颜还真吓人 精神念师六段 战力堪比五折九段 论实战 我们怕都不是他的对手 自从王宇颜暴露精神念师的身份后 监控室的画面定格在了他身上 如此恐怖的实力 自然不会加入他们的战神小队 也只能观摩 不能细品 唯一的短板 就是不喜战斗 如果他像张冲那样就好了 杀伐果断 好战好胜 你也不看看 张冲是谁的儿子 那可是我们夜城四将之一的敌长子 从小恐怕就见惯了杀戮 大胡子叹息道 王宇颜的背景估计更强 只是性格使然罢了 他这次亏大了 原本想着跟着军团长后面捞好处 结果 王宇颜暴露实力后 自己都没脸去要人 精神念师六段 恐怕会直接加入军团长直输小队吧 那是北龙军的王牌战队 性格是会改变的 军团长故意弄了个军功排名 就是为了刺激王宇颜 他现在已经稳居第一了 这个记录 估计很难有人打破 军功榜单 实时显示新兵的军功排名 C26县城 一座居民楼的天台上 李扬坐在残破的沙发上 大口喘着粗气 灌了几大口水后 才平缓下来 自从傍晚抵达县城稍作观察后 他便在县城内展开了猎杀行动 从晚上七点下楼 到现在临近十二点 才返回歇息的天台 五个小时的时间 击杀了上百头怪兽 其中A8级怪兽三十二头 A6级怪兽六十四头 A5级怪兽四头 获得军功7680点 增加气血3800卡 疯狂的杀戮 战斗技巧提升得很快 如今已经可以无伤单刷 A5级火甲烈焰猪了 身上的A5级作战服在数次战斗后 也被撕开了好几个口子 以及火焰灼烧的痕迹 我去 他还是第一 李扬看了一眼当前新兵军功榜 王宇言 48500点军功 杨峰 18654点军功 张冲 13450点军功 李扬 8982点军功 他都已经拼命刷了 还是被甩出了老远 不使用精神念力 他连同为武者的张冲 跟杨峰都刷不过 这些人太变态 刷怪速度堪称一流 他遇到过张冲一次 对方的刀法精妙绝伦 刷怪速度堪称一绝 竟然才拍第三 那杨峰得刷多快 至于王宇言 跟个挂笔一样 进入县城 就使用精神念力 大开杀箭 杀得东城区 尸横遍野 主要也是这次 北龙军下了血本 新兵军功榜第一名 将会获得一份S级基因 适用于武者三段 至武者六段之间 吸收得好了 能够提升上万气血 李扬自然要冲击这次军功榜 也是时候展现一下 自己精神念师的风采了 丁 系统任务派发中 丁 传承者需要在一天之内 击杀一头A3级以上的怪兽 任务奖励 传承击杀的怪兽等级越高 获得的奖励越好 最高可获得元神套装 这个时候来任务 李扬心底狂喜 冲榜跟传承空间的任务重叠了 杀一头A3级怪兽 拿两份奖励 还能吞噬怪兽的气血 还有军功 赢妈了 李扬 这次任务你 最好完成最高挑战 获得最高奖励的 那套元神套装 洛丽塔提醒道 你现在的作战服太烂了 如果你能获得元神套装 可以硬抗王级怪兽的攻击 硬抗王级怪兽 那可是媲美原能武神的怪兽 李扬被洛丽塔口中的元神套装勾住了 但最高奖励 要击杀哪种怪兽呢 按照军区的情报 C26线城内最强的怪兽 只是一头A3级的巴臂无功 这头怪兽 盘踞在地底 极难找到他的身影 我尽力吧 先不说 能不能找到那头巴臂无功 关键自己现在的战力 能不能打得过 调出面板 传承者 李扬 武者 四段 1080卡 基础发力 三倍 精神念师 四段 4.20 基础念力 4.2倍 传承等级 以冒号6100 外围弟子 军功 8982点 目前武者四段 就算有密集 石洞天 加持 他顶天能击杀A4级怪兽 精神念师四段配合影刃 还未真正实战过 李扬伸出手 薄如蝉翼的影刃浮现 刀身周围 环绕着黑色电弧 精神念师 本就比武者的战斗力强上三段 再配合影刃 击杀一头A3级怪兽 应该不难 但也不能太冒手了 还是得找一头怪兽试试手 他玄机翻身 趴在阳台边缘 打开望远镜的夜视仪 开始寻找猎物 清灵汉山牛 方圆十里内 可就这么一头A4级怪兽 清灵汉山牛 可以说是此地的霸主级怪兽 占据了三条街的地盘 手下小弟数百头 其中还有四头A5级火甲烈焰珠 原本有十头 被李扬给干掉了六头 就塌了 李扬收起望远镜 脉步直接从十九楼跳了下来 哄 整个人重重地砸在了地面 顿时引起几头青毛狼的注意 纷纷看了过来 见识人类舞者 一个个开始呲牙咧嘴 跃跃欲试 哼 不等几头青毛狼主动冲来 李扬只是起了个念头 一道黑色光影顿时从体内暴射而出 光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冲向几头青毛狼 扑扑扑 流光闪烁 几头青毛狼连哀嚎声都没发出来 身体就被光影分割 精神念师 猎杀低等级怪兽 还真是快得离谱 李扬心底自嘲一声 如果不是洛丽塔制定了双修计划 他早使用精神念力了 哄 哄 哄 刚到清零汉山珠的地盘 就听到里面传来了打斗声 不会这么倒霉吧 李扬面色一变 快速朝着街区深处冲去 想看看是谁在抢自己的猎物 不远处 杨峰手持长枪 独占三头火甲烈焰珠 可惜力量很难破开火甲 只能一次次将火甲烈焰珠击退 不能做到斩杀 杨峰这次拖大了 竟然敢去挑战清零汉山牛 可惜 他连这三头火甲烈焰珠都过不去 监控室内的三位考官 同样在观看这场战斗 第32章 神秘洞穴 呲呲 三头火甲烈焰珠 吭哧吭哧地往前冲 他似乎察觉到了眼前的人类 根本破不开自己的火甲 杨峰双手握枪 还腰一甩 再次挑飞一头火甲烈焰珠 可另外两头已经冲到眼前 危险 他这次是真的完大了 单刷A5级怪兽 对他而言没什么难度 可要对付三头 就太吃力了 甚至有生命危险 嗡 生死危机之时 杨峰体内的气血涌动 脑海中枪法密集 更是无数次的演练 这一刻 他竟然突破了 夺命 第三重 杨峰大喜 转身躲过怪兽的攻击 下摆腰枝 回手一枪刺向另外一头 扑吃 这一次 破防了 火甲被戳了一个血淋淋的窟窿 哦哦 那头被破甲的烈焰珠 发出惨烈的珠叫声 杨峰趁机再次出手 想要一枪 结果了这头受伤发狂的烈焰珠 就在他出手之际 一道快雷霆的身影 猛地冲了出来 受死 碰 受伤的火甲烈焰珠 被一拳砸得稀烂 残破的血肉散了一地 站在血泊中的身影 双拳闪烁着白光 在他的拳风之上 还环绕着树柄刀刃 另外两头火甲烈焰珠 只是看了一眼 便快速朝着老巢逃去 谁 杨峰眉头一皱 怒吃到 阁下半路出手 抢我打伤的怪兽 是不是有些不合规矩啊 他妄想站在血泊中的那道背影 虽然愤怒眼底 却也有着一丝惶恐 此人一拳将火甲烈焰珠 轰成了碎片 他的力量得有多恐怖啊 刷 刀刃消失 李扬活动了一下手掌 转身看向了背后的杨峰 规矩 荒野区有规矩吗 大家虽然是战友 可这里是荒野区 再说了 他可是在救对方 李扬摊手道 你不知道 这里是青龄野猪的地盘吗 然后呢 杨峰似乎很不服气 但他的确不知 李扬听后干笑一声 身子猛的一跃 直接跳到了四楼阳台 冲着下面的杨峰说道 然后你自己看着办了 杨峰一冷 还没明白话里的意思 就见前方的地面 传来阵阵热气 那是怪兽的鼻息 一头足足四米多高的 青龄汉山牛 摇摇晃晃地走出老巢 喘着粗气 身后还跟着 先前那两头跑掉的 火甲烈焰珠 A四级怪兽 杨峰握着长枪 眼中已有恐惧 他气血勉强武断 凭借武者秘籍夺命 才能独占三头A五级怪兽 可要遇到A四级的青龄汉山牛 绝无半分胜算 哪怕夺命 枪法已经突破到了第三重 他的力量依然不够 该死 这里怎么会有一头A四级怪兽 杨峰咽了一口口水 开始不断后退 此时 李扬站在四楼阳台 暴毙上关 赶紧走吧 我会拖住他 大家都是战友 当然不能见死不救 只是让对方知难而退 别等下影响自己 他吞噬怪兽时 可以屏蔽军方的卫星 但屏蔽不了肉眼的观看 还是先赶走对方比较好 算你狠 杨峰不敢留下 转身就逃 辗转逃了数条街后 他才停了下来 后面并未传来追击的动静 嗯 是他拦下了那头青龄汉山牛 杨峰有些好奇 但又听不到战斗的动静 他索性爬到附近的高楼 寻找青龄汉山牛的身影 已经死了 举着望远镜的杨峰 长大了嘴巴 他难以置信地 望着躺在地面的巨大尸体 这么简单 就击杀一头A四级怪兽 杨峰连忙看向定位手表 当前军功排名已经更新了 排名第一的依然是王宇言 第二的是杨峰 第三位已经变成了李扬 与此同时 监控室内也是鸦雀无声 安静了片刻 陈北风惊恶道 李扬竟然也是精神念师 真是刺激 前四两个精神念师 老陈 你这次真是捡到宝了 李扬精神念力跟舞者双修 未来不可限量 只有大胡子一个面色痛苦 他这次大概率要颗粒无收了 其余人跟李扬等人不是一个级别 招再多也比不上这四人 王宇言属于独一档 李扬更属于第二档 杨峰跟张冲属于历界新兵中的尖兵 可惜遇到了两个精神念师 掩盖了光芒 获得气血2400卡 获得军功6800点 有问题 李扬施展12把影刃 几乎瞬间杀死了这头清零汉山牛 以及他身边的几头火甲烈焰猪 但等他吞噬清零汉山牛时 发现这头A4级怪兽所蕴含的气血 竟然跟A5级的火甲烈焰猪差不多 当前他吞噬A5级怪兽会返还600卡气血 吞噬了三头A5级怪兽 外加一头A4级怪兽 却只返还了2400卡气血 要么是清零汉山牛有问题 要么就是洛莉塔出了问题 绝对不可能 我怎么会有问题 我可是 洛莉塔先是直接反驳 然后仔细扫描了一下清零汉山牛 小巧的瓜子脸上顿时出现惊喜之色 李扬你走大运了 快去这头老牛的巢穴 那头巴臂蜈蚣 很可能就在清零汉山牛的巢穴 李扬一愣 插一道 你刚刚探测到了 我没有探测到巴臂蜈蚣的位置 但我从清零汉山牛的尸体上 检测到了两个很细的伤口 根据你们蓝星上的资料 可以判定是巴臂蜈蚣留下的伤口 洛莉塔解释道 好家伙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旋即朝着街道尽头的百货商场冲去 清零汉山牛的老巢 就在商场的地下车库 等李扬来到时 此地安静地出奇 一个怪兽都没有 这次不用他去探测 洛莉塔亲自观测附近的动静 找到了 李扬文言身前顿时飞起十二把引刃 每一把飞刀都有二十万公斤的冲击力 合击就是二百四十万公斤的恐怖距离 别紧张 只是找到了洞穴 西南方向离你六十米的位置 洛莉塔在传承空间没有半分危险 说话不要疼 他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毕竟是一头A3级怪兽 而且还是假靠类的怪兽 防御力惊人 八条爪子更是锋利无比 还能喷射出恐怖的毒液 他身上穿的只是A5级作战服 一个不小心 沾染上毒液 自己可就完了 凝望洞口深不可测 不知地底通往何方 第33章 击杀八臂无功 增加上万气血 So 面对黑暗 他没有恐惧 抬脚就跳了进去 依靠双腿摩擦墙壁 断断续续地下坠 这都六七十米了 竟然还没到底 低头望了一眼脚下 依然幽黑一片 下坠的过程中 洞穴的墙壁上 有着条里清晰的爪痕 这应该是那头八臂 无功挖出来的洞穴 嗯 下方忽然传来 水滴落下的清脆声音 看来是要到底了 啪 探测清楚 只有十几米的高度 李扬直接跳了下来 右眼的探测器 自带夜视衣 哪怕面前漆黑一片 在他的眼中 也如同白昼 地下的山洞很宽敞 不像洞穴那么狭小 周遭潮湿与腐臭味 也更加刺鼻了 先前听到的水滴声 竟是怪兽的血液 墙壁上 挂着不少被抽干血的怪兽 一个个如同干尸 好家伙 比我吸的都干净 李扬心底不免一惊 这八臂无功 跟自己还是个同仓 按照军方的介绍 这头八臂无功 是从十万大山内 跑出来的怪兽 血脉极为特殊 本身是A3级怪兽 防御力却堪比A2级怪兽 它嘴中还能喷射出 腐蚀毒液 毒性极强 普通舞者 沾染一刻这种毒液 就会丧命 S级以下的兵器或者战甲 沾染后也会被腐蚀损坏 李扬不得不小心 全力催动影刃 十八柄飞刃环绕周围 随时准备战斗 为了不打草惊蛇 它脚踩两柄飞刃 悬浮在半空 悄悄地朝着洞穴深处摸了过去 越是进入深处 空间越大 空气也越潮湿 地面上 更是渗出了地下水 小心 脑海中 洛丽塔连忙发出提醒 可惜悬浮在前面的引刃 还是慢了一步 割断了一根挡在李扬前面的珠线 碰 珠网蹦断 发出一声琴弦音 怎么了洛丽塔 李扬目光一凝 稳住身形 随时准备迎战 原以为刚刚的动静 会引来巴臂蜈蜈蚣 结果周围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洛丽塔 周围白米 都没有那头巴臂蜈蚣气息吗 她自己反正是探测不到 巴臂蜈蚣的气息 白米范围 还是太小了 李扬 你遇到麻烦了 刚刚那根珠网 按照你们蓝星的资料记载 叫做金线网 是S级材料 S级的材料 难不成这里有一头王级怪兽 那可真是个大麻烦 它就算有引刃这种特殊念力兵器 也不是王级怪兽的对手 你确定吗 李扬并不想就这么空手离开 洛丽塔再次检测周围空气 乐道 如果确定 我早让你先跑路了 刚刚我检测周围空气 发现此地在不久前 发生过一场大战 很可能是八臂蜈蜈 跟那头王级蜘蛛的战斗 虽然不知道 为何那头王级蜘蛛 打不过八臂蜈蜈 起码我能知晓 他们两个肯定受了重伤 李扬 你赶紧往前探路 说不定能减漏 A三级怪兽 大战王级怪兽 还没打过 事出反常必有妖 大危机下 必然有大级元 李扬自然不可能放过 这要是击杀了王级怪兽 元神套装可就到手了 军功先不说 吸收王级怪兽 增加的气血 可比基因药水强得多 拼了 李扬放开速度 开始不断朝前冲 周围引刃 时刻护卫着安全 洛丽塔也亲自检测周围动静 为他指引气血 最为深重的区域 我找到他了 气血的最深处 在东南方向的一处小洞穴 他肯定藏在里面 李扬闻言 转身进了一处狭小的洞穴 周围的土层都很新鲜 显然是刚刚挖掘的洞穴 吃吃 洞穴深处也感受到了李扬的气息 发出一阵假靠类怪兽 独有的怪异叫声 洞穴深处 微弱的红光忽然大亮 如同悬挂了一盏灯笼 你还挺能藏 A3级怪兽 8B无功 当前战力指数488 李扬探测器中显示了怪兽的战力 果然很虚弱 只比那头青龄汉山牛强了一线而已 他还没动手 洞穴内忽然喷射出一道热浪 是毒液 李扬却没有躲 悬浮在前方的十六柄飞刃形成一道盾牌 将毒液拦了下来 本就是靠毒性攻击 根本没什么威能 去 咔 窜 搜 破 六柄飞刃脱离盾牌冲向红点 砰砰砰 刀刃撞在坚硬的假靠上 发出数道火花 不亏是高等血脉中的8B无功 防御力果然惊人 虽然对方实力下降了很多 但假靠没损坏 防御依然在 只是缺乏了攻击手段罢了 哼 李扬双手操纵飞刃 这次是十二柄飞刃 依然是试探 无奈八臂无功 是真不敢出来迎战 想要凭借坚硬的护甲硬抗 但李扬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既然单体攻击无效 那我就使用合击 破了你的假靠 哈 李扬大喝一声 念力彻底喷发而出 强大的精神念力 牢牢地操纵着十八柄飞刃 凝聚成一柄庞大的飞刃 破口而出 直指洞穴深处的宏光而去 他将所有力量都灌输了进去 煤柄隐刃的单体 只有二十万千克 十八柄飞刃凝聚一体 那就是三百六十万千克的恐怖冲击力 吃 八臂无功 埋头缩成球 想要再次利用假靠抵挡 可在接触隐刃的那一刻 他就后悔了 连王级怪兽都没能破掉的假靠 在触碰到隐刃的那一刻 彻底土崩瓦解 黑色假靠完全粉碎 将团成球的八臂无功切割成了两段 待对方的生命气息降低到了临界点 李扬才走进了洞穴 原来是这玩意在发光 李扬从地上捡起八臂无功脱落的眼球 沉甸甸的光滑无比 这只无功吸收了不知道多少精血 才凝聚出来这么一颗血色眼球 吞噬 我嗯 掌心贴着血色眼球 疯狂吸收着里面的磅礴血气 滴滴 疯狂上涨的气血让探测器都发出数次警报 一直持续了一分多钟 他才将眼球内的气血完全吸收 获得气血12487卡 李扬心情大好 一报还一报 八臂无功吸了清灵油的精血 他吸了八臂无功的精血 扯平 第34章 恐怖兽潮式生意 军功怎么没刷新 李扬高兴了没议会 发现军功没增加 军方的系统并未识别到他击杀A3级怪兽 别慌 你把这颗眼球带回去 按照怪兽材料计算 不就行了 洛莉塔提醒一声 他这才反应过来 眼球内的气血虽然被他吸收了 但眼球本身就是极为罕见的特殊材料 带回去可以兑换军功 还能表明自己击杀了A3级怪兽 拿两份军功 收好眼球 他才从洞中走出来 此刻 他的气血已经到了惊人的23000卡 五折五段的标准是16000卡 六段需要32000卡 冲击的速度 比精神念力快了不少 这就是吞噬天赋的好处 但跟星空巨兽相比 还是差太多了 一旦星空巨兽 分身破壳而出 便是星辰级 千倍基因代表着基础发力1000倍 有年期 就足以横扫整个蓝星 就算是世界第一强者 创造的秘籍 也才不过百倍增幅 星空巨兽 出生就是千倍发力 怎么别 先别急着离开 这片区域的空气中 有王级怪兽的气息 洛莉塔检测完空气指数 只因李扬 朝着气息 浓郁的方向探索 实力大增后 李扬的舞者实力 也不容小觑 心底也有了底气 开始寻找 那头王级之珠 金线魔珠 王级出阶左右 战斗力很强 特别是在这种煽动 一旦被珠网缠绕 武神都要陨落 李扬也是克制 这头金线魔珠 引刃锋利无比 可以轻松切割珠网 主要还是因为 对方受伤 吐出的珠网质量 降低了很多 一个王级出阶的怪兽 怎么会打不过八臂无功 他忍不住询问起洛莉塔 进入荒野区前 他只看了A级怪兽的资料 对王级怪兽 并不算了解 可他也只知道 王级怪兽 是可以随便虐杀A级怪兽的存在 洛莉塔文言 揉着小脑袋瓜说道 你对荒野区 是一点也不了解啊 这里的战斗 可不局限人类与怪兽 这头蜘蛛 很可能是在十万大山 被其他王级怪兽打伤 逃到了C26县城 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 反正怪兽在荒野区 同样不安全 哪怕是王级怪兽 都随时可能被其他怪兽给吃掉 回想刚刚进入C26县城时 看到的那些枯骨 李扬明白了过来 怪兽与人类是天敌 不死不休那种 但怪兽不会把人类当作食物 如果把人类当食物 那怪兽早饿死了 他们进食 主要还是吞吃其他怪兽 比如狼吃羊 虎吞丢 明白这一点后 李扬心底也没了疑惑 只当自己运气好 遇到了一头受伤的金线魔珠 他身法奇快 穿梭在山洞中的各个洞穴 可找了许久 依然没能找到 反而 让他找了一个通往地面的出口 电梯井 李扬站在洞口前 将头伸进去 朝着上面看了一眼 不对啊 这里最少距离地面有300米 啥电梯井能通这么深 而且这井下面 依然幽深 向上依靠他的视力 能看到一些悬挂的电缆 向下看深不见底 什么都看不到 他等于站在中间的位置 难不成 这也是那条蜈蚣挖出来的 就在他诧异之时 电梯井下面 传来一阵害人的声音 那个声音 像女人的尖叫 也像是一种哭声 李扬皱着眉头 头皮都快炸开了 声音越来越近 Soul 十八饼飞刃护在身前 怪兽都不怕 还怕这个 李扬盯着井底 咽了咽口水 煞时间 一个小白蒂出现在视野中 白点的速度飞快 正在上升 不 那不是白点 那是一张煞白的人脸 白七七的面孔 还长着白毛 新红的毛子瞪得很大 以及满嘴尖锐的 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 距离很远 以至于他只看到了那张恐怖的白脸 李扬直接收回了身子 躲在洞中大口喘着粗气 洛莉塔 那是个什么玩意 这东西带来的恐惧 似乎镌刻在人类的基因中 比怪兽要恐怖得多 洛莉塔检测到那张脸孔后 对比了一下资料 快速回答道 这就是那头金线魔珠啊 外号白脸蜘蛛 蜘蛛怎么长着一张人脸 李扬听到是怪兽后 才尝出一口气 可就在放松的时候 白脸蜘蛛已经冲了上来 不过他并未进入山洞 而是一路继续往上冲 想要去地面 还想跑 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会放过 那可是一头王级怪兽 吞噬掉对方 那得增加多少气血 脚踩飞刃搜的一下跟了上去 可惜念力飞行的速度有点慢 跑不过六条腿的蜘蛛 他索性开始攀爬 利用双腿的爆发力 一次弹跳就是十几米高 李扬快 快 快 再快点 李扬心底一动 插一道 我这不都快追上了吗 心想洛莉塔这么着急干啥 难不成头顶那只白脸蜘蛛 要放大招了 别管那头蜘蛛了 快点跑吧 井底下面 是士生乙群 士生乙群 李扬的面色也变了 荒野区的三大禁忌者一 乙群 鼠群 浮王 武者遇到的死亡概率 几乎是百分之百 跑 李扬瞬间发力 双腿白光浮现 全力向上攀爬 只是眨眼的功夫 他就追上了白脸蜘蛛 正好找不到受力点 索性拉了一把白脸蜘蛛的腿 借力往上爬 顺势还在对方脸上踹了一脚 哇哇 白脸蜘蛛气得哇哇大叫 六条腿蹬得更快了 李扬一边往上爬 一边提醒洛莉塔戴自己给军方发消息 C26县城出现乙群 这可是大事 不能耽搁 要不然周围数百公里内的武者都要遭殃 规模再大些 战争基地都要开启防御 我已经发了 让他们来接应你 不然凭你的那点念力 飞都飞不远 李扬汉言 的确先前念力消耗了不少 光靠飞 还真逃不远 必须有军方的直升机来接应才行 他又让洛莉塔给叶灵飞也发去了消息 滴滴 发出消息的瞬间 军方已经开始行动了 距离C260县城 300公里外的北龙军基地 指挥部 血龙高阳亲自指挥 派出所有无99直升机 立刻支援C26县城 通知C26县城的新兵朝着东南方向逃 还有让附近的救援小队接应 务必保护好他们的安全 第35章 堵泉水刷怪 催生星空巨兽 李扬率先冲出了电梯井 转头望了一眼大楼外 此刻清晨时分 阳光普照 平静无波 说明师生已并未在其他地方爆发 电梯井内的是第一批 他现在逃 依靠精神念师的特性 使用念力兵器遇空离开 逃跑不是问题 但他并未这么做 脚步一顿停了下来 回头看向电梯井口 此地空间狭小 十二把影 任其出就能拦截涌出的乙群 更何况 他有十八柄影刃 理论上说 他念力只要够多 就可以无限击杀那些乙群 当然 无限念力他没有 但他脑海中的念力海洋 可以燃烧啊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他脑海中浮现 赌吗 你疯了 赌电梯井 乙群也能改道 从其他地方出来 你根本赌不住 洛丽塔说的没错 最多赌住一石罢了 很快乙群就能从其他洞穴涌出 耽搁的是生意并不算什么 随手就能捏死 但聚集起来 就能啃食一切 很快就能吞没整个C26线程 赌一个电梯井 的确没有意义 但 李扬不同 他有吞噬之法 吸收一只是生意 就算只增加0.1卡的气血 只要堵住 紧口几分钟 击杀个百万只 可就是增加10万气血 大危机 大机缘 李扬 你够狠 洛丽塔都不得不佩服李扬的野心 堵着士生 以刷气血 按照你当前的气血 吞噬一只是生意 可以增加0.168气血 但是你要记住 你的气血越高 这个数值就会越低 按照我的计算 你最优的吞噬时间是两分半 差不多可以吞噬60万只 增加气血5万左右 5万气血吗 虽然跟心理的预期有些差距 但也有足足5万 他单靠修炼 得修炼到什么时候 拼了 李扬握紧拳头 身上的影刃顿时飞向井口 下面可还有一头王级怪兽呢 必须先解决 这头白脸蜘蛛 精神念力开始燃烧 一击必杀 这是目前唯一击杀王级怪兽的机会 必须把握住 李扬操纵影刃汇聚追 蓄力待发 井口中 白脸蜘蛛淒厉的叫声越来越近 世生乙群发出的噪音 嗡嗡作响 顷刻间 乙群几乎是 拖着白脸蜘蛛 涌出了电梯井 就是现在 李扬念力爆发 操纵影刃凝聚的尖锥 朝着白脸蜘蛛的腹部 就砸了过去 这里是白脸蜘蛛最薄弱的地方 而且上面的毛发 已经被巴臂无功的毒液腐蚀 心伤老伤都在腹部 再加上李扬的全力一击 320万公斤的冲击力 搭配隐刃的锋利 瞬间洞穿了白脸蜘蛛 长满白毛的面孔开始扭曲 似有不甘 发出数到凄厉的叫声 可惜他的腿 已经被视声移啃断 肚子也被李扬戳穿 没了任何攻击能力 只能任由李扬宰杀 死吧 李扬拳风白光闪烁 他用拳头给了白脸蜘蛛最后一击 低头王级怪兽 击杀成功 吞噬 此时 他几乎跟视声移群 一起争抢白脸蜘蛛的尸体 定位手表损坏后 无法记录军弓 他只好取下蜘蛛体内 仅剩的一团金线球 嗖 十八丙颖任其出 绞杀涌出电梯井的视声移群 同时吸收大批视声移 以及白脸蜘蛛的血肉 气血增加132卡 气血增加278卡 气血增加680卡 每秒增加的气血 很快就到达了每秒上千卡的增长速度 以至于李扬的身体开始不支 气血开始外泄 刚刚吸收的几千卡气血 起码流失了一半 他面色大变 心疼得低血 哎呀 我忘记你基因只有十倍了 以你现在的基因 一次性吞噬太多 会消化不了 什么 李扬额头青筋爆起 好不容易要大吞特吞了 你告诉我 现在吞不了了 随即他也明白了洛莉塔的意思 吞噬秘法 本是星空巨兽天赋 星空巨兽拥有千倍基因 几乎能做到无限吞噬 但人类就不行了 基因太弱 吞噬过多会引起反噬 放心 我有办法 你尽管吞就是了 哇 流失的气血再次进入李扬的体内 滚烫的气息环绕全身 A5级作战套装顿时被燃烧殆尽 整个上半身裸露在外 金汉的肌肉线条 如同雕刻出来的艺术品 原本坚硬的胸膛 忽然浮现一道虚影 那是一顶王冠 星空巨兽中的王者之冠 哇 煞时间 星空巨兽的图腾出现在了胸口 那双翅膀 镌刻在后背 李扬大喝一声 整个图腾都在身上若隐若现 如同特殊纹身一般 气血涌动时图腾才会显现 图腾上的恐怖纹路 比纹身更加真实 流失的气血开始再次吞入体内 这些气血源源不断地汇聚到了图腾上 李扬你本尊的气血已经突破到了五万卡 多余的气血就给星空巨兽吧 洛丽塔得意道 好在我反应快 没有浪费这些气血 那些气血顺着李扬的本尊 都进了星空巨兽分身体内了 或者说是进了蛋里 李扬此时气息平稳了下来 他能感应到自己体内的那颗蛋 正在疯狂发育 所需要的郁郁时间 因为吞噬了气血 也在不断减少 如果有无限气血可以吞噬 岂不是可以让星空巨兽提前出生 他屠戮以群的速度也更快了 这不就是无限气血吗 可这个想法刚刚告诉洛丽塔 就被驳回了 别想了 星空巨兽中的王者巨兽 血统极其高贵 如果单靠这些垃圾气血催生出来 是会损伤了根基的 好吧 是我想多了 李扬放弃了这个打算 主要他本尊也没有到达圆能级 无法支撑星空巨兽分身 目前 本尊气血突破五万卡大关 来到了五者六段 距离五者七段的最低要求六万四千卡 也就差一万多卡气血 体内星空巨兽的气息不断上涨 在缩短一周的孕育时间后 李扬停了下来 不是星空巨兽 没法吞了 而是周围的地面开始出现裂痕 无数是生意 已经将它包围 洛丽塔轻松道 别怕 元神套装一旦启动 这些是生意 奈何不了你 丁 是否炼化元神套装 第36章 元神战甲 启动 炼化 李扬一边飞奔逃离即将倒塌的百货大楼 一边使用念力炼化脑海中的那颗暗金色圆球 这就是传闻中的元神套装 准确来讲 是一套可以随意变化的战甲 防御力惊人 只有星辰集中的强者才能破开 不但如此 就连冲击力都能削弱九成 成了 李扬心底一喜 可还没等它使用 就见周围的世界开始坍塌 映入眼帘的是正在蠕动的世界 黑压压的乙群 覆盖了整片街区 大楼不断坍塌 地面开始沦陷 所能看到的一切 都包裹着拳头大的是生意 这一刻 李扬才真正明白了 兽巢代表了什么 吞没一切 一个不留 C26县城内的怪兽 一个都没剩 全部被乙群吞噬 枪 引刃组成盾牌 悬浮在半空 李扬月起跳了上去 全力催动脚下的盾牌 朝着县城外逃去 手表坏了以后 他已经无法联系军方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搜 总算离开了市区 回头看了一眼 整座小县城都在陷落 这次的乙群 绝对有千亿规模 逃 依靠念力飞出县城后 他开始落地狂奔 他只是精神念师四段 依靠外物飞行的速度很慢 不如陆地上的奔跑速度 依靠双腿的爆发力 每一次跳跃都是百米左右 身后的塌陷比他更快 士生乙群吞噬完C26县城 开始朝着四周蔓延开来 乙群的速度 不比那些高等级怪兽慢 甚至更快 相互推着往前冲 所过之处 地陷三尺 这绝不夸张 眼看着乙群已经接近自己 李扬却是嘴角微微上扬 心底默念叨 元神 启动 哗 一股黑色流体 环绕全身 变化 刷 流体变成一套暗金色战甲 将李扬整个包裹起来 这就是传闻中的液体战甲吗 防御力果然强的惊人 李扬穿上元神战甲后 速度都快了不少 这是因为战甲增幅了肉身的力量 但增幅的并不多 主要还是防御力强 现在不是玩这个的时候 他几乎跟一群并驾齐驱 速度再慢点 就要陷进去 虽然有元神战甲 可一旦被一群包裹拖走 后果不堪设想 军区的支援 怎么还没到 李扬一边逃 一边渴望救援 其余人 恐怕早就逃走了 他耽搁的几分钟 是最佳逃跑时间 军团长 我们发现了李扬的踪界 他还在C26县城边缘 什么 高扬直接站了起来 其余在C26县城的新兵 几乎都救了出来 还是有几个倒霉的 因为体力不支 倒在了一群中 但李扬的实力 考官们有目共睹 就击杀清零汉山牛的战力 绝对能排进 这次考核的前三 按理说早该逃出来了 结果 直到县城陷落 都没能等到李扬出来 他们都以为李扬 要陨落在C26县城了 没想到还活着 我亲自去救援 血龙高扬背上双斧 乘坐军区最先进的 C911智能战机 前往救援李扬 战机的速度极快 只需要十分钟 就能抵达C26县城区域 李扬 你可要坚持住啊 滴滴 高扬还不知道 智能战机里说的这句话 被洛丽塔给监听到了 以群的最前沿 李扬完命狂奔 速度达到了惊人的 485米每秒 如果是巅峰速度 破500也不是问题 速度这玩意 很难提升 舞者标准 速度每秒百米 可舞者久断后 速度可能也就500米每秒 气血翻背 容易速度 翻背可太难了 因为双腿的爆发力再强 也需要一个适合的弹力点 比如现在的李扬 他一脚下去 地面深陷 跑出去的速度 也会因此变慢 李扬坚持住 救援队预计七分钟后抵达 如果实在坚持不住了 悬浮半空 等待救援即可 洛丽塔传音提醒 听到有救援 李扬的心裁 放松下来 军用卫星发现 它是迟早的事情 自然会有人来救 只是取决于救援速度 漫长的七分钟过去 湛蓝的天空 刷得出现了一道 三角形战机 没有任何的征兆 跟声音 李扬见状 先是微微一愣 随后才听到远处传来的破空声 战机先到 声音后到 证明战机的速度超过了音速 而且是数倍音速 总算来了 李扬双腿 都快跑断了 极限奔跑这么长时间 体力几乎耗尽 咔咔 战机门打开 一道血色身影 从战机上跳了下来 正是北龙军军团长 血龙高阳 他手握双腹 猛地跃起 举着双腹 朝李扬身后劈去 巨斧 第三众 猎殿 高阳怒喝一声 手中巨斧 化作一道 数十米的虚影 重重劈在地面 大地顿时崩塌陷落 数十万的士生 已被浮影震碎 高阳魁梧的身躯上 闪烁着电弧 那是原力 属于原能武神的力量 李扬看得倒吸一口气 刚刚那一斧头的力量 太恐怖了 这还是 他第一次见武神出手 多少有些激动 走 高阳抓着他的肩膀 脚下一用力就挑起 百米那么高 很轻松地跳进机舱 地面上的乙群 丝毫不受 刚刚那一斧的影响 继续朝前蔓延 回击地 是 军团长 听到军团长三字 李扬才反应过来 连忙敬礼道 多谢军团长救援 不用那么客气 这次撤退顺利 还得多亏的你提醒 这次要不是李扬提醒 C26县城内的新兵 几乎都得栽在这儿 李扬站在窗前 望着下面绵延不知道 多少公里的乙群大军 心底有着担忧 开口问道 军团长 这乙群四处扩散 我们就没有任何办法吗 此地距离基地是 只有几百公里 办法当然有 不然我们人类怎能立足 高阳刚刚说完 窗外就出现了大批战机 呼啸而过的战斗机 开始对着乙群投弹 数百架轰炸机 一轮投掷 就是上万枚特殊炸弹 轰轰 接连的炸裂声传来 朕的智能战机都在颤抖 这是燃烧弹 白色火焰 连绵上百公里 地面的乙群悉数被灭 其余的再次缩回了洞内 高阳望着这一幕 银狠道 这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军区会派出强者 前往地下搜寻那只蚁后 赶在夜城军区附近 发动兽巢 必诛 第37章 李扬惊人的战绩 人类虽无法大局 反攻怪兽的领地 但派出一些精锐小队 猎杀那些怪兽领主的能力 还是有的 比如北龙军 他们的主要任务 不是拱卫基地式 而是主动出击 前往荒野区 猎杀一些威胁基地式的怪兽领主 对了 你是如何发现的乙群 高阳看向李扬目光好奇 第一个发现乙群 最后一个逃出来 关键是乙群大爆发后 李扬才逃了出来 肯定有些手段 但这是隐私 就算是顶头上司 也无权询问 个人的战力与底牌 不管在哪 都是敏感话题 取决于愿不愿意说 莫人会去主动询问 这是对强者的尊重 李扬的原神战甲 此时已经变换成了 战损后的A5级作战套装 他不是担心自己暴露底牌 而是担心解释不清 我追杀巴比蜈蚣时 在一栋百货大楼的电梯井内 发现了乙群 当然乙群这种事情 就没必要隐瞒细节了 更何况 对接下来斩杀以后有帮助 李扬说得很仔细 顺带将自己如何击杀巴比蜈蚣 乃至击杀白脸蜈蚣的事情 都说了一遍 听到他击杀王级怪兽时 高阳瞳孔开始收缩 军团长 我的定位手表坏了 击杀白脸蜈蚣 跟巴比蜈蚣时 都没有进入军功 高阳听后大笑 这次北龙军可捡到宝了 这点要求算什么 当即给出了肯定 你放心 只要有材料证明 回到驻地 会给你正常结算军功 除此之外 这次你发现 以军提前上报 挽救了不少战友 更是大功一件 等到了北龙军驻地 还有额外的奖励 这下李扬放心了 并不是他好大喜功 而是资源分配的规矩 都立下了 是自己的 为何不去争取呢 北龙军驻地 距离夜城军区 大概一百多公里 此地完全建立在荒野区 只是周围 一个怪兽都没有 还被围起了铁栅了 据说以后基地是 会扩张到此地 跟我想象中的 有点不一样啊 从空中见识了 北龙军驻地后 李扬有些诧异 驻地看上去很大 四四方方的 长宽都得二十公里以上 但地面的建筑太少了 只有稀稀拉拉的 十几栋厂房 除此之外 就是大片空地 这跟隔壁军区比起来 跟个仓库似的 有些事情 不能只看表面 高扬察觉到了他的好奇 但笑道 等你进去就知道了 刚下战机 陈北风就 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 他上前抓着 李扬的肩膀大笑道 我就知道 你小子命大 整个县城都塌陷了 你都能逃出来 我也是运气好 多亏了军团长 亲自营救 说的全是实话 真就运气那天了 本来他只是想 击杀一头A4级的 清零汉山牛 结果偶然发现了 八臂蜈蚣的下落 然后又遇到 白脸蜘蛛跟乙群 遇到乙群 也算是好运气 吞噬了数万气血 对了 你身上有官兽材料吗 军工榜的奖励 要发放了 如果有材料 现在都要报上去 陈北风说完 拉着他进了一座厂房 此时厂房内 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都是新兵 他们来得更早 昨天就被接过来了 赶到C26中点站的 只有十几名新兵 当然 还有一些人 永远留在了荒野区 考核的死亡指标 有20% 加入北龙军后的 死亡指数更高 老孔 你来清算 李扬的怪兽材料吧 陈北风喊来了 同为考官的孔亮 听到清算怪兽材料 不少新兵都看了过来 李扬 这次军工排名第四 听说他也是一名精神念师 精神念师 竟然刷不过杨风 估计念力不强 也不能这么说 李扬可还有材料 没计算呢 新兵们围在一起 叽叽喳喳地争论着 目前军工榜第一 依然是王宇言 排名第二的是张冲 杨风排在第三 跟前二差距不小 毕竟精神念师 击杀怪兽的速度 是舞者的数倍 李扬 黄顾周围 都没见到这几人在 也不知去了哪 这次新兵考核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一次性出了两位精神念师 孔亮笑道 李扬 赶紧将你的材料 拿出来吧 我跟老陈他们可打赌 你能超过张冲 说完 看向李扬背后 结果 只看到了一个 很小的背包 他面色瞬间拉了下来 你不会是在逃跑的时候 丢了吧 倒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被以军包围 谁还雇得上怪兽材料啊 目前李扬 排在第四 要是因为 丢了怪兽材料 无法清算 那可就亏大了 前三的奖励 可不一般 莫 就这两样 不知道能有多少军功 他打开战术背包 取出一团金线球 以及一颗泛红的眼球 看到泛红眼球时 孔亮跟陈北风的神色 都是真 特别是孔亮 他小心拿起来眼球 放在眼前仔细观察了一番 这是那头八臂蜈蜈蚣的眼球 二人都是战神 而且是三星战神 武者八段 都有过击杀 三级怪兽的战绩 一眼就认出了八臂蜈蚣的眼球 哈哈 没想到这头怪兽 让你给宰了 上个月 我带队去C26县城 寻找这头八臂蜈蚣 找了好久都没能找到 孔亮大笑道 A三级怪兽 就算你2.4万军功吧 他赌赢了 光凭这头A三级怪兽 李扬的军功就超越了杨峰跟张冲 直接挤进前二 听到A三级怪兽 新兵都躁动了 他们之中 运气好的怪兽都没看到一眼 同为新兵的李扬 都击杀A三级怪兽了 巨大的落差感 让他们心中都憋着一股劲 但有些东西 光努力还不行 第一名王语言 军功8万 李扬目前的军功才4.2万 不过大头还在后面 因为白脸蜘蛛还没计算 光是这头八臂蜈蚣 就加了2万多军功 王级怪兽 会有多少呢 这团金线士 陈北风跟孔亮 都不认识这玩意 武者八段 前往荒野区 一般是击杀同阶 或者高一阶的怪兽 至于王级怪兽 北龙军一般都会移交给 国防部的特殊部门接手 所以他们不认识金线球 也正常 白脸蜘蛛的金线 李扬如实道 我遇到一群前 发现了 这头受伤的白脸蜘蛛 就顺手给干掉了 可惜没能带回 两位考官都愣住了 一脸的不可思议 李扬 你确定击杀了一头白脸蜘蛛 这可是王级怪兽 不怪他们怀疑 而是王级怪兽 就算受伤 也有恐怖的速度 可以逃走 武者很难追得上 但联想到李扬所在的环境 两人明白了过来 李扬 这份材料 我得让专家来验证 你别觉得我们严格 一旦证实 你将会是我们北龙军 第三位击杀王级怪兽的成员 第38章 百万军功 新兵考核结束 直接全军战绩排第三 李扬也是被吓了一跳 不光是他 北龙军高层都被吓了一跳 九大中队的队长 都被吸引来了好几个 老陈啊 我看人 你是保不住了 这战绩 最低也得加入军团长的直属小队 咱们都别想了 众人看热闹 不嫌是大 军中尊重的 跟普通武者尊重的东西不一样 他们更加看重战绩 李扬有击杀王级怪兽的战绩 不管是怎么击杀的 他们都敬北 有此战绩 也不会再加入普通的战绩小队了 陈北风倒是坦然 自我安慰道 那又如何 人是我招进来的 李扬越强说明 我的眼光越好 说完又拍了拍李扬的肩膀 李扬 你这次发达了 击杀王级怪兽 最少获得上百万军功 百万军功 李扬不明白 这个数量有多恐怖 但其他战绩清楚 他们积累了数年的军功 也才看看百万而已 现在被一个刚刚过考核的新兵给抄了 全军也仅此一个 经过军功系统智能测算 最终奖励了李扬 108万军功 发现并通知军方以群的消息 又奖励了10万军功 总军功也来到了122万 直接超过了第一名的王宇言 考核排名第一 如果不是材料太少 军功还能更高 李扬已经很知足了 结算完 陈北风带他去了另外一座厂房 表面看上去是一间仓库 其实内设乾坤 地下有12层建筑 每个战神都可以拥有一层地下室 内涵卧室 训练房 休闲区等诸多设施 陈北风将他送到这儿后就走了 考核完 就是夏连队 普通的新兵当然是进大部队 也有些实力不凡的 比如参军前就修炼了武者秘籍 已经具备了战斗力 考核后会直接编入战神小队 北龙军九大中队 每个中队都有数个战神小队 战神勋章下有五颗星星 战神的队徽同样有星星 一星战神小队 属于普通小队 北龙军有上百个一星战神小队 衡量的标准是战力 附加的星星就是战绩 一星战队 通常是一位战神队长 队员是战将 二星战队 一般有两位战神 八位精英战将组成 并且有击杀高等级怪兽的战绩 三星战队就不同寻常了 整个北龙军一双手都能数得出来 九大中队长的直属战队 各个都是三星战队 队内成员各个都是战神强者 陈北风作为北龙军九位中队长之一 直属的战队就是一支三星战队 原本李扬是这支战队的预备翼 不过这次他的表现太过亮眼 击杀王级怪兽 震动全军 现在北龙军都快容不下他 这尊大佛了 反正出结果要等到晚上 李扬索性将这些抛在脑后 奔向淋浴房 先洗个痛快再说 洗漱完 他也没有去休息 读武者六段了 还睡什么 一个月不睡 都不会有什么不适 这么多军工 该消费了 他进入书房 这里有军方配备的电脑 点进军方系统 开始浏览军备商城 左边是他的个人信息 姓名 李扬 年龄 18岁 称号 新兵 军衔 少尉 军龄 一天 军工 1248750点 买什么呢 李扬看得眼花缭乱 都不知道该买些啥了 想到洛丽塔说的刀法秘笈 刀河还算不错 他准备把军工都花在武者的战力上 第一重需要1000积分 发力增幅5倍 直接购买前三重 李扬小手一点 10万积分就花了出去 对于提升自己战力的东西 他从来不心疼 刀河 秘笈总共分9重 第一重增幅5倍 第二重增幅10倍 第三重增幅20倍 第九重增幅99倍 全球只有开创 刀河 秘笈的刀河王 达到了这个层次 99倍的力量增幅 一刀辟出 就是百里长河 他修炼 石洞天 增幅的是肉身力量 虽然也能增幅武器 但不蕴含刀法 所以要买这部 刀河 秘笈 买了秘笈后 还得买一把好点的战刀 起码得买S级的掌控刀了 普通的掌控刀 他用不了几天 就得落伍 我去 S级武器都这么贵吗 李扬看了一眼 最便宜的S级武器 都需要50万军功 那是一把飞刀 适用于精神念师 还好他有引刃 不然根本买不起 这种S级飞刀 自己现在的念力 就能控制18笔 岂不是需要900万军功 如果在市面上购买 一军功相当于100华下币 那就是9亿华下币 李扬已经开始庆幸 自己选择的是军方 不然猎杀怪兽 根本没法吞噬 得拿去卖给那些财团 换钱买装备 S级斩空刀 90万军功 买了 李扬咬牙点了购买 还没开始练刀 密集跟战刀 就花了100万军功 不过投入越大 回报就越大 他现在五者六段 精神念师四段 两者战力 已经快持平了 必须要维持均衡发展 看着仅剩的22万军功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买了快10万积分的 顶级战术手表 可硬抗王级怪兽 具备投影全球通讯各种功能 原神战甲不适合外穿 再买一套A1级作战套装吧 原神战甲 适合当内甲 就像是瑜伽服那样 贴在身上 外面再穿一套A1级作战服 防御拉满 花光军功 浑身一松 等待快递的这回功夫 用来浏览军功商场了 叮咚 门铃声响起 好快 这才四个小时 快递就到了 李扬更快 恨不得闪现到门口 这就是取快递时的心情 打开门 外面站着一位精壮大汉 手里还提着两个箱子 先验货吧 确定后签字 魁梧大汉面色冷俊 不苟言笑 这事任务不是快递 当然不能马虎 李扬见状也没客气 打开箱子看了一眼后 便签了字 等方拍照确认后 东西就是塌了 关上门 提着两个箱子 直接进了训练房 第39章 生命不止 战斗不休 S级武器 斩空刀 呼 呼 呼 随意舞动几下 刀刃斩破空气阻力 每一刀平滑无比 材质更是了不得 按照说明 刀身三分之一的材料 来自东海紫青龙的骨头 王级怪兽紫青龙 属于最顶尖的王级怪兽 比白脸蜘蛛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它的骨头 密度高的惊人 科学家借此 炼制出了S级材料 还没修炼刀法秘籍 也试不出威力 先修炼 刀盒 再试 李扬打开装有秘籍的箱子 里面有三份优盘 以及三块金属板 理论部分在金属板内 只要用一丝念力 就能吸收理论知识 优盘里 则是一些技巧上的讲解 他先吸收了理论知识 顿时对刀法的理解 提升了数个档次 这还没有开始修炼 就已经思路畅通 跟 石洞天 比起来 刀盒 的确是简单了很多 也许是因为纯粹 完完全全就是为刀而生 为刀而死的精神 李扬盘西坐在地板上 开始吸收其中的知识 一晃四个小时过去 前三重的理论 已经融会贯通 接下来就是看实战讲解 如何施展出来了 他起身抽刀 开始一遍遍练习 第一重 逆光 刷 破风的刀光 在空中逆转 划出一个S型 光影久久不散 第一刀 成了 只是目前成功率太低 还需要不断练习 掌握其中的精髓 直至圆满 每一次挥刀 他都摒起一切 直至将刀光的逆流 展现得淋漓尽致 做到百分百成功 才停了下来 此时李扬浑身大汗 四个小时的理论 加上四个小时的时间 总算将刀盒 第一重 修炼到圆满了 刀盒 作为全球第一刀法秘籍 门槛要求极高 舞者三段 才能修炼第一重 大步舞者 往往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掌握第一重 李扬现在 都舞者六段了 距离七段也很接近 自然比低阶舞者修炼得快 叮铃铃 电话声响起 李扬连忙跑去接听 北龙军指挥室打来的电话 让他马上去指挥部报道 应该是确定要 加入那个小队了 李扬不敢耽搁 简单地冲了个淋浴 换上便装 离开了宿舍 乘坐电梯 来到地面的仓库 正巧看到王语言 张冲 杨峰三人 这次新兵考核 就数他们四个最为优秀 估计会被分到一个战队 李扬 三人一同看向这位同样是新人 却能击杀王级怪兽的狠人 李扬见状 笑着走了过去 王语言看他走来 气鼓鼓道 武者就能击杀王级怪兽 你跟我哥一样 都是个变态 原本对李扬有些不服的杨峰 此时也没了傲气 主动打了招呼 这就是军队风气 想威风 就拿战绩说话 几人边走边聊 朝着指挥部走去 北龙军指挥部 在驻地的正中心 也是驻地内唯一的高建筑 一座七层塔楼 顶楼 军团长的办公室内 新兵四人组前来报道 坐下聊 高扬语气随和 李扬等人却不敢大意 一个个坐得端正 刚刚来的路上 就聊到了 这位北龙军的军团长 别看他现在温和 当年跟他们这么大的时候 也是个凶悍人物 年轻的时候 靠着双府 斩杀树头王级怪兽 被总军区看中 后组建了北龙军 成了坐镇一方的军中战神 如今战力 更是深不可测 这次新兵考核 原本是北龙军内部的事情 但你们的表现太优秀了 现在军区那边 都要找我要人了 高扬点燃一根烟 抽了一口后 看向四人 听到这话 李扬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这不会是要将他们给送走吧 屁股都没坐热 就要离开了 另外三人也不是傻子 听懂了高扬的意思 四个天骄 放在一个北龙军 的确培养不过来 现在要放走一些 也是为了李扬等人好 高扬掐灭手中的香烟 坦白道 军区那边 多了两个前往南天门进修的名额 选择离开的人 可以前往南天门战争基地进修 去到哪儿 你们会有更好的老师 进行一对一的培训 南天门 华夏第一馆 是整个华夏的门户 前往南天门进修 而且是武神一对一的培训 这个名额 对于年轻的舞者 乃至精神念师 都有极大的诱惑力 杨峰便是如此 他本就是武馆出身 知晓南天门进修名额的含金量 当即第一个起身 几乎没有犹豫到 军团长 我想去 他年纪最大 跟李扬等人相比垫底 更想要变强 张冲也渴望前往南天门 他小时候最向往的 就是成为南天门的巡逻人 倒是王语言 对南天门的兴趣不大 李扬也是如此 他对什么一对一培训 丝毫不在意 只要在荒野区就行 凭借吞噬血肉 用不了多久 星空巨兽就能破壳而出 进修的意义不大 现在他提升战力 只是为了更好的猎杀怪兽而已 高杨先是看了一眼杨风 又看了一眼张冲 最后把目光放在了李扬身上 李扬 你不想去试试吗 高杨淡笑道 南天门那边 可是指明想要你 听到这话 李扬心底一紧 想着怎么搪塞过去 杨风面色开始变化 如果有第三个人出来争 他谁都争不过 更何况是李扬 我更渴望战斗 荒野区的怪兽 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李扬站起身 接着说道 军团长 我想留下 留在北龙军 将这个名额给别人吧 他的话 让高杨有些动容 也让张冲涌起了敬佩 只有杨风觉得惋惜 认为李扬太过孤傲了 这么好的机会 竟然不把握啊 军区那边会尊重你的意愿 既然你想留下 就加入我的屠龙小队吧 高杨目光真挚 越看李扬越顺眼 不光是对李扬的天赋满意 更对李扬的性格满意 因为他当年 也是如此热衷于怪兽战斗 生命不止 战斗不休 高杨看了一眼 不为所动的王语言 知道这人就是来摆烂的 也没询问意见 直接宣布了结果 张冲跟杨风 将会离开北龙军 前往南天门进修 毕业后 自然也就留在南天门了 当天晚上 二人就乘坐智能战机 离开了北龙军 第四十章 提取微光 助长星空巨兽 既然选择留下 北龙军也不会亏待你们 南天门有五神一对一的训练 我们北龙军也有 高杨此时完全放开 丝毫没有军团长的架子 李扬舞者的身体素质 达到舞者几段了 舞者六段 李扬回道 王语言听到后 眼睛瞪得更大了 精神念力强就算了 近战舞者还这么强 高杨听到后也是一惊 双修维持得这么均衡 难得 我教导能力一般 但我敢说 南天门那些五神教官 没有我的经验足 以后你在舞道上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随时来找我 至于精神念力方面 这个我不懂 但我们北龙军 不止我一个元能武神 还有一位元能级精神念师 他刚刚突破不久 去了京都休假 过几天就能归队 元能级精神念师 北龙军还真是藏龙卧虎 只是指到这方面 李扬都是 直接询问洛丽塔 洛丽塔曾经的主人 可是一位宇宙中的大能者 无尽纪元下 洛丽塔吸取的经验与知识 数之不尽 以至于李扬根本不需要老师 有洛丽塔就够了 但高杨的热忱之心 他也不好直接拒绝 点头谢了一句后 李扬将话题转移到了屠龙小队 当年北龙军 就是围绕屠龙小队所建 这个小队 是真的屠过一条龙 那是一头北海蛟龙 能跟龙扯上关系的怪兽 都不一般 高杨说起屠龙小队 彻底暴露本性 跟他外号一样 谢托 从舰队之初的高歌猛进 一直说到了建立北龙军 这中间 队长一直是高杨 但队员一直在变化 不断有人受伤退出 或是战死牺牲 说到这些人的名字时 空气中都透露着一股悲伤 目前的屠龙小队 加上高杨有六人 队长五星战神高杨 五神四阶 副队长袁能及精神 念师一阶 这两人的战力几乎持平 其余四名队员 最弱的都是舞者八段巅峰 你们俩这段时间 先熟悉熟悉军中生活 一周后等成员到齐 我会主动接一个军区任务 给你们两个练手 是 李扬眼神放光 渴望战斗 王宇言则是像双打的茄子 听到任务就满脸的痛苦 两人也算是两种极端 接下来的几天 李扬完全沉浸在训练室 一直磨砺刀法 直至将刀盒的第二重掌握后 才停下休息 该使用那瓶基因药剂了 军工榜第一的奖励 原本是S1级基因药剂 知晓李扬已是舞者六段后 高杨申请了S2级的基因药剂 李扬摇晃了一下小红瓶 这玩意是综合了 王级怪兽的血清凝练而成 放在外界一份S2级的基因药剂 最少五一华下壁 而且还是有价无事 想买都难 这瓶S2级基因药剂 适用于五者七段到五者九段 最多增加两万气血 这药剂内竟然富含了微光 洛莉塔忽然从传承空间冒了出来 他小手抓起基因药剂 放在眼前仔细检测后 小嘴张得很大 太浪费了 竟然把微光跟怪兽的血混在一起 简直是对微光的亵渎 真是糟蹋东西 李扬见洛莉塔这么大的反应 差一道 微光不也是提升气息吗 这二者有啥区别 不一样 纯正的微光可以提升星辰级 乃至星河级的气血 但掺杂这些怪兽血清后 就只对普通五者有效了 这不是浪费是什么 洛莉塔像个守财奴一样 一直蓄到人类的浪费 李扬却不这么想 人类之所以这么做 是有道理的 极少的微光 对星辰级的帮助并不大 这些强者 甘愿将微光分发下去 掺杂怪兽血清 给武者中的天才使用 洛莉塔看的只是个体 人类高层 看待的是一个文明的延续 格局差了 或者说 眼界不同吧 对了 你吸收怪兽血清就行 把微光提传出来 给星空巨兽吸收 可以缩短破壳时间 还有这种操作 洛莉塔骄傲道 当然了 星空巨兽的吞噬之法 傲视宇宙 你们人类那点科技算什么 星空巨兽吸收微光 不会营养不良吧 李扬有些担心 缩短个一两天 也没啥用 要是发育不良 那就倒大霉了 放心吧 微光蕴含的力量 是最纯粹的宇宙能量 为再多也没事 李扬听罢也放心下来 拔开瓶塞掌心贴在瓶口 开始提唇 王级怪兽的血清 气血雄厚 这么一小瓶 足足吸收了一分钟才吸收完 气血增加8764卡 当前气血64100卡 已突破五者七段 好 李扬面色一喜 原以为只吸收血清 提升不了多少气血 没想到还是突破了 提唇后 瓶子内剩下一丝绿色微光 飘荡在瓶子里 跟线头差不多大 这点微光 能缩短几天 洛丽塔拿过瓶子 摸了摸尖尖的下巴 随意道 不清楚 我去试试 刷 李扬也一起进了传承空间 巨蛋摆放在中央 周围环绕着一股股黑色气浪 蛋内 孕育着一头恐怖巨兽 自从夺射 仅仅才过十天 但李扬已经可以生出一丝念头 进入蛋壳内 感受着孕育之力 好恐怖的力量 这才十天而已 孕育的气血 比我都要强大 李扬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蛋 洛丽塔扑腾的小翅膀 悬浮在旁边 伸手摸了摸巨兽蛋 一脸得意道 千倍基因 比很多特殊生命都要强大 自然不是人类能比你的 说完 他将微光倒在了蛋壳上 这一丝微光 接触到蛋壳时 就像是一滴水 滴在了沙漠中 没有一点动静 嗯 缩短了两天半 还算可以吧 洛丽塔这时有些心虚 如果李扬本尊 使用这一丝微光 最少增加一万气血 结果只是让星空巨兽 缩短两天半的孕育时间 才两天半 攻击下蛋 都不用这么长时间 李扬埋怨到 洛丽塔 你真坑 第41章 李扬的实力 一日 李扬休息了一天 给妹妹打了电话 还跟胖子聊了聊 算算时间 距离无考没几天了 只是这些 跟她没了关系 消息结束 一周的高强度训练 气血虽然没增加多少 但战斗技巧 跟舞者秘籍 都提升巨大 特别两大秘籍 刀河 第一重 已经圆满刀法增幅5倍 第二重还未彻底掌握 成功率很低 第三重还没开始修炼 石洞天 第一重圆满 可开启一颗洞天 增幅10倍肉身力量 不光增幅了力量 石洞天 还增幅了肉身防御 除了密集 她的基础发力增幅 也达到了5倍 夺射星空巨兽 本尊基因飙升到10倍 基础发力的上限 自然也被提升到了10倍 只是她现在气血 跟不上基因 没法达到极限发力而已 就算如此 现在她的力量增幅 最高可叠加到25倍 我施展刀和第二重 恐怕一刀 能有千万公斤 不知道测试器 扛不扛得住 李扬迫不及待地 打开力量测试器 调整呼吸 放松全身肌肉 将状态维持在巅峰 石洞天 第一重 身体白光浮现 整个人都沐浴在 淡淡的白色气流之中 在她的身后 更是出现了一颗耀眼的中子星 李扬的肉身 获得了10倍增幅 加上基础发力增幅的5倍 此时她的力量 来到了15倍 先试试全力 碰 碰 碰 拳影如流星一般 飞快地砸在了测试机上 连续数拳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108吨 9986吨 9923吨 1万吨 也就是说 她现在的拳力 就有上千万公斤 这还没用刀 如果用刀的话 可以再叠加 刀盒第二重增幅的10倍 力量提升的速度太快了 参加考核时 她操纵18柄引刃的拳力一击 才300多万公斤 转眼舞者的战力就达到了上万吨 再试试斩空刀的力量 枪 拔出斩空刀 接近1米4的刀刃 泛着淡淡光芒 第二重 流光 刷 刀影凝聚成光 化作一条光线 直中力量测试器 矿 刀刃劈在测试器上 发出一道清脆的响声 力量数字开始暴涨 基础发力5倍 石洞天增幅10倍 刀盒第二重增幅10倍 刀法发力增幅25倍 16587吨 这是他当前最强一刀 力量达到了16000多吨 可惜没有实物来测试这一刀的威力 但想来 斩断一栋大楼不是问题 前世的航母 10万吨 自己这点力量 也就数字吓人而已 实战的时候 爆一栋大楼估计都困难 调出面板 传承者 李扬 武者 七段 65870卡 基础增幅 五倍 精神念师 五段 5.20 念力增幅 五倍 传承等级 以冒号95100 外围弟子 目前有些偏科了 精神念师稍稍落后 念力也可以靠吞噬增加 只是无念力可吞 怪兽中念力强大的 都是王级怪兽顶尖存在 他目前的实力 对上巅峰的王级怪兽 必死无疑 算上精神念力 自己的战斗力 足以傲视武者九段 我现在精神念师五段 每把飞刀25万千克 最大操纵20柄引刃 也有5000吨左右的力量 搜搜 引刃环绕身边 锋利的刀片 可比拳头可怕得多 战斗中 武者主打近身战 引刃出其不意地去偷袭 就算是武者九段 也要中招 目前他自身的战力排行 第一是刀法 第二是肉身 第三是精神念力 以后面对外人 就用精神念力 遇到危险 再用刀 打对方的出其不意 制定好自己的战斗风格后 看了一眼日期 转眼过去了这么多天 也该去住地内转转了 换上军用休闲服 李扬离开了宿舍 呼呼 电梯刚刚开门 就听到仓库外面的风声 外界 黄沙漫天 真是不巧 想要出去溜达溜达的时候 遇到了这种天气 怪不得住地的宿舍都在地下 不说防怪兽 这天气也得防着呀 李扬放弃了出去的想法 准备回去继续练刀 转身来到电梯口等电梯 等电梯门打开 却遇到了熟人 陈大哥 你受伤了 李扬看向陈北风 目光惊讶道 前几天还好好的 现在陈北风手臂跟脖子上 都缠着绷带 走路也有些不利索 前几天出了一趟任务 受了点皮外伤 陈北风毫不在乎身上的伤势 听说李扬天天独自训练 没有在住地转过 便好心地当了导游 带着李扬去了住地中唯一的休闲场所 酒馆 一个只有男人的酒馆 装修风格就跟外面的狂杀一般 泛黄的灯光下 一切都显得暗淡 军队内有规定 舞者以下不许饮酒 李扬跟陈北风 一个舞者七段 一个舞者八段 这点酒精 若是愿意 随时可以用气血消耗掉 两人找了个空位坐下 两杯酒下肚闲聊了起来 李扬也顺势问起了对方身上的伤势 陈北风举起手笔划了一下 笑道 这在荒野区都不叫伤 断臂 短腿 那才叫伤 跟那些躺进烈士林园的相比 我这点伤就更不算什么了 说完 又是一大杯酒烈酒惯下 面色也微微红润了起来 对了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 遇到了你们屠龙小队的副队长 估计你的任务命令 很快就要下来了 李扬面色一喜 总算要来了 枯燥的训练 就是为了迎接更强的挑战 见他这么兴奋 陈北风提醒道 你千万别觉得 考核时在C26县城大杀四方 就以为荒野区没危险了 C26区域 只是荒野区的一角 真正威胁的是那些A开头的荒野区 比如 我这次去的A380区域 那是一座峡谷 里面隐藏着不知道多少王级怪兽 就算五神进去都有可能陨落 这还是三星战神小队的任务 就如此危险了 如果是屠龙战队呢 那可是五星战队 有着两名员能及领队 接的任务 难度会更大 聊至深夜 两人晃晃悠悠地 各自回了宿舍 久经麻痹的 不单单是紧张的肌肉 还要亢奋的情绪 滴滴 刚回到宿舍 定位手表就收到了高阳的信息 通知他 马上到指挥部集合 有突发任务 第42章 飓风营救 收到信息 李扬瞬间醒酒 微微握拳 体内汹涌的气血 瞬间将酒精蒸发 整个人都清醒了过来 换上作战服 带上一切战斗装备 顶着黄沙 跑向了指挥室 晚上8点10分左右 他走进了指挥部 这里有不少后勤人员 正对着雷达屏幕 观测着周边的情况 还有一些人 更是在传递一些荒野区的消息 帮助某个战神小队脱困 李扬少尉 军团长已经在二楼等您了 值班的后勤人员 客气地带李扬去了二楼 这是独属于屠龙小队的休息室 此时房间内站着两男两女 王宇言跟没睡醒一样 站在窗边 趴在玻璃上往外看 剩下的三人 按照高扬发给他的成员信息 可以依次认出本人 你好小弟弟 我是屠龙战队的副队长 以后叫我还姐就行 他说完还冲着李扬眨了眨眼 旁边两名如同铁塔一般的魁梧男人 也朝着李扬点头打招呼 毕竟听说了李扬的夸张战绩后 没人敢小看他 其中一名光头男子 调侃道 李扬 你可别被副队长的外貌给骗了 他今年都快四十了 叫海阿姨就行 要尊重老年人 李扬只是淡淡一笑 他可不敢乱叫 不过周海妹的外貌 的确看不出是四十岁 一双桃花眼明媚动人 脸蛋上的皮肤光滑紧视 跟小姑娘没什么区别 硬要说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他的身材 战甲包裹的热辣身材 圆润中带着饱满 比小姑娘有韵味多了 简单跟众人打了个招呼 互相就算认识了 刚刚开口调侃的光头大汉外号战锤 无辙九段 人如外号 用的武器就是一柄战锤 沉默不语的那位外号铁衫 也视人如其名 魁梧的像一座铁衫 背后挂着一根三棱军刺 就像他的面容一样冰冷 我们先等一会 队长再接电话 马上就来 嗯 李扬点了点头 周海妹笑意更浓了 无嘴轻笑道 小弟弟真听话 开玩笑 自己刚刚加入战队 都是老前辈能不听话吗 倒是王语言 往窗前的玻璃下一蹲 双手拖着下巴 不知道在看什么 等了没一会 队长高阳 快速从楼上走了下来 先上战机 一会再告诉你们任务 高阳面色冷俊 显然这次的突发任务很棘手 一行六人快速下楼 登上了北龙军 唯一的一架智能战机 就是前几天 营救李扬的那架战机 听说这玩意 是队长用两头王级怪兽 找军区换的 智能战机不需要驾驶员 速度跟防御也极强 价格自然也高得离谱 放在外界 最少要150亿华下必起步 战机起飞 逆风前行 这次任务来得很突然 还有两名队员在基地市养伤 所以就由我们六人来完成吧 高阳扫了一眼众人 没人说话 目光都盯着他 我先来说一下任务内容 十分钟前 军区那边发来急报 魔渡一支科研队 被困在荒野区的A180区域 李扬听得仔细 魔渡那边的 一支研究基因的科研队 前往荒野区 搜寻一种极为罕见的怪兽 名为月狐 结果在A180区域 遇到了兽巢 如今被围困在一片废弃大楼内 负责保护这些专家的舞者 来自昆仑舞馆 原本这件事情 需要舞馆自己去营救 但还没等舞馆召集人手 就跟这对专家失去了联系 魔渡的研究院坐不住了 直接求助岭南军区 毕竟从舞馆调遣人手太慢了 负责科研队安全的舞馆战队 是什么配置 周海妹一改轻浮 语气也变得极为认真 两个舞者九段 四个舞者八段 这配置已经算很高了 A180区域是一座废弃的地级室 跟山川河流相比 聚集的怪兽并不多 按理说 有两名舞者九段 就算遇到兽群围攻 想要突围出去也不难 更何况这种队伍 配备的定位手表 绝对顶级 怎么会断了联系 恐怕他们是 遇到了某种特殊怪兽 战锤的目光微微低沉 似乎想到了曾经的事情 人类还分舞者跟精神念师 怪兽中一样有特别的存在 拥有独特的干扰能力 只是数量稀少 一旦发现都会派强者去斩杀 如果真让他们遇到 可就麻烦了 先不说这个 我们的任务是搜救 实现48小时 现在我布置任务 都打开自己的定位系统 搜救范围我现在发给你们 战锤 你跟铁山一组 去A区搜索 阿妹 你跟李扬一组 去B区搜索 王语言跟我一起 去C区搜索 记住 这次任务不是猎杀怪兽 不可恋战 只负责搜寻 众人齐刷刷地点头 答道 是 老规矩 给行动取个代号吧 高扬布置完任务 语气也缓了下来 行动代号 也算是老传统了 也同时方便任务结束后 让高扬写行动报告 我们顶着狂风去救人 不如就叫飓风行动吧 李扬见其他人苦想 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众人听罢 纷纷竖起大拇指 好 就叫飓风行动 问 战机穿梭在飓风之中 行驶了半个小时后 屠龙小队到达了指定地点 距离地面800米左右 小队6名成员 开始跳降 最先下去的是 铁山跟战锤两人 他们两个绝对是狠人 举着个盾牌就跳了下去 李扬 需要我再你一程吗 周海妹回头抛了个魅眼 御守一招 身后的背包 飞出四把短刀 冒着蓝光的短刀拼接一起 成了一把飞行滑板 念力即可催动 不用了海姐 我们下面见 李扬没有在他们面前 展示自己的影刃 直接从飞机上跳了下来 半空中 二十柄影刃 开始组建飞行滑板 在距离地面百米时 他的双脚稳稳地落在了 影刃组建成的飞行滑板上 夜晚九点多 天上没有月光 黑夜下的城市 也没有万家灯火 天地一片漆黑 有的只是怪兽们的低吼 以及风中残留的血腥味 刷 周海妹踩着飞行滑板 来到李扬身边 调侃道 你速度倒是挺快 等会可要跟紧我哦 说完身影一转 开始搜寻负责的区域 李扬看了一眼地面的怪兽 A3级怪兽 都快数不清了 安耐住杀戮的冲动 跟在周海妹屁股后面 开始搜寻科研队 第43章 起手一刀秒了 有什么好说的 她跟周海妹负责的区域 主要在东城一带 这里的王级怪兽最多 幸好都是走兽一类的王级怪兽 并不影响李扬跟周海妹的搜索进度 两人横穿各个大楼 却只能依靠肉眼寻找 海姐 这样搜索太慢了 不如分开搜吧 不行哦 队长可是交代过 要我好好保护你呢 周海妹撇嘴一笑 搜索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左右 整个东城区域都搜了个遍 两人停靠在一座废弃大楼的顶层休息 嗯 李扬转头朝着主城方向看了过去 那边似乎传来了一些动静 耳脉中顿时传来求援声 我跟老铁这边遇到了紧急情况 需要支援 求援来自战锤跟铁山二人 这两位可都是五折九段 我这边也脱不开身 阿妹你带李扬过去帮战锤他们结尾 队长高扬那边的情况也有些不对劲 地面搜索的四人 搜着搜着就被怪兽给围住了 我们马上过去 周海妹跟李扬同时回答 两人放开速度朝着战锤的位置飞去 单纯地赶路 十分钟不到两人就到了主城区 看到他们了 李扬目光看向远处地面的一条胡同 两头七八米高的怪兽堵住了出口 数不清的怪兽从楼上跳下来攻击铁山跟战锤 这些怪兽如同雨点一般从半空跳下 弱点的怪兽直接摔了个半死 以至于地面上堆积了两三米高的尸体 一条街的怪兽血肉 他看得双眼放光 撑住 我们到了 周海妹说完就杀了过去 总算要杀戮了 李扬俯冲向下 六柄引刃从飞行滑板上脱落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暴射而出 两头A4级怪兽 都没发现他的身影就被引刃斩杀 可惜有人在 他不敢吞噬这些怪兽血肉 只能先去救人 好在智能手表可以捕捉到击杀怪兽的画面 军功哗啦啦地飞涨 清理了一下拥挤的小怪 李扬将目光放在了堵着路口的A1级怪兽 那是一头八米高的银山魔猿 魔猿的气血爆棚 力量更是恐怖如斯 见他杀了过来 银山魔猿双手砸着胸口 冲着李扬幕吼一声 豪横的魔猿 随手从墙上抠下一块广告牌 就朝着李扬砸了过去 小心 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战锤大喝一声 顿时引起铁山跟周海妹的注意 距离比较近的铁山 更是不顾还在战斗的怪兽 直接朝着李扬冲来 先前他跟巨山魔猿交手 都占不了任何便宜 更何况是五者七段的李扬 最远处的周海妹也是心底意境 想要前往救援 却已经来不及了 哼 李扬心无旁救 眼中只有这头巨山魔猿 残破的广告牌砸来 他却没有躲开的意思 梁炳影任飞速旋转 瞬间将广告牌切割成了两截 破开广告牌 直面迎山魔猿 他趁机拔刀 枪 刀光浮现 刀和第二重 流光 刷 一刀斩下 流光在夜空中留下一道痕迹 这光芒久久不散 扑痴 身躯庞大的巨山魔猿 好似被定格在了原地 单下一刻他庞大的身躯 变成了两截 崩塌在血海之中 冲来的铁山 举着三菱君刺 目光有些不知所措 刚刚的刀光 太惊艳了 就连周海妹也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舞者七段新人 实战刀和第二重 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烈的刀光 竟能久久不散 这是刀翼 周海妹眼睛一亮 毕竟也是原能级的强者 当场发现了李扬物 拖了一丝刀翼 有王级怪兽靠近 马上离开这里 李扬顾不得这些 连忙提醒众人赶紧撤 探测器中 危险系数不断攀登 这绝不是一头王级怪兽 很可能是树头王级怪兽包过来了 他跟周海妹 一人拉着一个将铁杉跟战锤带向空中 一口气飞出三四十公里后 才停了下来 这座大桥两边都断了 怪兽过不来 就先暂时在这休息吧 将人放下后 李扬开始给战锤 还有铁杉包扎伤口 他们两个受伤不轻 一个后背后被划来的大口子 雪咕噜噜的往外涌 看得触目惊心 没什么经验的李扬 只能用绷带 尽力将伤口扎进 铁杉不愧是硬汉 愣是没叫出一声 旁边的战锤也好不到哪去 一条手臂几乎废了 战斗的时候 两人没表现出来 此时脱离了战斗 他们的气血跟神色都在急速下降 已经没多大的战斗力了 智能战机马上就到 李扬你等会带着铁杉跟战锤先上飞机 我现在去帮队长解围 周海妹交代了一声 便朝着西城飞去 他现在对李扬的战力绝对放心 一味悟出刀意的存在 虽不是原能武神 却胜似武神 队长那边的情况同样不好 遇到了三头王级怪兽 被堵在了一栋大楼内 原本生龙活虎的六人小队 此时完全陷入了被动 真是倒霉 以前来A180区域 也没这别去啊 战锤狠狠朝着地面砸了一拳 心中极为郁闷 平常来这片区域闯荡的武者 大部分都是武者七段或者八段 偶尔也会有些武神前来猎杀王级怪兽 城内的怪兽 也没今天这么密集 更不会出现三头王级怪兽 围攻武者的案例 有古怪 联想到失联的科研队 李扬嗅到了阴谋的气息 洛丽塔更是在空气中检测到了 令所有武者都眼热的微光气息 洛丽塔 你能找到具体的位置吗 听到有微光 他就不想走了 这玩意 星空巨兽随便吸收 可以加速缩短孕育时间 具体位置不好确定 大概在主城区方向 你带我过去多检测几次 应该就能找到源头 现在去 李扬回头看了一眼伤员 现在去太TM出声了 智能战机马上到 不差这一回 十分钟后 战机在空中盘旋 打开了舱门 李扬拖着两人上了智能战机 利用上面的医疗系统 稳住了两人的伤势 锤哥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 队长那边 或许需要我的帮忙 小心点 战锤嘱托一声 并未劝说 自从看到李扬那一刀后 他就不再将李扬当作新人 其实李扬那一刀 主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易 巨山魔猿 媲美巅峰五折九段 血统还高 估计全力一拳 也有上万吨的力量 只可惜 防御太弱了 才被他一刀秒掉 哇 战机升空 李扬没了负担 转身朝着主城区而去 先前留下的怪兽血肉 他馋很久了 先去吞噬掉再说 第四十四章 我以叛国的罪名 宣判你死刑 吞噬成功 气血增加32,987卡 当前气血10万卡 哇 李扬站在一栋废弃大楼的窗前 看了一眼地面的枯骨 满意地吐出一口浊气 将整条街的怪兽血肉吞了得干净 才增加了三万多卡气血 有点少了 那些尸体中 有一头A1级巨山魔猿 树头A2级怪兽 以及数不清的A3 A4级怪兽 结果就加了这么点 果然 气血越强 吞噬的怪兽血肉要求也越高 李扬转身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他得抓紧时间 寻找微光的源头了 顺便再找找科研队 洛丽塔 还没确定源头吗 他在主城区 绕了一大圈 再找不到源头 等下队长他们脱困 就要招他回去了 别着急 你再往前走走 李扬放慢速度 脚踏飞行滑板 缓慢地穿梭在街道上空 下方的怪兽 却一个个亢奋 就算没有人类舞者 也会互相攻击 这是被微光的气息 调动了体内的暴躁情绪 能掌控微光 乃至操纵微光的 只有人类 这背后 肯定有人搞鬼 等等 找到了吗 李扬眼神一亮 期待着 洛丽塔晃了晃脑袋 摸了摸下巴说道 我发现了你们人类的气息 而且 这个人跟你仇 或许微光跟他们有关 人类 还跟自己有仇 李扬一时间没想起是谁 探测器开启 他亲自探测了一下 事无者 气息来自前方 一栋保存完善的大楼 大楼顶层的阁楼内 此时聚集了三名舞者 他们的实力很一般 其中两名中年人 只是舞者四段 还有一位输着中分头的 油腻青年 则是舞者六段 油腻青年 此时正在调试一个圆形小球 球面通体绿色 散发着淡淡微光 无形无色 却能激荡出一缕缕的声波 川岛先生 这装置太强了 竟然能引导怪兽 去攻击军方的舞者 如果这个装置研发成功 重建极东大斗 指日可待啊 说话的两人正是跟李扬 有过节的陈家两兄弟 川岛太一 腰间跨着太刀 眼睛一直盯着绿色小球 目光中充满了野心 自蓝星开启进化纪元后 极东岛国覆灭 他的族人颠沛流离 受尽了白眼 如今 想要翻身最大的依仗 不是五大国 而是让五大国 都要被动防守的怪兽 陈桑 这里面也有 你们一份功劳 等这次回到欧罗巴 我会向北渊大人上报 奖励你们一份S级基因药剂 川岛太一 还不忘给这两个狗腿子 花大饼 陈太听到S级基因药剂 心底狂喜 言语也更加谄媚起来 窗外 一道人影贴着墙 将陈家两兄弟 跟川岛太一谈话 尽收而底 怪不得找不到威光的源头 原来是因为磨合的缘故 磨合是什么 洛丽塔淡然道 是一种很低级的科技武器 可以通过释放威光 集体净化普通人 也可以影响低阶舞者或怪兽 原来如此 李扬瞬间明白了 外面那些怪兽发颠 就是因为这颗磨合球 这么说 科研队失联 也是这三人搞的鬼 但这三人的实力太弱了 根本操不起这么大的盘 背后肯定还有人 不管了 先拿下这三人再说 弯 强大的精神念力 瞬间爆发 阁楼内的三人 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李扬的念力 震慑得动弹不得 他不急不慢地走进阁楼 眼神中透着一股沙 啪 手指一弹 三人才从惊恐中反应过来 川岛太医面色大变 瞬间将手放在刀柄上 目光警惕地望着 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陈家两兄弟也被吓了一大跳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并没有认出是李扬 毕竟他们只是看过 李扬在学校的照片 虽然只间隔了半个月 可这些天李扬的变化太大了 将军 川岛太医想求援 却发现通讯手表 已经没了信号 别叫了 你们的通讯设备 已经被我屏蔽 他当然不会傻乎乎地冲进来 为了不打草惊蛇 进来前就让洛丽塔 屏蔽了他们的通讯装备 现在这三人 就只能认他宰割 阁下应该是军方的人吧 川岛太医见李扬 没有回答的意思 直接报价道 阁下只要不为难我们 我愿献上五十亿华下壁 五十亿华下壁 李扬眼神中有着不屑 他对钱不感兴趣 倒是对刚刚川岛太医口中的将军 很感兴趣 这人绝对离这里不远 很可能就在附近 就是不知道实力如何 陈泰 我给你一个机会 把这小日子的背景全部告诉我 还有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李扬通过洛丽塔 知晓了陈泰两兄弟的身份 此时看向两人 蛊惑道 看在你们是华下人的身份上 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 此话一出 陈家两兄弟都没有坚持一下 直接就把川岛太医给卖了 旁边的川岛太医 恨不得抽刀砍了陈泰 可惜被李扬的精神念力 压得气都喘不上 更别说动手了 听完陈泰的述说 李扬算明白了过来 这附近有一座 极东岛国人建立的实验室 里面在研究一种 控制怪兽的武器 也就是磨合 科研队也是他们搞的鬼 至于实验室内有多少强者 陈泰两兄弟 根本接触不到这种内幕 他们甚至都不清楚 自己在哪 进出实验室 也被蒙着眼睛 这两人 最多算是狗腿子 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前辈 知道的我都说了 求您高抬贵手 李扬没有搭理他 转头看向了川岛太医 有用的信息太少了 这个小鬼子 肯定知道的更多 但对方的眼神 异常决绝 巴嘎 川岛太医 用尽全身力气怒骂一声 眼睛更是死死地盯着李扬 丧家知犬罢了 真以为靠这些玩意 就能复兴极东小岛 李扬冷笑一声 毛子中有着不屑 单手吸起地上一块石子 念力催动石子 瞬间加速 爆射而出 碰 川岛太医的脑袋 直接被射穿 当场倒下断了气息 看到这一幕 陈家兄弟 吓得双腿发软 直接跪地求饶 李扬视若罢闻 轻轻拔出背后的斩空刀 明晃晃的刀刃 如同清晨时分 东方泛起的鱼堵白 我以叛国的罪名 宣判你们死刑 执行人 北龙军 李扬 第四十五章 在我面前 你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李扬 听到这个名字 陈太瞪大了双眼 脑海中 炸起一道惊雷 他怎么也没想到 半个月前 还能轻易拿捏的高三学生 怎么转眼就变成了 宣判他们死刑的刽子手了 绝望很短暂 李扬手起刀落 光芒惊现 两颗圆滚滚的头颅 滚落地面 撒碎 他催了一口 自从夺射了星空巨兽 体内的杀戮 一直在高涨 此刻也算是得到了 一些小小的释放 抬脚踩碎 两只驱虫的脑袋后 他才转头 看向那颗绿色圆球 磨合 常见于御兽的初等文明星球 凭借这玩意 可以驱动亿万兽巢 供自己使用 但消耗品是微光 土著星球 根本玩不起 是要劈开吞噬内部的微光吗 李扬尝试吞噬 却发现 无法吸收内部的微光 如果可以 他不介意毁掉这个 让急动人狂热的宝物 这种小伎俩 按照洛莉塔的话说 就是弱者才玩的东西 等他郁郁出星空巨兽 就算全球怪兽一起来 都不够他打 自然不需要磨合 这种辅佐类的宝物 就算毁掉也不可惜 你劈不开 磨合用的材料 是C级金属 星合级来了 都很难破开 先收起来 我能破解上面的密文 洛莉塔口中的C级金属 是按照宇宙标准 所衡量的金属 可不是蓝星上的 那些普通金属 所能比拟的 听到洛莉塔的解释 他也只好先收了磨合 当前最重要的 还是寻找那座实验室 这时 队长高阳那边 传来了好消息 他们已经脱困 但受伤严重 需要马上撤离 实验室应该离这里不远 现在走 李扬星底有些犹豫 实验室内 可能还有更多的微光 就这么走了 或者汇报上去 多少有些不甘心 这是他们的任务 也是他们的机缘 他顿了片刻 将这件事情 婉转地告诉了队长 不过他隐瞒了 急动人跟磨合的事情 只是说 发现了科研队的痕迹 很有可能就在附近 听到这个情况 高阳也不好再叫他回去 军令如山 哪怕小队就剩下一人 一旦有了线索 那就要继续搜索下去 李扬 你只需要搜索12小时 12小时后 武馆的人会来接手 到时候 我会派人来接你回住地 记住不可逞强 耳脉中高阳嘱咐他 一切小心后 才挂断通讯 听到只有12个小时的时间 李扬也不敢再耽搁 同时也变得更加谨慎 荒野区 最大的敌人 不是怪兽 而是同类 洛丽塔 继续检测空气 必须赶在武馆前面 找到那座实验室 那就别在城区里转悠了 城区内的微光气息 都来自刚刚的那棵磨合 我猜那座实验室 应该在城外 实验室大概率在城外的郊区 只是具体位置不明 需要慢慢找 李扬踏着飞行滑板 朝着郊外飞去 A180区域的外围 大多是森林 唯一不同的便是 西城外有一座大坝 大坝后方是一座水库 蓄水极身影了 一大批怪兽驻扎在此 此地的怪兽密度 比城区内高了数倍 就像是一座兽巢 小心点 我刚刚检测到周围的空气中 有着一股污者气息 就是不确定位置 洛丽塔的声音 在脑海中响起 李扬目光一闪 舞者的气息 在荒野区 遇到舞者的概率很低 当然也有 可能是巧合 但他不会去赌 对方是路过的好人 凭住呼吸 李扬隐藏在一颗 高耸入云的巨树上 用目光寻视着周围的动静 大坝两边 灌木丛生 参天巨木遮盖了清晨的阳光 林子内只有几缕 偷偷溜进来的光束 水面却是不同 完全沐浴在阳光中 显得波光凌凌 偶尔有腐朽的枯木飘过 引得水下的鱼儿 跃跃欲试 哗 一条两米多长 满嘴尖牙的食人鱼 跃出水面 张起血盆大口 咬碎了浮动的枯木 食人鱼在半空摇晃了一下 带着毒池的鱼尾 又一头扎进了水面 水底 叼着破碎浮沫的食人鱼 还没游出多远 忽然被一道气波 震得浑身鳞甲脱落 游荡在水底的弱小鱼类 更是被这道气浪 震得血肉崩碎 但在湖面 并未发现任何的异常 那些碎裂的鱼肉 很快吸引了 其他鱼类疯狂抢食 只是片刻 水底就恢复了平静 咕噜噜 气泡上浮 水底深处 忽然多出一道人影 正舞动双腿 迅速朝着水面疯狂游动 扑通 人影跃出水面后 竟能稳稳站在水面上不下沉 水滴顺着他有黑的脸颊流下 在他的脸上 还戴着半截黑色面具 显得极为神秘 面具男人环视周围一眼 随即依靠双腿的强大爆发力 踩着水面朝岸边奔去 总算让我蹲守到了 躲藏在树叉上的李扬 面色一喜 只等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让他守到人了 而且他敢确定 那位戴着面具的男人 绝对是极东人 因为那人光秃秃的脑门后面 还扎着小辫子 这种丑陋的发型 也只有极东人会用 别着急 先跟上他 等走远点再动手 咧嘴笑的时候 尖锐的虎牙闪闪发光 还真像一只小恶魔 什么坏招 他都能想出来 但李扬很喜欢这样的洛丽塔 待那人上岸后 他升到千米高空 开始尾随 看对方的路线 是准备去主城区 大概率是 实验室联系不到川岛太医 派面具男前去主城区查看 俯瞰下方那道身影 李扬嘴角微微上扬 五者八段 看来实验室内 藏着不少高手 可惜 又要捡去一个了 跟了百来公里 是时候动手了 嗖 他俯身朝着那人冲去 气息大开 破空声响起 这种动静 自然引起了面具男人的注意 脑门光秃秃的面具人 连忙抬头望向天空 只见一道白光 已静在眼前 跪下 李扬嘻喝一声 从天而降的一拳 泛着淡淡白光 重重砸在那人光秃秃的脑门上 咔嚓 头骨破裂声响起 那名戴着面具的极东人 只觉眼前一黑 膝盖不听使欢的 就跪了下来 李扬收拳轻飘飘地落在那人身前 摸了摸自己的拳头 自语道 是个好头 这一拳 他用了三成力量 并没有下死手 人要死了 还怎么打听实验室的情况 见对方逐渐清醒 李扬了当道 说 实验室的具体位置在哪 是你抢走了磨合 面具男人看到李扬后 眼神中竟没有恐惧 反而有着汹涌的杀意 一副硬骨头的样子 聪明 李扬点了点头 既然对方猜到了 也省得自己解释了 现在我给你个机会 说出实验室的位置 还有你们的人员配置 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 说完 他抬起手 薄如蝉翼的影刃 悬浮在手心 他就不信了 急动人的骨头都这么硬 华夏人 你不知道 我们急动人从不投降吗 说完 面具男人竟然要抽刀自裁 李扬自然不会让对方得逞 啪 刚刚抽出的短刀 瞬间被影刃挑飞 在我面前 你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李扬双眸散发着暗金色的光芒 来自星空巨兽基因的杀戮欲望 正在高涨 第四十六章 我将终结你们的美梦 你想死 我偏偏就不让你死 李扬语气冰冷 他翻手 取出一根绳子 套在了对方的脖子上 绳子的另一边 缠绕在树叉上 稍微一用力 就将对方掉在了半空 既然骨头硬 那就看看周围的怪兽 能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但对方的四肢 看起来太不协调了 需要稍稍地修剪一番 搜搜 六柄影刃 盘旋在面具男人周围 黑色电弧闪烁 薄如蝉翼的影刃 轻易地就将对方的战衣分割 连同被割下的 还有他的四肢 整齐的伤口 以至于让对方 都没能感受到疼痛 四肢就脱离了身体 你你杀了我也没用 终有一天 你们华下的基地势 也会破灭 你也会有这一天 只剩下嘴能动弹的面具男人 依然在嘴硬 妄图使用言语刺激 让李扬给他一个了断 可惜 这种激将法太低级了 李扬根本不在乎 手指放在嘴边 冲着天空吹了一个哨子 加上此地的血腥味 很快就吸引了大群突鹫 盘旋在周围 A4级怪兽 烂嘴突鹫 这种怪兽的口腔中 会渗出一种腐蚀毒液 被咬伤一口 沾染这种毒液的伤口 极难愈合 不得到救治 哪怕是舞者八段 都扛不过一天 李扬悬浮半空 望着面具男人冷漠道 你以为不说 我就找不到吗 那座水库不大 进去搜查 最多浪费一些时间罢了 主要还是想知道 里面有多少激东强者 虽然这个岛国很早就覆灭了 但还残留着几十万人 寄生在各大国 其中步伐有五神存在 这次激东人玩这么大 妄图征服全世界 那这座实验室 肯定是激东人最看重的地方 守备的强者 绝不在少数 哼 你找到了又如何 面具男人恶毒道 你进去必死 用不了多久 我们激东人 就会夺走你们的基地市 抢走你们的一切 那我将终结你们美梦 So 李扬升至半空 不再跟对方废话 悬浮片刻 剑烂嘴突就 一口一口地啃食那名激东人后 他才满意地离开 这一次 他直接朝着大坝去 同时还让洛丽塔 准备了一封定时邮件 真要出了意外 那就将这事情上报军方 如果自己能解决 那就直接绑着人 回军区领功 只是 片刻他就到了大坝上空 扑通 他静止冲向水库 一头扎进了幽深的水底 哗啦啦 水流顺着身边飞速流动 李扬如同一柄利剑 飞速降临到了水底 站在水底的青石上 他目光扫视周围的景象 开始让洛丽塔 检测周围的气息 暗淡的水底视线很差 散落的青石堆积在一起 里面藏着不少弱小的鱼类怪兽 那些身躯庞大的水底巨兽 则是盘旋在上方 好在水底怪兽 几乎都没见过人类 加上李扬屏蔽了气息 并未遇到什么麻烦 西北方向 有刚刚那人残留下来的气息 位置靠近大坝 洛丽塔指挥道 李扬听坝 踩着影刃组件的飞行滑板 朝着大坝游去 凭借双眼的洞察力 哪怕视线暗淡 他也能看到 前方雄伟的大坝底座 水泥墙面 布满了青色绿植 莫非实验室在大坝里面 他心底按道一声 并未直接靠近大坝 直到洛丽塔说 没有检测到有电子监控设备后 才小心翼翼地飞向大坝 靠近大坝 才发现底部有很多缝隙 其中一道较大的缝隙 甚至可以过人 急动人留下的气息 到了缝隙口就断了 李扬只好抹黑进去 扶着裂缝的墙壁 开始一点点地往里探索 检测不到空气 只能用探测器 探测百米内的动静 只要有人出现 或者微光的气息 都能被捕捉到 可越往前走 缝隙越小 探测器也检测不到任何东西 难不成不在这儿 前面的缝隙已经过不去了 他顿足原地 后面也没什么异常的地方 地下是坚硬的混凝土 那么 只有上面了 踏踏抬抬头望向头顶 约莫一百多米那么高 飞行滑板开始上浮 不甘心的李扬 准备再搜一下上面的缝隙 结果上浮了差不多一百多米后 竟然出了水面 不可能 水库一千多米深 这才一百多米 怎么就到水面了 李扬心底惊呼一声 抬头才发现 这是大坝内部的水洞天 头顶不是天空 而是裂开后的大坝底座 水从这其他缝隙溜了出去 导致条缝隙的水位降低了 洛丽塔这时惊喜道 我检测到了特殊金属 距离你正前方40米左右 特殊金属 其实就是进化纪元后的合成金属 而这座大坝 修建于进化纪元前 怎么会有特殊金属 只有一个答案 实验室就在前方 它飞速靠近 果然在一个拐角 发现了一扇青铜大门 高约磨3米左右 宽也有2米 大门所采用的金属 应该跟它的A1作战符差不多 光是看表面 就十分厚重 洛丽塔 你能破开吗 站在青门口 他现在也不在乎被发现了 当下是如何破开这扇门的问题 洛丽塔叹息道 李扬 你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 如果你们人类的科技 如果算星辰级 那我就是永恒的存在 他刚说完 大门咔嚓一声就打开了 只要大门富含电子科技 洛丽塔就能轻松打开 李扬瞬间戒备 六兵引刃开道 将大门推开 望向了内部 里面的空间 有篮球场那么大 中间还摆放着一尊雕像 雕刻的是一个人跪在地上 前面还摆着一把短刀 靠 除了自裁 他们就没别的 可纪念的吗 李扬心底吐槽一声 见没有人 也没探测出来啥危险 就堂而皇之地走了进去 进去之后 才发现两边的墙壁上 还有镌刻着鞠躬的壁画 很符合小日子的文化 看来这里就是 那座隐藏的实验室了 叮 检测到异常气血 咔咔咔 那座立于中间的雕像开始下沉 地面打开了一个裂缝 雕像进入地底 紧接着 一头散发着绿光的青面螳螂 从里面跳了出来 这是A1级怪兽 青面刀狼 第47章 这是你的极限 却是我的起点 千岛博士 为何不让我去杀了那个华夏军人 隐藏在地下深处的实验室内 一高一矮的两人 看着监控画面里的打斗 面色都不太好看 一个小喽啰而已 青面刀狼 可以轻易杀死他 矮个子语气淡然 也带着些许无奈 说话的矮个胖子 并不是舞者 身上气息很淡 只是一名普通人 旁边的高歌舞神听后 却是唯命适从 丝毫不敢反驳 甚至弯下身 主动检讨道 对不起千岛博士 这次是我疏忽了 没能守护好实验室的秘密 竟然被这该死的华夏人闯了进来 矮个胖子 名叫千岛真雄 在极东人眼中地位极高 他乃是极东岛国最伟大的生物学家 就连岛国那位圣主见到他 都要客客气气 因为这座关乎极东岛复兴的实验室 就出自他的手笔 可惜现在被发现了 如果再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或许就能成事 东西都还在 我们还没说呢 最多是计划延期而已 千岛真雄强挤出一丝笑意 接着说道 山本将军 你去将实验品 还有那个基因专家 都送到飞船上 等杀了那名华夏军人 我们就撤 嗨 山本低头喊道 实验室被发现了 他们只能顿走 毕竟 这里是华夏的势力范围 计划没成功前 他们在华夏军方面前 连虫子都算不上 实验室第一层 李扬正操纵影刃 细耍着眼前的青面刀狼 二十把影刃 每一把的力量 都有二十五万千克 关键还是够锋利 青面刀狼被耍得团团转 对李扬没有一点威胁 该送你上路了 简单试探了一下 李扬便不再留守 开始动用杀招 密集增幅 石洞天大开 仅靠增幅肉身的力量 他就能宰了这头青面刀狼 洛丽塔提醒过 这四周都是监控器 但他没有让洛丽塔 屏蔽这些监控器 人都进来了 也不怕被对方看 就算看到他的战斗画面 也看不出他的真实战力 比如现在用石洞天 这增幅后的一拳 他们看得懂吗 哄 被引刃困住的青面刀狼 来不及阻拦 这一拳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对方三角形的脑袋上 螳螂的头颅瞬间爆裂开来 绿色枝叶建设一地 恐怖的力量 连周围的空气都被震退了 墙壁也发出碎裂的声音 一拳结束战斗 李扬抬头看向隐藏着的针孔摄像头 挑衅道 我知道你们在看着我 别着急 很快就轮到你们了 画面传递到地下实验室 望着嚣张的李扬 迁倒真雄怒了 自己耗费无尽心血 打造的实验室 还有启动后的魔盒 都被眼前这个年轻人给夺走了 他怎么能不气 启动十八分之十七号 将这个华夏小子送进第二层 我要他死 迁倒真雄说完 按下了一个开关 画面中 李扬身前打开了一道裂缝 没想到还真激怒了对方 李扬嘴角上扬 先是让洛莉塔探测了一番 免得被偷袭 并未发现隐藏的气息后 他才跳了进去 啪 刚刚进入第二层 四周的灯光顿时亮了起来 第二层的布局 跟第一次没什么区别 只是墙壁上没了壁画 而是多出了一些怪兽标本 等级不一 怎么 你们是想要用这些标本阻拦我吗 李扬环顾四周耸了耸间 等待着急动人出现 片刻后 地下再次裂出一道缝隙 两头眼睛冲斜的顺影暴 从地下跳了上来 等这两头怪兽跳上来后 裂缝又缓缓合了上去 两头高大的顺影暴 都是A1级别中最顶尖的怪兽 特别是速度 已经不亚于王级 每秒可达500米 但跟李扬相比 还是差了不少 有点意思 还是怪兽 他活动了一下脖子 后脚跟稍稍用力 整个人就弹射了出去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向了顺影暴 速度之快 都没能让这两头怪兽反应过来 石洞天 第一重 在此刻已达到圆满之境 肉身 力量 增幅十倍 全身沐浴在白光之中 背后更是出现 一颗微型中子星 难道 你们急动人除了畜生 就没别的吗 李扬怒吓一声 连出竖拳 狠狠地打在了顺影暴的脖梗 我 顺影暴被打得头晕 另一头想要帮忙 直接被李扬叫踹飞了出去 随后 拎起那头被打猛的顺影暴的尾巴 双手用力抡了个满园 直接丢了出去 被踹飞的那头顺影暴 刚刚爬起来 摇晃了一下脑袋 刚想要扑向李扬 就被迎面飞来的另一头顺影暴砸翻 太弱了 李扬揉了揉手腕 他现在气血十万 虽然还是五者七段 但配合石洞天 以及自己的基础发力 五者九段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两头顺影暴 在这么小的空间内 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速度 就更不是他的对手了 五 见他们又爬了起来 李扬眼神中的杀意见起 准备直接杀死这两头怪兽 可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这两头顺影暴的身躯 竟开始扭曲起来 或者说 是他们的骨骼正在扭曲 顺影暴的毛子直接裂开 体内的气血疯狂涌动 原本三米高的身躯 瞬间膨胀到了五米 气血也比原来强大了一倍 最关键的是 这两头顺影暴 竟然成了人形 这 这是变异了吗 李扬眉头微微一皱 探测器中的危险指数 在这一刻开始疯狂飙升 丁 变异顺影暴 战斗力已超过一千 武者九段极限 也才一千战斗力 变异后的顺影暴 竟然能超过人类武者极限 但 这不是李扬的极限 搜搜 一人两兽 在空气中高速移动 监控只能捕捉到他们的影子 砰砰砰 短暂的交手后 再次闪转腾挪 接着寻找出手的机会 单靠肉身 与这两头变异后的A1级怪兽战斗 竟能不相上下 可他还没拔刀呢 一旦使用刀法 搭配密集 刀和第二重流光的十倍增幅 他的战力 几乎还能再翻一倍 但这两头畜生 还不配让他拔刀 影刃 刷 二十柄影刃 分别环绕在李扬的双拳上 再次与顺影暴交手时 锋利的影刃 配合刚猛的拳力 直接搅碎了对方的骨头 李扬乘胜追击 配合影刃的远程攻击 很快就将两头顺影暴 逼在了墙角 死吧 影刃先行 全影随后 凶猛无比的进攻 压制的顺影暴疼不开身子 最终在痛苦与绝望中 被轰碎了身体 李扬 我屏蔽了监控 赶紧吸收掉这两头死暴子 他们身上有微光 第四十八章 李扬VS删本 丁 气血增加七万八千七百六十二卡 当前气血十八万卡 已突破至五者八段 突破了 两头A1级怪兽 竟然增加接近八万卡的气血 气血一举达到十八万卡 李扬惊了 关键 一次性吞噬这么多的气血 他的身体 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反而还越加稳固 强大的气血 瞬间凝聚全身 力量敢爆棚 如今 就算不使用 石洞天 仅凭基础发力 一拳就有上万吨的力量 这就是微光吗 太强了 李扬眼神中爆发出贪婪 转头看向地面 这次不等对方打开 他直接一拳将地面打出一个口子 紧接着进入了第三层 地下实验室 屏幕中 画面卡顿了一下 随后便看到 李扬打破地面 前往了第三层 怎么可能 这个华夏小子 竟然能击杀 十八分之十七号实验帖 千岛真雄瞪大了眼睛 随即回看李扬最后的战斗画面 将画面放大 他目光定格在了影刃上 薄如禅意的影刃 光芒绽放 锋利无比 竟然蕴含了符文 这是宇宙中的念力武器 千岛真雄先是一惊 随后大喜道 来人 马上通知武猎殿下 如果顺路的话 可以来一趟七百三十实验室 这里 有他梦寐以求的念力兵器 这可比东圣集团售卖的那些念力兵器加一起 都要强得多 千岛真雄大笑 这次实验室被迫转移 原以为损失惨重 没想到 还能白白得一件极品念力兵器 正好圣子武猎殿下就是精神念师 而且还是一位元能级的精神念师 吉东第一天骄 同时也是吉东圣主的长子 与此同时 距离此地一千五百里外的丛林中 一名穿着暗金色战甲的矮个青年 停下了脚步 念力兵器 他瞳孔收缩 脸上露出压抑不住的笑容 随即将手中盾牌狠狠甩向天空 双腿一蹬 整个人化作流光 冲向了被丢出去的盾牌 啪 矮个青年 稳稳落在盾牌上 双手背后朝着A180区域 急驰而去 恐怖的精神念力 操纵盾牌的飞行速度 突破了500米每秒 预计 13分24秒 抵达730实验室 第三层 李扬环顾四周 这里的空间 比第二层又大了一圈 而且墙壁上 还多出了一个黑漆漆的通道 他目光盯着通道 并未感受到什么危险气息 引刃悬浮在洞口 搜的一下摄像洞内 一股雄厚的气息 也从洞内怦然爆发 哼 黑漆漆的洞口 走出一位魁梧大汉 他穿着一身暗红色的战甲 手里还捏着 刚刚射进洞内的引刃 此人 正是坐镇730实验室的 最强武力 山本 能轻而易举的 击杀变异顺引爆 还拥有念力兵器 看来你的背景不简单啊 李扬看向来人 心想 总算是遇到活人了 他念力一动 先是将对方手中的 引刃收了回来 随后讥讽道 跟你们这些见不得人的老鼠相比 我的身份当然不简单 躲躲藏藏不敢见人 游走于五大国 地下的极东人 跟老鼠的确没什么两样 哈哈 伶牙利齿的小子 山本冷笑一声 拔出腰间的太刀 音狠道 可惜 你今天要死在我手上了 话音落下 山本化作一道血光 就朝着李扬冲了过来 他的速度 已经达到了每秒八百米 这是元力的增幅 元能武神才有的元力 杀我 你还不够资格 李扬一直维持着 石洞天的增幅 身体同样化作一道白光 冲向了山本化作的红光 一白 一红两道光影来回碰撞 每次碰撞所产生的冲击力 都足以震杀武者八段 地面跟墙壁 更是被冲击出弯曲的裂纹 小子 如果你就这点能耐 就准备好受死吧 山本停下身形 收刀入翘身上的元力 却开始生疼 山本沐浴在血红色的元力之中 双眸缓缓闭上 单手握着刀柄 似乎在蓄力 李扬站在一角 赤手空拳 身边围绕着影刃 武者精神念力双修 在此刻展现出了绝对优势 哪怕对方拥有元力增幅 依然拿他没有办法 这就是元力吗 望着山本不断上涨的气息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元力的恐怖 进化九阶 凝聚缘和 掌握元力 便是元能武神 进化后的武者 基因会增强 增强多少阴人而已 主要还是多出了元力 可以修炼更高层次的秘籍 力量自然也是翻倍的增长 而李扬 只是武者八段而已 虽然刚刚打得有来有回 但他能明显感受到 山本没有使用权力 哇 冲天的血气扩散开来 山本猛然睁开双目 怒喝道 这一刀 将会见证你的末日 哈 气势席卷而来 奔袭的瞬间 山本拔刀斩向李扬的脑袋 好快 李扬目光依然沉着 再快 也快不过他的面里 引刃瞬间竹成盾牌 拦在他的面前 碰 可惜念力太弱 组剑的盾牌瞬间被破开 二十柄引刃 被弹飞了出去 如果我有双手接住你的刀 阁下要如何应对 李扬面色如常 嘴角多出了一抹冷笑 他有 原神战甲 哇 如同流体一般的战甲 瞬间覆盖全身 包括双手 他还真就空手接下了这一刀 嗯 空手接白刃 山本愣住了 关键还真给李扬给接住了 这一刀 五万吨的冲击力 原神战甲 削弱百分之九十的冲击力 还有五千吨的力量 需要李扬自己扛住 看似只有五千吨 可李扬终究只是舞者八段 好在 石洞天 强化了肉身 才勉强接住了这一刀 李扬抓着刀刃 抬起双腿 踹向了猛逼的山本 这一脚 他用了十二分的力气 直接将对方踹出数米才停下 分开后的二人 都喘着粗气 怎么可能 山本面露骇色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最强一刀 竟然被人空手接住了 而且 李扬还不是原能级 是那套战甲 山本面色盯着李扬身上的战甲 惊恶道 你的战甲 来自外星文明 念力兵器 液体战甲 宇宙秘籍 同样观看这一战的千岛真雄 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 就是 我要找的最强实验体 第四十九章 突破原能级精神念师 山本 抓活口 这人就是 我要找的最强实验体 拥有液体战甲 念力兵器 还能以武者之身 正面硬抗原能武神 他坚信 李扬修炼了宇宙秘籍 修炼宇宙秘籍的武者 身体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这对他的实验帮助巨大 一旦成功 将能批量生产出 巅峰原能武神 这可比消耗微光 利用魔盒掌控怪兽的成本要低 可惜 蓝星上能修炼宇宙秘籍的人 太少了 而且 那些人个个无比强大 极东人巴结都来不及呢 哪敢打这些人的主意 以至于他放弃了最强火体实验 但如今 李扬出现了 千岛博士 山本面色难堪 使用极东语言 冲着定位手表说道 这小子防御太强了 我一个人很难抓住他 现在已经不是能不能抓住了 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 放心 我会放出火体7号协助你 千岛真雄自信道 火体7号 已经不是实验体了 而是真正的变异体 力量 防御 速度 都是圆能级 两大圆能级 抓一个五者八段的李扬 在他看来绰绰有余 山本听到后 面色微微一松 有变异体7号协助 那胜算就大多了 此时李扬注意到了山本的变化 虽然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但从语气跟变化的脸色来看 对方可能是叫了帮手 盖拔刀了 李扬抬手摸向身后 嘴角微微上扬 这一刻 他的气息也在变化 枪 刀刃出鞘 划过一抹光芒 嗯 山本目光一愣 见李扬拔出背后的斩空刀 只是普通的S级战刀 并未放在心上 在他看来 只要不是外星文明的武器 就没什么威胁 李扬单手握刀 气息开始沉淀 他要施展 刀盒 第三重 血光 脑海中 演练了数次 凭借此刻十八万的气血 第三重 已能启动 激动人 你将是第一个死在我手上的武神 这是你的荣幸 李扬说完 刀身血光冲天 身影化作电弧 猛然跃身而起 刀盒第三重 血光 周围气血在一刻 全部汇聚到了刀刃 刷 山本抬刀要挡 可他的刀 怎么能挡住刀光呢 这是刀叶 山本面色大变 想要躲开 已经来不及了 血光化作一条蟹线 在空中留下一条完美的弧度 扑吃 山本的视线中 这一刀将世界都切割成了两半 事实是 他被劈成了两截 刀光从眉心落下 完完整整的两半 没能等来帮手 原能武神山本 就死了 瘦 李扬回身的第一时间 便感受到后背传来的冷意 还有高手 侧目只是看了一眼 他头皮瞬间发麻 指尖洞口走出一道人影 那人分不清男女 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 肉身上的裂纹 让人胆寒 拼接的面孔 如同恐怖电影中走出来的稻草人 装神弄鬼 李扬抽刀杀剧 这一刻 就算前面是阎王 也先砍了再说 雪光 稻草人模样的火体七号 根本来不及闪躲 一条手臂就被斩了下来 结结 被砍掉手臂的火体七号 发出一股难以言表的声音 不知道是在笑 还是在哀嚎 嗡 火体七号的身子一震 一股绿色光芒开始燃烧 力量开始上涨 他在燃烧微光 李扬快出手杀了他 燃烧微光 李扬面色一变 怒喝道 你在犯罪 微光可是他的至爱亲朋 怎么能燃烧呢 没了一条手臂的火体七号 就算燃烧微光 也丝毫挡不住李扬的刀法 蕴含刀翼的刀法 很多元能级都没有掌握 这是星辰级武者 才摸索出来的真意 掌握真意 调动的可就不单单是气血了 他增幅的不是力量 而是一种基础法则 简而言之 蕴含真意的攻击 属于暴击伤害 死 眨眼的时间 他就劈出了九刀 每一刀都精彩绝伦 哗啦 火体七号被斩成了一堆肉块 散落了满地 吞噬 李扬不敢耽搁 生怕微光消散 一手吞噬 这只人造怪物 一手吞噬山本 气血源源不断地汇聚全身 叮 气息增加65802卡 当前气血25万卡 距离五折九段 仅差一万气血 李扬目光看向了黑漆漆的洞口 眼神有着期待 不出来 那我就进去抢 他身影一闪 冲进了黑漆漆的洞口 越是往前走 气血也是浓厚 有宝贝 洛丽塔在传承空间中 惊喜大叫道 我探测到了一股强大的念力 里面应该藏匿了某种 蕴含精神念力的东西 赶紧进去 念力 李扬心底一喜 他现在舞者都快九段了 但精神念力还是五段 战力都不均衡了 so 终于 在远处看到了一抹光亮 地下实验室到了 没人 李扬眉头一皱 扫了一眼实验室内的摆设 这里摆放着很多怪兽标本 以及不少活体怪兽 那些活体怪兽 浸泡在罐子里 刷刷 影刃瞬间破碎了那些器官 绿色的液体并未洒落 而是被精神念力操纵 凝聚到了一起 吞 活体怪兽 吞 标本 吞 能吞的 他一个都没留下 气血也在此刻哗啦啦地上涨 钉 突破五折九段 当前气血三十万卡 对此 李扬已经习惯了 他现在最想吞式的 还是念力 洛莉塔 那股精神念力在哪 前面的小房间 李扬听罢 看向了角落处的木门 一个眼神瞪过去 木门顿时炸裂 可当他走进房间时 眉头却皱了起来 只见房间内摆放着无数瓶瓶罐罐 在最中间的位置 还有一个超大罐子 念力就是从这传出来的 那是一颗 还在蠕动的大脑 这并非是人类的大脑 而是某种怪兽大脑 有磨盘那么大 怪兽大脑上 还插着很多塑料管 这些管子 连接着房间内的无数个器官 每个罐子中 都有一颗怪兽的脑袋 好传的办法 洛丽塔吐槽道 这么叠加 根本凝聚不了多少念力 不过你也算走运 这颗大脑 至少吸收了上万头怪兽的念力 才凝聚出这些精神念力 吞噬掉这些念力 你足以跨入原能级精神念师 李扬当即张开双手 疯狂吞噬着那颗怪兽大脑的念力 石海空间的念力海洋 开始沸腾 按金色圆球不断膨胀 最终破碎 聚 破碎的金色圆球 又开始凝聚 形成了一颗炙热的太阳 那是圆合 精神念力的圆合 有了它 就有了原能念力 吞噬成功 念力增加27点 当前念力32 已突破原能级精神念师 噢 念力翻涌 悬浮在它周围 隐刃开始分化 一划二 二划三 隐刃 足足化作了72把 每一把隐刃 被原能念力增幅后 都有一万吨的力量 还没来得及熟悉这股力量 房间就摇晃了起来 一股恐怖的力量 正在从四面八方袭来 是核能炸弹 快跑 李扬听后 面色大变 第五诗章 你们 把我变成了怪物 粒子碰撞后产生的能量 如同光速 无人可以躲开 哪怕现在李扬突破到了 原能级精神念师 依然躲不开 影刃 刷 72柄影刃 环绕全身 组成一个圆球 圆神战甲 也将它全身包裹 双手护住头部 唯有硬扛 影刃的坚韧 绝对能扛过 这颗核能炸弹 但防不住冲击力 这颗核能炸弹的破坏力 超过150万吨 影刃加一起的力量 才72万吨 只有炸弹的一半 仅是第一波的冲击 影刃组件的球形保护罩 就被冲散了 但也减弱了一大半的冲击力 剩下的50万吨冲击力 落在了圆神战甲上 削减90%的冲击力 最后5万吨的力量 需要李扬自己去扛 哄 5万吨的冲击力 让李扬浑身颤 骨骼都在此刻 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他气血已经被激发到了30万卡 搭配10倍基因 以及10动天的增幅 肉身强度比原能级还要强大 蛤 一声爆喝 他愣是将鱼下的力量 全部硬扛了下来 恐怖的爆炸消散 原本的大坝 被被炸了一个直径上千米的大口子 大水疯狂朝着口子外涌去 天空也出现了一朵蘑菇云 李扬身形缓缓升空 达到原能级精神念尸后 他已经可以做到悬浮半空了 但要追求速度的话 还是要使用念力兵器组件的飞行滑板 此刻 他身体在颤抖 这是他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虽然死了 还有星空巨兽分身 可这终究是他的本尊 刚刚的爆炸 就差一点 差一点 本尊就完了 如果不是吞噬了那颗大脑 让他精神念力突破到原能级 真就得陨落在此地 洛莉塔 探测大人的位置 我一定要杀他 杀戮的欲望不断充斥大脑 李扬双眸都变得血红起来 爆炸前有艘智能飞船 朝着南海方向跑了 以你现在的速度 差不多需要30分钟才能追得上 洛莉塔的权限再次得到升级 可探测周围一公里的气息 以及任何生命 伴随着李扬越加强大 他的调动的资源也越多 想逃 李扬身影暴射而出 速度产生的阴障 炸裂了周围的参天巨木 按照洛莉塔在实验室的 电脑数据中显示 追查到了极东人的大本营 他要一口气摧毁 极东人的所有实验室 So 距离南海不远的群山上空 一架智能战机缓缓停下 舱门打开 一名矮兽的青年飞上了战机 千岛博士 为何突然到此地接我 武列殿下皱眉道 那件念力兵器呢 他原本都快抵达A180区域了 结果收到千岛博士的信息 让他掉头去南海外的群山等待 使用念力兵器的那小子 修炼了宇宙秘籍 还身怀宇宙战甲 山本将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就连最强变异体7号 都被那小子杀了 千岛真雄愤恨道 如果不是我 启动了核能炸弹 恐怕救灵 我也要命丧当场 他心有不甘 还有很多实验体没带走 以及那颗原能大脑 那可是他为自己改造身体 所准备的大脑 他不知道是 那颗大脑 已经被李扬吞噬掉了 在武猎听后 非但没有埋怨千岛博士 反而兴奋到 那小子肯定死在了爆炸中 博士我们现在回去 说不定能找到那件念力兵器 哼 千岛真雄面色一沉 回道 武猎殿下 你是不是疯了 那小子有宇宙战甲 如果没死呢 这种事情 他可不敢赌 更何况 他还是个普通人 当时那种情况 就算李扬死了 他也没胆子在核爆炸的中心 寻找念力兵器 就算活着又如何 他肯定身受重伤 这正是我抢夺念力兵器的最佳实际 武猎握着拳头 身后悬浮起 36柄三角形飞刀 可惜这些暗器 并没有蕴含符文的力量 力量无法得到增幅 每一枚三角形飞刀的力量 不足千吨 他野心极大 渴望得到念力兵器 这样就有资格进入新门中冒险 从而获得威光 直至超越武神 面对念力兵器 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你若执意回去 我不拦着 但我不会陪着你发疯 千导博士一摆手 再次将战机停了下来 准备让武猎下去 虽然对方贵为圣子 可飞机上装载的东西 可关乎着极东复国的大业 自然不可能跟武猎回去赌 武猎见状面色微变 应笑道 千导博士 听说你研制出了一种 可稳定的变异基因药剂 谁说的 千导博士摇头道 如果变异基因稳定 我就不会算计魔度的科研队了 他自己无法稳定变异基因 所以才设计抓了 魔度科研队的苏教授 想要让对方协助自己 将变异基因稳定下来 如果成功 将会是举世之变 哦 武猎眉毛一挑 目光看向了战机的尾部 那里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绿色水罐 里面气泡不断上浮 从外面看 勉强能看到狼人的轮廓 人形狼头 双爪锋利无比 身上的毛发 在水中不停摆动 你你要干嘛 千导博士慌了 怒斥道 武猎 这头变异狼人并不稳定 要是将他放出来 我们就完了 圣主也绝饶不了你 郭躁 武猎回头瞪了一眼千斗 冷笑道 低贱的蝼蚁 你真以为我父亲 支持你是为了复国呀 那个老东西 就是为了自己得到更强的力量 什么复国大业 帝国荣耀 不过是冠冕堂皇之词罢了 你以为 这还是进化纪元之前吗 现如今的蓝星 舞者才是绝对的核心 王权富贵 需要建立在个人实力之上 个人没有实力 别说圣主了 就是圣人来了 都得为强者服务 武猎看透了自己的父亲 更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本质 唯有自己变强 才是真理 你 千斗真雄此刻面色复杂 其实他更明白这个道理 不然怎么会弄出 那个圆能大脑呢 滚开 武猎一个眼神 将千斗真雄震飞出去 随即抢过遥控器 打开了那个罐子 花花 绿色液体流出 便一体狼人睁开了毛子 五 狼人拔下嘴里的呼吸管 眼神注视着武猎 猛地张嘴咆哮了一声 你们把我变成了怪物 第五十一章 快逃 跑快点 千斗博士望向狼人 眼神中有着恐惧 这头狼人 就是服用了变异基因 从一个舞者都不是普通人 瞬间增幅 到了武神境界 但意识 也变得混乱无比 无法被操纵 可以说是敌我不反 这头畜生竟然可以说话 气血也很稳定 武猎丝毫不拒 反而很满意 他念里 圆能集三阶 气血也到达了圆能集 就算不是狼人的对手 也能逃走 主要还是想看看 这基因到底稳不稳定 如果稳定 就可以先一步抢夺过来 自己服用 武猎转头看向千斗真雄 威胁道 老家伙 赶紧将基因交出来 我还可以 带你一起逃走 不然就等着 被这头怪物撕碎吧 我给千斗真雄 忽然瞪大眼睛 浑身颤抖的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嗯 武猎同样面色一变 那股气息他太熟悉了 是精神念力 一股强大的精神念力 包裹着智能战机 狼人却不受影响 怒吼的就要冲来撕碎两人 可在他动手之际 战机忽然碎裂 他的身躯被念力包裹 悬浮在了半空 外界 总算追到你们了 嗖 李扬的身影 在空中爆发出阵阵爆裂声 人还没到 他就用念力 将整架战机包裹 强大的念力 直接将战挤压成了碎片 但里面的人还活着 嗡 李扬停下身 自从被核弹洗礼后 念力再次得到灼身 兴许是因为那颗大脑 带来的念力太强了 以至于赶路的时候 才彻底消化 他石海的原河 也彻底蜕变成了金色原河 刚刚 是谁启动的核弹炸弹 目光扫射 破碎战机内的几人 一头狼人 张牙舞爪 浑身气血爆棚 但因为在半空 他也只能张牙舞爪 无法对李扬造成攻击 另外三人 一个昏迷不醒的少妇 从穿着上来看 应该是那位 被掳走的魔都科研队成员 还有两人 矮个胖子 矮个青年 李扬将目光放在了 那名矮个青年身上 对方竟也是 一名原能级精神念师 但念力太弱了 根本无法与他相比 武裂心底 骇然都是精神念师 竟然相差这么大 大人 何能炸弹是这个老家伙起爆的 与我无关 与你无关 李扬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只是一个眼神 就让武裂的身体开始扭曲 既然无关 那就早点去死吧 武裂痛苦哀嚎道 你不能杀我 我父是吉东圣主 你若杀了我 你必死无疑 有趣 李扬笑了 是被对方的威胁逗笑的 伸手握拳 念力再次暴涨 挣扎的武裂 瞬间暴体而亡 呼 张开双臂 他当着千岛真雄的面 将武裂的念力与气血 悉数吞噬 念力增加17点 当前念力值49点 精神念力突破至原能级三阶 气血增加17万卡 当前气血50万卡 无折九段 看到这一幕 原本已经不抱希望的 千岛真雄 顿时露出喜色 华夏人 你果然 修炼了宇宙秘迹 肆意妄为的吞噬气血 与念力 蓝星上没人可以做到 但宇宙中 一定有这种特殊的秘法 千岛真雄癫狂道 我有一种基因 可以让你获得用之不竭的气血 只要你放我一命 我就送给你 它也不是真为帝国复兴 只是比武裂隐藏的更深罢了 都是渴望力量 听到气血二字 李扬目光一转 看向了千岛真雄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听到有戏 千岛真雄略微思索后 才缓缓说出了自己的筹码 变异基因药剂 在南海的实验室 为了保证李扬不毁约 他还许诺 只要李扬能让他活命 就能无限制造出变异基因药剂 有点意思 李扬单手一吸 将千岛真雄 抓在了手中 千岛真雄目光中透着恐惧 生怕自己的筹码 无法撼动李扬 继续许诺着各种好处 来自连吉东的秘密基地 都说了一遍 李扬文言随口问道 你们那位圣主 是什么实验 武神巅峰 他在哪 这个千岛真雄并不是不想说 而是他也不知道 见李扬眼神中有着杀意 连忙求饶道 那个老家伙太谨慎了 自己的位置从来不告诉我们 就连他亲生儿子 都不知道他在哪 吉东圣主的行踪不定 很少出现在荒野区 想要拿下这个老家伙 很难 而且对方是武神巅峰 他现在的战力 也不足以击杀吉东圣主 不知道 那你可以去死了 李扬抬手做刀 将千岛真雄的手脊斩了下来 鱼下的身子 随手丢在半空 手心念力一震 将这老家伙的身体 整个碾碎 化作了血污 吉东人的南海实验室 他早让洛丽塔 从实验室的电脑中 拷贝下来了 千岛真雄哪 知道外星科技 就算存储器 被他拔了下来 可洛丽塔凭借遗留的痕迹 就能查到电脑内 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数据 包括所谓的变异基因 咔嚓 智能战机被念力扯碎 那些实验体 也都显现了出来 这一次 李扬没有去吞噬 因为那些实验体 全是人类 看他们的穿着 竟是夜城军区的军人 李扬想到了 自己二叔 就失踪在了荒野区 连忙仔细寻找了一遍 并未看到二叔熟悉的脸孔 他心底不知是失望 还是庆幸 洛丽塔帮我通知军区 来接英雄回家 千 你也太自恋了 你不会飞回去吗 洛丽塔吐槽一声 李扬听后瞪眼道 我说的是接他们 不是我 他当然不需要接 而且他 还要去南海一趟 将哪里的实验室给毁掉 嗯 差点忘了 还有一头武神级狼人 不对劲 他的气血再不断分裂 洛丽塔检测后 紧急提醒到 李扬 快杀了他 可惜 来不及了 狼人体内的精英细胞 不断分裂 分裂一次 气血就强大一倍 从武神七阶 一跃变成了武神九阶 自此 狼人彻底摆脱了李扬的精神念力 他痛苦地捂着脑袋 带着道次的舌头 搭拉在嘴角 喉咙中发出阵振哀哄 逃啊 跑快点 李扬目光一变 惊恶道 他会说话 废话 他救人变的 不过你也别担心 他还不会飞 但洛丽塔刚刚说完 狼人的力量发生了质变 静原地突破到了星辰级 自然元素加深 凌空飞行 狼人超越了武神 第五十二章 亚特族基因 天生的战斗框 火系元素 凌空飞行 他还真是人 李扬望其变化 身形连忙后退 掌握自然元素 操纵天地的力量 加持自身 这是人类独有的特质 怪兽突破星辰级 使用的依然是气血之力 无法调动天地元素 此刻 狼人周围沐浴着焚天之火 力量还在不断分裂上升 李扬的探测器 一直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战斗力已超过五万点 请传承者马上离开 哦 狼人仰天长笑 力量在上涨 身体却在缩小 从原来的三米多高 变成了一米九左右 四肢也更加符合人类 只是锋利的爪子 让人看得不寒而栗 以及他烟红的毛子 看谁都咬牙切齿 好似胸腔中 积累了无尽的喷怒 越是愤怒 气血上涨的速度就越快 这不是变业 见识多广洛丽塔此刻 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他捂着小嘴惊讶道 我想起来了 这是亚特族独有的基因进化 亚特族 李扬瞥了一眼狼人 对方好像还在变化 宇宙中无数文明 无数族群 光是人类族群中 就囊括了上一类人 亚特族就是其中一种 洛丽塔面色严肃道 亚特族也是人类族群中 基因最高的族群 天生好战 号称战斗民族 他们一出生就是圆能级 基因一百倍 通过每次生死战 还可以继续提升基因 这头狼人 应该是吸收了亚特人的基因 虽然他现在不是纯种的亚特人 但拥有亚特人的基因 突破时就会发生基因进化 李扬文言 心底惊讶万分 没想到 宇宙中还有这么神奇的族群 他心底一动 问道 洛丽塔 你说我要是吞噬了这头狼人 是不是也能拥有亚特人的基因天赋 可以是可以 可你现在的境界 根本不是狼人的对手 洛丽塔见他失望 又安慰道 你已经有星空巨兽分身了 而且还是星空巨兽中的亡者巨兽 基因天赋一千倍 比亚特人强大得多 没必要去基于亚特人的天赋基因 李扬点了点头 洛丽塔说的没错 自己的星空巨兽分身 是宇宙无数族群中 天赋基因最高的族群 星空巨兽宛若大日 而他的本尊 连米粒之光都算不上 但他的灵魂终究是人类 也更想自己的人类本尊 变得更强 别犹豫了 趁着这头狼人还在进化 赶紧离开这里 嗯 将狼人的事情通知给军方吧 李扬望着狼人 心底有着担忧 对方的气息太可怕了 这要是跑到基地时 后果不堪设想 绝对能造成千万人的末日 必须得让华夏强者出手 就算杀不掉 也得赶走对方 放心 我已经将画面传送给了军方塔台 洛丽塔挽着手臂得意道 有些事情 李扬都不需要去提醒 洛丽塔就帮他做了 这就是智能生命 走 李扬听罢不再犹豫 掉头就朝着南海而去 吞噬不了狼人 他还吞不了变异基因 兴许南海实验室内 还有亚特人的基因药剂 刚刚飞出上百公里 身后忽然出现漫天火种 地面的山川 也连带着被烧得一干二净 连带那些弱小的怪兽 嗯 李扬面色一变 惊恶到 是哪头狼人追来了 火焰之中 那头狼人猙獰无比 他的毛子上挂着一道道血红光影 望着李扬的身影 狼人满嘴钢牙 都快崩碎了 这是有多恨啊 狼人的速度达到了每秒7.8公里 逃逃不掉了 洛丽塔说着 也慌了 连忙提醒道 坚持住 军方强者正在朝着我们这里赶来 预计五分钟左右抵达 跑路测算失误 李扬并未埋怨洛丽塔 竟然躲不过 那就站 呼 风目在他背后凝聚 念力隔绝了漫天火焰 枪 面对奔袭而来的狼人 他直接拔刀 刀盒第三重 血光 五十万气血 加十倍基础增幅 十倍 十动天 增幅 二十倍刀和密集增幅 四十倍增幅 二十万吨的爆发力 以及刀翼的暴击加持 就算是原能级五阶的强者 都无法抵挡 可 狼人已经是星辰级 红彤彤的火焰之中 刀法凝聚的血光 与天地元素的火光重叠 如同一滴泪花 没入了汪洋 眼看无效 李扬并未惧怕 准备慷慨就义 反正自己还有星空巨兽分身 死了也无所谓 苟上一年 又是一条好汉 不对 我死了 萧音怎么办 不干 李扬握刀的手更紧了 不能就这么放弃 既然本尊保不住 那就将念力都燃烧了吧 哇 石海中的念力 汹涌爆发 原和在这一刻 被催动到了极致 拼了 李扬丢掉卷刃的战刀 抛出引刃 组件成为锥子 引刃组件的锥子 疯狂旋转 直冲迎面来的狼人 哇 狼人不管不顾 单手抓住了疯狂旋转的锥子 锋利的引刃 碰到狼人的利爪时 发出喷喷的声音 咔嚓 力量终究差距太大 狼人单手 就破了引刃组件的锥子 七十二柄 引刃散开的瞬间 被弹飞了出去 狼人举起爪子 就想撕碎李扬 眼看就要命丧当场 对方举起的爪子 竟然颤抖了起来 伴随而来的 还有狼人的乌烟声 跑跑啊 什么意思 李扬面色一黑 是可杀不可辱 都追上自己了 还让他逃 这是不把他放在眼里啊 既然这样 那就自爆算了 原能级自爆 可不亚于核能炸弹 等 等一下 李扬 他的身上 有你的血脉 啥玩意 李扬人傻了 自己刚刚十八岁 为了成武者 可一直保持着纯阳之身呢 怎么可能有血脉留下 更何况 对方可是狼人 不对 血脉 难道说 盯着狼人的眼睛 他忽然惊醒 明白了洛丽塔所说的血脉 来自哪了 三个多月前 二叔失踪在荒野区 从此下落不明 参军之后 了解了荒野区的危险 也就默认了 二叔已经被怪兽吃掉 但 此刻望着狼人的眼睛 他似乎看到了 那个不善言辞的二叔 加上那些被千岛真雄 劫掠来的实验体 大部分都是军人 李扬这一刻 就算不相信会这要求 也忍不住试着喊道 二叔 他极力克制自己 可声音依然有些沙哑 狼人听到二叔两字 身体一震 毛子变得更加烟红 再次发出咆哮声 他的潜意识 在跟现在的意识 争夺着这具身体 第53章 南海杀戮 尸尘血海 狼人真的停下了攻击 二叔 真的是你 李扬面色一喜 心底却五味杂沉 见狼人痛苦不堪 他想要伸手安抚 可现在的二叔 如同发疯的野兽 狼人抱着脑袋 痛苦哀嚎 喷怒直再次上涨 气血也在疯狂上涨 李扬 趁这个机会 赶紧朝着南海逃 进入海底 狼人就追不上你了 可是 李扬望着狼人 现在满脑子 都是二叔的样子 二叔现在的模样 他心如刀割 从小没有父亲 二叔将养大成人 在心中 二叔早已取代了 父亲的地位 别可是了 如果你不想死在 你二叔手上 不想让他后悔终身 就马上离开这 亚特族的基因进化 有时间限制 说不定进化完你二叔 就能恢复正常 洛丽塔还是清醒的 一句话就让李扬 醍醐灌顶 他留下 只会让二叔更加痛苦 最后看了一眼 二叔的样子 李扬毅然决然地转身 朝着南海的方向 逃了过去 离开之后 狼人还在挣扎 似乎再给李扬拖时间 就在这时 天地变得一片宿静 周围的一切 好似都慢了下来 空气结冰 天地在瞬间 改换了一个季节 只见远处天空 一位两并斑白的老者 傲然悬浮半空 老者穿着一身淡蓝色战甲 手臂两边悬挂着冰刀 浑身气息 都蕴含着冰系元素 他与元素结为一体 正是五道境界中 高深莫测的天人合一 比真意高出了一个档次 不用问 这人是星辰级强者 而且还是星辰级中的超级强者 狼人 宇宙来客吗 冰山一般的老者 自语了一声 语气中透着一股担忧 原本意识挣扎的狼人 此刻被天地之间的寒气给惊醒了 意识开始平静 但这种平静 是惊人的怒意 杀 狼人怒吼一声 冲向人类强者 火焰与冰山的碰撞 打得群山竞断 天地都失去了原本的色彩 至于这一战 谁赢谁赴 并未有人知晓 战斗只是持续了短短数分钟 便结束了 李扬这边正燃烧念力 朝着南海赶去 速度之快 已经超过了每秒两公里 一口气飞到南海才停了下来 原本 他只是看不上极东人 现在他有了仇恨 岭南万里卧龙 北有五万里的平原 南有五万里的群山 再往南 就是绵延不绝的海岸线 南海 岭南真正的对手 这里盛产的怪兽 在进化纪元早期 可是给划下来了一次痛击 蓝星直径超过一亿公里 绝非李扬前世 所在的蔚蓝星球那般渺小 就算是星辰级饶蓝星一圈 也绝非易事 可想而知 当初的南海岸 登陆了多少海洋怪兽 洛丽塔 我二叔他不会有事吧 放心好了 你二叔虽然只是星辰级三阶 但基因超过了五十倍 军方派来的那位 虽然是星辰级五阶 但基因只有十倍 绝不是你二叔的对手 听到二叔没事 李扬才长出了一口气 将这件事情压在心底 望向了碧蓝色的大海 目光一沉 杀意见起 将所有实验室的位置 都标注出来 我要一个个拔掉 So 身影划破天际 朝着第一座实验室赶去 南海深处 一座不足二十公里大的小岛上 表面平平无奇 甚至还有爬行类的怪兽寄存 但地下 却隐藏着一座研制怪兽基因的实验室 哄 找到入口 李扬一个眼神 便将大门破开 南海的实验室 因为在海域 极东人在此地驻扎了上千武者 各个都是极东的精锐 最弱的都是武者七段 此刻见李扬堂而皇之地闯了进来 所有人都是疑愣 可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来者不善 拦住他 我去启动X911型号实验体 第九小队正在集合 总之 实验室内乱作了一团 李扬冷眼相望 念力扩散 只是简单的一个扫荡 原能级以下的武者 以及疯狂的活体实验专家 就被碾碎了身体 一时间 实验室内血流成河 仅有一人站在当场 手中还握着一个遥控器 此人是这座实验室的最高指挥官 原能级武者 北山元一 华夏人 是你杀害了千岛博士 蝼蚁一般的角色 李扬迈不上前 丝毫不理会对方的问题 北山元一被无视后 面色猙獰起来 怒吼道 为了圣主 为了帝国 说完 他就准备按下遥控器 可手指刚刚触摸到按钮 一到黑光 就将他整条手臂剁了下来 啊 北山元一哀嚎一声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一步步地向后退 身后 已无退路 死 黑光一闪而过 北山元一的头颅滚滚而落 环顾四周 实验室内的血流成河 并不算恐怖 跟那些挂在墙上 乃至泡在罐子里的人相比 或许这些激动人 才是真的可怕 现在的李扬 都不屑 去吞噬这些人的气血 自从他气血到达50万之后 再想累计 比以往难了数倍 吞一头王级怪兽 现在都加不了 一万卡气血 更何况 刚刚击杀的 都是普通武者 唯一的元能级 也只是元能一接而已 还不如一头王级怪兽 洛莉塔 连接此地的电脑设备 寻找关于亚特族的基因药剂 已经在找了 整个实验室分上下两层 地下一层 储存着不少基因药剂 几乎都是S级纯源怪兽 基因药剂 没有添加微光的药剂 增加的气血 自然也就少了很多 但架不住此地的药剂多呀 足足有上百份 每一份S级基因药剂 都相当于一头王级怪兽 也就是说 此地的基因药剂 最少能让它增加近百万卡气血 普通人当然没法这么吞噬 但它有吞噬秘法 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那个 李扬此时心情大好 随意道 好消息吧 我查到了极东人的基因仓库 里面囤积着极东人 积累数十年的基因药剂 洛莉塔笑道 这的确是天大的好消息 这座实验室 都有上百份S级基因药剂了 那囤放基因的实验室 得有多少 坏消息是 你闯进来时 他们已经将你的消息发了出去 仓库很可能会转移 所以你要快 至于亚特族基因 此地没有 别的地方也没有 来源是谜 只有那位圣主知晓 对此 李扬基本放弃了 听闻基因仓库要转移 李扬来不及吞噬那些基因药剂 直接全部收入背包 冲出了实验室 飞到半空 低头看了一眼实验室 血水顺着实验室流进大海 染红了附近的海域 他拿起刚刚北山原移握着的遥控器 启动了核能炸弹 这种货源自然是炸干净最好 囤放基因药剂的仓库 距离你1.8万公里 预计两小时30分后抵达 第54章搜刮基因仓库 获得神秘金角 与此同时 南海深处 漆黑的海底 有着一条深不见底的海沟 大片鱼群 从海沟深处游出 显得格外神秘 一道人影忽然一闪而过 闯进了漆黑的海沟 他轻车熟路地进入海沟底部 找到一处特殊材料的金属大门 基因识别后大门缓缓打开 周围海水顿时被冲开 富泰的中年男人 缓缓走进了密室 前辈 那座基因仓库 真要放弃吗 密室的灯大亮 刚刚走进来的 那名中年男人 竟给一尊雕像跪了下来 雕像有黑无比 好似黑铁索克 外貌与人类相同 但背后多出了一条尾巴 一些垃圾罢了 吸收太多 还会玷污我的血统 丢了也不可惜 这宝子得到后也用不上 等我本尊恢复在抢来便是了 雕像脱口人言 语气中透着高傲 他乃是宇宙中的高等生命 人族中的战斗族群 亚特人 基因高达一百倍 自然看不上那些 普通怪兽的基因药剂 他要的是微光 是 贵福在地的吉东圣主 欲加恭敬起来 自从获得这尊雕像后 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为了不让外界怀疑 愣是将气息压制到了 五神巅峰 其实他早已跨入星辰级 而且掌握了天人合一的刀法 战力能排进全球前一百 但对雕像依然无比恭敬 因为今天所获得的一切 都来自这尊雕像 对了 微光搜罗得如何了 我本尊这段时间 积累了不少气血 在吸收少许微光 即可调动肉身之力了 吉东圣主文言心底狂喜 连忙恭敬回道 前辈放心 我的人一个月后 就能从欧罗巴的新门出来 届时 我将第一时间将微光送到您面前 不管是微光 还是基因药剂 都是为了复苏这尊雕像 哼哼 欧罗巴的那座新门 是用来存储易寿大军的寿巢 华夏那座新门 才是用来存储微光的新门 雕像的毛子转动了一下 闪烁着贪婪之色 华夏那边一直拒绝 我们吉东人进入新门 加上这次在华夏的实验室暴露 恐怕很快就会通缉我 现在已经不是考虑 能不能进华夏新门的问题了 华夏一旦发起全球通缉 他想出去都难 其余几大国 估计也会对吉东人下达驱逐令 以后吉东人都只能躲在荒野区 同时还要提防华夏强者 否则暴露位置将会被华夏强者追杀 雕像听罢 傲然说道 等我气血可调动肉身之时 有的是办法带你进入第一新门 这些新门 他无比熟悉 想进去很容易 前提是 他能动弹才行 听到可以进入华夏区域内的新门 吉东圣主更兴奋了 随即将李扬的战斗景象 投影在了墙壁上 前辈 这小子修炼了宇宙秘籍 还有液体战甲跟念力兵器 他的身上会不会有微光存在 哦 雕像看了一眼投射出的影像 目光瞬间大变惊恶到 天阶念力兵器 宇宙中 武器分天地玄黄 黄阶对应了元能级与星辰级 星海级通常使用玄阶兵器 在网上的地阶兵器 只有星海级强者才买得起 更别说最顶级的天阶念力兵器了 穷点的星空静大能 都还在用天阶兵器 雕像虽然是亚特族人 基因一百倍 背景也很硬 但境界不高 只是星海级强者 全身最值钱 就一件地阶出级战甲 那还是族内的奖励 一定要得到这件念力兵器 只要得到这件天阶念力兵器 等离开蓝星 随便在一颗高等文明星球出售 足以换一套地阶极品兵器 黄杰 盯好这小子 等我能调动肉身之力时 我会亲自出手 将其击杀 雕像命令到 吉东圣主恭敬领命 海面上空 李扬还不知道 自己被人盯上了 他一边赶路前往基因仓库 一边吞噬着 从实验室 获得的基因药剂 一口气 吞下了上百份基因药剂 汹涌的气血不断翻涌 充斥全身的每一个角落 他的气血 早已经到达了五折九段圆满 甚至超过了圆满了 五折九段基础气血 25万6千卡 到达30万卡气血 便是圆满 但李扬的基因 是普通人的十倍 五折九段时 气血最大值 可以提升到300万卡 一旦突破到圆能级 这300万卡气血 将会以基因的方式返还给他 也就是说 他积累300万气血后 突破圆能级 基因将会增加10倍 就算如此 人类本尊突破到圆能级后 基因也才看看20倍 可想而知 星空巨兽的千倍基因 有多恐怖 吞噬成功 增加96万卡气血 当前气血146万卡 五折九段极限 还差一半 就可以突破到圆能级了 李扬心底很满意 进入荒野区后 成长的速度 超出了他的预料 短时间内 气血破百万 精神念力 也突破到了圆能级三接 这当然还要感谢 吉东人的馈赠 So 两个半小时后 果然抵达了那座小岛 洛丽塔总算对了一次 念力扫荡了一圈 并未发现 有人类的气息 李扬极为低调地 进入了基因仓库 地下千米 一座散发着寒意的地窖中 整齐排列着蓝色药瓶 上面有着标识 甚至房间内 有着一个个区别药剂等级的区域 李扬眼睛放光 如此多的药剂 都够他用到圆能级了 念力扫过 S1区域的王级怪兽药剂 896分 S4区域的王级怪兽药剂 328分 S6区域的王级领主 怪兽药剂 47分 S9区域 竟然是兽皇的基因 不过只有12分 而且是同一头兽皇留下的基因药剂 嗯 这是什么 角落出的货架上 摆放着一个一米多高的红色瓶子 里面泡着一根金色的角 难道是兽皇身上的材料 李扬望着金角 心底有些好奇 这里摆放着的都是基因药剂 并没有怪兽材料啊 唯独这根金角 洛丽塔 你快出来看看 这根金角 是不是兽皇级怪兽身上的材料 他呼喊了一声洛丽塔 这玩意 连探测器都检测不出来 让我瞅瞅 第55章 金角巨兽 回归军区 刷 看到金角的那一刻 洛丽塔直接从传承空间蹦了出来 他撅着翘臀 趴在罐子上望着里面的金角 竟然是金角巨兽脱落下来的金角 吉东人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李扬 你本尊这次有福了 洛丽塔转身看向李扬 指着瓶子里的金角说道 金角巨兽 同样是星空巨兽 血统虽然不如你的王者巨兽 可以有着999倍的生命基因 这根金角应该是一头比较年轻的 小家伙身上掉下的 能吞吗 当然可以吞 吞掉这根金角 你本尊的基因将会得到越升 基因越高 你在五折九段所积累的气血也就越多 突破后带来的好处也更大 洛丽塔眨眼一笑 李扬文言 也是一喜 现在基因上线打破 又有这么多要紧 吞 当即打破罐子 将里面的金角取了出来 就准备当场把事给办了 别在这吞事 你气血凝聚得太快 万一招惹来寿皇 就麻烦了 也对 不着急这一时 等回去再消化这次的战利品 但这些东西 属实有点多了 背包根本放不下 哎呀 你精神念力突破到原能级后 我忘记 给奖励了 洛丽塔一拍脑袋 说道 就奖励你一枚世界戒指吧 不说还好 一说突破原能级的奖励 李扬顿时来劲了 就一枚戒指吗 你可别小看这枚戒指 里面自成一个小世界 长宽高都有十公里 放在宇宙中 足以让星海级强者发狂 洛丽塔吐了吐舌头 滴血刃主后 戒指上亮起一道星光 李扬紧靠念力操纵 瞬间将上千平基因 跟金角收入到了戒指中 真有那么昂贵吗 不过有了这玩意 存放东西的确很方便 搜刮完基因药剂后 随手摧毁了这座隐蔽的仓库 它一飞冲天 朝着更远的海域飞去了 还有两座实验室 也必须毁了 吉东圣主也是够谨慎 就算得知 李扬有天津念力兵器 也没有杀过来 稳如老狗一般 换位思考就能明白 对方是担心 李扬身后 埋伏着星辰几强者 不如忍耐一时 等那位亚特族强者 恢复了实力 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 哄 余下的两座实验室 早已人去楼空 剩下一些不足为道的东西 就算这样 李扬也没放弃 依然将其毁掉 实验室都没了 我看你们还怎么犯身 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实验室 都只是为以后 统治全球做铺垫 真正影响大局的 还是那位亚特族强者 转眼 离开驻地 已经过去了数天 主要还是在南海 耽搁了太久 每座实验室跨渡数万里 光赶路都需要数个小时 等回到驻地 已经是6月27号的晚上了 依然是黄沙呼啸 天气恶劣 这里是北龙军指挥部 请李少尉立即前往指挥部报道 刚刚回到驻地 就收到了传讯 李扬也不敢耽搁 衣服都没换 就去了指挥部 刚进去 就见一位英姿萨爽的女军官在等她 我是周军团长的副官 李少尉跟我来吧 队长在等你 周军团长 几天不见 周海妹成军团长了吗 李扬跟着新来的女军官 直接上了顶楼 推门进去 就见周海妹 坐在原来高阳的位置办公 她穿着很简单 尼龙短袖 以及尼龙军库 脚上踩着的是战靴 扎着马尾便 既带着成熟 又有一份少女感 队长 李少尉归队了 周海妹见状 当即放下笔站了起来 语气稳重道 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赶紧进来坐 副官也很识去了 离开了办公室 他亲自给李扬倒了一杯茶 两人坐在了旁边的沙发上 知晓李扬没受伤后 就开始询问这次任务的具体过程 你可别怪我这么着急 让你过来汇报 实在是这次事情影响太大了 周海妹叹息道 那些被你救出来的军人尸体 已经送到了军区 高层很愤怒 京都那边已经发出了通缉令 全球通缉吉东圣主 这个倒是能预料到 吉东在荒野区 大量劫掠华夏军人 拿去做实验 不但是军方震怒 华夏顶层更为愤怒 其余四大国 却借这个机会 拿吉东人 换取进入华夏新门的名额 虽然无耻了一点 但能把一些相关的吉东人交出来 华夏也能接受 李扬将实验室内的一些细节 以及吉东人的野心 述说给了周海妹 当然也隐瞒了部分情况 但隐瞒的危害 都被他亲手解决了 即便不说 也不会对华夏造成任何的损失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大事 关于狼人的事情 他说的更少 二叔身上有亚特族基因 这件事情还是不说的好 那头狼人很棘手 他闯进了南天门外的新门 现在高层正在商量 派一批小队进入新门 寻找狼人的下落 新门 李扬面色微微一变 华夏新门就在岭南 距离华夏第一关南天门 不足千里 坐镇南天门的四大战王 没能拦下他吗 他故作好奇地问了一声 心底则是有着担忧 南天门作为华夏第一关 是华夏最强的军区 坐镇南天门的四大战王 各个都是新臣级强者 拦不住 周海妹摇了摇头 叔说道 最开始 是坐镇基地式的兵刀前辈 出手对付那头狼人 可被狼人逃了 再后来 狼人出现在新门外 四大战王齐出 都未能将其拿下 只能看着狼人进入新门 这也是为何高层不放心 想要派人进去新门打探的原因 狼人进入新门 肯定有着某种目的 再出来时 会不会更强 这个没人敢保证 因为在新门 一切皆有可能 元能集进去 新臣集出来的例子 也不是没有 正式记录完 见李扬心思沉重 周海妹语气一缓 调侃道 你回来我的任务也算圆满了 倒是你这次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 高层都不知道 该怎么奖励你好了 这次李扬的功劳 的确很大 光击杀怪兽 就获得了四百万军功 然后是救回科研队的苏教授 捣毁吉东实验室 上报狼人的事情等等 估计过两天 军区那边的授贤仪式 就要下达了 周海妹 说完看了看李扬的少尉军衔 是该换换了 军衔 跟军功有关 上次李扬获得百万军功 军区还没来得及授贤 任务了 现在李扬的累计军功 高达五百万 加上一系列的功劳 最少也能混个上校 一下子就跟周海妹同级别了 高扬作为军团长 则是大校 简单地调侃几句 周海妹就让他回去休息了 目前站队大半的人都在医院 后面想接任务 只能接个人任务了 回到宿舍 李扬先泡了个冷水澡 将身体完全放松了下来 随后进入训练室 开始吞噬那根金角 二叔进入新门 生死未知 必须前去营救 但也要有实力进去才行 第五十六章 气血破千万 虚拟宇宙的考验 吞噬成功 基因提升九十倍 当前本尊基因一百倍 李扬浑身通红 皮肤表面渗出晶莹的血珠 基因提升得太迅猛了 原本还饱满的气血 此刻瞬间变得空虚起来 五折九段的上限 从三百万卡气血 提升到了三千万卡气血 可不就虚了 呼 李扬缓缓吐出一口血气 身体微微一震 皮肤渗出的血珠 再次被吞噬回去 基因一百倍 我也算是迈进高等血脉行列了 他抬起手 感受着生命的律动 猛的一握拳 仅仅基础力量 便比原先权力一击 强大了数倍 关键是生命力的旺盛 超出了正常人类的上百倍 任性 悟性 生命 都提升了上百倍 原等级的生命实现 是三百年 星辰级是一千年 李扬现在拥有百倍基因 仅无者九段生命实现 就高达万年 关键还是悟性 修炼秘籍 或者参悟真意 都提升了百倍 百倍基因就强成了这样 星空巨兽的千倍基因 还不得起飞咯 李扬越加期待起来 横扫蓝星 遨游宇宙 吞噬万足 走自己的强者路 洛丽塔这时从他身后冒了出来 他将下巴放在李扬的肩膀上 贴着他耳边提醒道 别执着于基因 宇宙强者靠的是法则 法则领悟得越高 战力才越强 基因只能代表你有一个好的起点 而且基因也有缺点 别看你提升了百倍基因 可等你要去突破瓶颈时 难度将比普通人困难千倍 宇宙是公平的 基因越高 悟性越高 突破时的难度也越高 那些宇宙郁郁出来的特殊生命 基因能突破一千倍 可境界上的突破 也变得艰难无比 大多都卡在星空境 无法突破成就永恒 最后垂垂老矣 我不在乎 李扬目光沉着 并不在意 他语气很坚定 既然选择了五道 那就要争当第一 哪怕死在追求五道的路上 也不会有任何回忆 见他这么执着 洛丽塔相当满意 强者就该如此 累积气血的上限已经打破 现在该吞噬那些基因药剂了 李扬心意移动 哗啦 空间戒指中的S级药剂 瞬间铺满了整个训练室 一千多瓶S级基因药剂 其中步伐S级中的顶级基因药剂 先从最低级别的S1药剂开始吧 他一招手 一瓶贴着S1级基因药剂的绿色小瓶 就主动飞到了他手里 拔开瓶塞 露出一个小针头 刺 将针头扎进手心 吞噬之力微微移动 一整瓶的药剂瞬间进入体内 吞噬成功增加10982卡气血 当前气血148万卡 第二瓶 第三瓶 第四瓶 第782瓶 随着气血不断升高 增加的气血也越来越少 从最初的1万卡 到现在 一瓶S7级基因药剂 才增加了8000卡气血 好在亮大广宝 转眼三天过去 总算将基因药剂给吞噬完了 原本湖泊一般的气血 短短三天时间 已经变成了气血之海 李扬迫不及待地 调出个人战力面板 想要看看现在的自己 有多强 传承者 李扬 舞者 九段 1265万卡 基础增幅 100倍 念力 圆能三接 49点 圆核增幅 100倍 法则 真一级 传承等级 以冒号95100 外围弟子 气血达到了惊人的1265万卡 光是气血就媲美武神七阶了 关键这还不是他的极限 距离百倍基因的3000万气血上限 还有一大截路要走 但这段路 不会走太久 他精神念师已经突破到了圆能级 这一等级 是精神念师彰显战力的关键等级 除了可以修炼精神念师秘籍外 圆能级精神念师还拥有了圆核增幅念力 基因虽然无法直接增幅念力 但可以增幅圆核 基因一倍 圆核增幅念力也是一倍 李扬基因100倍 圆核增幅念力就是100倍 72柄引刃 还有独有的念力兵器增幅 力量恐怕会达到一个天文数字 洛莉塔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修炼精神念师秘籍了 李扬开始忽悠小洛莉塔 武者秘籍 他有肉身类的石洞天 跟刀法类的刀盒 现在就差精神念师秘籍了 嗯 洛莉塔摸着自己的下巴 思索到 是该修炼精神念师秘籍了 不过 我主人为传承者 在圆能级留下了三道考验 分别是普通 困难 地狱 难度越高 奖励越好 精神念师秘籍不算太稀缺 你先过个普通考验 我给你挑一本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但李扬很享受这种 以命相搏后获得的奖励 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嗯 第一道考验其实不难 需要你击杀一名飓风族人 这个需要在传承空间内完成 那就开始吧 他也从洛莉塔哪儿得知 传承空间相当于一个 没有连接虚拟宇宙的个人空间 简单点说 就是单机网络 至于安排的虚拟对手 李扬对现在的自己很有信心 而且洛莉塔都说了难度不大 显然他现在可以闯过去 刷 意识连接进入了传承空间 只见洛莉塔站在王座上 对着键盘噼里啪啦地操作一番后 传承空间顿时变换成了一座斗兽场 李扬站在中央 四周都空荡荡的 正在模拟飓风族人 附属智能的声音响起 在他眼前也多出了一串数字 那是倒计时 趁着这点空荡 他也了解了一下飓风族人 飓风族 人类附庸族群 天生基因十倍 生活在宇宙深处的风鸾心域 优点 气血充沛 缺点 法则愚钝 总结一下 就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在宇宙中混不下去 投靠人族当附庸 勉强维持一下生活这样子 嘖嘖嘖 倒计时结算 一段虚幻影像闪了几下 凝聚成真 我去 只见正前方 一头高达十几米的灰炎巨人 双拳碰撞 爆发出阵阵刺耳的声音 压迫感十足 并不是想象中的傻大哥 而是巨无霸 李扬不敢大意 七十二兵引刃 瞬间悬浮四周 严阵以待 梅炳引刃经过增幅后 都有二十四万五千吨的力量 剑巨风族速度缓慢 他当即先下守围墙 搜搜 三十六兵引刃先攻 余下防守 可当引刃碰撞到灰炎巨人时 却只是发出砰砰响声 几十万吨的冲击力 配合无比锋利的引刃 竟只是在灰色岩石上 留下一些裂纹 纯纯的刮煞 人类 你惹怒我了 巨风族战士 摇晃着双臂朝着李扬狂奔而来 奔跑的姿势很是滑稽 李扬依托速度 来回闪躲 熟悉对方的战斗技巧后 他也没了压力 甚至已经找到了 击败对方的方式 傻大哥 你的缺点太多了 李扬微微一笑 翻身从巨风族战士身上跃了下来 七十二柄 引刃合在一起 化作黑色电弧 直冲巨风族战士的驳梗 展 第五十七章 精神念诗秘籍 换星 电弧雷霆万军 不容躲闪 更何况巨风族战士 本就速度慢 根本无法躲闪 碰 咔咔咔 黑光在他驳梗处 一闪而过 巨风族战士 顿时停下身形 一动不动 他的身体 开始发出破碎的声音 只是眨眼的功夫 轰隆一声 巨无霸一般的灰岩巨人 化作了一滩碎石 李扬对此并未有多得意 而是回味着 寻找到对方弱点的那一刻 这就是战斗技巧的表现力 交手数次 就发现对方的弱点在驳梗处 那是巨风族的星石 计算好伤害 一击必杀 战斗结束 李扬从虚拟世界 返回了训练室 脑海中 也多出了一本 精神念诗秘籍 换星 李扬细细品味着 这部精神念诗秘籍 很特别 秘籍分六重 对应的 不是精神念诗的等级境界 而是对法则感悟的境界 第一重对应了真意 李扬已经掌握了真意 掌握 换星 第一重自然水到渠成 可看到后面几重对应的法则境界 它就不淡定了 法则七大境界 换星 竟然占了其中六个 七大境界分别是 真意 掌握一丝法则的运意 天人合一 与真意合二为一 即是天人合一 九重领域 踏入这一层 即可调动法则 形成属于自己的领域 共分九重 基础法则 得到法则承认 运用自身的基本法则 永恒法则 黑洞法则 宇宙法则 目前宇宙所衡量出的法则 就这七个等级 想要将换星修炼圆满 就需要达到黑洞法则这一境界 太逆天了 十动天的要求都没有这么高 但等他掌握换星第一重时 才是其中的奥妙与伟大力量 怪不得要求这么高 仅仅第一重就能增幅百倍念力 而且攻击时还能给对手产生幻术 So 李扬操纵一柄隐刃 朝着自己的眉心射来 不管是肉眼 还是凭借感应力 在隐刃攻击而来时 他的大脑都会被影响 这还没用权力呢 一旦权力催动 没有掌握真意的圆能集 都会中招 再配合隐刃的锋力与冲击力 圆能集已然无敌 这下去荒野区 可以使劲刷了 看谁能刷过自己 别人去执行任务 他去荒野区 就是近货 事实增幅后的力量如何 他来到测试机前 念力49点 约等于490吨 圆核增幅 加换新密集增幅 200倍增幅后 他的念力冲击 到达了10万吨 将这份力量灌输到隐刃 蕴含符文的天阶念力兵器 再将力量增幅5倍 单个隐刃的力量 到达了惊人的50万吨 72柄隐刃合在一起 就是3600万吨的力量 不知道测试机扛不扛得住 真意的爆伤 以及换术的影响 这可都没加进去 72柄隐刃合一 化作黑色电弧暴使而出 与力量测试器碰撞时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因为隐刃如同刺金豆腐一般 就将可抗千万吨的测试器 给刺穿了 意料之中的事情 滴滴 全力测试器 发出阵阵警报 随后他的定位手表 就发送来了提醒 问他是否需要维修测试器 好像也没这个必要了 找个地方 试试刀法 气血虽然破了千万 但终究不是原能级武者 还无法修炼刀合第四重 倒是 石洞天第二重已经掌握了 肉身增幅 暴涨至50倍 李扬换上一套普通训练服 拿着一把A5级普通斩空刀 就离开了宿舍 今天运气很好 外面天气晴朗 万里无云 注定有统一的训练场 毕竟北龙军不是每个人都是战神 只有战神才拥有单独的宿舍 其余的战将们 都需要去集体训练室训练 李扬进去的时候 人还不少 扫了一眼 几乎不认识 说起来 他可还是个新兵 嗯 他看向训练场角落 竟发现王宇言破天荒的来训练场了 这让李扬很意外 心想以对方那种散漫的摆烂性格 怎么会来训练 而且还到集体训练场训练 李扬 王宇言看到他后 主动招了招手 脸上也多出了一份笑意 见对方主动打招呼 李扬便走了过去 调侃道 你怎么想到来这训练了 你不也来了 王宇言单手插腰 另一只手环绕着一圈钢镯 一改往日风格 多出了好胜之心 瞥了一眼对方手上的金属镯子 李扬微微侧目 这竟是一件念力兵器 只是等级跟他的天间念力兵器相比差了不少 金属镯子只是黄阶高级而已 我听周队长说 这几天有军区的人来 我正好考核二星战神称号 二星战神 李扬这才发现 王宇言竟然已经是精神念师八段了 不愧是天才 这么快又升了一段 听对方提起 他这才想到自己 好像还是一星战神 兽贤是军贤 跟称号无关 到时候正好等人来了 他也把称号往上提一提 你呢 上次任务 你出尽了风头 准备考核几星战神称号 到时候再说吧 李扬随口道 不过说起上次的任务 两人脸色都变了 王宇言叹气道 上次任务 小队集体重伤 队长更是为了掩护我 一条腿被截肢 恐怕很难再回北龙军了 屠龙小队也会解散 乃至整个北龙军都会被裁减 补充到其他特殊军团 这件事情 李扬也听周海妹说了 倒是高阳被截肢的事情 他有些难以接受 怪不得王宇言 从一个天真无邪 喜欢白烂的少女 现在都要为考核而训练了 看来是被高阳退居二线的事情 激到了 跟王宇言相比 李扬很幸运 因为他大部分时间 都是单独一个人 没有见证队友的慷慨赴死 也没有遇到并肩生死的危机 有的 只是一个人的战斗 如果一直跟战队出任务 或许他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直至麻木 他也并未去安慰王宇言 而是拿出自己的战绩 去激励对方 荒野区 强者的乐园 弱者的地狱 安慰是没有用的 你别得意太早 等我拿下二星战神称号 会独自进入荒野区猎杀怪兽 很快就能追上你 王宇言指了指训练场上的一条榜单 上面记录着北龙军将士的军功 排名第一的是高阳 军功高达3700余万 第二的是周海妹 1800万军功 李扬 累计军功500万 排名第六 一旦授勋仪式下达 军方还会对上次任务奖励他额外的军功 估计就近前三了 闲聊几句后 两人相邻 各自训练起来 呛 李扬活动了一下身体 气血沸腾 他抽出了斩空刀 刀身平平无奇 可当他施斩刀盒第三重之时 血光天降 一刀斩碎穷顶 这一刻 A5级斩空刀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原本只是 想要测试力量 没想到 一刀罢室内训练场 展成了露天训练场 血光在天空凝聚成河 久久不散 北龙军驻地外 一架王级智能战机 刚刚准备降落 被这一道血光 愣是压得无法动弹 战机上的三人 惊恶地说不出一句话 第58章 受上校军衔 这刀光竟蕴含了刀翼 怪不得压迫感这么强大 北龙军谁人有如此实力 王级智能战机内 三人面色骇然 直至刀光消散 才回过神来 战机这才缓缓降落 原本指挥布拉奇的警报 也瞬间停了下来 刚刚那一抹血光 实在太吓人 不知道还以为是兽黄打过来了 训练场上 李扬也被自己的一刀给震住了 没想到 威能会如此强大 这一刀 他并未收力 直直地斩了出去 刀光之中满是刀意 怪不得说 真意相当于暴击 这一刀的威能 远超增幅后的数值 最少也有三千万吨的力量 有开山之位 他心底感慨一声 都说 在原能级掌握真意 极可称无敌 他现在还是五折九段 就已经敢言不败 百倍精英 悟性远超旁人百倍 蓝星的原能级 还从未有人能悟出天人合一 或许他可以弥补这个空缺 训练场的顶棚被斩破 所有人都停下了训练 直勾勾地盯着李扬 特别是王语言 眼睛瞪得滚圆 心底感慨 差距已经这么大了吗 而李扬的目光 则是放在了刚刚消散的刀光上 他的目光 好似穿透了那一刀的本质 寻求 与刀融合一体的道路 滴滴 手表传来提醒 军区那边来人了 兽区 称号 军功 他心底一动 这三件事情了解后 自己就能去荒野区 接着猎杀怪兽了 搜 搜 搜 一步迈出 身影接连闪烁 就像是夜空中滑过的流星 紧紧眨眼的功夫 李扬就到了指挥部 嗯 进入指挥塔顶楼 第一眼便看到了熟人 叶锦荣站起身 与其略带近一道 李扬 我们又见面了 他的身后 依然是那位白发精神念师 只是此刻看向李扬时 他的眼中满是惊讶与畏惧 叶将军 李扬目色严肃 敬了一礼 给自己授贤的 竟然是叶灵飞的爷爷 还真巧 想想也对 叶城军区总共裁三位将军 前来授勋的 除了叶锦荣外 还有一位陌生军人 对方也是少将 而且很年轻 目测三十岁出头 周海妹这时起身介绍到 这位是咱们 岭南安全局的张副局长 李扬 你这次捣毁 极东实验室的事情 原本就是张局长在调查 李扬外 你这次可是帮了 我们安全局一个大忙啊 分内事情 张局长客气了 李扬谦虚一声 参军除了吞噬怪兽气血外 也是为了守护基地市 不管是怪兽 还是极东的阴谋家 只要威胁到华夏基地市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简单地寒暄几句后 开始正式授贤 由叶锦荣亲自宣读 经过叶城军区决定 正式授予李扬上校军衔 除军衔外 捣毁极东火体实验室 挽救科研队 额外奖励1500万军功 叶锦荣宣布完 将一份文件递给了李扬 签署之后 将正式成为一名华夏军方上校 但因为年纪 以及并非统帅晋升 所以上校也只是个军衔 并没有统领军团的责任 当然 李扬也可以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弄个军团长当当 但没那个必要 现在的他 一人便是义军 宣布完正式 李扬目光炙热地问道 将军 不知我现在能否考核五星战神称号 军功已经够了 战力考核过关后 既能成为五星战神 主要是拥有此称号 购买一些装备或者秘籍 可以打折 听到考核 叶锦荣笑了 当然可以 现在就能安排 原本以李扬的惊人战绩 已经不需要考核 就能获得五星战神称号 但得知先前那一刀 是李扬施展的后 他很想再观摩一次 不但是叶锦荣这么想 张局长跟周海妹同样很期待 唯有那位白发精神念师的心情复杂 半个月前 他一个眼神就能拿捏李扬 而如今 李扬的一抹刀光 连自己顶头上司 以及岭南安全局的副局长 都想要观摩 两人的地位与实力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人相继下楼 准备前往刚刚被改造成的 露天训练场考核 待会考核全力出手 五星战神或许不是你的极限 周海妹看向李扬 递出一个眼神 观摩真意 只是其一 如果北龙军 能出一名战王 那将是无上荣耀 这才是周海妹想要看到的结果 李扬听后顿了一下 轻轻点了点头 那就全力出手 将真意运用到极致 军团长 测试材料已经准备就绪 采用的是SS级混合金属 众人闻言 看向训练场上悬挂的一块圆形金属板 暗淡的蓝色 看上去不起眼 却来头极大 是用东海盘蛇巨龟 与火星上独有的特殊材料 混合炼制而成 坚硬程度 堪比兽皇防御 得知李扬没有一把衬手的刀 张绍东竟把自己的战刀借了李扬 那是一把古朴的黑色钢刀 SS级战刀 价值更是天文数字 五星考核的消息散出后 北龙军的战神 战将纷纷前来观看 很快就将训练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叶锦荣跟张绍东 并肩站在最前方 两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叙事的李扬 也不知道 李扬是掌握了刀意 还是凝聚成了真意 张绍东的语气带着期待 你把自己的刀都借给了李扬 难不成有信心 从他的刀光中领悟完整的刀意 叶锦荣轻笑一声 看向身旁的张绍东 他们两个实力差不多 都是五神七阶巅峰 同静剑 同气血 那就要比拼法则了 叶锦荣触摸到了枪翼 但只掌握了一小部分 距离真正的大成真意 相差甚多 可尽管如此 凭借感悟到的些许枪翼 让他在实战中提升了一倍的战斗力 哪有那么容易 我师父 指点我数次都没能误出完整的刀意 不过李扬的刀不一样 我总感觉他的刀意 太过完美了 张绍东眼底有着疑惑 他们哪知道 李扬掌握的并非是单纯的刀意 而是掌握了真意 真意蕴含万道 刀意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霸而已 叶锦荣眼角一抖 激动道 难道说 他已经掌握了真意 怎么可能 华夏原能武神那么多 掌握真意的不过两只手 更何况李扬才十八周岁 两人相继沉默 目光牢牢地盯着李扬 看 他要出刀了 第五十九章 王极怪兽被杀灭绝了 李扬单手提刀 脚尖微微用力 身体直冲天际 他要施展最强一刀 连带先前感悟到的合一真意 嗡 天空中 李扬的身体沐浴在白光之中 手中的刀则是浮现出血光 基础增幅100倍 肉身增幅50倍 刀法密集增幅30倍 三道增幅加持一身 180倍的力量增幅 聚集在平滑的刀身之上 刀盒第三重 血光 骑手 斩出 血光顺着刀身 如同河流一般 奔袭长空 光芒在此刻骤放 不可逼世 大道质简般的出手 却是在天空之中 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刀光 那块悬挂在高空的金属圆盘 瞬间被血光分割成了两节 光影继续前行 刺眼无比 白发精神念师望着此目 双眼刺痛不敢直视 其余人也是一样 武神之下 连欣赏他的资格都没有 就连叶景荣 张绍东 与周海妹三人 都要遮住些许的视线 半空中的李扬 却显得很平淡 他望着自己展出的刀光 目光如磐石般坚硬 光影持续的时间很短 顷刻间便消失不见 李扬的身影 也从半空缓缓落下 张局长 谢谢你的刀 用刀之人 爱刀偏执 会将刀视作自己的爱人 张绍东 能借给他刀 说明这个兄弟可骄 李扬笑太客气了 这把刀 被你用过后 是我的荣幸 张绍东 接过自己的刀 却觉得这把刀 变得陌生了 因为他使用这把刀 跟李扬使用这把刀的差距太大了 抚摸着刀身 回味着刚刚的刀光 细细感悟 刚刚刀身上 蕴含的刀意 不 那是真意 十八周岁 掌握真意的天总之才 李扬的这一刀 就像是给他们两人上了一课 值得细评 叶将军 不知我的实力 有没有资格 获得五星战神称号 李扬目光看向叶景荣 自己可是把老底都露出来了 五星战神 自然是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 还能不能往上提一提 这一刀 可分喉 叶景荣面色严肃 现在不是李扬 有没有资格 获得五星战神称号 而是五星战神称号 配不配得上李扬的实力 如今看来 显然不配 他直接将这件事情 上报了岭南总军区南天门 高层那边很快给出回应 叶城军区 第五位 封侯强者出现了 除三位将军 跟一位独狼武神外 李扬是第五位 获得封侯的存在 正式封号 三个月后才能下达 但李扬 可以先享受封侯待遇 比如军功商城的打折 如此天骄 军方自然当的宝贝一样 捧在手里 甚至想要 直接调李扬 去南天门 助手一方 但被李扬给拒绝了 他更在意的是 如何进入新门 这也是为何 今日在叶锦荣面前 炫技的原因 停机平前 李扬跟周海妹 送走了叶锦荣等人 哎 没想到这么快 我们就要散伙了 海姐的实力 去南天门 组建一支战神小队 还不是绰绰有余 李扬难得调侃了周海妹一句 叶锦荣走之前 告诉二人 一个不算秘密的消息 北龙军即将裁撤 战将送至叶城军区 战神将会集体前往南天门 北龙军的番号也会被取消 周海妹对此有些伤感 他算是北龙军的奠机人之一了 因为即将解散 他公务繁忙聊了一会 就回去处理军务了 李扬回到住处 开始感悟 刚刚触摸到的真意合一 跨过这一步 便能触摸到天人合一的门槛 除了修炼 他也在关注南天门与新门 或许是因为狼人的缘故 军方高层 开始持续往南天门调兵前将 想要进去新门 也变得更难了 原本每个月可以开一次新门 现在需要等三个月 而且高层决定 组建一支强者小队进入新门 搜寻狼人的下落 组织强者小队进入新门的消息 属于绝密集 如果不是李扬获得了封侯称号 都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 他嘱托张局长给自己报了名 原本需要考核的名额 在他这直接就给内定了 三个月的时间 足以让我气血突破到原能界 进入新门前 自然要将战力拉满 首先气血要拉满 三千万卡气血上线 现在还差小两千万呢 气血突破原能级为首要任务 还有密集跟战刀要买 作战服虽然有原神战甲 为了保险起见 得弄一套SS级作战服穿在外面 双重保险最为安全 这三项开销巨大 特别是全本刀法密集 需要一千亿军功 把夜城外面的怪兽全载了 恐怕都不够 必须去那些有名的魔窑才行 A097区域 7月1日 李扬再次独往荒野区 这次选择的区域 是夜城军区外 聚集怪兽最多的一处魔窑 每次进攻战争基地的怪兽 大多来自此地 今天 他就带夜城军区 180万将士 前来讨个债 赤焰山谷 一处阴暗潮湿的洞穴内 汹涌的血液蝙蝠 如同洪水一般 朝着洞外飞去 So 72柄隐刃 齐刷刷地冲出 想逃 李扬嘴角露出轻面 这群魔窑 半年前攻击夜城军区的战争基地 导致上万军人牺牲 因为是飞行类怪兽 追杀能力极强 荒野区内遇到 就算是武神 都无法脱逃 李扬专门找到他们的巢穴 让他们也尝尝 逃无可逃的滋味 他在洞穴内放了灵火 又靠速度 提前到达洞口堵着 血液蝙蝠大军 只能无脑冲门 可面对72柄隐刃 他们没有任何生的希望 三天后 赤焰峡谷 多出了一条白骨路 这条白骨路 绵延数十里 气血增加252万卡 当前气血1423万卡 连续三天的高强度 吞噬与屠戮 李扬的精神念力消耗殆尽 念力用完了 开始用气血 虽然没刀 单靠着一双拳头 他就敢杀进魔猿山 这是魔猿怪兽的老巢 内部王级怪兽多达到数百头 魔猿领主更是王级八阶怪兽 没有群体伤害 他就盯着那些王级怪兽杀 直至取下泰山魔猿领主的首级 他才离开魔猿山谷 可惜念力恢复得有点慢了 不然猎杀怪兽的效率 还能更高 气血用完转用念力 双修的长处 再次展现得淋漓尽致 混动杀法 根本停不下来 一处怪兽巢穴 被他攻破 或是直接灭族 或是击杀怪兽领主 很快 A089区域的怪兽巢穴 被他清理个干净 杀的王级怪兽都快灭绝了 月底 实在找不到王级怪兽后 李扬才不甘地回归驻地 而他的气血 也到达了惊人的层次 距离三千万卡气血 也仅差一线 夜城军区那边 则是传出一个惊人消息 战神小队进入荒野区 竟然找不到王级怪兽了 这件事情 顿时惊动了军方高层 第六十章 亿万军功 买买买 什么 找不到王级怪兽了 夜城军区 夜景荣听到汇报后 瞬间紧张了起来 按照以往的经验 一旦荒野区的怪兽不落头 大概率是在集结怪兽大军 准备进攻军方的战争基地 查 调动所有空中力量 务必找到怪兽的集结地点 命令下达 空中侦察乃至地面侦察部队 快速挺进了荒野区深处 深入调查后 他们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王级怪兽没有暗中集结 而是被人杀光了 夜城外的三千里荒野区 足足有上千头王级怪兽 如今竟被杀的 仅剩树头 都快成熙 有动物了 夜景荣 先是松了一口气 随即开始调查 是谁人所干 先查军功 查不到再去问武馆 或者华夏安全局 结果一查 还真是自己人干的 人在北龙军 此时的北龙军 已经被完全打散 分到了南天门军区 跟夜城军区 军功绑荒废 自然没人知道是李扬 听到北龙军 夜景荣瞬间就知道是谁了 通过后台查看 李扬的军功突破天际 军功 107亿零132万1242点军功 十亿位数 足足100亿军功 这个数字太夸张了 五星战神 累计军功不破亿 五神七阶以下 一般也就累计个十亿军功左右 夜景荣 作为夜城军区的将军之一 又是五神七阶的封侯强者 穷其半生才累计了60亿军功 结果 李扬一个月就破了百亿军功 这个记录 可以说空前绝后 异常的军功数值 甚至惊动了 岭南总军区南天门 如此庞大的军功 总军区还以为夜城这边 有人突破到星辰级了 结果发现 是一位精神念师 而且只是上校军衔 职位更低 竟挂在一个被裁撤的北龙军上 南天门的高层 当即询问夜景荣 关于李扬的信息 夜景荣虽然十分不舍李扬离开 但军区外面 实在没怪兽给李扬杀了 最终将李扬误出真意的事情 汇报给了军区总司令 得知李扬误出了真意 总司令陆振华坐不住了 如果是误出单一的刀意 权意或者枪意 那最多叫天骄 可要是在元能级误出真意 那就是绝世天才 整个华夏 误出真意的元能级武者 不超过五个 而军方 只有一位掌握真意的元能级武者 那人坐镇魔都基地式的春生湖 战力堪比星辰级强者 被好几个老家伙 当个宝贝一样捂在手里 现在岭南军区 也出了这么一位人物 必须给出最优渥的条件 南天门的总司令 亲自开出调令 而且 是一份可以让李扬任意选择的调令 夜城北 沙丘区域 北龙军的驻地冷冷清清 大部分地面建筑 已经完全拆除 此地即将被纳入夜城郊区 目前 仅剩几位通讯兵留守 但他们 不怕怪兽进攻驻地 因为李扬回来了 地下宿舍 李扬正在浏览 军攻商城 距离三千万卡气血 就差三百万了 也该为突破原能级后 做准备了 点开世界第一刀法秘籍 刀河的主页 他最开始购买的只是前三重 对应了五折 九段的修炼 现在即将突破原能级 也该购买 刀河 第四 第五 第六重了 最后三重 需要星辰级才能修炼 价格也更贵 购买前三重时 他只花了十万军功 现在购买中三重 价格却飙升到了十亿 后三重 更是高达九百九十亿左右 也只有星辰级强者 才买得起 丁 购买成功 扣款八亿军功 当前余额 九十九亿军功 如果是五星战神 只能打九折 封猴是打八折 看到提醒 李扬面色淡然 军功花了还能挣 最要的是提升战力 而且 是及时战力 买了就能用的东西 比如 他垂涎已久的SS级战刀 SS级斩空刀 十亿军功 SS级作战俘 六十亿军功 S级材料 对应了王级怪兽 但与王级怪兽战斗时 还是会有损坏 SS级材料 使用的兽皇怪兽的材料 杀多少王级怪兽 都不会损坏 他现在的军功 买下这两件装备 绰绰有余 但 钱包太古 野心也大了起来 点开了SSS级的装备区域 SSS级斩神刀 100亿军功 SSS级阎神战甲 800亿军功 可调动部分火系元素 除了贵 SSS级装备就没缺点了 我有原神套装 防御力跟SSS级差不多 还有削减冲击力的功能 对作战服的需求不大 不如一步到位买下斩神刀 李扬的看着斩神刀 是越看越喜欢 心底略微盘算了一下 距离新门开启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些时间 他继续狩猎怪兽 赶在进入新门前 买下那件SS级作战服 应该没啥问题 反正也就60亿军功而已 拿定主意后 李扬点击直接下单 打完八折 扣掉了80亿军功 但SSS级的斩神刀 值 因为 贵 除了必要的装备外 他又买了荒野区 必备的定位手表 护目镜 耳机等等辅助装备 为了匹配上自己的SSS级斩神刀 这些辅佐装备 都是按最高级别买的 光一块定位手表 就花了上亿军功 剩下的十亿军功 先留着吧 关了军功商城 等待快递的功夫 他也没闲着 开始钻研精神念师秘籍 换星 在荒野区 还是精神念师最吃香 武者强的是进身战 肉搏才能显现 像他这种 动不动就把某种怪兽杀穿的做法 还是精神念师比较适合 滴滴 刚刚坐下没议会 手表传来提醒 看了一眼 竟是岭南总军区发来的邮件 调令 虽然好奇 但也预料到了 北龙军即将不在 他被调走也正常 周海妹前几天 就去了夜城军区 只是没想到 自己的调令来自总军区 竟然还能让我自己选 李扬飞速扫了一眼三个职位选项 目光中满是惊讶之色 随即打开军方特殊网络 一一查看起来 巡查史 华山两组 蓝天门三十六五胜 最后一个 似乎不是某个组织 而是一个单独的称谓 第六十一章 南天门巡查史 受少将军衔 怎么选 总军区开出的条件很高 第一个巡查史 给李扬的职位是 巡查处处长 受少将军衔 主要负责巡查南天门军区 以及南天门外的万里荒野区 当然 也不是光杆司令 巡查处 还有十二位元能武神四阶到六阶的巡查史 这些人各自有巡查的区域 李扬不需要操心 巡查史 地位在军区极高 特别是处长一职 虽然只是少将 却直属总司令管辖 有独立的自主权限 上将见了 都得笑脸相迎 既不用操心属下 还掌握实权 这调令 开得还真高 李扬不自觉地笑了 这就是强大后 带来的隐形好处 不需要去争 提升自己的实力即可 如果是在基地室内 香车美人 明星 天才 以及各路豪门望族 恐怕早来拉拢他了 强者为尊的世界 关注点永远在实力上 宇宙中 只会比蓝星更夸张 三个职位资料 他看了一遍 最终选定了巡察处处长的职位 第一是自由度高 第二是权限大 他想了解新门 权限当然是越大越好 其余两个 华山二组是华夏安全总局 设立的特殊组织 势力范围遍布全球 能进入二组的成员 各个都是封侯的武神 36武圣 则是昆仑武馆 在南天门设下的称号 获得这个称号 也可加入全球第一的昆仑武馆 开出这个条件 估计是想让昆仑武馆 也培养一下他 这个跟年纪有关 毕竟 李扬才18岁 确定好选项 任命书正式下达 由南天门总司令 陆振华亲自批示 现在只需要去夜城军区办理一下 就可以前往南天门报到了 中间有三天的假期 正好回基地室看看 转眼进入荒野区都两个月了 也该回去看看妹妹 嘿 这丫头的理科成绩很突出 不愧是老李家的闺女 算上二叔 他们老李家也算是人才被出了 休息一晚 一日 清晨 李扬的快递到了 军方安排了王级智能战机 亲自送货 押送人员 配备了四名五星战神 规格高的夸张 李少将 这是您订购的SSS级斩神刀 刀盒第四 第五 第六重定位手表 为首的一位五星战神 与其恭敬 麻利地将各个金属密码箱打开 请李扬验收 签上字 四人敬礼后转身 就离开了 不难看出 他们都很羡慕 用刀的武者 没有人能对SSS级斩神刀受弄 手指上的空间戒指光芒一闪 地面的装备 全部收进了空间戒指 该离开了 咔咔 引刃快速组建成飞行滑板 跃身上去后 他的身影化作了光 So 夜城军区 战争基地外 李扬缓缓降临 穿着一身常规训练服 走进了战争基地的办公大楼 他已经提前知会了夜景容 等下进去千个字就能离开 有些流程 还是要走的 不然可就乱套了 十三楼 电梯刚刚开门 迎面就碰到一位熟人 海姐 你怎么在这儿 李扬走出电梯 看向了周海妹 此时 对方穿着正式军装 胸口挂着不少军工章 显得很正重 跟以往的风格可不像 来办理交接手续 你呢 周海妹眼里多出一谋好奇 李扬加入北龙的时间虽然很短 但却是最耀眼的那位 他很好奇 李扬会被军区调到哪 两人站在过道上 还没开始寒暄 就有人来插话了 阿妹 你调令办好没 不远处刚刚走出办公室的青年男子 快步走了过来 他的胸口处挂着一枚五星战神的徽章 见有外人过来 周海妹也不好再问李扬调令的事情 叶将军说 要见一位贵客 估计还要等一会 周海妹与其敷衍道 江梁你先走吧 不用等我 江梁听罢 死皮赖脸道 我不急 反正我是去投北我爸的巡查处 晚点去也没事 倒是咱俩有小两年没见了 等会出去一起吃个饭叙叙旧 顺便给你说是 蓝天门那边的事 他话说完 才发现周海妹身边还站着一人 李扬穿着太低调了 第一眼看过去 还以为是路过办公人员 但是 那张帅气的脸孔 依然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阿妹 这是你朋友 江梁看向李扬时 眼神中有着忌惮 男人之间 互相能威胁的东西很多 实力 背景 颜值 身高 长短 单从表面看 李扬的颜值 威胁到了江梁 周海妹见对方不走 只好介绍道 忘记介绍了 这是我们屠龙小队的成员 李扬 没见过 新来的吧 江梁目光看向李扬 知道 是新人后 语气狂傲起来 小兄弟 不得不说 你运气真不好 刚加入就解散了 要是美好的去处 我看在阿妹的面子上 可以安排你去南天门 混个少校的牌子 没多大问题 她笑声阴阳 似乎对屠龙小队 颇有成见 目光看向李扬时 更是摆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姿态 给自己渲染出一个 手握权柄的错觉 看到这一幕的周海妹想笑 她知道李扬的实力 去哪都是 求着要的人 而且有封号称号 哪需要这半调子去安排 少校的牌子 我可承受不起 李扬淡笑一声 她刚刚升少将 可不想被录到少校 她都懒得在这个二傻子 面前装逼 转身对周海妹说道 我正好找叶将军签字 一起过去吧 周海妹目光一亮 原先叶将军的副官说 等会要见一位大人物 让他稍后过去 现在看来 这个大人物是李扬 江梁听后连忙提醒道 老弟你 刚刚没听阿妹说吗 叶将军正在见 一位大人物 你现在过去 打扰两人的谈话 小心被卡掉令 李扬跟周海妹都没搭理他 静止走向了 叶景荣的办公室 也就是最后这句提醒 说的还算对 不然 这家伙就得给他 爹物色新岗位了 巡查处主任 不就是李扬素未谋面的老部下吗 动动 周海妹走在前面 主动帮忙敲门 咔 开门的是叶景荣的副官 白发精神念师 见到李扬 他不敢有半分怠慢 恭敬道 李少将 将军已经里面后着了 您里面请 第六十二章 大理 王级智能战机 少将 江梁四下看了两眼 才确定叶景荣的副官 在对李扬说话 他满脸不可思议 身体将在当场 李扬是少将 他才多大 周海妹也是一愣 他知道李扬实力深不可测 会被军区看中 但没想到一个月不见 都升少将了 副官将李扬请进办公室 对李扬带来的人 同样是客客气气 点头跟周海妹 与江梁打招呼 一同迎了进来 现在的李扬 绝非昔日可比 不光是实力 职位也高得吓人 南天门的巡查处长 戴天巡守 已经位列军区高层 江梁咽了咽口水 他还是第一次见 朱副官这么客气 只好硬着头皮跟了进去 办公室装修篇古典 用的都是石木 还有这一座屏风 叶将军 李扬抬手近了一礼 叶景荣连忙起身回礼 谈笑道 茶已经泡好 咱们坐下聊 一个中将泡茶等李扬 周海妹与江梁的目光 已经彻底看不透李扬了 好 李扬拉开椅子 坐在了叶景荣的对面 神态自然 你们也坐 别那么举措 叶景荣招手 示意周海妹与江梁 坐在李扬左右 这让两人受宠若惊 眼前的和蔼老者 可是叶成四将军之一 老牌中将 封猴强者 小心翼翼地坐在李扬左右 两人半句话不敢说 客气归客气 正是还是先要办的 李扬 调令你应该看过了吧 嗯 昨天总军区那边发来的邮件 已经了解了大概 李扬点了点头 接过旁边朱副官递来的笔 在调令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此时 江梁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调令 武神的势力可不是盖的 哪怕斜着看 也能看清楚 调令上面的职位 巡察处处长李扬 周海妹同样看得清清楚楚 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 两人在军队摸爬滚打数年 岂能不知巡察处处长 一直的含金亮 真正的军方实权大佬 手下12位仅次于封猴的武神 以及12队常规巡逻人 加入巡察处的最低标准 是五星战神 这还只是其中一项要求 上面没人举荐 就算是五星战神 都很难加入常规巡逻人的队伍 比如江梁 他老爹是巡察处的三大主管之一 加上是五星战神 才进了巡察处 光是成为常规巡逻人 都这么严苛 更何况是巡察处处长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超越武神存在的子女 都没这么夸张的待遇吧 知晓内幕的叶景荣 却对李扬就任这个职位 没有半点惊讶 误出真意的元能及强者 值得这个位置 对了 待会你走的时候 去机场领一架王级智能战机 这算是我们叶城军区 送你的礼物吧 叶景荣大气道 出手就是一架王级战机 当时北龙军 也才配备一架 王级智能战机而已 这玩意 军工商场有卖 要三十亿军工 李扬没舍得买 主要是不增加战力 速度也没他快 这太贵重了 我怎么好意思收呢 李扬说归说 拿也是真拿 虽然没啥大用处 但绝对是装逼利器 叶景荣玩笑道 收下这份大礼 以后叶城军区要是有麻烦 你这个本地人 可得回来帮忙啊 一定 李扬收起笑脸 目光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是叶城人 如果以后叶城军区 有兽潮爆发 自然亦不容辞 哈哈 不用那么认真 一切以职务为准 叶景荣感慨道 你短短一个月 猎杀了上千头王级怪兽 估计三五年内 叶城军区都不会遇到 怪兽攻击了 如今叶城军区外 王级怪兽几乎灭绝 剩下一些普通怪兽 军方的战神小队进去 几乎就是乱杀 的确没什么压力 上千头王级怪兽 江梁直接脱口而出 这次 他是真绷不住了 军区这几天一直在传 叶城外面的荒野区 王级怪兽莫名失踪了 他还以为是要进攻战争基地 所以留守在叶城军区 没急着去南天门 没想到竟是被人为猎杀光的 关键这人就坐在身边 此刻 江梁感觉身边像做了一位杀神 煞气冲天 李扬转头看了一眼江梁 示意对方淡定一点 不要一惊一炸 给巡查处丢人 看到他的眼神 江梁瞬间安静地向着小安纯 坐着地挺直 目光直视前方 就像是小孩吃饭时 被家长训了一样 李扬喝完茶 便起身告辞 临走前 他看出叶锦荣似乎有话要说 但是碍于旁边有人 一直没有说出口 不说李扬也能猜到 对方的孙女叶灵飞 就在南天门 如今 南天门外的新门 动荡不安 新门周围的万里荒野区 本就是华夏最危险的区域 叶锦荣担心孙女的安危也正常 但这种事情不需要说 去了南天门后 他稍微给叶灵飞一点关注 下面的人就知道该怎么照顾了 军区外的机场 你们要回叶城吗 李扬回头看了一眼 周海妹跟江梁 二人都摇了摇头 他 他 准备直接前往南天门 特别是江梁 捧着脸不敢露出一丝表情 那我们南天门见 李扬说完 走进了王级智能战机 嗡嗡 战机缓缓升空 蓄能完毕后 顷刻间划破长空 朝着东南方向的叶城而去 留在原地的二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江梁语气略带埋怨道 阿妹 你太不厚道了 我先前在处长面前冒事的时候 你也不提醒我一下 我也不知道 他会是巡查处处长 周海妹摇了摇头 看到江梁惊恐的小表情街皮 他阴阳怪气道 呦 江公子 您那么大的权威 随随便便都能安排 少校牌子的大人物 还会派一个处长 少来 那可是巡查处处长 四大战王之下第一人 要是让老爹知道 我对处长无理 他一定会打到我的腿 滴滴 李扬挽着手臂 站在机舱前方 透过玻璃 望着下面林立的高楼 小颖 你在家还是在学校 拨通电话后 智能战机内 自动形成一道视频投影 此时李小颖俯下身子 躲在书桌下面 压低声音道 哥 你忘了今天是周一 我正在上课呢 那我去你们学校接你 我让你们老师给你放假一天 带你出去好好玩玩 李扬语气温和 在他看来 学习知识什么时候都可以 自己有能力 让妹妹学到任何想学的东西 但是陪伴妹妹的时间 恐怕会越来越少了 啊 你回家了吗 李小颖听到 哥哥要来接自己 顿时慌了神 敏锐丽惊人的李扬 瞬间看出了妹妹的破绽 皱眉道 你不在夜城 哥对不起 京都基地市的实验班 对我太重要了 所以李小颖委屈巴巴道 实验班 这件事情 妹妹跟她说过 不过被她拒绝了 没想到这丫头胆子变大了 敢背着自己 独自去京都基地市的实验班 李扬面色冷了下来 妹妹天真 她可没那么好糊弄 小颖去京都基地市的实验班 恐怕是云青平在暗中操作 她目光中充斥一股怒意 二叔被吉东人折磨成了狼人 如今生死不明 云青平道好 趁着她参军 敢打小颖的主意 告诉我你的位置 我四个小时后 到京都接你 第六十三章 小子 放开那女孩 下午十分 京都基地市 科大少年班 叮铃铃 下课铃声响起 一群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 三五成群地朝着校外走去 哇 快看校门口 竟然是限量款的敞篷跑车 这是谁的家长 几位少女走在一起 看到校门口停着的粉红跑车 一脸羡慕地望了过去 生活在无忧无虑的象牙塔内 理科生们大多星星天真浪漫 毕竟进这所大学的 家庭条件都不差 哎 小颖那个不是经常来接你的阿姨吗 这是你妈妈吗 阿姨长得的真漂亮 几个小女生 叽叽喳喳地谈论着 李小颖文言连忙解释道 别瞎说 这不是我妈 只是来京都时偶然认识的一位阿姨 她跟这位阿姨认识的也很巧 是因为在机场捡了对方的项链 归还后 漂亮阿姨非要请她吃饭 一来二去 两人就熟悉了起来 加上一个人来的京都基地市 也不认识什么人 对于这位阿姨 隔三差五地来接自己放学 也没多少戒备心 反而觉得相处得很愉快 因为两人的兴趣爱好都高度重合 小颖 我在这儿呢 粉色敞篷车内的少傅 站起身冲着李小颖挥了挥手 她年纪看上去也就三十五六 身姿风云灼绝 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富贵气息 特别是她的声音 是那么的温柔妩媚 听得直让人骨头都软了 小颖跟同学挥手告别后 走向了粉红跑车 快上车 看看我买到了什么 女人拿出两张挂着鼓串的门票 晃了晃露出一抹柔和的笑容 李小颖看到门票后 兴奋到 是净化纪元前的生物馆门票 她早就想去看看 净化纪元前的怪兽 或者说是动物们长什么样了 这个对学业帮助也比较大 可惜 生物馆现实开放 门票更是少得可怜 有钱都买不到 没想到 只是跟对方提过一次 转天就帮她买到了生物馆的门票 但 哥哥马上就来了 跟爱好相比 哥哥更重要 阿姨 实在对不起 我哥今天要来 可能没时间去了 你哥哥 女人文言 面色微微一变 就在此时 校门口的对面 走来一位穿着蓝白训练服的少年 他目光锐利 气息大开大合 给人一种稳重可靠的安全感 小颖发现这道身影后 脸上缓缓浮现幸福的笑容 高声喊道 哥 他转身小跑 向着李扬跑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的云青瓶 有些极度 又有些不甘 慢些 李扬刚到 或者说刚刚从飞机上跳了下来 此时王级智能战机 悬浮在云层之中 他原本对妹妹的自作主张 还有些生气 但看到妹妹在这里的生活很开心后 气也就消了 哥 你怎么来得这么快 我看航班信息 最快的飞机 也要晚上九点呢 小颖抱着哥哥的腰 抬头问道 基地市之间相隔数万里 普通的民航客机的确很慢 但票价却高得离谱 因为往返的代价太大了 相隔的地方 是大片荒野区 空中怪物繁多 客机都配备了激光武器 李扬摸了摸妹妹的脑袋 但然道 待会你就知道了 说完 他将目光投向了敞篷车上的女人 他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小颖的亲生母亲 如今的柳家大夫人 哥这位是云阿姨 我来京都后 云姨照顾我很多 小颖语气天真道 云清平此时也从车上走了下来 摘掉手上的白丝手套 面带笑容道 你好 李扬 我该叫你云姨呢 还是叫你柳夫人好吗 李扬没给对方好脸色 语气透着冷漠 对这个女人 她没有好感 实在是这女人 太喜欢耍小聪明了 简单的说 云清平就是凶大无脑 只有小聪明 没有大智慧 以为花钱 就能挽回亲情 如果是以前 或许可以 她不想妹妹跟着她吃苦 但现在 李扬绝对有能力 让妹妹过上最好的生活 你是小颖的哥哥 跟着小颖叫我云姨就行 云清平的面色并不好看 喜怒都在脸上 果然是没什么臣服 也不知道 二叔看上这个笨女人哪一点了 小颖看着两人 总觉得空气中有着火药味 小颖跟你的云姨好好告个别 今天我们就离开京都基地市 李扬阴阳怪气道 想要叫云姨 那就让小颖喊对方一辈子阿姨 云清平听后 直接破防 被自己女儿叫阿姨 的确是最伤人的事情 但她干过更伤人的事情 也是活该 哥 小颖有些不舍 不舍实验少年班 这里的教育规格极高 以后能进科研所工作 这是她的梦想 云清平见小颖不愿离开 当即怒斥道 李扬 你太自私了 难道你要耽误小颖一辈子吗 我们家的事 还轮不到你多嘴 李扬声音低沉 只是稍稍露出一些气场 就压得云清平面色煞白 胸口上下起伏 气都喘不上来了 这只是一个个小小的惩罚 下次 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被夹在中间的小颖 有些不知所措 但她永远会站在哥哥这一边 今天你休想带小颖 离开京都基地市 云清平转头 冲着不远处的黑色越野车喊道 海老 还不动手 咔嚓 车门打开 一位穿着古朴长衫的白发老者走了下来 虽然苍老 气息却稳弱泰山 小子 放开那女孩 海老抬手虚空一握 恐怖的原力 已经可以具象化地浮现在手心 如此手段 最少也是原能级三接 但 对现在的李扬而言 太弱了 就算是让刚刚加入巡查处的江良过来 都能随手薄杀这个小老头 而且 江良会很愿意为李扬做事 海老 下手轻点 把这不尊长辈的臭小子打晕就行 等会带回家 我再好好收拾他 云清平神色得意地看向李扬 海老闻言不敢怠慢 身影一闪 如同奔雷一般 向着李扬冲了过去 得罪了 碰 第六十四章 一个眼神 镇压武神 海老奔袭出去的瞬间 身体忽然僵在半空 整个人像是被定格了一样 动弹不得 哇 李扬眸子转动 目光凝聚在海老的身上 被定格在半空的海老 顿时被凭空爆发的气浪阵 飞出数米 他整个人在空中抛出一道弧线 重重地摔在水泥路面 破 海老捂着胸口 吐出一口老血 抬头望向李扬时 眼神中透着惊讶与恐惧 这位圆能级三阶的强者 戎马半生 见过不少大场面 可被人一个眼神重伤的事情 他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突如其来地打斗 瞬间引起了刚刚放学的学生 刚刚是我眼花了吗 那个老先生为什么会倒飞出去 这你们就不懂了 武神的速度每秒几百米 他们的战斗 就算是武者来了 都看不明白 人群中的一位少年 目光炙热地望着李扬 虽然是李克生 但谁不想成为武神那样的强者呢 可惜他们天生气血平脊 无法练武 那不是小颖吗 小颖跟那个冷酷帅哥认识 这不会就是小颖说的哥哥吧 太羡慕小颖了 他哥哥不但长得帅 竟然还是武神 几名小女生羡慕得原地跺脚 心想 怎么不是自己的哥哥 但此刻的李小颖 只担心哥哥的安危 他拉着李扬的手 劝哥哥不要冲动 并且当场跟云青平 当场划清了界限 云青平看不懂武神之间的碰撞 但他明白自己的护卫输了 眼神中满是不甘 人群聚集 原力波动 瞬间就引起了安全局的注意 这里可是市区 别说打斗了 就是原力波动都不被允许 因为这里是首都 Soul 只是片刻 一位神态威严的中年男人 就到了现场 他穿着安全局的制服 脚踏飞行滑板 双手赴后 目光扫向李扬跟海老 敢在京都基地式动武 你们是嫌自己命长吗 中年男人的语气陡然提升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原本就重伤的海老 又吐了一口老血 安全局的这名强者 是一位原能七阶以上的精神念师 强大的念力 稳稳地压制着受伤后的海老 看到安全局的人出现 云青平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自报家门道 我是柳家夫人 刚刚这小子无辜对我的管家动手 你赶紧将他抓起来 中年男人没有搭理云青平 但目光还是看向了李扬 嗯 他浓眉微翘 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念力在靠近那位年轻人时 竟自动消散了 目光凝聚 想要再次给李扬施压 可在看向李扬深邃的毛子时 他的石海开始嗡鸣作响 眼前的世界也开始天旋地转 意识陷入模糊 李扬嘴角露出一丝倾笑 跟他比念力 找念呢 他修炼的精神念师秘籍 换星 光是第一重就需要掌握真意 就这一条 就能让蓝星所有原能级精神念师 望而却步 关键是 这些人想修炼都没门路 这可是宇宙中的精神念师秘籍 刚刚他所用的换眸 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攻击手段 对方就算是原能级七阶的精神念师 依然被他的一个眼神蛊惑 如果是生死搏杀 对方的脑袋已经被他砍掉几百次了 你 中年男人清醒后 惊恐地望向李扬 他在不敢无礼 连忙从飞行滑板上跳下 恭恭敬敬道 刚刚是晚辈无礼了 还望前辈见谅 这一幕 让所有人都是一惊 安全局的强者 向来冷酷无情 什么时候服过软 哪怕是武神巅峰过来了 也得客客气气 结果现在给一个少年低头 这是我的证件 我随时配合 李扬淡笑一声 他没理由去为难一个执法的安全局武神 这些人也是为了维护秩序 中年男人见状 连忙双手去接 打开一看 面色瞬间变了 他抬手敬礼道 李少将 嗯 李扬轻飘飘地回敬了一下 需要卑职帮您处理这件事吗 中年男人目光看向海老 对方躺的板正 估计是真晕过去了 不用了 我能处理 好 您如果遇到什么小麻烦 随时招呼我 中年男人说完 递出了一张名片 安全局 东城监察室 何正锋 李扬看了一眼名片 点了点头收了下来 竟然还是一位监察室 估计也是一位封侯的强者 只是两人的职位相差很大 他是华夏第一关南天门的巡察处处长 对标的 可是京都基地市安全局的副局长 不管是实力 还是地位 何正锋都要对李扬刻气气 围观的众人 虽然没听清楚 二人说了什么 但看到安全局的监察室 对李扬如此客气 也能明白 李扬的身份跟实力 都远胜这位安全局的监察室 李扬 你非要带小英走吗 云青平眼看安全局的人 都不站在自己的这一边 开始打起了感情牌 你太自私了 你根本就懂小英要什么 就非要带她回叶城 你有为小英考虑过吗 这话说的 还真让李扬反思了起来 可想来想去 自己妹妹是被云青平 骗到京都基地市的 现在带回去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吧 李扬刚准备开口反驳 旁边的妹妹却主动站了出来 她开口说道 我哥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柳夫人 请你自重 小英语气冷漠 聪慧的她 早已看出了云青平的不对劲 一个外人非要插手他们家的事情 目的是什么 小英 我其实是云青平 听到自己女儿管她叫柳夫人 彻底绷不住了 当即就准备摊牌 可话说到一半 她喉咙像是被卡住了 愣是说不出最后几个字 适可而止吧 别以为 我不敢对你动手 李扬目光冰冷地望向云青平 先前没动手 是因为小英 毕竟是妹妹的亲生母亲 而且 她二叔现在还活着 有可能重返夜城 就更不能动云青平了 但惩罚还是要有的 不然还不知道 这个蠢女人 会再干出什么蠢事 云青平憋得面色通红 说不了话 只能干战着 沉默片刻 和正风打圆场道 李处长 这种小事 要不交给我来处理 您难得来一趟京都基地市 我派人过来 接您去南海招待处 先休息休息 不用了 我等会就回岭南 现在回 和正风心底一动 民航只有早上有航班 现在可回不去 主要是李扬带着妹妹 肯定没法飞回去 必须乘坐飞机 引号 下降到一百米左右 李扬冲着定位手表 吩咐一声 天空 藏匿在云层中的王级智能战机 开始下降 战机的嗡鸣声响起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只见一艘百米长的智能战机 缓缓下降 在距离地面一百米时 才停了下来 第六十五章 你懂什么叫人情世故吗 这是 王级智能战机 哇 我在官网上看过 这架战机 要八百亿 小颖的哥哥 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有私人智能战机 围观的学生们 一个个露出惊恶的目光 云青平捂着胸口 也是一脸难以置信 他对舞者不了解 但对能花钱 买到的东西很了解 比如王级智能战机 造价高达数百亿 就连柳家的那位家主 都买不起 不愧是南天门巡查处的处长 何正峰看向王级智能战机 心底感慨一声 在众人的目光下 李扬搂着妹妹缓缓升空 进入了王级智能战机的机舱 问 战机关上舱门 升至千米高空后 破空离去 李扬走后 围观人群很快就散了 何正峰的神色 恢复到了以往的冰冷模样 他转头看向云青平 柳夫人 我劝你一句 那人你得罪不起 惹怒了他 柳兄都保不住你 他不认识云青平 但认识云青平的丈夫 那是一位二十年前的天骄 也是当前京都基地式的风云人物 但跟李扬相比 还差了不少 李扬才十八岁 未来谁说的定呢 成为全球前一百的天榜人物 也不是不可能 哼 云青平依然不听劝 轻哼一声蛮横道 用不着你操心 说完开车就走了 何正峰见状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柳家有云青平 男兴盛 可怜的海老 倒地无人服 最后还是 何正峰叫人 将对方带去了医院 这是个纯种倒霉蛋 王级智能战机内 里面空间很大 像是一个大客厅 有桌椅沙发 甚至是办公桌 李扬跟妹妹相对做 并未因为刚刚的事情而不开心 反而聊了很多 曾经他没关注的事情 比如 小尹的志向 是魔都科研班 这一点 李扬就不知道 哥 我来京都的少年班 就是为了 能进入魔都科研班 再做准备 一旦加入魔都科研班 就可以一边学习 一边跟着导师做实验 甚至还能跟着科研队 进入荒野去 说不定啊 到时候 我们就是队友了 小尹越说越兴奋 对未来有着规划 以及期待 听到妹妹打开心扉的畅聊梦想 李扬倾听着 心底则是在想 如何给妹妹铺一条好走的路 她的假期很短 安顿好妹妹后 就会直接前往南天门 气血距离三千万卡还差一些 必须尽快将舞者的身体素质 突破到原能级 这样就能修炼 刀河的中三重了 再往后 就是进入新门 寻找二叔 寻找威光 提前孕育 星空巨兽破壳 哥 我们走之前 去一趟 进化纪元前的生物馆吧 我想看看 进化纪元前的怪兽 小尹眼巴巴地望着李扬 李扬笑道 好 我们这就去 不着急回去 或者说 她现在改变了主意 应该把妹妹 送到她喜欢的地方 而不是一直待在岭南 待在夜城 生物博物馆 今天难得营业一天 来的人并不多 因为门票限量 有钱都买不到 李处长太客气了 以后生物馆的大门 永远向您敞开 李小姐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生物馆的馆主 亲自接待李扬兄妹 言语激动 因为李扬给了一个 让对方无法拒绝的价格 她用石头王级怪兽的尸体 给妹妹换了个 永久进入生物馆光缆的名额 长长的走廊两边 挂满了各种动物的标本 虎 豹 狮 狼 狗 兔子 鱼类更多 足足上千种 这条石斑鱼鱼鱼 怎么长这样 小颖指着一条独眼石斑鱼 这跟刚刚看的石斑鱼标本不一样 馆主就站在旁边陪着 听到小颖的疑惑 当即解答道 李小姐 这是一条长期生活在核污染区域的石斑鱼 属于变异体 进化纪元前 极东岛国野心勃勃的大搞核电站 实则是为了研究核武器 结果 因为技术还不成熟 最后导致核泄漏 最后拉着全人类一起买单 将泄露出来的河污水 一股脑袋排进了汪洋大海 但报应来得也很快 净化纪元初期 极东岛就被怪兽占领了 上亿极东人只逃出百万 分布在五大国 去哪都是干一些脏活累活 没人待见 如今 极东人的实验室都被李扬给毁了 极东圣主被华夏全球通缉 躲在荒野区不赶路头 这就是因果报应 滴滴 手表震动 传来提醒 李扬看了一眼 发现是云清平发来的信息 这个笨蛋女人 还不死心呢 不过这次说的话 倒是像个人 云清平告诉她 今天晚上 有一个退役军人慈善晚会 届时会有一位 来自魔都科研所的 顶级专家前来 只要跟这人搭上线 小尹进入魔都科研班的事情 就稳了 并且答应 等小尹去魔都后 她不再纠缠 可 李扬简单地回了一个字 继续陪着妹妹逛生物馆 一直到晚上八点 在一家高级餐厅 吃了顿正宗烤鸭 才前往云清平所说的 退役军人慈善会 来的时候 她换上了自己的军装 封喉的银龙领口 以及少将尖辉 十分惹眼 刚刚进入会场 就引来了不少权贵前来搭话 这些也大多是军属 李扬从容不迫地 与这些人交流 气势与气场 让前来攀谈的权贵 无不客客气气 小尹就不一样了 一直躲在她身后 始终没有开口说话 见妹妹不喜欢这种场合 她借口找了个冷清的位置坐下 等待着云清平说的 那位魔都顶尖院士 就在这时 一位体魄魁梧的大汉 笑着朝李扬走来 高队长 李扬看到来人 连忙站起身 走来的 正是在京都养伤的高阳 他小腿被截肢 现在装了个机械腿 走路奔跑都不会有影响 但进荒野区 恐怕是不行了 别喊队长了 我现在在安全局任职 看得起我教我老高就行 何况你现在肩膀上 都扛将心了 高阳还是跟以前一样 性格好爽 退役后 也多出了一股温和感 没了荒野区的那种杀气 两人闲聊之际 就见云清平 风风火火地走来 苏院士马上就到 赶紧跟我一起 去外民间 云清平还是那样 小聪明不少 大智慧是一个没有 他也不在乎旁边的高阳 特地嘱咐道 李扬 待会你看我脸色形势 小颖能不能进科研班 就看今天了 不用那么麻烦 宴会结束后 我自会去拜访那位苏院士 李扬言语清淡 对云清平 他是真无语 宴会这么多人 现在去找那位院士开后门 不是给人添堵吗 高阳听到两人的对话 有些茫然 但听到 是求苏院士办事后 顿时笑了 这件事情简单 等会苏院士进来了 我跟他说一声就行 你 云清平扫了一眼高阳 看对方莽腹的样子 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道 你一个舞者 懂什么叫人情事故吗 第66章 苏院士的救命恩人 啊 这 说话不过脑子 云清平估计没少得罪人 李扬捏了捏眉头 心想 好在妹妹的性格不像云清平 不然就麻烦了 李扬你可别拖大 这位苏院士的背景了得 就算你是少将军衔 他也不一定给你面子 我有个闺蜜 跟这位苏院士是朋友 不然你都不一定能见到他 云清平挽着手臂得意一笑 浩大喜功的性格 干啥都想要压别人一头 偏偏又一无是处 除了长相 如果不知云清平的性格 他在别人的眼里 绝对是位极品有物 李扬对此无感 挑眉道 既然苏院士不给我面子 那你一个人去好了 他丝毫不给云清平一点面子 非要拉自己过去 不还是要仰仗自己的身份吗 嗯 我一个人当然也可以 魔都那边 我又不是没有熟人 云清平为了在小影面前摆阔 吹嘘着自己的圈子有多广 除了嘴 他哪都是软的 就嘴最硬 云清平一个白身 没有职位对外 就是一个柳家夫人的名头 不拉上李扬 这位封侯少将 苏院士估计都不会正眼看他 小影面色清冷 他听到这些话 都觉得尴尬 撇头不去看云清平 忽然 门口那边传来了一阵喧哗声 刷 宴会的俊男靓女跟退役军人们 齐刷刷地望了过去 只见一位穿着朴素 气质高冷的干练女人走了进来 他身旁簇拥着不少人 人气极高 因为他就是这场慈善宴会的发起人 也是华夏鼎鼎大名的基因学专家 苏婉晴 他在一个多月前 从荒野区发现了念力基因体 光凭借这个发现 他的地位与身份就能超过封侯武神 看到苏院士进来 云清平迫不及待道 快快 咱们赶紧过去打个招呼 先混得脸熟 小颖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并不是因为云清平的话 而是看到了偶像后的激动 李克生 特别是基因系的学生 几乎都是这位苏院士的粉丝 竟然是他 李扬望向那位苏院士时 目光中露出一丝惊奇 云清平见没人搭理自己 一咬牙 索性自己凑了过去 他柔弱的玲珑身 根本挤不进去 最后好不容易靠近了 苏院士也只是微微针手 根本没给云清平说话的机会 冷清的角落 高阳见小颖的眼神 一直盯着苏院士看 笑了笑 他当即伸起手 宛若莽夫一般 高喊道 苏妹子 声如红中 顿时引来了不少人的目光 苏婉清自然也看了过去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高阳太过无礼的时候 苏婉清却笑了 原本冷淡高知的气质 多出了一份小女人的感觉 在众人的注视下 他竟满面笑容地走向了高阳 这家伙是谁啊 苏院士竟然对他笑了 难不成俩人是 这你们都不知道 苏院士这一次举办慈善宴会 就是为了此人 一个月前 苏院士在荒野区失踪 是那位武神救的苏院士 英雄救美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云清平听闻后 会的长子都轻了 刚刚他还以为是高阳吹牛 没想到 两人真的认识 还有救命之恩 云清平脸变得也够快 为了让女儿进入科研班 放下了高傲 一路小跑地跟了过去 苏院士并不在意旁人的议论 他禁止走向高阳这一桌 高大哥 谢谢您今天来捧我的场 退役军人的慈善宴会 我当然要来 而且是 我要谢谢你才对 高阳大大咧咧道 苏婉清听爸脸上的笑容更甚了 脑海中也不自觉地回忆起 那日被救的场景 湛蓝的天空 战机化作碎片 悬浮在天空 恐怖的战斗场面 还有一头狼手人身的怪物 但记忆中始终有一道身影 站在他的面前 将他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后来苏醒后 军方只告诉苏院士 带队营救他的是屠龙小队 高阳是队长 受了重伤 狼人的事情闹得太大 军方并没有给苏院士 过多解释细节 所以 他将脑海中的那道身影 认成了高阳 因此暗生情愫 这段时间 经常来京都看望高阳 甚至还为高阳 弄了这场慈善宴会 高阳外出内戏 看出了苏院士的心思 但他心里早有了欣赏人 苏妹子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阳 原本是屠龙小队的成员 他可是搜救你最长的战队成员 现在任南天门巡查处处长 高阳趁机拉出话题 他今天务必要把那件事情说出来 被人误会无所谓 但苏院士一直将他当成 救命恩人的误会 他实在受不了 就像心里扎着一根针 这一次倒是巧了 正好解释清楚 你好 李处长 上次荒野区 感谢您不留余地的搜救 苏院士声音感激道 望向李阳时 他的目光被李阳的银龙领口 以及肩膀上的将心给震住了 心底暗道 好年轻的封侯少将 李阳轻轻一笑 谦虚道 苏院士客气了 客套一句 也算是打招呼了 云青平听罢 先是一愣 没想到 李阳也跟苏院士 也有这种关系 但又觉得 李阳的话太敷衍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必须要跟苏院士攀上一些关系 而且 还得带上自己女儿 他当即剑缝插针地 走到小影身边 谎话连篇道 说来也巧 李阳的妹妹 正好是您的粉丝 这丫头一直将您当作榜样 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成为您的学生 听云青平这么一说 苏院士看向小影 看到对方穿着少年班的校服时 眼睛一亮 惊讶道 你是少年班的学生 嗯 小影紧张地点了点头 我正好在科研班 那边有几个名额 你愿意先加入科研班 再跟我一起研究基因药剂吗 苏院士也不是傻子 知道云青平的意思 自己手上的科研班名额 就那么几个 一大帮权贵巴结他 就是为了这些名额 他也有自己的原则 想要进入魔都科研班 首先要是少年班的学生 李小影正好符合 而且他的哥哥 还对自己有恩 那就更没法拒绝了 谢谢苏院士 李小影兴奋地鞠躬感谢 一想到加入科研班 可以跟这位明星院士 一起做研究工作 他脸上的笑容就停不下来 他的成绩 其实已经到了科研班的门槛 奈何没人推荐 根本争不过别人 靠正常的晋升 恐怕要担了好几年 才能加入科研班 第67章 弹指震杀黑棺精雕 看妹妹这么开心 李扬的心事也救了 他回归基地市 就是为了安排好一切后事 自己才能安心地前往南天门 云青平就更开心了 他觉得 虽然苏婉晴 是看在李扬的面子上收的小影 但这件事情是他提出来的 起码自己要占三分之一的功劳 坐在旁边的高杨 见话已经说到这儿了 便趁机将李扬伸入荒野区 从吉东武神手上救下苏婉晴的事情 说了出来 苏妹子 这件事情军方不愿透露太多 所以我先前没开口 但今天李扬在这儿 我觉得还是告诉你一声比较好 高杨将军方披露给他的事情 道出后 尝出了一口气 他性格向来直爽 心里藏不住这种顶替功劳的事情 现在说出来 他神色顿时轻松了不少 苏婉晴听后目光惊变 望向李扬少年的面孔 本就有着莫名的熟悉 如今听到高杨道出实情 脑海中的记忆翻腾而出 依然是那道背影 毅力虚空 只手捏碎战机 将他从吉东人手上救了下来 李少将 你可以跟我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苏婉晴的语气柔软 不像对外的那种冷淡 那股模糊的记忆 成了他的心结 或者说 是凝聚成了情意 单身三十几年 唯一梦里出现的那道背影 竟是眼前的少年 此时 所有人都透露出好奇的目光 就连小颖也是一脸期待 小聪明不断地云青平 更是看出了苏婉晴的眼神中 潜藏着爱意 这可给他激动坏了 要是把李扬嫁给苏婉晴 自己女儿岂不是直接起飞 当时 李扬不紧不慢地 将当时的情况 稍带隐瞒地说了出来 但那场战斗 他跟苏婉晴 没有什么英雄救美的情节 只是看了一眼罢了 可就是这么一眼 让苏婉晴做了一个多月的美梦 如今哪怕听到实情 他依然在畅想那道背影 并对李扬产生了一种迷魅的倾诉 以至于宴会从开始到结束 他的眼神也时有时无地看向李扬 台下的李扬 则是被小颖跟云青平缠着 非让他说出一些更细节的东西 他只是淡笑摇头 直至宴会结束 也没多说什么 深夜 宴会结束 李扬带妹妹一起去了南海军方招待所 那是一座庞大的庄园 云青平厚脸皮地想要跟过来 直接被门卫拦了下来 最后许诺对方明早可以来送送小颖 他才不舍得离开 安顿好妹妹住下后 李扬则是去了阳台 盘西坐在软和的地毯上 继续钻研幻青第一重 即将前往南天门 修炼自然不能停滞 幻青第一重 除了念力增幅百倍以外 还有十八种附带的精神念师秘法 先前使用的幻眸 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除此之外 还有关于奴役 灵魂燃烧 念力燃烧等诸多提升战力的秘法 这些秘法对于宇宙中的精神念师强者来说 属于必学的秘法 每一个用处都极大 要先学哪个呢 李扬在脑海中回忆着 幻青第一重所蕴含的十八类秘法 先学习灵魂一类的秘法 后面再慢慢学习灵魂燃烧 灵魂奴役 这样会节省你的时间 听到洛丽塔的提醒 李扬眼睛一亮 这才发现十八种秘法 有的是相辅相成 先修炼其中一种 学会后相同种类的秘法 再学习起来 速度就会快上很多 对此 洛丽塔直接给他制定了 关于精神念师的修炼计划 照着上面的步骤 逐一修炼即可 灵魂 才是根 李扬缓缓闭上了眸子 一夜无眠 清晨时分 妹妹起了得大早 看他神采奕奕的样子 估计是激动坏了 云青平也是一大早就发信息 问李扬什么时候走 这一点 两人倒是相同 李扬睁开眸子 带妹妹去楼下餐厅 不急不慢地吃了早饭 才给苏婉青发去消息 该出发了 半个小时后 军方单独开辟出来的特殊机场内 云青平给小影带了很多东西 百般推脱不得 只好让人送上战机 行了 以后或许还有机会再见 李扬打断了云青平的叙叙叨叨 他先是有些不满 但听到有机会再见时 脸上顿时露出惊喜的笑容 这么说 我也可以去魔都了 你敢 李扬瞪了云青平一眼 对方立刻老实了下来 他跟云青平约定过 不得前往魔都打扰小影 但自己会将他的身份 告诉小影 选择权 在小影手里 如果接受 他不支持 也不反对 但要是小影不答应 云青平这辈子 都别想看到小影了 战机缓缓升空 搜 蓄能完毕后 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魔都而去 京都距离魔都八万公里左右 按照王级智能战机的速度 需要四个小时左右 然后中转 南下岭南 中午 距离魔都仅剩三千公里的路程 李扬始终站在机舱的正前方 透过战机头部的玻璃 俯视脚下的苍茫大地 小影则是苏婉青在后面的沙发上闲聊 一路上 两人也算是打开了话匣子 聊的内容 多是关于科研方面的成果 只是苏婉青 不时地望向李扬的背影 这道背影 好似镌刻在他脑海中一般 滴滴 战机内部的探测系统 忽然发出一串警报声 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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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公里外 147只黑关金雕 正在向战机靠近 黑关金雕 王级怪兽中的空中王者 全身羽毛 比S级材料还要坚硬 一旦被盯上 武神都有危险 身为基因学专家 苏婉青十分清楚 黑关金雕的可怕 他站起身 趁机走向李扬 李将军 我们要不要绕道 黑关金雕是王级怪兽 一般都是独行 如此多的黑关金雕 聚集在一起冲来 恐怕是有 领主级怪兽在指挥 李扬双手暴毙 语气淡然道 无所谓 我会出手 王级怪兽 他杀得多了 根本不在乎多杀几头 至于所谓的 领主级怪兽 也不过是 王级七八阶的怪兽罢了 只要不是兽皇级 来再多的王级怪兽 都不过是 他的盘中餐 预计30秒后 遭遇黑关金雕群 雷达上 浮现出一大片小红点 正以极快的速度 靠近战机 啪 李扬目光穿透玻璃 瞭望前方 他人并未离开战机 只是抬手打了个响指 一股穿透灵魂的力量 以战机为中心 瞬间扩散到 一公里的范围 刷刷 密集的红点 瞬间消失大半 剩余的黑关金雕 正以极快的速度 逃离雷达的范围内 苏婉晴瞪大了眼睛 弹指震杀黑关金雕 第六十八章 抵达南天门 空想巡查处 王集怪兽 乃至连领主集怪兽 瞬间被灭杀大半 这是何等手段 苏婉晴虽不是舞者 但作为基因学专家 也清楚舞者的能力 元能集武神 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精神念师 或许可以 但绝对没有这样这般轻松 只有超越武神的存在 才能如此轻描淡写地弹指 灭杀领主集怪兽吧 李扬现在的战力 单靠精神念力 可以说是元能集无敌 舞者的身体素质 可在元能集不败 苏婉晴不知道是 刚刚李扬所用的手段 乃是宇宙中精神念师 常用的灵魂攻击密法 那些怪兽的灵魂力很弱 李扬仅仅一个扫荡 在不伤到怪兽肉身的情况下 将所有黑关金雕全部灭杀 俗愿是 李扬转过身 看向苏婉晴 语气柔和道 魔都快到了 我送你们到机场后 会直接赶往南天门 以后小影就交给您了 日后若是遇到困难 或者前往荒野区 随时可以联系我 说完 他将自己的通讯编号 给了苏婉晴 苏婉晴收到好友邀请后 心底荡起了一片涟漪 原本有很多话想说 但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美目之中 浮现出李扬伟案的身影 这么明目张胆地看 李扬又何尝察觉不到 但 他对感情 或者说是红尘 没有兴趣 哪怕身陷红尘 也自窥然不动 不自觉地 就想起了一句话 因为困难多壮志 不叫红尘或艰辛 踏上武道之后 方知红尘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覆手而立 摒弃红尘的李扬 此刻飘然若先 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的 宏伟巨城 魔独江浦机场 到了 安顿好妹妹 与苏婉晴告别 他再次乘坐智能战机 南下岭南 常驻南天门 一路上 偶尔遇到一些不长眼的怪兽 也会顺手清理掉 直至傍晚时分 抵达了华夏第一关南天门 王级智能战机 悬浮半空 向下望去 可以看清整座南天门的全貌 黄昏之时的南天门 就像是一座 趴在幽暗之地的洪荒巨兽 边房绵延数百里 整体建筑 如同一座金字塔 在中心位置 有着一个巨大的缺口 形成了一道拱门 这也是南天门名字的由来 金字塔形状的战争基地 越往上建造越少 总共分18层 每一层连绵起来的建筑 构建出一个环城景象 越往上 环城就越小 巡查处 在第17层 身处顶峰之下 您已进入南天门领空 请靠右飞行 再就近的机场降落 智能战机 自动识别巡查处的专用机场 不需要里扬操作 缓缓从半空中下降 落在一座高塔之下 塔前 悬挂着一列字 南天门巡查处 此时 大门口正站着200多号人 一多半都是原能级武神 其中不乏一些原能级精神念师 最弱的武神 都跟退役的羔羊相差无几 清一色的五星战神 剩下一些是文职人员 他们有着强大的后勤调配能力 同样是一股不可轻视的人才 咔咔 王级智能战机的舱门缓缓打开 迎接的众人 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战机 只见战机中 缓缓走出一位少年 他一身血色战甲 目光锐利无比 紧紧出场的瞬间 就给众人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李扬扫了一眼众人 不苟言笑 此不长兵 亦不长财 这里是军队 是华夏第一关的巡查处 巡查南天门 乃至南天门外的万里荒野区 怎敢轻视 刷 李处长 巡查处的三位主管 齐刷刷地抬手敬礼 身后的12位巡查使 上百位巡查人 以及文职人员 也跟着齐声喊道 李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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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站在最前方 紧随其后的是12位巡查使 剩下的人分作两列 左边是12队巡逻人 总共120位 右边的后勤科 通讯科 情报科 嗯 李扬轻轻点头 语气冰冷到 三分钟后 所有主管 巡查使 以及各巡逻队队长 各科科长 去会议室开会 是 众人不敢有任何怠慢 实在是这位处长的气势太强了 站在他面前 就好似面对滔天巨浪一般 压迫感十足 处长 我叫童玉 是您的副官 女副官童玉 长相出众 气质不凡 穿着黑色紧身作战服 身材凹凸有致 美眸望向李扬时 不敢有半分大意 他小心翼翼地 给李扬介绍着巡查塔 塔楼分六层 第一层是后勤科 物资都在地下室 第二层是巡查区 第三层是通讯科 第四层是情报科 第五层是巡查室 与三大主管休息区 第六层 完全属于李扬一个人 这一层总面积 超过1200平方米 有办公室 会议室 卧室 训练房等等 待遇还真是不错 李扬对此很满意 简单地熟悉一下环境后 他带着副官 便去了会议室 来的路上 已经看完了关于巡查处的资料 以及任务内容 很简单 第一巡查南天门 整顿军记 第二巡查荒野区外围 时刻关注荒野区的风吹草动 将一切消息汇总 送至情报科 第三侦查荒野区 身处的各个怪兽巢穴 以及防备其余势力 来南天门外的荒野区捣乱 南天门的军人要管 荒野区的怪兽要管 乃至荒野区里的人还要管 总而言之 只要在南天门的范围内 连只苍蝇 都要受到巡查处的巡查 如此庞大的区域 任务繁重 李扬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而自己会单独行动 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 再来找他即可 其余小事 能自己解决 就自己解决 我话讲完 还有其他问题吗 李扬目光扫过众人 见无人敢开口 他面色一缓 但笑道 散会 随后带着副官 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会议室内的三大主管 以及各科科长 跟巡逻队队长 一个个面面相去 都有些猛 主要是刚开始 李扬给的压迫感太强了 他们以为这位空降的顶头上司 要来整顿他们 没想到 是个甩手掌柜 等李扬离开 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见众人轻视 三大主管之一的江武臣 心底冷笑 别人不知道李扬的身份 但他儿子 可是送来了第一手情报 这位空降的处长 是一位杀神 第69章 天 地 人 三大军功榜 诸位 我劝你们最好收敛一些 李处长虽然年轻 却不是你们可以琢磨的人物 江武臣目光扫过众人 站了起来 接着说道 既然是一切照旧 那就在原有的规则上 做得更出色一些 江主管是不是太谨慎了 三大主管之一的徐凤仙冷笑道 李处长的身份 我也有过耳闻 加入军方不足三个月 就封侯的爵士天才 估计在巡查处待不了多久 此话一出 众人先是一惊 加入军方三个月就封侯 这是干了什么逆天事迹 但有一点大家都认同徐主管 如此绝世天才 还真不会在巡查处待多久 来的第一天就明确了是甩手掌柜 说明对方不贪恋权力 一心都在修行上 可能那天一顿雾突破星辰级 成为超越武神的存在 到时候肯定会走 七嘴八舌的一阵八卦 得出的结论很简单 按照这位少年天才说的话 干就完了 巡查处的任务繁重 他们也过多地讨论 匆匆散会各自忙去了 处长办公室 李扬坐在椅子上 身上的血色战甲 已经变换成了军方长服 处长 您要的南天门详细资料 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了 同于语气恭敬 对于处长吩咐的事情 不敢有半分大意 除了南天门的详细资料 他还将巡查处最近一年的资料 也发送给了李扬 但李扬对这个不感兴趣 只要下面不惹出什么乱子 他就不会插手 嗯 你先下去吧 以后 每周给我汇报一次巡查处的情况即可 哦 对了 情报科美 搜罗到一个领主及怪兽的消息 你都快第一时间通知我 李扬抿了一口茶水 语气十分淡然 收到一个汇报一个 同于听到后 眼孔微微收缩 轻声提醒道 处长 南天门外的荒野区 不止万里那么大 每一个领主及怪兽 都向您汇报的话 我怕 而且此地的领主怪兽中 有108头兽尊级巅峰怪兽 各个媲美兽皇 他也清楚 李扬是绝世天才 年纪不大 天赋惊人 不能因为负责巡查处 而浪费这份天赋 这也是总司令 为何将李扬放在巡查处的原因 情报科 几乎每个小时 都能发现领主及怪兽的动向 这要是都给李扬发过来 那也别修炼了 关键 领主及怪兽对标的 都是封侯武神 巅峰兽尊 更是对标的武圣一般的强者 如果贸然前去猎杀 恐怕会出大问题 呵呵 只管发就是了 是 童鱼不敢再劝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虽然面上对李扬恭恭敬敬的 但他心底 还是将李扬 当成了一个爱出风头的少年英雄 或许吃点苦头 就会对荒野区有敬畏之心了 等副官走后 李扬迫不及待的 就点开了邮件 开始熟悉南天门外的荒野区 甩手掌柜 可不是什么都不敢 他得尽快将武者身体素质 提升到原能级 好去修炼刀河中三重了 资料第一页 几乎是南天门的资料 李扬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 对此兴趣不大 南天门 总司令陆振华 往下是四大战王 分别统领镇南 北 东 西四方大军 镇守南天门四个区域 然后就是三十六武圣 各个都是武神巅峰的存在 在荒野区 可以跟寿尊掰掰手腕的人物 再往后是 一百零八位封侯武神 各个统领 一支特种军团 各类人物数不胜数 天 地 人 三大军功榜 看到第二页后 李扬被军功榜的标题给吸引住了 三大军功榜单 首先是天榜 对应了星辰级 但他看了一眼榜单后发现 目前排天榜第一的那位 并不是军方强者 而是昆仑武馆的创始人 古伦 排名第二的 同样来自昆仑武馆 是创造出 盘古 肉身增幅秘法的夏芒韵 这两位 一个是昆仑武馆的创始人 一个是当今昆仑武馆的管主 全球排名第二 第五的两大超级强者 两万亿的军功 这是屠杀了多少怪兽 排名第二的盘古肉身创始人 累计军功1.4万亿 第三位 南天门总司令陆振华 军功1万亿出头 然后是四大战王 都有8000亿军功左右 天榜总共有32人 除了南天门常驻的五位外 其余大多来自昆仑武馆 亦或者是其他军区的强者 天榜太过逆天 地榜就好了很多 第一名 武圣观行天 1286亿军功 第二名 武圣月山 989亿军功 第三名 武圣上官战雄 882亿军功 第十九名 九霄君主张九霄 489亿军功 第一百名 赤燕君主赵炎 147亿军功 李扬看完地榜前100 最低军功都需要破百亿 这里的绝不像夜城军区那么弱 武神的上限被卡在了百亿之下 南天门的君主 都在武神七阶以上 武圣更是各个武神九阶 触摸到真亿的都有不少 掌握某种意境的 更是不在少数 但掌握唯一真意的 只有李扬一人 只是他在夜城军区的军功被清零了 到了南天门 需要重新累计 人榜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专门为武者九段所创建的榜单 排名第一的 竟也有破亿的军功 不愧是华夏第一关 全球最强的战争基地 有源源不断的怪兽 自然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军功 各个榜单第一 还有额外的奖励 吸引了大批武馆强者 前来争夺榜单 三十六五胜就是这么来的 能够在三十六五胜中 抢下第十九位的张九霄 竟是上一任巡察处处长 现在成了南天门第一军团的军主 准备一下 该去荒野区活动一下身体了 他将荒野区的资料 直接传递给了洛丽塔 根本不需要自己一个个去看 洛丽塔会自动筛选 到时候一个个汇报给自己 李扬 你现在的念力 倒是有资格开启引刃第一重了 一道关于引刃第一重的模拟画面 出现在了李扬的脑海之中 顺欲引刹阵 第七十章 引刃第一重 顺欲引刹阵 第一 面板也同时浮现在了脑海之中 传承者 李扬 武者 九段 两千七百六十五万卡 基础增幅 一百倍 念力 圆能三阶 五十点 圆和增幅 一百倍 法则 真意为一镜 已触摸到天人合一镜界 传承等级二冒号 一二七一千 外围弟子 这几日 修炼精神念师秘籍 唤星 提升了一点念力 正好达到了 开启引刃第一重的门槛 五十点念力 才仅仅开启第一重门槛 如果不是你圆和增幅百倍 想要开启引刃第一重 起码要等你到星辰级才行 洛丽塔接着吹嘘道 宇宙中的武器 分天地玄黄四大种类 引刃可是天阶高等兵器 总共有四重 最后一重 需要星云级才能施展出来 刷 李扬伸出手 引刃突兀地悬浮在手心之上 看着这个小玩意 自己竟然能用到星辰级 心底有些不可思议 回味着投影中 顺玉影杀阵的威能 他匆匆前往训练室 开始不断尝试 首先 要将引刃分化成108柄 然后是完美操纵 108柄引刃 组成一个大阵 而不是简单地融合一起攻击 那样属于笨方法 念力分出108道 即便圆和增幅后 所消耗的原力都恐怖无比 怪不得常人要到星辰级 才能施展顺玉影杀阵 李扬练习了半天 总算掌握到了诀窍 也彻底感受到了 顺玉影杀阵的恐怖力量 不但蕴含了真意 是还有引刃的独特增幅手段 具体力量无法计算 如果是一座万米高山 他用此招 可以将这座山雕刻成一具人像 顺玉影杀阵 不但拥有恐怖的力量 还有绝对的掌控感 每一刀落下的位置 都极为的精准 凭借这招 兽皇来了 他也不虚 唯一的缺点就是 消耗的原力太大了 目前他原能级三阶 最多使用十多次 原力跟念力就得被消化光 如果突破到原能级四阶 就能有二十多次 越往后 越强 一夜苦练 凭借百倍基因带来的悟性 李扬已经彻底掌握 隐刃第一重顺玉影杀阵 清晨 盘西坐在训练室的李扬 睁开眸子 透过眼前巨大的落地窗 可以看到南天门下的一切 天色雾蒙蒙的 灰暗 压抑搭配绵绵细雨 以及云层中时有时无的电光 给人了一种天生的压迫感与恐惧感 李扬站起身 目光瞭望灰暗的荒野区 是该换个颜色了 换成血红色 多好看 刷 原能战甲包裹全身 他离开了训练室 楼下 童雨跟着李扬到了大门口 处长 要不要我安排几位巡察使 先带您熟悉一下荒野区 没有那个必要 是 那我给您准备战机 李扬缓缓转头看向童雨 血色头盔退下 露出一双蕴寒杀一毛子 只是一眼 童雨就不敢再说话 咔咔 影刃组建成飞行滑板 李扬一跃上 冲着下方的童雨比了个手势 随即破开云层 朝着荒野区而去 留在原地的童雨 打了个冷战 刚刚李扬给他的感觉 比那些武圣还要可怕 巡察处的众人 听说处长一个人去了荒野区 也都是一脸震惊 说好的甩手掌柜呢 怎么工作比谁都积极 都别愣着了 不能让处长一个人去荒野区冒险 都准备一下 今天内外都来一个大扫荡 给处长助助威 是 江武臣带头 十二位巡察使 十二队巡逻人 齐生领命 目标荒野区深处 so 与此同时 李扬已经进入荒野区上千里了 南天门外的荒野区 主要分三大区域 第一区域 是外围的三千里区域 这里的王级怪兽 还不算太多 但是普通的A级怪兽 多如牛毛 如同潮水一般 时刻拍击着南天门的防线 再往前走 是六千里的内围区域 此地就不同了 盘踞的王级怪兽 数不胜数 其中不乏一些领主级怪兽 雄霸一方 偶尔也会出现 兽尊与兽皇的身影 第三区域 是靠近新门的一大块区域 足足有上万里那么大 这里盘踞的怪兽 几乎都是领主级 王级只是小弟 108位兽尊 在此地都有自己的地盘 同时 还有几十头兽皇 虎视眈眈 可以说 怪兽对核心区域的掌控能力 比南天门还要强得多 五圣都不敢轻易进入核心区域 怪兽之间 也会互相救援 气血还差两百多万卡 就先从内围区域开始吧 它身影划破长空 朝着内围区域急速前行 地图上 不断浮现蓝色与红色的小点 蓝色代表自己人 红色则是怪兽 因为有洛丽塔这位智能生命 每个红点上 都标记了实时动态信息 什么样的怪兽 打眼一扫 就了然于心了 而且它突破到 原能级精神念诗后 不但自身有一公里的探测能力 洛丽塔还有十公里的区域探测能力 猎杀怪兽的效率 也大大增加了数倍 滴滴 地图上的一个小蓝点 忽然闪烁起来 救援信号 李扬速度猛增 救援地点距离它一百公里左右 大约需要三分钟左右 他立刻给那只小队 发去了路线图 让对方朝着自己的位置逃 这样会面的时间更短 李扬 求救的那只小队里 有你的熟人 我看到了 急速下 两分半就已抵达了球员的位置 此地是一座百里平原 此时数千头子并巨狼 正在追杀一只战神小队 怪兽中 还有一头媲美领主级的 紫眸狼王 王级六阶巅峰 而军方的战神小队 最强的只是一位五星战神 五神四阶左右 不管是顶尖战里 还是数量 都相差巨大 他们一路狂奔 实力最强的队长 殿后阻拦 我来拖住这些畜生 你们快朝西南方向逃 队长 一起走吧 那位巡察处的强者 马上就到了 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手持一杆长枪 不断绞杀扑来的子病巨狼 第七十一章 奉处长之命 前来救援 他抬眼望向队长断臂的队长 双眸 也是杀的血红 狼群正在合围 必须有人留 队长话还未说完 一头巨狼 忽然从他头顶越过 冲向了那位用枪的年轻人 狼眸闪烁着紫光 这是一头王级子眸巨狼 不好 队长不顾身后狼群 拼命冲向了年轻人 想要将其从巨狼的爪下 将他救出来 可惜还是慢了一步 年轻人目露凶光 却丝毫不拒 他转身故作要逃 却猛地转身 用枪朝后刺去 长枪如龙 发出一道龙银 直直地刺在子眸巨狼的脖梗处 鲜血瞬间洒下 年轻人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无辙九段 重伤亡极怪兽 这是他最得意的战绩 可在下一刻 小心 队长大喝一声 那头受伤的子眸巨狼 丝毫不顾伤势 一爪撕破了年轻人的作战符 在其大腿上 留下三道害人的伤口 而此时赶过来的队长 手起刀落 解决了这头亡极怪兽 但身后的狼群 已经围了上来 其余队员见二人陷入包围 转身毅然决然地 准备回来救人 别回头 队长朝着河维外的几位成员 怒吓一声 语气已是声泪俱下 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他将刀插在地面 独臂扛起受伤的年轻队员 你还年轻 未来的基地是需要你 队长 阳风语气已是哽咽 说完 独臂战神举起阳风猛地 将气抛了出去 他用出全身力量 将阳风抛到了合围之外 队员们万般不舍 也不得不撤离 这个时候感情用事 只会辜负了队长的牺牲 此时 那位战神队长重新提起战刀 眼神扫向队员已是无憾 接下来 就是跟这些畜生 以命换命 杀一个回本 杀两个转一个 呲呲 群狼彻底包围了他 却不着急下嘴 狼群狡猾 狠辣 这是想要吸引逃出去的舞者 回来救援 哈哈 你们这些畜生 既然不愿主动进攻 那就受死吧 他举起战刀 主动朝着狼群冲了过去 站在一处高杯上的狼王 见逃出去的人类 没有回来救人 发出一声声嘀吼 这是狼群的进攻命令 很快 巨狼如潮水般 淹没了那位五星战神 不断回头查看队长的阳风 眼含热泪 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 还不够强 不够强啊 这一刻 他前所未有的 想要变得更强大 就在众人绝望地 看着队长要牺牲之时 远处的破空声忽然传来 等听到声音的那一刻 一道血光 已从天而降 血光超越了音速 猛地砸向狼群 砰 一声爆响过后 嗖嗖嗖 无数道黑色电弧闪烁 瞬间击碎了大片狼群 那头遥控指挥的 紫毛巨狼 还未反应过来 黑色电弧之中 一道血色刀光 凝聚成河 瞬间将狼王斩杀 巨大的狼头 滚落在地之时 紫色的毛子还在转动 随即瞳孔扩散 只是一刹那的时间 狼群彻底覆灭 逃出去的众人 无不惊叹 好强大的精神念力 来救我们的是武圣 别管了 先去救队长 小队成员 纷纷快步上前 阳风被人搀扶着 也跟了过去 黑光闪烁 电弧归于一身 李扬的身影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在他的身后 半跪着一位血淋淋的汉子 单手组着刀柄 艰难地站了起来 小队成员 连忙上前扶起队长 副队长则是千恩万谢道 多谢将军的援手 不然这一次队长他 不必客气 他伤得很重 待会会有救援队带你们离开 李扬看了一眼 那位五星战神的伤势 心底有些动容 这时跟过来的阳风 忽然瞪大了眼睛 他目光中有着难以置信 不久前 两人还相差无几 如今这么大差距了吗 杨风 不得无礼 副队长被吓了一跳 眼前之人 极可能是一名武圣 怎能如此无礼 当即陪笑道 前辈 宁多丹带 杨风刚刚加入军方 还比较年轻 杨风一时间也觉得是认错了人 连忙低头道歉 无妨 我跟杨风是旧时 李扬看向杨风 看着这位昔日 一同参加实战考核的战友 对方已经日渐成熟 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战神小队成员 杨风 好好养伤 我们南天门见 话音落下 他腾空而起 朝着更深的荒野区飞去 留在原地的众人 见李扬消失不见后 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杨风 杨风 你跟这位前辈是同妻 副队长的眼神都变了 杨风加入军区 满打满算都才两个月 重伤的队长 此时点燃一支香烟 缓解着全身疼痛 也看向了杨风 我刚刚还以为是认错了人 没想到真是他 杨风嘴角一抽 将当初跟李扬 一起参加考核的事情 说了出来 说到李扬抢自己怪兽的时候 自嘲地笑了出来 还好不是武圣 小阳你努努力 还能追得上 是啊 我看这位前辈 应该是封侯少将 咱们之中有希望封侯的 也就你了 几位老队员 日常调侃起了杨风 队长掐灭香烟 却一脸认真道 还真别说 刚刚小阳的枪法突破了 距离突破原能及武神 应该不远了吧 我去 我们就说说而已 小阳你 真有封侯之姿啊 笑声过后 他们的眼神中 也有着羡慕 更多的是期盼与赞赏 过了没一会 两道人影 从远处急速而来 很快到了众人面前 他们穿着巡查处的作战服 一个个面色冷酷 不光是怪兽见了害怕 人类舞者见了也怕 副队长见识巡查处的人 连忙摆手道 已经有人为我们交了救援 就不麻烦两位巡查使了 这时 一架巡查处的救援战机 也靠近了过来 奉处长之命 前来救援 赶紧上来吧 两位巡查使极为认真 语气都客气了不少 因为这是处长 第一次交代他们的任务 怎敢大意 战机上还有着医疗器械 那位受伤严重的五星战神 很快就稳住了伤势 巡查使 刚刚你说的处长是 当然是我们巡查处的处长 他刚刚救下你们 难道这么快就忘了 处长 巡查处处长李扬 第七十二章 煮熟后送上门 太客气了吧 搜 李扬速度奇快 每秒超过了三公里 时速达到了惊人的 一万零八百公里 差不多十倍音速 以至于他身体周围 凝聚白色胀气 不断发出破空声 呜 十分钟后 总算抵达了荒野区的那位 此地空气潮湿无比 空气虽然湿润 却蕴含着一股血腥味 按照地图上的显示 这里是就是洞泽湖了 俯身降临 脚下是一处湖泊 水面上漂浮了不少海骨与枯木 李扬站在一节枯木上 探测器开始搜索附近的怪兽 资料洛丽塔已经给他整理好了 洞泽湖内 有96头王级怪兽 领主是一头吞天骄 按照军方前几天搜罗到的情报 这头吞天骄已是王级八阶 刚刚突破不久 除此之外 还有四头王级七阶的怪兽 其余都是虾兵蟹将 不值一提 洞泽湖 就当作是南天门的第一站吧 操纵飞行滑板 朝着湖中央的小岛而去 岛屿上 此时栖息着数十头王级怪兽 并未看到那头吞天骄 得想个办法 将那头吞天骄给引出来 李扬目光闪烁 阵壁一挥数十道引刃暴射而出 黑色电弧划破水面 直冲岛屿上的十几头王级怪兽 嗖嗖 光影闪过 不等那些王级怪兽反应过来 就被击穿了脑袋 切碎了身躯 血水顿时流进湖泊之中 染红了大片水域 李扬并不着急吞噬 随手将一些普通怪兽 也都清理掉后 悬浮在半空盯着下方的动静 他在等那头吞天骄 这么上门挑衅 对方是领主不可能不露头 湖底深处 一块巨大的石头上 环绕着一条上百米的巨胶 它身形如同水缸那么粗 一身的黑色领甲坚硬无比 而此时 它正用力缠绕这块巨石 咔咔 巨石发出阵阵碎裂声 再一用力 咔嚓直径八九米的巨石 瞬间炸裂 裂开的石缝中 冒出不少气泡 哇哇咔咔 巨胶发出发出兴奋的声音 利用灵巧的尾巴 拨开碎石 里面竟藏着一具胚胎 或者说是化石 一个被镶嵌在石头中的奇异生命 吞天胶目光炙热地吐着杏子 碾碎巨石 可不是为了玩 它张开巨口 也不管这奇怪生命是什么 直接吞进了腹中 三个月前 巨胶巡视领地之时 偶然击碎了湖底深处的一块石头 竟从里面发现了一截手骨 吞掉之后 它的气血顿时暴涨 从王级七阶突破到了王阶八阶 正是因为这个发现 它将湖底的所有石头全部碾碎 疯狂寻找这种能增加气血的尸骸 但大部分的石头中都是空的 苦苦搜寻数天后 聚焦恍然明白 不是什么石头中都有宝贝 它开始在第一块石头附近寻找源头 还真让它找到了 湖底下面有着一个小山包 是一块水下山 这块石头的材质 比普通石头要坚硬数百倍 周围还散落着一些小石头 材质跟小山包一样 它刚刚打开的那一块 就是在山包附近发现的碎石 吞掉湿海后 聚焦的身体变得滚烫无比 气血的确是在上升 但上升得太快了 那种滋味 好似体内着火一般 吞天焦的身躯开始扭动 乃至身上的领甲都开始脱落 灼热感 让它痛得在水底打气滚 巨大的动静 让水面都荡起了一丝涟漪 李扬并没有等太久 见吞掉焦不出来 便先去猎杀其余王极怪兽了 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动则虎就没了王极怪兽的影子 才杀了82头 其余王极怪兽呢 吞天焦也不出来 它有些失望 不是说好了 南天门荒野去的怪兽都很猛 不需要去寻找 人往哪一蹲 怪兽熬熬来送吗 这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引不出吞掉焦 只好先吞掉那些王极怪兽 击杀82头王极怪兽 获得军功2.7亿 吞噬82头王极怪兽 气血增加76万卡气血 当前气血2801万卡 军功越来越好赚了 就是气血提升得很慢 等突破到元能级后 需要的气血将会更多 在湖面巡视了一圈 连点气息都探测不到 李扬的性子已经耗尽 既然不出来 那就下去找 嗯 他刚刚准备进入湖底 前方却传来了一阵水流的激荡声 抬眼瞭望过去 一条白米长 浑身熟透的聚焦 正翻涌而来 原本一身黑铃 头顶龙角的吞天聚焦 竟然煮熟了送上门 煮熟了送上门 太客气了吧 李扬瞪大了眼睛 什么都好 就是太这么客气了 王极八阶怪兽领主 一个亿的军功啊 就这么没了 不过 捡个尸体也挺好 他身形一跃 直接站在聚焦的身体上 这头吞天焦 已经没了生命气息 倒是身上的气血还很足 一头王极八阶怪兽 离奇死亡 这背后隐藏着什么 李扬不敢直接吞噬 而是传音给了洛丽塔 快出来看看 这头聚焦是什么情况 前几天聚焦刚刚突破 还活得好好的 现在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 就这个死状 说是被怪兽所杀 他肯定不信 除非是兽皇中的 阎龙巨兽过来 才有这种手段 但阎龙巨兽 割腹土山趴着呢 每天稍稍急东倒 哪有时间来滑下 让我检测一下 洛丽塔身影浮现 他几乎无所不能 尸检的活都会干 机械之谋 在聚焦的身上扫描了一遍 再加上信息对比 洛丽塔给出了答案 嗯 这头倒霉的聚焦 死亡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死因是吞了高等基因生命的骸骨 吸收到一半 被骸骨中的力量 给反噬身亡了 确实倒霉 好不容易得来了一个净化的机会 结果被撑死了 不对 李扬挑眉道 你说这头聚焦 吞噬了高等基因生命 这让他又想到了亚特族基因 蝴蝶 有大秘密 第73章 陨石中的泰坦族骸骨 不着急 趁热先吞掉这条吞天胶 洛丽塔接着说道 他体内的气血 已经相当于瘦黄了 吞掉他再去湖底 听到尸体没问题后 李扬才放心吞噬 血红的气血 涌进体内 果真如洛丽塔所说 这头吞天胶的气血 异常磅 耗费了十几分钟 才将气全部吞下 吞噬成功 气血增加119万卡 当前气血2920万卡 竟然增加了119万卡 这比想象中的还要多 李扬现在吞噬王级一阶怪兽 最多给3000卡气血 王级五阶 能给2万卡气血 就不错了 七阶以上的王级怪兽 才仅仅5万卡 而吞天胶 竟然给他增加了119万卡气血 对方到底吞了个什么玩意 扑通 他几乎没有犹豫 直接扎进了湖底 灰暗的湖水中 游荡着许多巨物 体长670米的巨鳄 在李扬头顶缓缓游过 挨了一刀后 便化作成了气血 继续深入 直至千米下的湖底 冰冷的湖水被气息隔绝 李扬踏着飞行滑板 缓慢前行 我检测到了吞天胶的死亡地 在你正前方的12公里外 快去 已经有怪兽靠近了 洛丽塔确定了具体位置后 他速度猛增 泛起一阵气泡 因为有水的阻力 一分钟后 才抵达那座小山包 你们 已有取死之道 扫了一眼几头铁甲巨蟹 正在敲击洛丽塔说的小山包 李扬翻手取出影刃 嗖嗖 经过原合增幅后的影刃 单柄冲击已经突破500万吨 小小两头王级三接的铁甲螃蟹 如同废纸一般被击穿了身体 李扬都不屑去吞噬 连忙前去查看那座小山包 竟然是陨石 他好歹上过高中的文化课 学过天文 其中包含了一节 关于陨石的介绍 进化纪元开启前 五道新门从天而降 附带还有很多陨石 这些陨石 后来帮助人类 炼制出了第一批合金 因为落点大部分在海洋 不好寻找 人类科学家 转而采用了怪兽骨骼来替代 太大了 李扬环绕陨石一圈 这块陨石直径百米那么大 估计动则弧 就是被这块陨石给砸出来的坑 带走很简单 放进空间戒指就行 主要是拿出来的时候 放在哪 看来只能就地弄开看看了 周围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陨石 你先切开几块 让我瞅瞅 洛莉塔直接浮现在李扬面前 他闪动背后的翅膀 目光扫向四周 将所有石头的位置 都报给了李扬 李扬没有动身 单凭面里将周围的石块 全部搜集了过来 总共27块石头 最小的直径都有一米左右 他操纵引刃 开始切割最小的那块 500万吨的力量 第一次冲击 竟然只是打出一个缺口 还真是坚硬无比 50点念力 基础力量就是5000吨 原合增幅100倍 就是50万吨 附加在引刃上时 念力兵器自动提升10倍力量 这个是单独增幅 所以不需要相加 足足500万吨的力量 竟然还打不开这块石头 他念力一动 使用了幻星第一重 密集增幅与原合增幅 200倍 基础念力现飙升到了100万吨 催动引刃后 再乘10倍 引刃的力量达到了惊人的1000万吨 聚焦都能破开的石头 我就不信我不破不开 36道引刃 齐齐出动 咔咔 石块瞬间崩碎 检查碎时候发现 里面有着一截紫皮手指 手指很粗很长 绝不是蓝芯上的人类手指 念力操纵那截手指 飞到身前 交给了洛丽塔 呀 这是泰坦族的手指 洛丽塔抱着又长又粗的手指 又惊呼道 不可能啊 泰坦星跟你们蓝芯 都不是一个星域 甚至都不是一个星区 相隔数亿光年 怎么会落到蓝芯 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 李扬摸了摸下巴 他对泰坦族 怎么来蓝芯的不感兴趣 但对吞掉泰坦族的尸体 很感兴趣 而且兴趣很大 洛丽塔 这泰坦族的基因如何 有没有亚特族那么强 没有 泰坦族跟你们人类不一样 它们的基因强度 取决于泰坦血脉 大致分四等 每一等都不同 最强的一等 基因八百倍 但数量太少了 比星空巨兽都少 李扬望向洛丽塔怀里的 泰坦族人手指 好奇到 那这截手指的基因 是第几等 第三等 十倍基因 洛丽塔说完 将手指丢给了李扬 听到只有十倍基因 李扬有些失望 随即手心吞噬之力调动 开始疯狂掠夺手指内 蕴含的气血 哇 我却 这么强 原本没把这截手指 放在眼里 没想到吞起来 比王级怪兽的尸体 还要猛 直接增加三十万卡气血 哈哈 泰坦族的基因 虽然只有十倍 但它们 是泰坦的后裔 拥有全宇宙最雄厚的气血 洛丽塔搞怪一般的 捂着小肚子 蹬腿嘲笑李扬 被气血冲昏了头 他又接着说道 而且泰坦族的气血 没有上限 没有上限 李扬眼睛一亮 这么说 我可以突破三千万卡气血了 洛丽塔摊开小手解释道 可以是可以 但你 终究不是泰坦的后裔 你吞噬到一定数量后 会有一个预值 会将气血转变成肉身之力 返还给你 道理很简单 李扬吞噬泰坦族的气血 可以无限吞噬 但自身的气血 到达临界之后 就会不再提升 吞噬的泰坦气血 会转变成为肉身之力 相当于给肉身增幅了 他现在的肉身很脆很脆 依靠的是石洞天 以及元神战甲 才能不惧王级怪兽的攻击 提升肉身之力后 正好弥补人类身体的缺陷 李扬目光看向陨石 眼神中露出贪婪之色 不过在此之前 他得先把气血提升到三千万卡再说 泰坦气血流到最后吞噬 将其都转化成为肉身之力 拿定主意后 他搓了搓手 开始切割石头 先把泰坦族的肢体 收集起来再说 石头的目标太大 被人发现了可不好 这里是水底深处 隐秘无比 正是开石头的宝地 第七十四章 泰坦王座 规则至薄 第一块开出了泰坦族人的手指 基因十倍 生前境界新陈级 第二块 咔 有了第一次经验 李扬开石头的手法熟练了不少 陨石崩碎后 发现了一块碎骨 探测器检测 钉 泰坦族头骨 基因十倍 生前境界新合级 李扬眼睛一亮 竟然是新合级强者的头骨 血转 不对 怎么开它都不会亏 陨石拿回去 还能卖钱 或者兑换军功 新合级强者的头骨 最少也能增加一百万卡气血吧 接着开 第三块石头 开出了一截腿骨 足足三米多长的大腿骨 检测后发现是新陈级强者的腿骨 随手丢进空间戒指 继续开 第四块 新陈级强者的小臂 第五块 第二十二块石头 新合级强者的眼睛 一口气开到第27块 总算看到了 第四块新合级强者的海骨了 此时空间戒指中的泰坦族海骨 已经堆积成了小山 拼接一下 勉强能凑出 一具泰坦族人的完整身体 作为最强的气血生命 泰坦族人的身躯 比人类高大很多 成年的泰坦族人 身高七八米 如果是第一等精英的泰坦族强者 身高有百米之上 可想而知 他们的肉身得有多强大 呼 李扬调整呼吸 准备打开那座小山包一样的 巨大的陨石 前面的开出的那些海骨 已经让它麻木了 就连洛丽塔也再次现身 想要看看 这块陨石里 能开出什么好玩意来 李扬 施展影刃第一重 顺欲引杀阵 正好拿这块巨石试试威呢 也好 李扬点了点头 抬起手臂影刃 瞬间飞出 轻而易举的画作 108道电弧 悬浮在巨石上方 顺欲引杀阵 他咬牙怒喝一声 圆和增幅瞬间启动 念力被增幅后 催动着影刃 发出嗡鸣作响 化 原本无规则悬浮的影刃 开始有规律的调动 形成了一个囚龙 李扬的身形 化作黑影 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之时 他已经到了影刃组建的囚龙之中 震 刷 影刃如雨点一般落下 108道黑色电弧 席卷巨大的陨石 风卷残云般的 啃噬着这块陨石 直至数个呼吸之后 影刃消失不见 李扬的身影却浮现了出来 刚刚他跟随着每一道影刃 念力分化成了108份 每一份念力 都凝聚了全部念力 再配合影镇的配合 威能浩大 就算是万米高山 在这一击之下 也要崩碎 咔咔 刷 李扬抬手握拳 已经钻进巨石的影刃 顿时抱舍而出 几十米高的巨大陨石 瞬间崩碎 他毛子微微转动 一些朝自己飞来的碎石 瞬间转换了位置 飞向了别处 碎石散落 地面只剩下一座大坑 一抹金光亮起 旁观的洛丽塔小嘴 不自觉地张开 惊呼到 太坦王座 李扬顺着金光望去 赫然发现 坑中放着一个金色王座 足足十几米那么高 王座的上方 还镶嵌着一颗宝石 或者说 那是一只毛子 坐在王座上的 世尊深紫色皮肤的光头壮汉 他皮肤光滑 但下巴处有着不少褶子 手指交叉在一起 坐在王座之上 似乎在思索什么 看上去栩栩如生 却已没了任何生命气息 李扬声冷不忌地走了过去 站在王座的扶手上 伸手摸了摸对方的光头 好奇道 洛丽塔 你说这个紫属精 是几等基因 哎呀 你赶紧下来 这是泰坦族的泰坦王座 不能这么踩上去 洛丽塔匆忙飞了过来 扑腾的小翅膀 将李扬给弄了下来 看到刚刚李扬踩的位置 有些灰尘又用小手擦了擦 像急了手踩奴 李扬见状耸了耸肩 无奈道 有这么邪乎吗 他都死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紫属精 不是这个泰坦族强者 是泰坦王座 洛丽塔又将紫皮大光头 从王座上拽了下去 然后自己坐在了王座上 呼 他长出一口气 伸了个懒腰 翘起小腿舒坦道 规则至宝的气息 好久都没感受到了 规则至宝 洛丽塔 你在说什么呢 他被洛丽塔勾得神魂颠倒 迫不及待道 泰坦王座 到底是什么宝贝 来来 坐我旁边 我跟你慢慢说 洛丽塔勾了勾手指 李扬倒是无所谓 来到王座前 一屁股就坐了上去 刚刚坐下 大脑瞬间变得一阵空灵 意念飞速流转 仅仅一个愣神 时间却流逝了大半个小时 而他对真意的理解 也因此突飞猛进 甚至领悟到了 一丝天人合一镜 嗯 李扬连忙坐起身 发现洛丽塔 回到了传承空间 脑海之中 也多出了关于泰坦王座的信息 首先是介绍那位泰坦之神 宇宙蛮荒时代 孕育出了不少强大的特色生命 泰坦之神 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身形 如同太阳那么大 实力更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因为是宇宙所孕育出来的特殊生命 泰坦出生之时 就掌握了宇宙法则 就像星空巨兽 是空间的宠 修炼永恒空间法则的速度 比人类快了不止千倍 泰坦之神更夸张 出生便是永恒存在 掌握宇宙法则 泰坦陨落了 李扬看到结尾 这位宇宙所孕育出来的泰坦之神 竟被一群超级强者围攻至死 全身都是宝的泰坦之神 被各族强者瓜分 对于超级强者 价值不高的血肉与血脉 散落星空之中 这些血肉 凝聚出了现在的泰坦星 血脉化作了泰坦一族 泰坦王座 是当初十三位超级强者 抢夺泰坦之神的 神体所炼制而成 后来随着泰坦族崛起 这些王座又被慢慢收回 或者说是那些超级存在 压不住泰坦族了 索性拿王座去换个人情 现在你明白泰坦王座的价值了吧 如果拿出去 永恒强者都会眼红抢夺 洛丽塔悠然道 有了这件宝物 对你境界上的提升巨大 能够让你更早地领悟出九重领域 有了领域 才能在宇宙中被称作强者 第75章 单日十一军功 打卡下班 李扬抚摸着王座 第一次听到关于宇宙中的传说 方才发觉自己的渺小 天生神明 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宇宙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冰冷 他念力注入王座 算是认了主 将泰坦王座 变化成符合自己大小的样子 才收尽了空间戒指 领域吗 他眸子转动 还不够 掌握宇宙法则的泰坦之神 都被围攻致死 他要变得更强才行 转头看向地上的紫属精 这具泰坦族的尸体 生前不但是星海级强者 更是泰坦族最强的一等基因 身上蕴含着800倍基因 但是无数年下来 这些基因已经坏死 只剩下了气血能吞 想来 这也是泰坦族的天骄 不然也没资格使用泰坦王座 至于为何王座落入蓝星 就没法推测了 宇宙那么大 谁又说得准呢 李扬收起泰坦族天骄的尸体 连带那些陨石 全部收了起来 不是贪财 而是泰坦王座太过珍贵 绝不能留下一丝痕迹 他甚至又弄了一块普通石头 将陨石留下的深坑田上 才离开湖底 继续扫荡洞泽湖 将此地的王级怪兽 尽数斩杀后 他才不紧不慢地离开 当前气血三千万卡 已达到预值 回去吞噬掉泰坦族的骸骨 就可以突破成为元能武神了 李扬心情大好 第一次进入南天门的荒野区 就让他收获规则至宝 可谓是红韵齐天 今天的业绩 也得弄好看一些 现在怎么说 也是巡查处处长 出去就杀一百多头王级怪兽 回去了 岂不是让人笑话 起码弄个十亿军功再说 下一站 狐仙谷 蕴含念力的怪兽 对现在的李扬而言 可是大补之物 Soul 约某一个小时后 宛若仙境的狐仙谷 成了血魔之地 遍地的尸骨与血水 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击杀A级怪兽十二万头 王级怪兽一百四十七头 领主级怪兽七头 增加念力一百二十点 当前念力一百七十点 元能精神念诗五阶 军功刚好够十亿 回 满地尸体 他懒得待 直接电告巡查处 让他们来收尸 普通怪兽无所谓 王级怪兽 跟领主级怪兽的尸体 拿回去可以换军功 但李扬不在乎 就算是打赏部下吧 南天门 十七重天 巡查处 立刻派人前去狐仙谷 帮处长把尸体运回来 速度要快 怪兽的尸体 在荒野区残存不了多久 通讯科的人 忙得飞起 正在将消息发送给各队巡逻人 以及各个巡查室 就连三大主管 都去了一个 江武成这老家伙 脸皮是真厚 不就是几具怪兽尸体 用得着亲自去 三大主管之一的情报部主管 戴雨生站在落地窗前 嘴里叼着雪茄 抬手看了看手上的腕表 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 这个点进入荒野区 很危险 而且还是狐仙峡谷那种 内威最危险的地方 处长还真是 这么点小事 都如此兴师动众 旁边的小秘书 也跟着附和了一声 戴雨生闻言 面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质问道 你是在指责处长吗 对 对不起主管 是我多嘴 小秘书连忙低头认错 他深知 眼前这位主抓情报的主管有多恐怖 根本不敢反驳 借着吐槽江武臣 暗讽一波处长还行 但指名道姓的吐槽顶头上司 这要是传出去了 他还混不混了 哼 再有下次 你就准备备回基地市养老吧 滴滴 万表传来一阵提醒 戴雨生顺手将雪茄摁灭 看了一眼发来的消息 他的目光顿时凝固了 你说什么 处长的军功 今天增加了十个亿 情报科的工作人员明确确认后 补充道具体一点 是十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一 戴雨生跟小秘书彻底被镇住了 马上将处长的军功输入美日军功榜 今天的榜一我们巡查处拿定了 他兴奋地又点上了一根雪茄 这可是长脸的事情 正在收录 五点更新前 处长已经稳拿第一了 哈哈 这要是不稳 我就把烟灰缸给刺了 戴雨生大笑一声 军功榜排名 除了天地人三大军功榜之外 还有个美日军功榜 汇聚了所有人的荡日军功 获得第一 可以拿到一个称号 每天下午五点前更新 这个榜单 几乎就是给武馆强者刷成就用的 星辰级强者不出 美日军功榜的榜首 必定被三十六五胜给拿下 几乎都成了惯例 军方想争也争不过 论培养单个强者 自然使武馆更强 别说美日军功榜的第一了 就连美日军功榜的前十 都被三十六五胜给霸占完了 前巡查处处长张九霄 偶尔靠运气 还能上一次前十 这还是因为张九霄领悟到了剑义 自身又是原能武神九阶 才能进前十 而三十六五胜 几乎个个都掌握到了刀意 剑义 枪义等等 可想而知 在这些单体战力拉满的五胜手里 击身前十有多难 最强的几位五胜 更是触摸到了真义 放开手厮杀 单日三一军功都不是难事 不清楚李扬具体实力的戴雨生 哪会知道 李扬都触摸到天人合一境界了 这件事情 只有夜城军区的几个人 与南天门总司令陆振华知晓 毕竟李扬的实力 已经跻身华下高层 个人实力 当然要保密 现在倒是不需要保密了 单日十一军功 打破了原能武神的单日记录 想藏都藏不住 平时号称最强五胜的 观行天单日记录 也不过2.7亿军功 此时南天门 拱门之下的太平广场上 这里算是十八重天的一个交汇处 人流众多 时常可以看到五星战神的身影 爹 五点的钟声响起 每日军功榜更新的时间 广场的剧屏上 开始倒计时 更新每日军功榜排名 不少人都看向了榜单 我赌今天是五胜关行天第一 这位杀神昨天去的荒野区 现在都没回来 估计是杀疯了 那可不一定 五胜月山都连续霸榜一周了 今天估计还是月山 他可是最有希望在原能级 掌握真意的昆仑天骄 休假的军人 三三两两地望着 即将更新的军功榜闲聊 刷 十秒延迟过后 8月6号的每日军功榜刷新了 第76章 五胜月山掌握真意 新的新陈级 第一 李扬 十亿军功 第二 五胜月山 三点七亿军功 第三 五胜关行天 一点六亿军功 第一百 主管江武臣 一千二百万军功 榜单刚刚更新出来 顿时就引起了不少人的讨论与猜测 十亿军功 今天是有超越五神的存在 去荒野区了 听说新门那边频繁爆发受潮 还真有这个可能 不对 这位前辈的名字 怎么没听说过啊 休假出来逛街的军人 以及他们的家属 都经常关注军功榜 甚至没去过荒野区的普通人 都知道各个等级的军功上限是多少 元能武神的上限是2.6亿 李扬军功十亿 自然是被当成了新陈级强者 可能是武馆那边的影视强者吧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五胜月山的军功 单日突破到了3.7亿 难道他掌握了真意 斩杀了寿尊 很有可能 别忘了上个月 武圣月山独战 两头受尊而不败 极有可能是因为那场战斗 彻底掌握了真意 一时间 广场上议论纷纷 并未关注榜一的身份 反而是对月山有没有掌握真意 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不但是普通军人 战神们也在讨论 新的新陈级强者 掌握真意的月山 两个新进话题 刷爆了论坛 蓝天门第七军医院内 我上午从内围回来的时候 远远地看到了武圣月山 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他的气息比曾经强大太多了 绝对是掌握了真意 哈哈 这次我们南天门 也有武神掌握真意了 而且还有新的 新陈级前辈 入住南天门 这也是一件大好事 不过新陈级 跟掌握真意的元能级 还是没法比的 华夏新陈级强者有很多 但是掌握真意的元能级 不超过一只手的人数 病房内 一直沉默不语的杨峰 目光死死地盯着军功榜 谁是新陈级 李扬是新陈级 绝对不可能 早上李扬救他们的时候 身上根本没有天地元素的特质 他敢肯定 李扬也是元能级 如果李扬是新陈级 那就更离谱了 什么 你说李扬前辈 也是元能级 隔壁床上的病友难以置信道 这绝对不可能 武神怎么可能单日刷十一军功 一头王级一阶怪兽 才百万军功 领主级怪兽 也才五千万到一个亿的军功 武神一天 猎杀几十头领主级 还是几十万头普通怪兽 铁瞎子你别不信 今天早上就是李扬前辈救的我们 他还是新任巡察处处长 杨峰的队长 此时也站出来 为杨峰证明 一想到上午时遇到李扬的景象 他心底就忍不住惊叹 刀光如水 念力兵器动弱雷霆万军 那是何等的磅礴大气 但李扬绝不是新陈级 而是元能级 巡察处 不会吧 众人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但去巡察处官网浏览 赫然发现了李扬的照片 排列第一位 是跟随军功榜 刚刚更新出来的消息 李扬就任巡察处处长 但并未标注进阶信息 与此同时 巡察处大门 此地庄严肃穆 跟广场的热闹随性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经过此地的军人 不管是战将还是战神 都得老老实实地走正步 巡察还囊括了击查 专门整顿仪容仪表 忽然 天空中出现一个光点 只是微微一闪 下一刻 就站到了巡察处的门外 他浑身血污 脸颊上 还粘着几个狐狸毛发 头发上都粘了不少血迹 暗红色的战甲 则是更透亮了 跟巡察处的港哨对比一下 简直像从死人队里 爬出来的一样 嗯 两名负责看守大门的港哨 先是一愣 心想 谁敢这么光明正大的 飞到巡察处门外 就算是原能级精神念师 想要进入巡察处 都得老老实实地腿着 他们第一眼 都没能认出李扬的身份 直至看到李扬身碎的毛子后 才确认身份 处处长 您没事吧 一位港哨主动上前询问 另一位港哨已经在通禀上级 派医疗队下来接人了 两位港哨一直在站岗 并不知道军工榜跟论坛上的事情 还以为自家处长 是在荒野区遇到了硬茬子 哗啦 巡察塔内涌出一对 全军最顶尖的医疗团队 还有几个巡逻人 更是扛着仪器冲了出来 戴宇生为首 带着小秘书 边小跑边说道 处长 您怎么样 是那个不长眼的怪兽伤了您 我这就派人绞了他 我亲自带队去 李扬健壮心底动容 感慨对方不愧是负责情报的主管 演戏都演得这么真 他灭掉狐仙谷后 第一个传讯的 就是情报主管戴宇生 我还没死呢 呃 处长没事 背直就放心了 戴宇生一脸谄媚 丝毫没了先前那种大佬风范 更是从上一口袋里取出手帕 亲自帮李扬擦了擦肩甲上的血迹 都去忙自己的吧 没什么事 不要来打扰我 打发走众人 他直接去了顶楼 冲洗掉身上的血污 原神战甲没入体内 换上软和的居家服后 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 抬眼就能看到南天门下面的景色 他此时却没这个心情 欣赏落日景色 先给副官发了信息 自己要闭关一周 谁都不能来打扰自己 随后飘了一眼军方论坛 正好看到五升月山 掌握真意的消息 他并未在意 元能吉掌握真意 在蓝星很少 但在宇宙中多的是 自己的目光 不能局限在蓝星 而是要放眼全宇宙 起身前往训练室 开始闭关 吞噬泰坦族骸骨 转化肉身之力 然后就是突破五折九段 将五折的身体素质 提升到元能吉了 外人只知他是元能吉精神念师 却不知他还是五折九段 巡查塔第六层 副官同意宣布了 李扬闭关的消息 为期一周 上了一天班就闭关 还真是甩手掌柜 但这一次 没有人多言一句 戴宇生站起身 敲了敲桌面 建议道 处长 上岗第一天 就拿了单日军功榜第一 还打破了元能武神的 单日军功记录 这件事情 要好好宣传一下 第七十七章 打破了武圣的认知 光宣传战绩有些单调了 还得把处长的境界注明清楚 现在有不少人浑水摸鱼 非说处长是星辰级 我赞成 我也赞成 戴宇生旋即接着说道 对了 让江武臣把运来的怪兽尸体 都堆在巡查处的大门口 悬尸三天 让那些武圣都看看 元能级的上限有多高 众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这可是长脸的好事 巡查处虽然级别很高 强者也很多 但一直缺少一位 拿得出手的顶级强者 前任处长张九霄 勉强可以 但跟武圣相比 还是差了不少 如今李扬坐镇巡查处 看谁还敢说 他们巡查处 只会吃干饭 当天江武臣就带人 将狐仙谷的怪兽尸体 给运了回来 领主级七头 王级189头 A1级怪兽 4396头 A2 A3级怪兽 1.8万余头 如此惊人的数量 外加巡查处的大力宣传 吸引来了大批舞者 武神前来围观 一时间 消息传遍了南天门 特别是李扬的个人信息 也对外透露了不少 除了强调是 元能及精神念念事外 另一个宣传的点示年龄 李扬才18周岁啊 此消息一出 不但是南天门的 800万常驻大军 感到惊讶 就连家属都震惊了 18岁的巡查处处长 具体战力不清楚 但是战绩 跟星辰级强者相比 都不落下风 天骄 这是绝世天骄 李扬的事迹 如同风暴一般 瞬间席卷全军 荒野区 核心区域 某处峡谷内 一头亡极八戒的怪兽 刚刚被一斧 劈成了两截 血水顺着石头缝隙中流淌 此时地面凸起的势头上 站着一位 其貌不扬的青年男人 中等身材 手持一柄巨斧 足有一人那么高 尽管刚刚斩杀了 一头亡极八戒的怪兽 他面色依旧如长 鼻息如龙吟 滴滴 腕表震动了一下 男人的耳脉中 传来一道声音 师兄 快看军工吧 你的第一被抢了 什么意思啊 月山放下巨斧 差一道 难不成关行天那家伙 也掌握了真意不成 他刚刚突破 彻底掌握了真意 单日更是砍下3.7亿军功 如此傲人的成绩 打破了原来元能吉 单日2.9亿军功的记录 放眼整个南天门 元能吉 谁能抢他的榜一 单日10亿军功 月山看了一眼军功榜 反而松了一口气 但然道 师弟你 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 就算掌握了真意 击杀怪兽的速度 也无法跟星辰级的前辈相提并论啊 掌握自然元素的星辰级强者 举手投足间 就能爆掉一座大山 翻手填平一座湖泊 击杀怪兽速度 比元能吉武神 强大了数十倍 别说单日10亿了 单日50亿军功他都不惊讶 李扬不是星辰级 他是元能吉精神念师 还是新任巡查处处长 他是元能吉 这根本不可能 听到师弟说 李扬是元能吉 月山彻底绷不住了 掌握真意后 他自认为到达了元能吉极限 但是刷怪的效率 拉满最多单日四亿军功 而且还是运气极好 每次都能在一块怪兽领地 找到领主及怪兽才行 我有朋友在巡查处 已经确认了 李扬就是元能吉 具体境界不详 只知道他是精神念师 掌握真意的精神念师 那就比较合理了 月山自语一生 原本以为 自己会是南天门第一位 掌握真意的元能武神 没想到 被一个新来的给杰族先登了 而且对方才18岁啊 年龄 让他放弃了攀比 但自己得路 从未因为任何人而动摇 强者的路很长 不一定就是天赋好的 走到最后 另一边 同样是南天门荒野区的核心区域 甚至已经到达了新门区域 此地的王级怪兽遍地走 时常有兽尊 乃至兽皇出没 弟弟 关大哥 我刚刚得知 月山已经掌握真意了 关星天此时坐在一处树梢上 旁边放着一把骇人的关刀 听到耳脉中的声音 他并未惊讶 反而淡然道 月山的性子向来稳妥 他其实早就能掌握真意 愣是拖到了今天 如果不是上个月看到我施展刀法 恐怕还会压着 这么说 关大哥 你也快触摸到真意了 女人语气中满是期待 也充满了对关星天的爱慕之情 神色冷酷的关星天 目光瞭望远方新门开启前 我应该就能掌握真意 他向来自命不凡 哪怕月山早他一步掌握了真意 依然没将对方放在眼里 掌握真意的速度 相差一两个月并不算什么 战斗风格上 他赢月山太多了 对了 关大哥 你听说巡查处的那位新任处长没 处长 关星天愣了一下 前任巡查处处长张九霄 他倒是知道 当初对方抗了他两刀不败 也算是能入眼的人物 至于新任处长 他压根没关注过 巡查处再霸道 也不敢在他这位第一武生面前摆谱 关大哥 你可别小看这位李处长 他刚刚上任第一天 单日军工十一 而且他也是原能级 原能级 单日十一军工 就算他是掌握真意的精神念师 也不可能做到 关星天的面色俱变 饶使他孤傲自命不凡 也没自信在原能级时 单日获取十一军工 于武圣解释道 是真的 巡查处为了宣扬他们的处长 还将李央杀戮的怪兽尸体 都挂在了巡查处 而且我新收的那位弟子 跟他是同学 同学 关星天更猛了 难不成这个叫李央的家伙 比他还年轻 巨大的落差感 让他的自尊心动摇 是撕裂 嗯 据所我所知 李央只有十八岁 十八岁 原能级精神念师 掌握真意 单日十一军工 关星天直接挂断了通讯 从树梢上站起身 踢着关刀 朝着更深处的荒野蛆去了 这件事情打击到他了 岳山找他一步掌握真意 都没让他动摇到心 但李央的出现 彻底扰乱了他的目标 甚至是对强者的认知 第七十八章 九转暗金深 一拳银和系覆灭 洛莉塔 我现在的肉身之力 够修炼九转暗金深了吗 巡查处 顶楼训练室内 李扬光着膀子 皮肤上附着一层白色气流 肉身之力 已经具象化 微微运转 气流直接凝聚成盾 强度可媲美SS级作战符 嗯不够 远远不够 洛莉塔趁机在李扬的胸口 开游了一把 接着说道 继续吞 将那位泰坦族天骄的尸体也吞掉 九转暗金深 可是宇宙中最奢侈的体魄 你现在转化的那点肉身之力 修炼第一转都不够 第一转都不够 李扬心底惊讶 他感觉现在的肉身之力 就算让王主及怪兽围攻 都破不开自己现在的防御 身体硬度堪比SS级材料 还没修炼就这么强 要是修炼了第一转 那还不直接起飞咯 继续吞 刷 面前凭空出现了一具泰坦族尸体 完整的泰坦族尸体 这是那位泰坦族天骄的身体 星海疾 第一等基因 他体内蕴含的气血 可以用气海来形容 磅礴无限 先前只是吞噬一些 星陈级与星海疾强者的海骨 就增加了差不多千万卡气血 当然 这些气血都转换成了肉身之力 也不知道这紫皮光头 能为我转化多少肉身之力 他将手放在泰坦族天骄的脑袋上 开始疯狂吞噬 凶猛无比的气血 源源不断输送到他的体内 最后又因为修炼九转暗金身的缘故 将这些气血转化成为了肉身之力 也只有吞噬泰坦族 或者其他气血强大的族群 才会转化成为肉身之力 道理很简单 吞噬怪兽转化肉身之力的话 一气血等于0.1肉身之力 泰坦族的气血就不痛了 吞噬多少转化多少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嗯 吞噬了不到十分之一 身上的肉身之力就停滞不前了 而此刻他身上被一股淡金色气体包裹 比先前的白色气体强大了不知道多少 肉身强度已经超越了SS级材料 要知道 SS级材料的硬度 已经能抗住蓝星99%的原能武神了 也就是说 光凭肉身 它就可以在原能级毅力不斗 我现在的肉身强度 恐怕已经达到了SS级材料的硬度 洛丽塔可以修炼第一转了吗 现在可以了 按照我传授给你的九转暗金身 开始凝聚体魄吧 洛丽塔欢呼一声 李扬点了点头 随即闭上了眼睛 体表的淡金色光芒顿时绽放开来 从皮肤表面开始镶嵌进肉身 咕咕 气体在全身蔓延 以至于他胸口的星空巨瘦图腾 都变得熠熠生辉 第一转 成了 破 李扬猛地睁开眸子 双眸暴射出一道金光 碰 光线射穿了挂在墙上的S级盾牌 这是气息具象化 他心底一惊 气息具象化 就像是星辰级掌握的天地元素 一拳出 调动的天地元素产生的威能 就能震碎一座山峰 根本不需要拳头碰到山 有点类似 进化纪元前的五道绝学 隔山打牛 或许老祖宗 早已参透了那家拳的真气 可惜那个时候 还没开启进化纪元 不错 你现在的肉身 勉强与原神战甲的材质相媲美了 洛丽塔抚摸着李扬的身躯 吸流了一下小舌头 满意地点了点头 宇宙中的武器战甲 分四个等级 天地玄黄 元神战甲 等级黄阶高等 是专门给星辰级武者用的液体战甲 放在宇宙中算不上多珍贵 但它防御力 星辰级堪称无敌 李扬目光炙热道 第一转就这么顶 要是第九转 岂不是跟影刃一般坚硬 小了 格局小了 洛丽塔摇了摇头 科普道 九转暗金身 作为永恒之下排名第一的体魄 修炼到九转圆满境界 一拳下去 你们银河系都要灰飞烟灭 肉身达到永恒不灭的层次 很多星空境强者 都没钱修炼到第九转 天地玄黄这些普通兵器 是能量产的普通货 怎么可能与九转暗金身比 永恒不灭 不死之身 一拳暴星系 怪不得星空及强者都修炼不起 圆满的九转暗金身 比李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这彻底勾起了他的欲望 毕竟谁能抗拒一拳暴星系的力量 继续吞噬 如果修炼到第二转 蓝星可就没人能击败他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转眼 第七天 李扬总算走出了训练室 此时他身上的气息 内敛到了极致 皮肤光滑 身姿挺拔 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周围的一切气息都在退让 呼 李扬抿了一口茶水 吐出一口浊气 心底默念道 掉出面板 叮 辅佐智能 瞬间将他目前的状态信息 显示了出来 传承者 李扬 武者 元能级七阶 三千万卡 基础增幅 二百倍 念力 元能五阶 一百七十点 元和增幅 二百倍 法则 领悟天人和一镜 暂为彻底掌握 肉身 九转暗金身第二转 媲美黄阶极品 传承等级二冒号 一二七一千 外围弟子 看了一眼自己的个人信息 李扬眼皮子微微跳动 战力翻了十倍不止 突破五折九段后 三千万卡气血 足足返还了百倍基因 而且 这三千万卡气血 还保留着 以至于让他刚刚突破 就到达了元能七阶 距离元能五神八阶 所需要的三千八百四十万卡 也仅差八百万卡左右 元能五神九阶 则是需要七千六百八十万卡气血 最大的收获 还是九转暗金身 修炼到了第二转 卡卡 李扬握了握拳头 仅是有力的肉身 让他安全感十足 肉身媲美黄街极品材料 星河级来了 都不一定能破开我的肉身 蓝星没人能破开我的肉身 该谋划前往星门的事情了 他目光悠悠地 望向荒野区的方向 来南天门 就是为了进入星门 寻找微光 寻找二术 距离星门开启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正好将气血跟念力 都提升到元能级巅峰 进入星门 说不定就能让星空巨兽 提前孕育成功 届时 才是真无敌 第七十九章 冠军侯称号 处长 副官同意 敲门走了进来 望向李扬的背影时 被那股无形中的压力 给震住了 眼神也不免更加恭敬 实在是这位新任处长 太给巡察处长脸了 上任第一天 就拿下了单日军功榜榜首 经过宣传 现在全军都期待着 这位少年天骄 再次出手 之前军功榜 几乎成了五圣门的后花园 没有一点新花样 现在李扬了 可就能看好戏了 不少人都读李扬一年内 冲上地榜第一 对此 巡察处已经帮李扬提前开了香槟 按照单日十亿军功计算 再加上双休日休息 自家处长有望半年内登顶地榜第一 童谕开始汇报这一周的大小情报 闭关第一天 巡察处召开发布会 辟谣自家处长不是新陈级强者 闭关第二天 炫耀怪兽尸铁 闭关第三天 炫耀怪兽尸铁 闭关第四天 五圣月山从荒野去归来 承认自己掌握了真意 闭关第五天 五圣关行天从荒野去归来 掌握了真意 闭关第六天 蓝天门司令部 设立冠军侯称号 地榜第一 可获得此称号 结算日期10月1号 闭关第七天 出关 好像一件正经事都没有 童谕 你的新门知道的多吗 李扬突兀地问了一句 他还未见过新门 想去看一眼 属下支支甚少 只知道靠近新门的荒野区 一直被被安全局的人控制着 没有手续就算是新陈及靠近 都会被拦下 华夏安全局跟华夏军方 虽然是兄弟部门 互相也会照应 但新门事关重大 军方也不会轻易插手 看来 只能偷偷去了 他修炼九转暗精深 可以将气息收敛到极致 只要自己躲着 蓝星上的强者 亦或者是雷达 都无法察觉到他的存在 算了 李扬顿了一下 又接着说道 我明天会进入荒野区 你通知一下情报科跟巡查课 让他们将最近收集到的 受尊信息都发给我 童玉眼睛一亮 现在巡查处最大的事情 就是处长何时出山的问题 他们把香槟都开到半年后了 现在都翘首以盼的期待 李扬进入荒野区大杀特杀 然后拿下地榜第一 信息早就准好了 我现在就发给你 不光提前开香槟 情报科这些天 一直搜罗受尊 跟一些领主及怪兽的信息 就等着李扬 进入荒野区大开杀箭呢 冠军侯 李扬查看信息时 呢喃了一句 发现军方官网上发布的集体任务 地榜第一 即将结算 10月1日地榜第一的获得者 将会加冕冠军侯称号 除此之外 排名地榜前三 会得到一次 前往西亚冰原的资格 好处不小啊 西亚冰原 沙俄的地盘 也是第三新门的所在地 相当于南天门外的新门区域 神秘无比 处长 我们这几天 正在计划联名尚书总司令 修改地榜结算的规则 这对您太不利了 同意见李扬提起冠军侯 语气愤愤不平道 地榜军功累积了那么多年 对处长太不公平 弄出个月榜还差不多 的确 地榜创建好多年了 三大五胜 累积了数年的军功 高达上千亿 这谁能在一个月内追得上 不就相当于 室内定了排名前三 前往西亚冰原吗 巡查处集体不满这个规则 想要为李扬 争取一个公平的机会 没有这个必要 李扬目光微微一沉 他还不需要靠下属 为自己争利益 至于按照累计的军功计算 在他看来 这很公平 人家积累了好几年的军功 一次次生死冒险 换来的军功榜前三 就算是内定又如何 这是三大五胜应得的奖励 可您 才去了荒野区一天 不改规则的话 一个月的时间 您很难寄进前三 同意语气委婉道 按照他们的计算 一个月的时间 不是很难进入地榜前三 是根本没机会进入地榜前三 李扬转身回眸 纠正道 算上今天 不就是第二天了吗 单日十亿军功 是内围怪兽数量与质量的极限 但不是他狩猎速度的极限 他低眉看了一眼 当前地榜前三的排名 第一 五胜关行天 一千三百亿军功 第二 五胜月山 一千零三十六亿军功 第三 上关战雄 九百亿军功 一个月后 恐怕上关战雄的军功 也会突破千亿 千亿军功 是一个大门槛 四大战王 都不可能单月 获得千亿军功 那就将兽皇的信息 也一并发过来吧 咔咔 李扬边走边说 暗红色战甲包裹全身 身上还多了一件 SS级材料制作的飞袍 这一日 巡察处处长 再次独往荒野区 童玉将这个消息 先传达给了三大主管 兽皇 难不成处长 要对兽皇动手了 会议室内 三大主管先前还在想 如何让上面更改规则 结果就听到童玉说 处长已经去了荒野区 还要了兽皇的信息 太冒险了 哪怕处长掌握了真意 想要击杀兽皇 也是天方夜谭 他们都是老游子 经历了数次兽朝进攻南天门的战役 虽然没有与兽皇交过手 但见识过兽皇 与四大战王的战斗 那场面 可以用排山倒海来形容 兽皇的身躯最小 也有上百米那么高 肉身极其强大 元能及武者的那点元力 放不了几个大招 元力就消耗殆尽了 兽皇消耗 就能把元能及武神给死 你们是不是想多了 兽皇身边经常聚集着 几十上百头的领主及怪兽 猎杀起来 比去那些怪兽领地的速度快多了 戴玉生不愧是情报科的主管 脑子转的就是快 靠脑补去推演李扬的想法 众人闻言 也都觉得有道理 处长的军功开始变化了 童玉提醒了一声 情报科将李扬获取的军功 时时传送了过来 李扬增加7680万军功 李扬增加4892万军功 李扬增加9876万军功 处长才离开一小时啊 三大主管惊呼道 童玉看了眼时间 纠正道 准确点说 是一小时22分 第八十章 寻查处 李扬 荒野区 内围区域 Soul 一道黑袍身影掠过云层 荡起阵阵阵 它的速度达到了惊人的每秒 5.2公里 圆能级的极限速度 是每秒1公里 星辰级的裸速 是每秒1公里 李扬自从修炼了 九转按金身第二转后 速度直接翻倍 现在都不需要借助飞行滑板 提升速度了 仅仅是肉身带来的强大爆发力 速度就能超越大部分星辰级 击杀了七头领主及怪兽 气血才增加了35万卡 刚刚顺手灭了一块怪兽领地 击杀了七头领主及怪兽 增加的气血却少得可怜 至于普通的王级怪兽 增加的气血更少 武者的身体素质 突破元能级后 对气血的要求更高了 普通怪兽已经彻底没用 也不知道 兽尊能能加多少卡气血 武者距离元能级九阶 还差了4000万卡气血 领主及怪兽 一头增加5万卡 兽尊作为巅峰王及怪兽 怎么也得增加个180万吧 距离最近的一头兽尊 还有4500公里 按照辅佐智能规划的路线 李扬的身影 第一次出现了核心区域 此地不光有108头兽尊 还有几十头兽皇 个个都是活了几十年的老怪物 占领着大片地盘 不少兽尊 都屈服于兽皇的麾下 当然也有不少独行兽尊 节节 核心区域的一块平原内 此地一望无际 地上满是绿油油的青草 足有两米那么高 人战里面 都没法露头 一道人影 却是踏草狂奔 身影如风一般 他一边狂奔 一边回头看 真倒霉 刚刚进入核心区域 就让我遇到了那头银月狼王 中年男人心底暗骂一声 速度不减 继续朝着草原外逃 在他身后 如果是站在天空往下看 可以发现 绿油油的草原上 有着一道白月光 光影死死地咬着 前面狂奔的中年男人 二者速度相差不大 不好 中年男人的速度骤然下降 因为他的正前方 出现了一个小山包 吭吃 吭吃 小山包发出一阵猪叫声 随即拔地而起 这哪是什么小山包 这是一头身高近乎40米的野猪 蓝天门外 108寿尊之一的狂蛮猪王 完了 他想要绕开 可后面的那道白光 也追了上来 那是一头长20多米 高78米的银毛巨狼 他甩了甩蹄子 发出呜呜的低吼声 好似再对那位中年人说 继续跑啊 寿尊银月狼王 寿尊狂蛮猪王 围攻一人 逃不掉了 我上官战雄 难不成要死在你们 这两头畜生手中 青年男人 正是南天门地榜 第三的上官战雄 他在五胜之中 年纪最大 资历最老 月山跟观行天 先后掌握了真意 他却对自己掌握真意 没有一点信心 自掌握权益后 十年来他境界停滞不前 突破新陈级还有希望 掌握真意 已经彻底无望了 这次地榜结算 奖励进入西亚兵原的资格 说是三个名额 其实能争的就一个名额 那就是他的地榜第三 九百亿军功 看着夸张 其实累计八百多亿军功的 五胜有不少 好几个后辈 都在奋力直追 这给了上官战雄 很大的压力 才冒险进入核心区域 想要拼一拼 主要是月山 跟观行天突破真意前 都跟寿尊有过战斗 结果 完大了 被凶狠与狡猾 著称的银月狼王 给算计了 联合狂蛮诸王 将他堵在了青青草原 逃都不好逃 哼 月山能独占两头兽尊 我还就不信了 上官战雄的气息 猛然爆发 两大兽尊 同时朝着他猛冲了过来 呀 他伸开双臂 一拳一个兽尊 出战有压力 但能挡住 不管怎么说 也是巅峰五胜 但持久斗下去 还是有陨落的风险 呜呜 狼王与猪王绕圈 围着上官战雄 这是要耗死我 上官战雄面色难堪 被动之下 只能主动出手 寻找盾桃的机会 只要逃进大山 或者湖泊之中 就能甩掉这两大兽尊 猪王 看看你湿的皮厚 还是我的拳头硬 一个剑步上前 双拳如同弯月一般 狠狠地砸在了 狂蛮猪王的脑袋上 哼 巅峰五胜的权力 超过了五千万吨的冲击了 哪怕是防御著称的 狂蛮猪王 硬接这一拳后 也是后退了数步 但也仅此而已 苦战 一人独占两大兽尊 上官战雄的压力拉满了 此刻他才明白 先前能与两头兽尊 战斗的月山有多强 关键那个时候的月山 还未掌握真意啊 怎么办 救援要一个小时 我很难 狼王再次朝着上官战雄扑来 打乱了他的思绪 狂蛮猪王也在此地顶了上去 上官战雄威 如此合击之下 不死也要重伤 呼 忽然 一道狂风席卷来 只见数道黑色电弧 从天而降 速度之快 顶尖武圣上官战雄 都没有看清 电弧瞬间就洞穿了 银月狼王的头颅 身后 那头狂蛮猪王 则是被一道血光 分割成了两半 板板正正地倒在了草地上 谁 上官战雄先是一惊 随后狂喜 获救了 不是说 核心区域 没有星辰级前辈吗 来人是谁 他心底有些好奇 因为先前球员的时候 南天门的情报科 说他周围没有星辰级强者 南天门那边派遣的星辰级强者 最少也需要两个小时 才能抵达核心区域 可这才过去十分钟而已 哇 一道黑袍血甲身影 从天而降 悬浮在半空 他双手念力 操纵着两大寿尊肉身悬浮半空 血气无形之中 就被吞噬殆尽 看到这一幕的上官战雄 有些不解 但也没有多想 连忙躬身感谢道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刚刚 如果不是这位前辈 出手速度够快 他肯定要受重伤 到时候两大寿尊继续围攻 必死无疑 前辈请留下姓名 晚辈回到南天门后 一定让自家师尊 前去感谢前辈的救命之恩 眼看着黑袍人要走 上官战雄这才想到 还没问对方的名讳 巡查处 李扬 第81章 魔龙巨塔 吞噬成功 气血增加100万卡 当前气血3135万卡 元能及7阶 击杀寿尊 获得8亿军功 当前累计军功20亿 李扬吞掉寿尊之后 便不再搭理上官战雄 掉头就走 继续朝着更深处的荒野去而去 气血 他需要更多的气血 至于军功 只是顺带的事情而已 并不是很在乎 他不在乎 别人倒是很在意 比如说 巡查处的众人 此时 戴玉生亲自带队 坐镇情报科 观察着处长的一举一动 军功更是实时更新 涨了 又涨了 一次涨了8亿军功 处长的位置在核心区域 应该是一次性斩杀了两头寿尊 戴玉生此刻满面春光 大笑道 还是处长狠 一次性斩杀了两大寿尊 马上用卫星扫描处长所在的区域 看看是那两头寿尊 南天门外的荒野区 总共有108头寿尊 并不是巅峰王级怪兽就这么多 而是被称呼寿尊的这些怪兽 都是老狐狸 一次次给南天门军方带来麻烦 却又干不掉 如今李扬刚刚出手 就怒斩两头 可得好好宣传一下 处长所在的位置 好像是刚刚上官战雄球员的位置 戴玉生眼睛一亮 忙到 马上联系上官雄 询问有关处长的情报 是 他们这边忙得热火朝天之时 一则重磅消息 席卷了整个军方论坛 武圣月山 击杀虎尊 标题醒目 而且附带了一段视频 点开视频可以看到 月山的伏法充斥着真意 与虎尊占了百余回合 凭借真意的暴击 最终击杀了那头虎尊 戴主管 我们要不要马上公布处长的战绩 处长一次性击杀两头受尊 而且上官战雄还说处长 只用了一招 巡查处的众人 都看向了足智多谋的情报科 主管戴玉生 原本宣传稿都写好了 结果被月山那边的人 领先了一步 并不是李扬的速度慢 而是巡查处的宣传太慢了 不像武馆那边 月山前脚击杀受尊 后脚就发了宣传视频 戴玉生低眉检讨道 我大意了 武馆那边肯定是提前做了准备 而且比我们还要充足 现在在宣布处长的战绩 反而有些不利 查一下月山今日的军功 5.2亿 其中4亿军功来自击杀的那头受尊 还有1.2亿 是击杀的四头领主 及怪兽累计的军功 好 先让子弹飞一会 等下午更新每日军功榜的时候 再公布处长的战绩 戴玉生露出一抹期待的目光 滴滴 军功论坛上又有一个帖子被顶了上去 五圣观行天 斩杀寿尊元尊 双圣一前一后的击杀寿尊 很快引起了整个南天门的关注 甚至连基地史都在关注双圣 毕竟这可是华夏第一关 乃至全世界都会关注南天门的一些大事 比如先后掌握真意的两大五圣 又连着一起击杀了寿尊 荒野区 魔龙山 炙热的岩浆顺着石头缝隙 从山顶往下流淌 此地是魔龙巨坛的领地 它可不是领主级怪兽 而是货真价实的兽皇 而且还是老牌兽皇 常年盘踞魔龙山 称霸一方 曾与四位战王都交过手 因为是长着翅膀的硬龙 速度极快 凭借速度 多次从四大战王手中逃走 兽皇三接 全身气血超过十亿 就是不知道吞噬后 能给我带来多少气血 So 李扬的身影 缓缓落在一块礁石上 魔山之内 没有其他怪兽 只有那头魔龙巨塔 去 抬手照出三道引刃 射向了远处流淌着岩浆的洞口 碰 洞内顿时发出一道沉闷的响声 随即溅出不少炙热的岩浆 呼吃 白色热浪从洞穴内喷出 一个硕大的脑袋弹了出来 刚刚的白色气浪 正是他的鼻息 轰隆一声 洞口被一双翅膀震碎 显露出了这头庞然大物的真身 微额百米的身形 张开翅膀 足足有三百米那么宽 全身遍布暗红色灵甲 在火光的映射下 通体犹如一座火山 哦 魔龙巨塔 发出一道龙银声 双眸转动 看向了面前渺小的人类 看你的眼神 似乎对我很失望 李扬嘴角微微扬起 身形腾空而起 108道黑色电弧环绕四方 他的手中 还多出了一把黑色战刀 正是SSS及兵器斩神刀 材质媲美黄阶高等 那就让我看看 你能抗住几刀 李扬拔刀冲出 他刚刚修炼刀盒中三重 还不知道具体的威能 正好拿这头兽黄 来验证一下当前的战力 刷 人影一闪 李扬瞬间就到了魔龙面前 哦 魔龙咆哮一声 他口中的热浪滚滚而来 恐怖的高温 足以融化S级作战符 四周的空气都开始被蒸发 这是在序列 魔焰 李扬心底一动 资料中显示 魔龙巨塔的绝招 就是魔焰冲击 恐怖的黑色火焰 几乎能焚尽一切 未能差不多能融化SS级作战符 李扬有原神战甲 可以直接削弱了90%的冲击力 不过 他准备硬扛魔焰 出刀之前 先试试防御如何 哦 黑色魔焰凝聚成光柱 直冲李扬而去 哗啦 原神战甲收入体内 李扬双臂张开 直接硬扛魔焰 扑面而来的魔焰 将它整个包裹了起来 好强 如此恐怖的火焰 最少可以融化黄街高等的战甲 但它的肉身 媲美黄街极品战甲 魔焰就像是一盆温水 泼在身上一样 洗了个温水澡 你已经没有活着的价值了 试完肉身强度 李扬念礼一动 咔咔 原神战甲 瞬间包裹全身 刀盒第六重 不朽 李扬怒喝一声 抽刀劈向魔龙巨塔 刀光如滔滔江水 浮现天际 光芒巨线 不可直视 魔龙见状 眸子中闪过一丝惊恐 自己的魔焰 竟然对那位人类强者 没有半分威胁 而且这刀光 好熟悉 刷 刀光一闪 血染大地 魔龙陨落 第八十二章 疯狂杀戮 原能及巅峰 七十九亿军功 监测李扬军功的情报客人员 此刻瞪大了眼睛 戴玉生亲自走到电脑前 看到这串数字 他愣了许久 处长的位置 在哪儿 在一分钟前出现在魔龙山 目前正朝着万葬森林而去 主管 魔龙巨塔的生命信息 监测不到了 一切信息表明 李扬击杀了一头兽黄 众人无不震惊 原能武神 击杀兽黄 从未有人做到过 兽黄虽然无法掌握自然元素 但他们的肉身会得到增强 简单来说 星辰级的人类 掌握自然元素后 攻击力拉满 但怪兽的肉身独一荡 够大 气血足 双方各有特长 在荒野区内 谁也奈何不了谁 可原能武神 没有自然元素的加持 正常情况下 他们的攻击力 都无法破开兽黄的防御 如何做到斩杀 没人知道 李扬是怎么做到的 但击杀兽黄的战绩 不可能作假 他 突破了吗 戴宇生深吸一口气 就在这时 会议室的电话响了 军工系统 不光是情报科可以监测 最高司令部那边也可以查到 更何况魔龙巨塔突然陨落 这么大的事情 上面肯定会先来问巡查处 我是戴宇生 我这就过去 戴宇生目光一闪 语气不自觉地就恭敬了起来 打电话的那人 是南天门最高指挥官 军方第一人陆振华 万葬之森 原本平和的森林 此刻因为一场大战 无数灌木化作了焦炭 大地四分五裂 地面更是多出了数个大坑 天空之上 李扬化身黑色雷霆 108道隐刃 不断闪烁 每一次闪烁 都有一头领主及怪兽陨落 源源不断的气血汇聚全身 令他的气血不断暴涨 大四屠戮下 此地的三大兽皇 很快就朝着李扬靠了过来 第一个到来的是 满身藤蔓的石人花皇 植物类兽皇 有着一张血盆大口 传闻一口可以吞下一座大山 紧随其后的两大兽皇 分别恶龙皇 雷龙皇 这三大兽皇 盘踞在万藏之森 已有数十年 平常连四大战王 都不敢轻易进入此地 一旦被三大兽皇围攻 也是凶多吉少 李扬与三大兽皇对峙 却丝毫不慌 九转暗金深第二转 已然让他无所畏惧 击杀魔龙 增加了三百万卡气血 再加上这三头兽皇 我就能突破原能级八阶了 So 他凭借小巧的身躯 在三大兽皇面前来回穿梭 兽皇每一个 都是百米以上的巨物 一时间根本拿李扬没办法 但他们能到星辰级 也早就有了智慧 而且可以用意念来交流 很快就形成了配合 将李扬堵在了一角 十人花黄 趁机张开血盆大口 躲不可躲的李扬 被一口吞下 连带周围的几颗巨木 也被十人花黄吞下 口腔中的剧毒液体 瞬间就将巨木融化 哼 李扬冷哼一声 这些毒液 对他没有任何的威胁 So 上百道黑色电弧猛地暴势而出 每一道黑色电弧中 都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影刃 天接高等的念力兵器 材质无比坚硬 只要操纵他的念力足够强大 就算是星云期的防御 都扛不住 更何况是十人花黄 这种普通的星辰级怪兽 李扬催动念力增幅 每一柄影刃的冲击力 都超过了5000万吨 星辰级强者的门槛 就是5000万吨 也就说他一个人 扑哧 十人花的脑袋上 顿时多出了上百个窟窿 受死吧 念力催动引刃 瞬间将十人花黄搅碎 其余两大兽黄都没有反应过来 更别说去救了 此刻十人花黄 已经变成了一朵残花 恶龙黄与雷龙黄见识不妙 开始后退逃跑 可他们的速度 哪儿比得上李扬 星辰级的速度 不修炼特定的秘籍 也就三倍因素左右 整个蓝星 估计都没有生命 修炼过速度类的秘籍 速度本来就慢 李扬依靠恐怖的肉身 双腿一蹬 整个人就爆射了出去 起手一刀 不朽刀光 就在恶龙黄的身上 留下了一道猙獰的口子 舞者的增幅更夸张 因为还有 石洞天 增幅 这一刀的力量 已经突破了上一吨 这还没有算是真意的暴击 原力如海水 一般蒸发 但对李扬而言 消耗这点原力 根本不算什么 还想逃 李扬目光锁定在半空的雷洞黄 身形未动 背后无数黑色电弧 就已经将雷龙黄 绞杀在了半空 气血汇聚 吞噬一切 钉 增加气血987万卡 当前气血4467万卡 原能级8接 军功增加209亿 当前累计军功300亿 当前军功榜排名36名 探测器的辅助智能 将数据汇总 一并传送给了李扬 柔了柔没心 气血提升得太慢了 这得什么时候 才能气血破译 自从基因达到200倍后 吞噬血肉的要求 就提高了很多 几乎比武者九段时 要求高了百倍 以前吞噬王级怪兽 增加7、8万气血 现在最多增加1000卡 别说普通王级怪兽了 他现在连领主级怪兽 都看不上了 So 离开万葬之森 继续猎杀兽皇 核心区域 八大兽皇领地 李扬用了不到半天时间 将核心区域的兽皇领地 扫荡得一干二净 击杀兽皇十二头 受尊76头 气血来到了8000万卡左右 已是元能级巅峰 但这儿不是李扬的巅峰 普通元能级武者 一倍基因 最多累计一亿卡气血 但他能累计200亿卡基因 这么突破的好处 是可以继续让基因翻倍 累计200亿卡气血突破 基因可以再次翻倍 提升到400倍 吞噬终究有上限 宇宙中的强者 普遍用这种极道气血 来提升基因 但大部分人在武者九段的时候 基因只有一倍 就算再努力的卡基 走到最后 基因都不会超过十倍 第83章 我已至心门外 可还有兽皇 李扬因为夺射星空巨兽 加上吞噬高等血统 打破了人类身体的极限 武者九段时 到达了100倍基因 最终靠着卡基 积累气血的方式 突破元能级后 基因翻倍 才有了现在的200倍基因 如此强大的基因 放眼宇宙 除了特殊生命外 已经是算是高等血统了 可想要成为纵横宇宙的超级存在 还远远不够 除了基因 还要提升法则境界 原本是两条路线 但按照洛丽塔的要求 他要一起走 我精神念力 还差不少才能达到元能九阶 该去星门区域看看了 So 他身影划破长空 所过之处 湿山血海 军功已经突破天际 半个小时后 前方的天际 出现三道强光 三条线连接 一座巨大的三角形星门 屹立在荒野之上 光线绵延千里 这就是星门吗 李扬则舌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星门 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并没有恐怖的氛围 有的只是震撼 直径上千里的星门 沉睡在深坑荒原之上 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处在星门周围 都让人气血沸腾 一座世界之门而已 没必要大惊小怪 洛丽塔浮现在眼前 指着星门说道 世界之门 通常只有星空镜强者才会炼制 内部相当于是一座大世界 用来培养势力 或者是重授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但收益需要时间来堆积 这让李扬想到了世界介质 里面也是自成一个小世界 但范围很小 长宽只有十公里 不过外貌体积也更小 只有直径只有一厘米 星门的直径可是上千公里 二者相差巨大 理论却是相同 洛丽塔 当初这些星门 为何会出现在蓝星 李扬好奇道 宇宙那么大 生命星球多如海水 蓝星又为何没被发现 没有去过宇宙的李扬 对宇宙太好奇了 很简单 概率问题 洛丽塔笑着说道 一切解释不清楚的事情 在宇宙中都可以用概率来解答 比如 你们蓝星 这颗土著星球 未被宇宙强者发现 就是因为运气好 不然你们早被奴役卖去挖矿了 听到洛丽塔这么说 李扬也算明白了 星门落在蓝星 也属于小概率事件 对于普通人而言 这是灭顶之灾 但是对那些强者来说 这却是一个机会 一个机遇 舞者的好处 可不光是实力强者 地位高那么简单 提升的还有寿命 元能集三百年寿命 星辰集一千年寿命 这个可是根据基因提取 测算出来的正常寿命 进化纪元前 多少英雄豪杰 为了长寿 穷其所有而不得 现如今 永生都不是梦 我已知星门外 可还有寿皇 核心区域的寿皇 都被他杀光了 想要再吞噬气血 就得进去星门下的万里荒野区 此地也是怪兽聚集最多的地方 领主级怪兽多如牛毛 受尊层次的王级巅峰怪兽 也有很多 最重要是兽皇 因为距离星门很近 此地的怪兽进化速度奇快 说起来 外围的那些怪兽 不过是从此地跑出去的一小部分 就算如此 都让军区如临大敌 可想而知 星门区域的怪兽有恐怖 寻查处 听到李扬询问 关于星门区域的怪兽资料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星门区域 一直是安全局的人在监测 我们没有权限啊 星门乃是华夏重地 更是关乎全球安危 平常都是不得入内 除非是星门一动 由武馆那边出头镇压 才会进入星门区域的荒野区 天榜前二的军工 就是这么来的 每一次来镇压星门一动 都能斩杀几十头兽皇 累计了万亿军工 处长是不是太拼了 军工已经达到了五千亿 再这么杀下去 难不成要登天榜 当然要登天榜 处长杀兽皇如屠狗 有能力为何不冲 先等主管回来吧 安全局那边我们没有权限 与此同时 蓝天门十八重天 司令部 戴玉生小心翼翼地站在窗前 正跟一位两并斑白的 中年男人汇报工作 中年男人的身姿挺拔 单手抱毙 一手摩擦着下巴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李扬的事情先放一放 最近安全局那边说 有人通过我们所掌控的荒野区 进入了星门区域 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 是 我这就会 戴玉生话还没说完 一则消息就发了过来 是情报科那边发来的请求 他眉头一挑 暗骂手下不分情况 自己来司令部汇报工作 还来打扰自己 可看到发来的信息时 戴玉生愣住了 随即话锋一转说道 司令 李处长那边 想要申请进入星门区域 他要去星门区域 陆振华语气一顿 先前让戴玉生过来 就是为了了解 李扬这些天干了什么 进入荒野区后 竟然接连击杀兽尊 对于李扬斩杀兽皇的事情 还不知情 咚咚 房门被敲响 陆振华的副官 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司令 安全局那边的人 发来了一则视频 需要您亲自观看 副官说完 拿出投影笔 照向了洁白的墙壁 画面浮现 一位身披黑袍 穿着暗红色战甲的身影 出现在了画面中 他周围遍布电弧 手持斩神刀 一人独占六大兽皇 画面的场地 在新门区域 视频里的人是 陆振华语气惊叹道 独占六大兽皇 刀光凝聚成河 还是精神念师 华夏什么时候 多了这么一位 强悍的新陈级强者 是谁 刀河王的弟子 还是刀河王本人 不清楚 安全局那边 以为是我们放进去的人 副官也是一脸诧异之色 如此实力的强者 妥妥的全球前一摆 不可能无名无姓 戴雨生站在旁边 望着视频中的那道身影 嘴巴不自觉地张开 颤颤巍巍道 撕裂 这就是李处长 第八十四章 单日五千亿军功 确定不是Bug 李扬 陆振华面色巨变 惊恶道 他不是元能级吗 听到戴雨生说 视频里的人是李扬 他被吓了一跳 半个月前才调过来的人 虽然很关注 也很看好 但没道理半个月不到 就可以屠杀兽皇的地步吧 身为老牌强者的陆振华 同样位列全球前一百 虽然不如昆仑武馆的创始人 跟当代管主 但也有独占六大兽皇的能力 只是没有视频里那人的轻松自异 可要说那人是李扬 他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司令 我没看错 今天李处长前往荒野区的时候 穿的就是这套战甲 黑皮袍子也是一模一样 一定没错 戴雨生此刻更惊讶 但也更兴奋 自家处长 杀兽皇如屠狗 这次看双胜怎么说 现在已经不是吻压三十六胜了 再这么下去 盖亚天榜都不是问题 对了 军工榜是不是要更新了 看看军工榜就知道了 也懒得再去问情报科了 三人不约而同 低头看智能手表 定 打开论坛上的榜单 时间刚刚卡在四 五十九分 每一秒的流逝 都让三人无比紧张 如果真是李扬 军区就真的捡到宝了 要知道 全球五大强国 排名前一百的强者 只有不到十人参军 官方强者的数量稍微多一点 可两者相加也不过三十人 占比三成 其余七成的超级强者 要么自己创建势力 称霸一方 要么就是独行侠 谁都不管 无管的强者还好 军方扛不住了 会来拉一把 有些独行侠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真不管人类的死活 潜心修行 只为变得更强 亦或者是离开蓝星 前往宇宙 追求更好的修炼环境 所以 各国的政府或者是军方 都渴望能培养出超级强者 分摊一些压力 开榜了 戴玉生忍不住提醒了一声 随即日榜更新 总榜也同样更新 日榜 第一 李扬5000亿军功 第二 观行天6.8亿军功 第三 岳山6.2亿军功 第四 上官战雄3.2亿军功 地榜 第一 李扬5010亿军功 第二 观行天1308亿军功 第三 岳山1007亿军功 单日5000亿军功 军功绑是不是出bug了 原本今天的榜单就热闹 掌握真意的双胜 先后斩杀寿尊 李扬再次进入荒野区 噱头拉满 都想看谁能拿下榜首 几个开榜后 发现有人开挂 绝对是bug 单日5000亿军功 超越武神的强者来了 也不可能做到 话别说那么慢 古伦前辈只来了南天门五次 就累计了两万亿军功 不一样 那个时候新门一动 兽皇集体出没 古伦前辈才一次性 累计了那么多军功 现在新门正常 哪去弄这么多的军功 谁相信这个榜单 我笑他一辈子 5000亿军功 难不成是把核心区域的怪兽 都杀光了 广场上 不少人语气都带着调侃 都觉得是系统出了bug 只有巡查处的人知晓 这不是bug 5000亿军功千真万确 很快 一些武圣也开始关注军功榜 日榜跟总榜第一 全都变成了李扬 这消息太吓人了 5000亿军功 这怎么可能 荒野区的一处平原上 正在寻找怪兽的观形天 停下了脚步 他也不相信 李扬能够单日 获取5000亿军功 但核心区域的怪兽 好像真的没了 就剩下一些普通的王级怪兽 领主级怪兽 原本随处可见 如今却一个都碰不上 兽尊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至于兽皇 他也没那个胆子去找 但有人去了兽皇领地 万葬之森 月山望着满地狼藉 以及一些怪兽的尸体 陷入了沉思 难不成这都是真的 哈哈 都是真的 他已经开始不相信现实了 平常半只脚 都不敢踏入的万葬之森 竟然变成了废墟 怪兽全死了 司令部 我刚问了 李处长的军功一切正常 而且巡查队伍 已经排查了三大兽皇领地 全都变成了废墟 卫星雷达 也没有在核心区域 检测到兽皇的生命体征 核心区域的兽皇 全部毙命 陆振华文言 一拳砸在了厚重的墙面上 喜悦道 了不起 他将我一直想做的事情给干了 副官跟戴雨生 投来的好奇的目光 其实大规模扫荡荒野区这种事情 军方的顶级强者早就想干了 可这么做的后果 是怪兽的疯狂反攻 别看南天门固若惊汤 可真要跟新门区域的怪兽数量相比 南天门依然有着巨大的危机 双方靠着某种平衡达成一致 互相三五天小战一场 很少发动灾难级的战争 一旦有人打破这个平衡 就会发生灾难级的战争 往常都是人类一方陷入弱势 怪兽开始进攻 这一次恐怕就不一样了 李扬屠入整个核心区域的怪兽 务必引起新门禁区内的怪兽 发动灾难级战争 不过这样也好 总好比等自己一方弱势的时候 被动挨打 主动挑起战争 互相消耗一波 之后就是一个较长的平静期 传令下去 全军备战 提前做好准备 也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副官面色郑重地点头回道 是 我这就办 陆振华随即又看向了戴雨生 对了 你告诉李扬 安全局那边我来搞定 让他放手 厮杀便是 等怪兽反攻的时候会来即可 越乱越好 最好是搅动整个新门禁区的怪兽 来个重创 起码能换个三五年的和平时间 新门禁区 李扬擦着刀上的血 没等到巡察处给来的消息 就甘站着 等都能遇到六头兽皇来围攻自己 不愧是禁区 但 不是他的禁区 李少将 几日不见 您的实力又提升了 话音落下 李扬挑眉望去 看到来人有些诧异 张绍东 第八十五章 这 就是天人合一禁剑 新门禁区 某处山体之内 李组长 这就是我们安全局在禁区内的监测站 师父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张绍东亲自带路 带着李扬走进了监测站 里面别有洞天 不是那种简陋的地下建筑 而是掏空了整座大山 搭建出了一座小型战争基地 李扬念力扫过 发现人还不少 其中有两道极为强横的气息 星辰级强者 自然元素的气息 张组长 禁区建造战争基地 那些兽皇就没发现吗 李扬环顾四周 如此大的工程 不可能没有惊动怪兽 那些怪兽可不是傻子 自己的地盘被人踩了进来 肯定会拼命围攻 但进入此地的时候 他并未发现 有任何战斗的痕迹 张绍东听后 笑着回道 当初建造监测站的是 当今昆仑武馆的馆主 他亲自跟禁区的十大兽皇 谈了条件 监测站只负责新门异动 不得猎杀禁区内的怪兽 同理兽皇们约束手下 不得进入监测站范围 原来如此 李扬听后便明白了 那些怪兽也怕新门内 闹出什么可怕的动静 有了共同的威胁 怪兽跟人类 也就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了 不过 他可不是监测站的人 之所以来 是因为张绍东的师尊 想要见他一面 正好想要了解新门的他 也就来了 顺道再弄一份禁区内的兽皇资料 师尊 李处长到了 张绍东带着李扬 来到一处石门前 语气恭敬地喊了一声 凭借念力 可以感受到 石门后有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气息的主人 自带一种火系元素 以及与火焰融合后的争议 监测站的两大强者之一 华夏安全局的局长 江天镇 戒 屋内传来一道声音 大门自动打开 李扬目光淡然地看向门内 这是一间石室 布置极其简单 蒋天镇盘膝坐在中央的石台上 浑身上下都凝聚着无形之火 仿佛与火焰融合成了一体 他已经掌握了部分天人合一的奥妙 距离真正的天人合一境界不远了 在星辰级掌握天人合一 比在元能级掌握真意还要难 一旦掌握 就能一跃成为全球前十的超级强者 蒋天镇目光悠悠地看向李扬 但笑道 李处长如此年轻 实力都追上老夫了 未来不可限量啊 上来就是一个吹捧 让李扬一愣 对方可是华夏安全总局的局长 顶尖强者 又是华夏官方的强者 地位与实力都能在全球排进前五十的人物 竟然对自己这么客气 局长谬赞了 我不过是刚刚突破的后辈 跟前辈相比 还是有很多不住地的地方 他倒不是客气 而是实事求是 刚刚突破元能级 虽然当天就晋升元能级巅峰了 可气血终究只有八千万卡 而且没有自然元素加身 跟老牌星辰级强者相比 还是有些差距 当然也有优点 那就是他的肉身比星辰级强者强太多了 还有就是基因的优势 两百倍基因 就算放眼全宇宙都属于顶尖血统 年纪轻轻 却不骄不躁 我们华夏运气好 能出你这么一位天骄 蒋天镇眼神中透着欣赏 随即对弟子张绍东说道 你去将寿皇信息整理一下 稍后直接发给李处长 是 张绍东知道自己师尊要跟李扬单聊 没有废话 直接关门离开 时事内只剩下李扬跟蒋天镇两人 相对做 李扬 我这人不喜欢绕弯子 今天之所以请你过来 主要是为了讨教一二 没有外人后 蒋天镇很直接 没有绕弯子 直接说出了目的 先是吹捧 又是送上情报 李扬也清楚对方有所求 只是没想到是讨教一二 这要怎么讨教 自己的优势是九转暗金深 以及二百倍基因 这方面可教不了一点点 至于等级上 他还差了对方一大截 就更谈不上讨教了 唯一可以聊的 可能就是境界了 等级是气血 境界是法则 刷 一道投影放出 画面中是李扬独占六大兽皇的景象 几乎只能捕捉到残影 外人根本看不出技巧 但蒋天镇能看出些许门道 独占六大兽皇不算什么 主要是李扬的每一刀 都能与自身融合在一起 达到了人刀合一的境界 人刀合一运用得如此娴熟 李处长的法则境界 恐怕已经快入天人合一了吧 蒋天镇目光炙热的望向李扬 眼神中有着渴望 那是一种求知的本能 没办法 蓝星是土著星球 没有老师教导 一切都需要自己去摸索 这对于土著强者太难了 试想一个婴儿 需要自己学习如何走路 如何识字 做饭 哪怕有视频教 有文字传递 也很难有所成就 局长好眼烈 这都能看出来 画面中 李扬快如残影 刀光接连闪烁 每一次都与刀光化作一体 连斩树头兽黄 他看向蒋天镇 接着说道 不知蒋前辈 想要如何讨教 两人都隶属华夏官方 属于自己人 指点一二 也算尽人情 再说了 他有泰坦王座 加上两百倍基因提供的悟性 以及星空巨兽 天生就是法则的宠 以至于在境界上 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指点一个自然元素 都无法合一的星辰及武者 绰绰有余 李处长 只需要在我面前掩饰人刀合一即可 一次就好 蒋天镇心底大喜 道不可清传 这都是老传统了 哪怕是自己人 也不会轻易指点 李央却没有任何保留 人刀合一 你已经在视频里见识过了 不如正面看看 天人合一吧 天人合一 蒋天镇瞳孔收缩 瞪大了眼睛 只见李央缓缓站起身 单手一吸 杯子中的茶水 顿时化作一柄斩神刀 以水之行 掩饰天人合一境界中的人 刀合一 这是大成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什么 是世间的一切 都可以融合到自己的一朝一世 这 就是天人合一境界 第八十六章 出了内鬼都不知道 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哗啦 水流化作刀光 从天而降落在桌面 精妙绝伦的刀光 却是没有一丁点的微能 水流变成刀光 刀光又化作了水流 原封不动地落入茶杯之中 蒋天正的看得目瞪口呆 仅仅一招 便让他的境界松动 有那么一刻 似乎已经领悟到了 天人合一的奥妙 当然 说的是元素合一 并不是大成的天人合一 这就像真意 从触摸刀意 掌握刀意 触摸真意 掌握真意一样 每个法则境界 还分了几个小境界 目前蒋天正 卡在了元素与本身合一的门槛上 表面 他与元素融合一体 可实际距离 彻底与元素合一 还差了一些 通过刚刚李扬 对大成天人合一的掩饰 他 已经触摸到了真谛 扑通 蒋天正直接跪了下来 今日之恩 天正永远不会忘记 蒋前辈快快请起 我一个晚辈 可说不到如此大礼 李扬连忙上前 将对方扶了起来 天人合一对他而言 不算什么 何况只是掩饰了一招半事罢了 不至于让一个老前辈扣手 前辈这个称号 我实在受不起 以后叫我小蒋就好 蒋天正老脸一红 觉得愧对前辈这个称号 毕竟他在法则境界上 跟李扬相差巨大 李扬听后苦笑道 前辈严重了 您坐镇守华夏数十年 或许某些方面 我的确强于您 但在贡献上 您肯定是我的前辈 两人就这么各论各地叫 多少有些尴尬 最后统一以兄弟相称 针对天人合一境界 又聊了很长时间 其中蕴含的复杂奥妙 单靠演示与解释 可无法诠释出来 一切还是要靠悟性 时间一晃 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蒋天正知道 李扬进入禁区 是为了狩猎怪兽 不敢担得太多时间 主动结束了话题 让张绍东 将怪兽的信息资料 全部送了过来 李处长 东西都在这儿了 我们也会将最新的情报 实时发送给您 谢了 李扬收到后 谢了一声 辅助智能扫描之后 这些信息 全部汇入到了脑海之中 大量的兽皇信息 足足有数百头 按照蒋天正说的 这还只是探测了一小部分 还有很多兽皇跟人类一样 潜心修炼 丝毫不管人类的崛起 双方的战争 全因为一个矛盾点 那就是互相担心对方做大 最后灭了自己 所以才会一直厮杀 人类被动防守 怪兽蚕食人类底盘 对了 李处长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提醒您一下 张绍东的语气 忽然严肃了起来 因为这件事情 还真不小 会对李扬的身份有冲击 如果不是李扬到了监测站 这件事情 恐怕会被送到南天门 蒋天正健壮 眉头一皱 怒斥道 放肆 李处长做什么事情 需要你来提醒 忽然被呵斥 张绍东有些委屈 这明明是为了李处长好啊 咋还不能提醒了 他哪知道 李扬已经掌握了天人合一 整个华夏 除了昆仑武馆的两大馆主外 无人可以吻胜李扬 如此实力 还需要在乎官方 李扬的确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心想自己能有什么纰漏呢 无妨 让张处长说吧 他主要也是好奇 想看看张绍东 想提醒自己什么 见他都这么说了 蒋天正放下脸 示意张绍东如是说 是这样的 最近我们查到 有人混进了禁区 李扬听后 诧异道 混进了禁区 这跟我好像没关系吧 原本的确跟你没关系 但是 送这些人进来的是 巡查处的一个巡逻队 张绍东说完 发现自己师尊的面色有些难看 连忙找不到 不过这件事情问题不大 我们的雷达 已经监测到了那对人的动向 稍后就能抓过来 言外之意就是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先让李扬回去肃清队伍 再上报 说起来 的确不是什么大事情 蒋天正听后都笑了 坦言道 不是什么大事情 往常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稍后我亲自出去一趟 将那伙人拿下 送于李处长 不 李扬却是摇了摇头 道 我会亲自解决这件事情 自己的人出了问题 没必要让人来帮自己解决 当即他与蒋天正等人告别 就离开了监测站 so 按照发来的区域 那伙人正朝着新门去 显然是为了偷偷溜进新门 胆子还真大 最近新门一动 加上此地的怪兽众多 一伙元能吉就赶深入 简直是不要命了 新门正常开启的时候 会由南天门方面派出四大战王 护送一批元能吉武神 进入新门 不过这需要做出一些贡献 才能获得进入新门的资格 否则 只能冒险偷偷溜进去 这伙人就是如此 帮我接巡查处 让戴雨生接电话 李扬语气阴沉 接通后 他直接怒斥 出了鬼都不知道 你这个情报科主管 是吃干饭的吗 立刻通知江武城 让他将巡逻队 全部拉回南天门 一个个给我查 查不出内鬼 你们就准备管铺盖滚蛋吧 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虽然自己去巡查处 就是挂个职位 主要还是以自身修炼为主 但责任所在 这一次 要不是张绍东的提醒 自己都不知道 巡查处内部 还有人干这种勾当 将人送到新门禁区 这不是打他的脸吗 与此同时 巡查处内 正在开展整顿风暴 情报科所有人 被关进了一个房间 巡查队也被停职彻查 很快就查到了蛛丝马迹 林珊 你简直糊涂啊 这种人情你都敢骂 审讯室内 江武臣指着一位年轻人 恨铁不成刚道 你是缺钱还是缺脑子啊 敢将他们送到新门禁区 经过盘查 最终发现 是第七巡逻队对长灵山 因为私人恩情 将一对武神送到了新门禁区外 至于如何处置他们 这个要等李扬回来 亲自下令了 灵山的背景也不简单 他是叶城叶家的坠序 老丈人是叶城上将叶锦荣 第87章 夫人 你也不想叶家受到牵连吧 禁区 距离新门 还有四千里的一处峡谷内 一队舞者 正快速奔跑在峡谷的丛林之中 队伍中 有男有女 实力各不相同 但无一例外 都是原能级 打头的那位 更是半只脚跨入了新陈级行列 身法如鬼魅一般 蕴含着真意 这是一位掌握真意的原能级强者 末尾 断后的是一名风姿绰约的女人 穿着一身红色战甲 脚踏飞行滑板 身后悬浮着六感短毛 她赫然是一位精神念师 实力同样不可小觑 乃是原能级久接的精神念师 不可着急 速度再慢一点 峡谷上面是金爪殷皇的老巢 惊动了她 咱们都得死在此点 女人通过耳麦 提醒着打头阵的俊朗青年 她对禁区很了解 或者说是 提前拿到了禁区的资料 已经规划好了路线 这里是禁区 没有一点规划的贸然前行 新陈级都有危险 通过他们的行进速度 以及规划可以看出 是有备而来 准备的是相当充足 打头阵的那位蓝甲青年 听到女人的提醒后 速度果然慢了下来 不过却不是因为提醒 而是前方忽然出现了 一群狐狸 是赤燕狐 麻烦大了 众人身形忽然停下 一个个都紧张了起来 只见不远处的草丛中 躺着一群赤燕狐 各个都是王级 其中一只 更是王级巅峰的赤燕狐王 其实以这些人的配置 可以轻而易举地 击杀这群赤燕狐 可一旦发生战斗 很有可能惊动 峡谷上方的金爪英皇 他们不敢赌 按照提前商量的对策 出现这种意外情况 那就绕道行 奈何峡谷的出口不大 这群赤燕狐所在的位置 占据了出口的一大半 不管怎么绕 都有可能被赤燕狐发现 狐狸本就鼻子灵通 对人类的气息极为敏感 半径五公里 只要出现人类的气息 他们就能觉察到 狐狸最怕的是狼群 使用三号气体 里面是银月狼的气息 涂抹在身上 绕过这群狐狸 为首的青年 取出一瓶白色液体 将其涂抹在胸口与手臂上 原本身上涂抹的是蛟龙的气息 现在转变成了银月狼的气息 可见 他们准备的有多充足 气息改变后 他们也更加谨慎 速度慢到每秒十米 小心翼翼地穿过丛林 朝着峡谷出口而去 越是小心 越容易出差错 就在他们即将走出 挂在树梢上的青蛇吐着杏子 呼地朝队伍中的一位年轻人袭去 普通的青蛇只有手腕那么粗 最多不过是A6级怪兽 那年轻人 看着年轻 实则是一位原能级七阶的高手 他猛地伸手 一把掐住了青蛇的脑袋 但毒液 还是朝着他喷涌而来 原本这并不是一个致命的攻击 但当那位年轻人 捏爆青蛇脑袋的那一刻 赤狐领主昂起了脑袋 血腥味 荒野区每时每刻都漂浮着血腥味 但新鲜的血代表附近有杀戮 丛林法则下的怪兽 极为敏感 自己的领地内有杀戮 不去看一眼都不放心 被发现了 快走 为首的青年 来不及指责那位年轻人的鲁莽 只能让众人加快脚步 他们速度猛增 引起了不小的动静 赤狐领主月身跟上 并未主动进攻 怪兽并不傻 反而很聪明 知道这伙人类不简单 身上的气味都变了 不敢轻易招惹 但也明白 这些人是惧怕悬崖上的金爪英皇 所以才刚尾随 目的就是为了赶走这群人类 毕竟这峡谷的出口 可是他的地盘 如果这帮人类不走 他也不会安心 很快 这伙人就到了峡谷的出口 赤狐领主的脚步也放慢了 两边都松了一口气 准备当作无事发生 各奔两边 可就在这时 狭窄的口子上空 忽然进来一道黑光 碰 光芒中 是一抹电弧环绕的刀刃 薄如蝉翼 威能浩瀚 所过之处 草木横飞 穿过一处凸起的岩石时 更是切割下百米巨石 轰隆 巨石滚落 引起了不小的动静 潜伏四周怪兽 瞬间炸锚 纷纷逃离此地 禁区内 就像是黑暗森林一般 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法则 没有绝对的实力 就不要去凑热闹 更不要引起旁人的注意 此时的峡谷口子 依然成了众矢之地 哪怕知道前面有人类 那也得先跑了再说 不但是怪兽 人类也是如此 为首的一男一女 此刻面色俱变 被发现了 小队一行七人 全部停下了身形 各个面色难看 被怪兽发现是死 被禁区的监测站发现 也好不到哪去 你们 好大的胆子 私自闯入禁区 贿赂巡逻人员 还想要进入新门 声音汇聚而来 还未看到人影 一股巨大的精神念力 便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嗯 监测站的两大星辰级强者 都是舞者 不应该有这么强大的 精神念力才对 现在还管这个 队伍中的一位老者 苦着脸说道 不管监测站的人 还是南天门的人 我们这次都完了 一时的贪念 让他们再劫难逃 抓回去 可是要被判刑的 新门乃是华夏重地 私自闯入 是重罪 不死也要脱层皮 怎么办 为首的那位女人 心底一横 想要主动发出动静 将那只金爪英皇 引出来 这样或许还有 浑水摸鱼的机会 可就在她抬手 想要捏碎 手中的一瓶药剂时 手却不听使唤地 放了下来 手中的药剂 也脱手而出 朝着天空 飘浮而去 众人骑刷刷望去 只见一位 披着黑袍 穿着暗红色战甲的 神秘强者 突兀地出现在天空之中 伴随而来的 还有慢一步的音爆声 如此大的动静 这下不需要药剂 就能引出那只金爪英皇了 咔咔 黑袍人的面部战甲 收了起来 露出一张年轻的面孔 她嘴角勾着笑 眼神玩味地 看着下方队伍中的 那位风韵犹存的女人 夫人 你也不想叶家 受到牵连吧 第八十八章 基因才六倍 你好意思拿这个贿赂我 看到黑袍下的年轻面孔 徐念云愣在了当场 眼底满是惊恶之意 其余人望着悬浮半空的李扬 有的只是惊恐与不安 凌空飞行 念力碾压 绝对是新陈级顶尖强者 全球前一百的存在 他们没希望了 念云 你与他认识 队伍中的那位老者 眼睛一亮 抓住了重点 他的身份不简单 乃是岭南徐家家主徐元 也是徐念云的父亲 不过妇女二人的关系并不好 甚至已经断绝了妇女关系 如果自己女儿跟对方认识 岂不是可以通融通融 都到这个地步了 回去也是完蛋 必须舍弃一切 换来进入新门的机会 徐念云却是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三个月前 李扬还是个刚刚离开校园的高中生 那也是他跟李扬的第一次见面 巧合的是 那次正好是徐家 向他抛出橄榄枝 拉拢他一起偷渡新门 转眼三个月过去 偷渡新门的途中 正好被李扬堵在了半岛上 这也是第二次见面 哦 徐念云胸口起伏不定 顿了片刻后 才颤颤巍巍道 李扬 可否给个机会 偷渡新门 回去不死 也要被积压数十年 或者去挖矿 几十年时间 武道肯定要废 他冒这么大的风险 进入新门 就是因为武道 想要变得更强 强到脱离一切的掌控 如果是要抓他回去 还不如拼了 死也要死在荒野区 眼神中的决绝 证明了一切 众人也都一脸恳求地望向李扬 希望能高抬贵手 李扬暴毙上官 他没那么铁面无私 但也没那么菩萨心肠 机会 我凭什么要给你们机会 他低眉望着下方欺人 眼神中透着一股愤怒 说起来 这些人通过巡逻队 私自闯入禁区 可是给李扬的脸上抹黑 现在还要让他高抬贵手 怎么可能 何况 跟对方也没有多大的交情 此话一出 众人面色不定 其中的一位青年男人 却是低眉思索了起来 刚刚徐念云叫对方李扬 这个名字好熟悉 他似乎在哪听到过 柳冠一心底一动 想到了这个名字的出处 离开京都基地市前 他的那位便宜夫人 提过几次这个名字 李扬 李小颖的哥哥 半个月前 出现在京都基地市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当时他还想着 帮自己夫人出头 跟这位年轻人谈谈 没想到会在此地狱上 还是以这种方式 完了 这一下宫的私的 都没法谈了 或许 只能寄希望于悬崖上空的阴巢了 只要乱起来 他有能力顿走 毕竟 他已经半只脚跨入了星辰级 而且还在半个月前 掌握了真意 此般实力 跟南天门的月山 观行天 也是相差无几 哗啦 悬崖上方 一些碎石滚落下来 碎石落地之前 呼地停顿在半空 李扬见众人不说话 念力一动 碎石猛地 砸在众人的身前 大地顿时爆裂开来 别想耍花招 在我面前 你们没有逃的希望 山顶的那只金爪英皇 已经被我干掉了 就算再来几头兽黄 你们也别想 在我眼皮子低下逃走 他刚刚说完 上空便有羽毛落下 先前来此地的时候 那只金爪英皇 就发现他了 顺手杀了那只金爪英皇 才下来拦住了这些人的去路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彻底绝望 柳冠一的眼睛都在抖动 击杀兽黄 竟然都没发出一丁点的动静 那得多强 半个月前 李扬不还是元能级吗 怎么忽然强成了这样 没机会了 不 他眸子一闪 呼地抬起了头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李处长 您应该没有去过新门吧 这一点 旁人都没想到 李扬很年轻 崛起的速度很快 肯定没有去过新门 但柳冠一去过 三年前柳冠一去的新门 收获颇丰 获得了一套黄街高等战甲 战力提升巨大 三年时间消化了新门的收获 半只脚跨入了新陈级 如果老老实实地修炼 踏入新陈级行列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进入新门的次数是有限的 这是华夏跟昆仑武馆定下的规矩 当年随意进出新门 惹出过大乱子 最后才定下了元能级 只能进入一次 新陈级可以进入三次 按理说 柳冠一可以等跨入新陈级 再通过正规渠道进入新门 可他却冒这么大的风险 想要在突破前再去一次新门 是为了什么 无人知晓 哪怕队伍中的其他人 也对此不解 你想说什么 李扬目光一动 看向了柳冠一 对方的气息 比徐念云还要强大 是这对人中的最强者 半步新陈级 比月山还有观行天 还要强一些 我想跟李处长做个交易 柳冠一没稍挑动 接着说到 新门是宇宙文明的产物 这一点 你应该很清楚 里面不单单有着 让人疯狂的威光 还有宇宙强者的传承 李扬听后 身影缓缓降落 抬手示意继续说 他正好也听听 新门里到底有什么 也好做出一些准备 因为真没去过 但他翻看过一些资料 对新门也有初步的了解 特别是洛丽塔给他说过 新门简单来说 就是星空进强者开辟的体内世界 他们陨落后 体内世界落地 就变成了现在的新门 也就是说 蓝星五大新门 是五位新空进强者的体内世界 内部存放着五大新空进的遗产 特别是华夏的这座新门 内部盛产微光 除了微光之外 还有一个个传承 其中最强的传承 便是那位新空进强者的传承 我在新门中 得到了一份完整的传承 它可以提升人类的基因上限 柳冠一说到基因的时候 眼睛都冒着光 基因上限 这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哪怕放眼全宇宙 都会惹来疯狂 李扬听后 却是叹了一口气 基因才六倍 你说的这个传承 未免太弱了 你就拿这个贿赂我 那个干部经受不住这种贿赂 第八十九章 可爱至极 就是在找死 请加大力度 基因才六倍 放在蓝星确实不错 但放眼全宇宙 这个基因不算什么 甚至很普通 起码到达十倍基因 才勉强算作优秀血统 然后呢 你就拿这个考验我 李扬的耐心 快被消耗完了 如果这些人 没给他提供太大的价值 那就准备回 基地市挖矿嘛 刘官一见无法打动李扬 当即提高声音道 我接受的 只是一位 星海级强者的传承 星门内 还有更强大的传承 我虽然无法获取 但我有星门的地图 李处长 我愿拿出星门内的一份地图 换您高台贵手 说完 他直接取出一块金属板 材质看上去最少也是黄街高等 有地图的事情 其余人都不知道 见到柳官一取出地图 众人很是惊讶 这要是传出去了 足以轰动蓝星高层 人类探索星门几十年了 也才摸索出一个大致的路线图 柳官一竟然有完整的地图 地图上不光标记出了危险区域 还标记了各大传承的位置 上面大概记载了 一百多位星海级强者的传承 以及数十个星云级强者的传承大殿 地图的中央位置 还有着一座高耸入云的巍峨山巅 这是那位星空近强者的传承圣殿 可惜的是 还没有人进入过此地 哪怕人类第一强者刀河王 也没能找到这座圣山 毕竟星门内部太过危险 别说星辰级了 星海级进去都有可能陨落 有了这份地图 倒是可以避开很多危险 最重要的是 刚刚洛丽塔扫描地图后 发现了微光的产地 位置距离那座圣山不远 人类还从未发现 估计也就柳冠一自己清楚 这就是吸引众人冒险而来的宝贝 他们既希望寻找微光的产地 来提升实力 但想要前往那块区域 路途上的危险远超近区 星辰级都过不去 更别提这些 连星辰级都不是的阿猫阿狗了 李扬收下金属板 目光看向柳冠一 地图我收了 你走吧 啊 众人一愣 什么意思 只有柳冠一可以走吗 期待半天 还是要落空 徐念云咬着朱唇 也有着不甘 得知柳冠一有新门的地图后 众人对进入新门 就更加期待了 毕竟跟着柳冠一 绝对是收获颇丰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想要我高抬贵手 就拿新门内的东西来交换 李扬扫了一眼众人 这些人都是元能级顶尖强者 年纪也不小了 肯定都去过新门 多多少少有些好东西在身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 最终又看向了柳冠一 李处长 我拿一份星海及精神念诗的 修炼心得 换其余人的名额 柳冠一也不想轻易放弃这些人 但他在新门的收获 几乎都用了 已经没有更多有价值的东西了 那就再给你三个名额 李扬收到那份心得后 惊奇地发现 这是一位掌握领域的 心海及精神念诗 观看对方的修炼心得 对他的提升很大 心情一好 直接给了三个名额 念云 徐老爷子 周兄 柳冠一选的三人 都跟他关系匪浅 徐念云不用说了 是他的老乡好 还把对方老爹都给带上了 最后一位壮汉 与他更是生死之交 七人队伍 最后剩下了三人 两男一女 也都是原能及八阶左右的舞者 眼看着要被柳冠一放弃了 他们也只好拿出自己的毕生所得 前去与李扬交换名额 这一点东西不够 嗯 这份微光药剂可以 你也走吧 李扬挑挑拣拣后 最后只扣下了两人 这是一对夫妻 在舞者圈子中 名气很大 外好黑白双煞 都是狠角色 两人相互配合 足以匹敌原能及巅峰的强者 但他们拿出来的东西 都太没诚意了 都是一些俗物 什么几百亿华夏碧 酒店 私人会所的 对李扬而言 一文不值 随便击杀一头兽黄 扛回去都能卖几百亿 他对蓝星的货币与资产 没有任何兴趣 李处长 你也不想说说贿赂的事情 被南天门司令不知道吧 那位混血女人 蓝色的毛子中 透着愤怒 没有好处打动李扬 就想要威胁 可惜这个做法太愚蠢了 刚刚说出口 就引来了众人的鄙夷 心想这人是不是疯了 别等会见自己一身险 李扬听后笑了 不是气笑 而是被对方的愚蠢给逗笑了 他微微点头道 可爱 你还真是傻得可爱啊 念力一动 恐怖的念力 化作一只巨手 轻而易举地 就将对方捏在了手里 只需要稍稍用力 对方马上就会变成一滩肉泥 女人的丈夫见状 连忙恳求道 李处长 我夫人她不懂事 请您高抬贵手 我愿意拿出一份微光药剂 换取名额 微光药剂 李扬此刻杀心渐气 刚刚为何不说 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现在拿出来 晚了 来的时候 她想过将众人都抓回去 但看到徐念云后 想到了当初对方放过自己一次 便给了众人一个机会 拿心门内的东西 换取门票 没成想 这一对夫妻 敢在自己面前耍小聪明 先是威胁 见威胁不成 再拿出微光药剂贿赂 真是可笑至极 给你们机会了 你却们贪得无厌 真是找死 啪鸡 念力化作的巨手 一把将女人捏得粉碎 她的丈夫眼孔充血 大喝一声 想要拼命 却被李扬的一个眼神 定在了原地 碰 随后 整个人爆裂开来 化作了一滩血水 不自量裂 解决了两人 李扬目光转动 看向了其他人 她面色恢复如常 但笑道 诸位还不走 是想要我送你们上新门吗 说着 抬手指了指西边 柳冠一深吸一口气 恭恭敬敬地抱拳行礼后 带着其余几个人 飞快地离开了峡谷口 很快 他们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李扬的视线中 希望你们 都能活着进入新门 她心底默念一声 过不了几天 她也可以进入新门了 以她现在的实力 偷偷进去没必要 新门就在那 又跑不掉 何必着急呢 而且她的气血 还没达到极限 第九十章 气血凝聚星辰 沙川禁区 巡查处那边 很快上报了消息 李扬轻拿轻放 解决了这件事情 至于司令部 跟监测战方面 没有一人来询问 或者说是 不敢来问吧 偷渡禁区 混入新门 这种事情说 大不大说小不小 李扬都亲自去解决了 旁人自然也不敢再多问 毕竟她所展现的战力 已经让军方难以捉摸了 身处禁区 连续狩猎半个多月 军功一跃成为了天榜第一 超越了昆仑武馆的两大馆主 击沙的兽皇 数不胜数 气血也在这半个月 翻了数倍 从进入禁区前的 八千万卡气血 一路狂飙到了 九点九亿卡气血 数值单位 已经从气血 变成了星辰 一亿气血 等于一星辰 也就是星辰级的 伎量单位 正常一倍基因 原能级的极限 是一亿卡气血 但能跨入原能级的舞者 或者是精神念师 都不止一倍基因 净化九阶 可不是单纯的累积气血 而是累积基因 突破净化九阶 基因翻倍 就算蓝星人类 是最弱的血统 只有一倍基因 到了原能级后 也能达到两倍基因 普通人的五折九段 极限气血是三十万 李扬却达到了 惊人的三千万卡 因为他在五折九段时 基因一百倍 如今原能级的上限 更是达到了 惊人的两百亿卡气血 也就是两百星辰 呼 一座山巅之上 李扬盘膝坐在悬崖边 他身上的黑袍随风舞动 滚落不少血珠 而在悬崖的下方 早已血流成河 原来 这就是星辰 体内原本积累气血的地方 此刻凝聚出了 第十颗暗金色星辰 也代表着 他的气血 到达了十亿 我现在的基础气血 已经媲美星辰级四阶 再加上基因 密集的增幅 战力足以媲美星辰级七阶 如果再算上精神念师 以及天人合一的法则境界 他的战力 足以击身全球前二十的行列 该去击杀那头妖月天湖了 吞掉套的精神念力 也能达到原能级九阶 李扬缓缓站起身 身影一闪消失在了山巅之上 他气血突飞猛进 精神念力却提升的不多 原因无二 怪兽大部分提供的 只是气血 想要提升念力 只有去击杀那些 念力突出的怪兽 比如禁区十皇之一的 妖月天湖 他的精神念力 媲美星辰级七阶 而且气血 也是星辰级七阶 战力相当恐怖 第一次与对方交手时 李扬吃了很大的亏 拥有九转暗金身 蓝星上的物理攻击 几乎不能对他造成任何威胁 但那头天湖 已经钻研出了灵魂攻击 第一次交手 失败落场 他找个地方 潜心钻研柳冠一送的那份 心海疾精神念师心得 靠着基因带来的强大悟性 愣是从中领悟到了 精神念力的真谛 灵魂属性得到着身 这才赶来二番战 禁区深处 一座横贯百里的瀑布 极为壮观 下方的景色 更是迷人生活着不少怪兽 大多都是白色银湖 看上去人畜无害 实则危险万分 星辰级强者 都不敢贸然进入此地 此时 李扬悬浮在瀑布之前 任凭水花剑舍而来 自窥然不动 呜 瀑布后面 传来一声忧怨的叫声 这声音又极为悦耳 甚至能够掌控人的心神 可惜没有化形 如果你能变成人 光是如此美妙的声音 就让我舍不得杀你啊 李扬覆手而立 身上气息生疼而起 花花 一颗巨大的狐狸脑袋 从瀑布之中缓缓探出 白色的毛发 淡蓝色的毛子 如此貌相 放在瘦瘦之中 那也是一绝 可他的狡猾与狠辣 同样也是怪兽中 名列前茅的存在 呜呜 低吼声中 一股强大的精神念力 呼得朝李扬袭去 哼 李扬冷哼一声 双手掐绝自身念力 顿时燃烧起来 一道巨盾从天而降 护在了身前 将天狐的念力攻击 给拦了下来 现在 到我了 他念力一动 108道黑色电狐 已然组成大阵 顺玉影杀阵 嗖 电狐瞬间将环绕在了 天狐硕大的脑袋周围 嗚 念力震荡 天狐眼中带着不屑 上一次就是用这招 破了顺玉影杀阵 最后将李扬给撵走了 现在还来 嗯 不对劲 此刻的顺玉影杀阵 如同磐石一般坚硬 丝毫不受影响 你该扶朱了 李扬眸子一动 杀气凛然 身影突兀地消失在半空 他化作108道残影 与每一把影刃相互融合 冲进了天狐的体内 嗡嗡 天狐的眼睛不断闪烁 最终爆裂 杀 李扬一念之下 天狐的脑袋崩碎 整条瀑布的水流 都被拦腰斩断 恐怖的杀招 震碎了瀑布后的山洞 一条数百米长的天狐尸体 被他从瀑布后面扯了出来 吞噬 气泻与念力 开始不断朝李扬的体内汇聚 吞噬成功 精神念尸 突破原能极九阶 气血凝聚星辰 念力也能凝聚星光 李扬心底默念了一声 只是凝聚星光需要的念力太庞大了 怪兽根本不够 必须得是像原力果实那样的宝物才行 估计蓝星都没有 星门 快了 月底十月一号便是星门开启的日子 届时 全球各大势力都有小队进入 这个是惯例 毕竟星门不止一座 今天你来我家 明天我去你家 都是利益交换 比如 前往西亚冰原的名额 因为确定了开启星门的日期 月山等人 只好提前前往西亚冰原 算算时间都去一周了 李扬倒是没去凑热闹 去西亚冰原也是击杀怪兽 还不如清理自家门前的怪兽 去了等于给别人打工 现在也该回去了 半个多月的时间 他击杀了禁区石皇 又接连斩杀数百头普通兽皇 已经没怪兽给他杀了 现在气血都以星辰计算了 普通的怪兽 他早就看不上了 就算是刚刚的那头天狐 才增加了0.1星辰不到 他要突破星辰级 可是需要200星辰 只有前往新门 获得威光 足以让他快速突破 第九十一章 五国争霸 西亚救援行动 南天门 十八重天层层叠加高耸入云 拱门之下的广场 天地人三榜熠熠生辉 下午十分 又是榜单更新的时间 不知道今天李处长的单日军功能不能破千亿 别人都是越刷越快 怎么李处长从单日五千亿军功 刷着刷着 都不足千亿了 每天下午五点 从原本的猜谁是单日冠军 变成了猜李扬 今天又获得多少军功 他们都开始麻木了 甚至觉得 李扬一天不弄个几千亿军功 都属于在滑水 岂不知 荒野区的怪兽数量 已经锐减了大半 特别兽皇 被李扬杀了得七七八八 现在大猫小猫 就生那么几只 滑下最危险的荒野区 算是被李扬一人给荡平了 每个十年八年 禁区内的怪兽 休想恢复元气 十八重天 司令不 李少将 不 现在该喊你李上将了 两兵斑白的总司令陆振华 激动地握着李扬的手 敢凯道 当初招你加入南天门时 还有人反对 看来我的眼光没有错 李扬回到南天门 就被叫来了司令部 这次是正式授训 南天门四大战王齐聚 见证华夏第27位上将 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上将 十八岁的上将 封号冠军侯 仪式结束后 陆振华亲自给李扬 引荐了南天门的四大战王 各个都是星辰级强者 实力在四阶到六阶之间 称号分别是 镇南 镇北 镇西 镇东王 不过战力方面 比之陆振华这位全球排名 第17位的星辰七阶强者 要差不少 哪怕李扬凝聚了十颗星辰 都有些看不透陆振华 李扬 你现在的实力 恐怕已经达到星辰级七阶左右了吧 镇南王好奇道 他这么一问 其余几人也都目光期待地看向李扬 沙川禁区 灭掉石皇 他们都好奇 李扬的真实战力有多强 李扬听后 也没有隐瞒 直言道 战力差不多与陆司令媲美 不过底蕴上 可能还要差一些 反正都快击身全球前二十了 他也没有隐瞒的必要 放眼全球 他的防御无敌 还真不怕别人惦记自己 战力既是抵御 李扬你还是太谦虚了 陆司令笑道 我看过你独占六大兽皇的视频 你对天人合一境界掌握的炉火纯青 完全不在我之下 全球掌握天人合一的星辰级强者 不超过二十位 就连四大战王 也只是触摸到了天人合一境界 距离掌握还差得很多 还不如安全局的那位局长 然而 就算掌握天人合一 也不过是一个开始 星辰级自动掌握真意 人人都有 也就没有特殊了 可要在星辰级掌握天人合一 那么在宇宙中 也算得上是 一位不错的打手了 仅此而已 只有掌握领域 才算得上是强者 咚咚 敲门声响起 随后陆振华的副官 就走了进来 司令 西亚冰原那边发来的急报 哦 陆振华的眸子一闪 随即说道 讲 听到是西亚冰原的事情 四大战王与李扬也都很好奇 月山他们前往西亚冰原 还没几天呢 三天前 各国队伍进入西亚冰原深处 联合斩杀了一头兽皇 意外发现 兽皇所在的岛屿 有宇宙七宝冰金果实 目前 各国都派遣了星辰级强者 前去争夺宝物 冰金果实 听到这个名字 陆振华眼睛一亮 自从进化纪元开启后 各国多多少少都得到了一些宇宙传承 不光是修炼上的秘籍 还有宇宙科技 以及宇宙中的基本信息 比如冰金果实 这是提升念力的质保 放在宇宙中 价值都极高 李扬拥有洛丽塔这个智能生命 对宇宙更加熟悉 听到冰金果实 他心底狂喜 这玩意 可是精神念师的大补之物 吞下一颗 原能及巅峰的精神念师 就能凝聚星光 突破到星辰级 副官接着说道 我们军方派遣去的三人 获得了两颗冰金果实 被硬犯的一位星辰级强者给抢走了 他还重伤了观行天 如果不是速度够快 恐怕观行天就要陨落了 哼 以大欺笑 镇南王面色愤怒道 硬犯强者最是不要脸 恐怕其余几大强国 也派去了星辰级强者 我们也得赶紧过去 陆振华点了点头 的确要马上前去支援 抢夺冰金果实 需要顶尖战力前去 而且还要救下月山 观行天与上官战雄三人 这三位武圣 都有跨入星辰级的潜力 镇东王担忧道 要不先通知昆仑武馆 请两大馆主出山 没有这个必要 李扬开口了 他看向陆振华 接着说道 司令 月山他们毕竟是军方的人 我看这件事情 还是由我们军方出面比较好 进去的怪兽 都被他清理得七七八八了 并不需要多少强者 坐镇南天门 正好前往西亚 争夺冰金果实 嗯 也好 现如今 南天门的防御压力并不大 这次就由李扬带南天门出征西亚 务必保住月山等人 全力抢夺冰金果实 是 李扬为主 四大战王为辅 目标西亚冰原 命令下达后 五人乘坐军方最先进的 乾坤级智能战机 朝着西亚冰原而去 战机通体材料 都是由SSS级材料打造 防御力堪比黄街高等战甲 速度更是达到了30倍因素 要知道 李扬当前的极限速度 也不过5倍因素 哇 战机滑破长空 正在高速行进 机舱内 这次麻烦了 欧罗巴那边 派遣了全球排名第16名的 报恩星辰及巴基的精神念师 拥有地阶念力兵器 战力极强 刚刚月山又传来了消息 刀河王的两大特使 左叶右光已抵达西亚 沙俄那边公布了最新消息 亚美利加第一强者 全球排名第四的摩山穷恩 维德抵达西亚 一则则消息传来 四大战王倍感压力 毕竟他们的排名都不到前50 李扬则是稳坐高位 目光始终不变 第92章 幸运还是倒霉 距离西亚冰原 还有三个小时的路程 没办法 从岭南前往西亚冰原 十万里的路程 倒是便宜了欧罗巴跟硬贩的强者 他们距离很近 以及运气好的 灯塔国第一强者维德 正好在北海岗市 顺道就过去了 至于沙俄的本土强者 他们优势最大 可也最头疼 毕竟西亚冰原是他们的地盘 现在引得全球强者来争夺 最怕的就是别有用心之人 趁机对他们的心门做手脚 所以要一边防备 一边寻找冰金果实 优势还不算太大 与此同时 第一批进入西亚冰原的各国小队 都是元能级巅峰战队 掌握真意的元能级舞者 都有七八位 但 他们已经没资格去争夺冰金果实了 就算找到 也会被抢走 可怜的华夏人 运气好有什么用 还不是被印饭的星辰级强者 抢走了冰金果实 什么叫抢 一位皮肤有黑 棕色头发的青年壮汉 双手暴毙冷笑道 那两颗冰金果实 明明就是我们印饭发现的 不过是被他们杰族仙灯了而已 坐在地上的观星天 面色变幻不定 他心比天高 岂能受如此羞辱 当即怒喝道 阿奇姆 有种就跟我单挑 没有星辰级强者给你撑腰 你算什么东西 泽泽 可惜我有你没有 阿奇姆冷笑 此地是沙鹅留下的安全索 受伤的强者 可以来此地避难 属于中立区 不会发生战斗 前提是你身上没有冰金果实 观星天受伤后 被月山送到了此地恢复 至于月山跟上官战雄 依然没有放弃 争夺冰金果实的打算 目前冰岛上的星辰级强者 并不算太多 他们还能喝口汤 再过几个小时 此地将会成为 星辰级强者的天下 甚至普通的星辰级强者 都有可能成为炮灰 也不知道军方会派谁来 最好是让馆主过来 杀穿硬饭那群无耻小人 观星天握紧拳头 狠狠砸在地面 如果不是那位 硬饭的星辰级强者 他获得的两颗冰金果实 自己使用一颗 再拿另一颗 换取微光药剂 直接双修 念力与气血 都能突破到星辰级 可惜 可恨 两颗冰金果实都被抢走了 还被对方重伤 耻辱 一切的来源 都是实力不足 此刻 另外两人的处境也不太好 冰岛深处 所有强者都在破冰 因为冰金果实 藏在冰岛的下面 不时还会传来打斗的震战声 显然是在争夺 已发现的冰金果实 某处不起眼的冰河下 月山潜入河水之中 正在搜索河流下的区域 我还真是聪明 河床下的区域 有天然的冰缝 根本不需要破冰 就能进入冰层 那些星辰级还真愚蠢 只知道破冰 就算发现了冰金果实 也会被围攻 他顺着冰冷刺骨的河水 进入地下冰床的冰缝 开始徒步前行 冰缝中 视野极广 肉眼搜索的速度 自然很快 扫尸一圈 并未发现冰金果实 月山并未放弃 继续往前走 直至前方的缝隙 狭小到只有拳头宽石 才停了下来 嗯 一股急寒传递而来 月山面色大喜 这种感觉 前方一定有冰金果实 当初观行天一次性 获得两颗冰金果实 就是因为感受到了 强大的寒意 随后 找到了那两颗冰金果实 可惜又被人抢走了 虽然不在场 但观行天将这个小窍门 告诉了他 目前知道的人还不多 碰 他双手放在缝隙的冰墙上 使劲往外一撑 咔咔 原本前方狭小的缝隙 顿时变得宽广起来 呼 寒意再次袭来 这次更加浓烈 不止一刻 月山心底狂喜 剑步如飞朝着前方冲去 果然前方的不远处 冰墙中镶嵌着冰金果实 足足三颗 要知道 整个岛屿出现的冰金果实 才七八颗而已 发了 月山咽了咽口水 伸手就抠下了冰墙上的 三颗冰金果实 可他刚刚扣下来 冰缝就开始颤抖 轰隆 一声暴响过后 整个冰缝彻底炸裂 是他 月山面色大变 只见头顶上方 悬浮着一位 穿着暗金色战甲的胡子大汉 他眼神中透露着贪婪 威胁道 华夏人 十句点将冰金果实交给我 否则你就准备陨落吧 休想 月山更贪 他掉头就跑 朝着冰缝中钻 你在找死 穿着暗金色战甲的胡子大汉 身体周围环绕着土系元素 一拳拳砸在冰缝上 直接开出了一条道路 如此大的动静 很快就吸引到了其他强者 三颗冰金果实 哈哈 华夏人可真是我的幸运心 一位硬犯强者俯冲而来 冲着那位大胡子强者喊道 杜德雷夫 你争不过我 还是赶紧滚吧 杜德雷夫面色难堪 后悔先前跟月山废话了 就应该直接动手 现在引来了硬犯强者 马哈对方 可是星辰级五阶 的确争不过对方 但冰金果实有三颗 能抢一颗就是赚 怎么可能被一句话给拦下 马哈 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刚刚夺了华夏人两颗冰金果实 现在还来抢 就不怕昆仑的两大馆主吗 杜德雷夫怒吼一声 破冰的速度更快了 眼看着前面就是冰河 一旦让月山进入冰河 他们就算是星辰级 也很难追得上 马哈双手掐绝 呵斥道 蠢货 你破冰的速度太慢了 哗 他手中结印 一道火光朝着月山暴射而出 既然是火魔爵 马哈你还真不要脸 对付一个小辈 都使用绝招 你以为我像你那么蠢 连个圆能级舞者都搞不定 马哈冷笑一声 身影一闪 顺着火光冲向了逃跑的月山 背后的灼热感 让月山不自觉地回头看了一眼 只是一眼 恐惧就瞬间涌上了心头 完了 十万度的高温 瞬间融化周围的尖兵 月山的SS级作战符 都被火焰所融化 第九十三章 搜索 哪有抢得快 马哈目光贪婪 这次的收获 足以让他提前离开冰岛 可就在火焰将月山彻底融化之际 一道黑色电弧凭空出现 哇 电弧隐藏着刀光 凌空一盏 磅礴的火焰 瞬间掩气息鼓 化作了小火苗 随之而来的是 恐怖的精神念力威压 马哈的身形 顿时定格在半空 整个人都无法动弹分后 一直破冰的杜德雷夫 也愣在了当场 就在这时 远处天边亮光闪烁 顷刻间 光点便到了两人面前 轰隆 一架直径百米的战机 轰然降临 嗖 五道人影从天而降 为首的正是李扬 被烧成重伤的月山 看南天门的战机后 再也支撑不住 直接晕了过去 带他进去战机的医疗舱 李扬抬了抬手 地面的月山 连带冰金果实 都悬浮了起来 镇南王萧南天 先是瞪了一眼马哈 随即扛着月山上了战机 被定格在半空的马哈 目光惊恐 望向悬浮空中的那位少年 眼底有些诧异 他全球排名76位 排名前100的强者 几乎都见过 却从未见过眼前的血甲少年 难不成是华夏新晋的超级强者 你好大的胆子 接二连三地对我华夏国武者 下杀手 当真以为 华夏没有新陈级强者吗 李扬居高临下 俯瞰马哈与杜德雷夫 杀意见农 伸手一根手指 轻轻挑动一缕缕黑色电弧浮现 每一缕电弧 都足以灭杀眼前的两位新陈级强者 马哈昂着头 眼角颤抖道 他们只是元能吉而已 根本不配得到冰金果实 就算我不抢别人也会抢 大家都是新陈级强者 何必在乎这种事情 不如你放了我 咱们各凭本事 他倒是贯彻了不要脸的原则 刚刚还在对华夏的元能吉 武者下死守 现在就让李扬放了他 然后各凭本事 硬犯强者的脑回路 还真是奇特 倒是杜德雷夫比较实实物 直接低头服软 前辈 这件事情与我无关 我只是在破冰 是马哈一人在追杀你的人 杜德雷夫 你胆子可真小 马哈冷嘲热讽道 难道你们高卢人 只会投降吗 哼 你难道不知道 华夏有句古话叫做 实实物者为俊杰吗 杜德雷夫冷哼一声 他倒是有点文化 但是不多 不过 能学会实实物者为俊杰 小命已然无忧 李扬扯掉念力压制 两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多谢前辈高抬贵手 回头去欧罗巴 我一定设宴款待 杜德雷夫连忙攻身感谢 马哈却不以为意 看向李扬时 眼神中没了惊恐 反而变成了不屑 谁说你们可以走了 李扬把玩着手中的影刃 只向嚣张的马哈说道 你可以去死了 so 影刃轻飘飘地飞了出去 看不出半点杀意 可马哈要应对之际 却是感受到了滔天威呢 你敢杀我 马哈先是大惊 随即大怒道 你知不知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影刃已经划破了 他的SSS级战甲 不吃 影刃洞穿马哈的胸口 随即分化成为十二把 从马哈的各个身体部位飞出 他的身体 瞬间被切割成了碎片 看到这一幕的杜德雷夫 瞪大了眼睛 洞穿SSS级作战服 此人绝对有全球前二十的恐怖战力 完了 杜德雷夫面容扭曲 双腿都在颤抖 修炼到星辰级 上千年的寿命 可还没有享受呢 这就要死了吗 绝望贯彻全身 他浑身打着哆嗦 颤颤巍巍道 前辈 真的不管我的事 饶我一命 我愿意拿出所有宝物 换您饶我一次 自断双腿 离开冰岛 李扬语气阴沉 给了对方一个活命的机会 主要是 对方真没下杀手 而且态度可以 杜德雷夫极为果断 抽出雷刀 直接砍下了双腿 依靠天地元素 悬浮半空 断了双腿 却让他松了一口气 临走前还不忘提醒到 前辈多加小心 马哈的师父是硬犯第一强者 全球排名第七的戴瓦哈 星辰级九阶的巅峰强者 望着对方顿走的背影 李扬心底笑了 还是个热心肠 星辰级九阶吗 先破开他的防御再说吧 念力一动 将悬浮在半空的 冰晶果实照了过来 李扬放在鼻尖轻轻闻了一下 石海中的圆河顿时阵战 勾出一股欢乐之色 好宝贝 一颗冰晶果实 就足以让他凝聚出一颗星光 也就是说 吞掉这颗冰晶果实 他就能突破到 星辰级精神念师 果然是好宝贝 先不着急用 必须赶在其他人还未到的时候 先将此地搜刮一遍再说 他目光扫了一眼四周 先前的那些目光已经消失 毕竟寻找宝贝最关键 整座小岛直径千里 寻找起来 还真有些棘手 洛丽塔 帮我设计出一套最快探索的路线 千里范围 念力大开之下 可以覆盖1% 速度5马赫 约磨半个小时 就能将岛屿表面探索一遍 开动 他的念力 与洛丽塔的探测能力 双重结合 探索的速度 又翻了一倍 至于四大战王 只有观看的份 根本插不上手 李扬 前面那个大光头身上 有两颗冰金果实 先把他抢了再说 当然 李扬嘴角翘起 速度猛增 不远处的一颗冰雕灌木下 正站着一位 穿着白色战甲的光头壮汗 他气息刚猛 几乎无人敢靠近他所在的范围 那种与生俱来的霸道 以及雄厚的气血 令周围的万年兼兵 都无故自容 嗯 光华的脑袋微微昂起 挑眉 看向冲来的李扬 找死 光头大汗双手交叉 两把白色战斧抽出 主动迎了上去 李扬的速度不减 距离不足百米之时 他化作了光 那是血光 刀和第六虫 不朽之光 刷 刀光一闪而过 光头大汗手中的双斧掉落 连带着的 还有双臂 搜 两道蓝色光芒 被李扬伸手抓住 正是两颗冰金果实 洛丽塔 让你探测冰金果实 你别光让我去抢啊 第九十四章 贷款画饼 不愧是硬犯抢者 你就说 探测得快不快吧 洛丽塔傲娇道 还真别说 短短半个小时 李扬就抢了七颗冰金果实 加上原先的三颗 足足十颗冰金果实 足以让他突破到 星辰及精神念师 届时 他的念力将会催动引刃第二形态 战力也会得到巨大提升 前方120里左右 一次性出现了六颗冰金果实 赶紧去 洛丽塔催促了一声 这次不是探测 而是通过信息网 检测到了欧罗巴强者的语音对话 宇宙中的智能生命 对蓝星科技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李扬身影一闪 朝着西南方向蜷速而去 同时也提醒了一下四大战王 让躲远点 他抢了那么多冰金果实 得罪了其余四大强国 现在冰岛上已经开始通击他了 或者说是通击华夏国的所有强者 So 贴地飞行将气压解析到了极致 速度也自然提升了很多 片刻后 李扬便察觉到了前方出现的动静 轰隆 一道巨响声传来 地面顿时裂开 坚硬的寒冰被这道气息冲击成了粉末 好强的冲击力 他心底一惊 如此强大的战斗余波 也就是此地被冰封后硬度比较高 如果放在寻常的大陆 恐怕这股冲击力足以毁灭一座城市 这就是星辰级顶尖强者的破坏力 总算遇上了 那就让我检验一下 蓝星顶尖强者的实力如何吧 李扬心中有着期待 顺便也检验一下自己 目前的巅峰状态如何 哇 石洞天第三重已开启 肉身之力增幅300倍 原本就肉身强大的他 此刻身上冒着金色的光芒 雄厚的肉身之力 将他的肌肉密度拉满 力量自然也提升了数百倍 轰隆 速度爆发出的声音 划破长空 十几公里的距离 眨眼之间便已经到达 此刻 一处深坑上 悬浮着七八位强者 其中三人受了重伤 看外貌是印泛国的强者 此刻他们三人 被另外四个欧罗巴的强者围攻 至于冰金果实 此刻还在深坑之下 并未落到任何一方的手上 有趣 又来了个不怕死的 欧罗巴一方为首的洛塞湖男人 浅笑一声 并未将李扬的道来当回事 通过面貌 洛丽塔将此人的信息发送给了李扬 他叫鲍恩迪伦 欧罗巴第一精神念师 实力比陆振华都要强一头 欧罗巴第一精神念师 星辰及八戒 李扬战役生疼 他还从未与精神念师交过手 这时 印泛国的强者忽然开口道 华夏国的兄弟 如果你选择帮助我们印泛国 等得到下方的六颗冰金果实 分你一颗怎么样 分我一颗 他被对方的诚意给逗笑了 这帮印泛国的家伙 未免太不要脸了 贷款化饼 竟然拿还未得到的冰金果实当报酬 就连欧罗巴的强者都无语了 不对 这个华夏小子 好像是杀害马哈的凶手 印泛国强者中 一位外面年轻的星辰级强者 认出了李扬 先前在东岛上 李扬暴杀马哈时 他远远看到过李扬的面容 此刻想起后 没有防备的就说了出来 听到是眼前的华夏人杀了马哈 印泛国的三位星辰级强者怒了 是你杀了马哈 你竟敢对马哈下手 不知道 他是我印泛第一强者的清传弟子吗 小子 你死定了 戴瓦哈之神马上就会降临冰岛 你一定会死在欧罗巴强者的前面 除了贷款化饼 这帮印泛国的强者 还喜欢贷款威胁 李扬听后摇了摇头 不想再跟这样的蠢货废话 弹指一道黑光 从指尖暴射而出 突如其来的动手 众人面色大变 欧罗巴的强者刚刚准备动手 却是被报恩拦了下来 先去夺下那些冰金果实 靠劲来的强者越来越多 不能拖 冰岛上还有一位更可怕的存在 亚美利加第一强者穷恩 维德 他要是来了 欧罗巴可就没机会了 嗯 报恩察觉到李扬身上的爆发出的恐怖念力后 面色顿时变了 特别是看到影刃时 眼神中除了惊恶 还有贪婪 So 36道黑色电弧包裹影刃 直接将印犯国的三大星辰集压着打 每一道影刃都与李扬化作一体 完美地配合下 印犯国的三人很快就抗住了 噗哧 找到破绽 影刃一击斩下其中一人的手臂 他们的阵型更加乱了 雪上加霜的是影刃分化成为了72道 原本就乱了阵型 印犯强者这下更挡不住了 顷刻间 三位星辰级强者 被影刃绞杀成了碎片 看到这一幕的报恩瞳孔收缩 李扬的念力并不算吐出 主要还没突破到星辰级 甚至连星辰级精神念师所用的星光念力 都没能凝炼出来 现在他所呈现出的强大念力 是因为缘和增幅的200倍 外加精神念师秘籍 幻星第二重 以及影刃本身所带来的增幅 令李扬渺小的基础念力 爆发出了令星辰级精神念师都胆寒的力量 好霸道的念力兵器 报恩覆首而立 与其中满是对影刃的赞赏 他自己所使用的是一键圆盘念力兵器 最多可以分化成为99道圆盘 而影刃却能分化成为108道 关键是影刃上面的名文 一个是天阶念力兵器 一个是地阶念力兵器 差距也是天和地 深化影刃的李扬 暗中吸收了三大星辰及强者的气血后 显现了身形 吞噬成功 气血增加一星辰 当前气血十一星辰 十一星辰单位 也就是十一一卡气血 可惜 你没资格让我使用念力兵器了 李扬抬手将头上的黑袍扯了下来 背后的斩神刀显露出来 跟武者用念力兵器 跟精神念尸 当然是近身战啊 毕竟越了一个大境界 还是要扬长臂短 不能光靠肉身去抗 希望你的口气 跟你的实力一样强大 不然还真是没意思 鲍恩故意拖延时间 此刻深坑下 欧罗巴的其余强者 已经拿到了冰金果实 第95章 战 欧罗巴第一精神念尸 哇 李扬刚要近身 一股强大的精神念力 瞬间充斥在他的脑海之中 这是念力攻击 可惜 对方不知道他修炼了 换星 第二重 提升了灵魂力量 单纯的念力攻击 根本无法撼动他的心神 枪 李扬拔刀的速度 并没有减缓 抬手一刀斩出 刀合第六重 不朽 光影浮现 不朽不灭 不可能 他的怎么会挡住 我的念力冲击 眼看刀光降临 鲍恩来不及多想 念力调动所有圆盘 前去阻拦刀光 砰 刀光滑破一切 最终落在了 鲍恩念力兵器 组建的盾牌上 碰撞所产生的鱼波 将深坑的范围 再次撕裂 足足扩张了一倍 就连数十里外的冰山 也因为战斗鱼波而崩碎 挡住这一刀 在两人的意料之中 但李扬还有引刃 So 108道引刃 忽然出现在鲍恩的周围 顺欲引杀阵 李扬怒吓一声 单手举向天空 掌心向天 猛地一握拳 所有引刃 齐刷刷地冲向了鲍恩 如此快的速度 对方根本来不及再次防御 阵 杀 轰隆 黑色电弧将鲍恩完全包裹后 最后爆裂开来 这一次的战斗鱼波 席卷了天地 比之先前更加猛烈 随意一道引刃 即可斩去万米高山 原本已经得到 冰金果实的欧罗巴强者 都傻眼了 但也只能看着鲍恩硬抗 没资格前去帮忙 两人都是 全球顶尖强者行列 星辰级七阶以下的普通强者 根本没有插手的资格 残光消散 李扬毅力当空 身后黑光流转 这都没死 他目光望向鲍恩 捂着胸口吐血的鲍恩 心底不免有些惊愕 顺玉影杀阵 已经是他当前最强的攻击手段了 比刀和第六众 都强上一线 足以灭杀星辰级七阶的兽皇 要知道 怪兽的综合防御力 比人类更强 难不成鲍恩也有元神战甲 这种宇宙战甲 一次不成 那就再来一次 反正 他原力无穷无尽 当初原能及五阶时 就能用十几次大招 现在都远能九阶了 原力翻了几十倍 就算使用顺玉影杀阵 所需要的原力 也随着等级而上升 但增加的那点原力 远远不如突破后 所提升的原力多 等一下 报恩见李扬还来 当即白手道 冰金果实我不要了 全都给你 说完 眼神示意手下 将冰金果实都拿出来 除了刚刚得到的六颗 还有原本搜集到的两颗 总共八颗 全都拿了出来 还算是诚恳 李扬停下的攻势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并不是嘲笑 而是感叹对方识时务 人人都如此 哪还有什么打打杀杀 可就在他准备收下之际 洛丽塔忽然在他脑海中提醒到 小心点 对方在屎诈 他通知了一位 新陈及九阶的舞者 对方马上就来 中计了 李扬面色如常 并未露出任何表情 心底跟明镜一般 知道对方是要拖住他 跟先前的硬泛国强者一样 都靠吸引注意力 来拖延时间 都修炼到新陈及了 没人是傻子 也没人会轻易放弃到手的利益 不愧是欧罗巴第一精神念师 李扬并没有生气 反而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 对手越强越坚韧 那他就变得比对方更强 更坚韧 亚美利加第一强者 那就试试对方的力量如何 看看能不能破开他的九转暗精神 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要收下这八颗冰金果实 哗 他心意一动 念力操纵冰金果实 飞到了自己身前 随后收入到了空间戒指 报恩见状 眼底有着喷怒 同样有着杀意在弥漫 盟友马上就到 现在不过是让李扬保管而已 可他哪知道 到了李扬手上 就别想再要回去了 刷 一到白光接连闪烁后 刹那间就到了双方中间 当前西亚冰原的第一强者 亚美利加的骄傲穷恩 维德 他身形天瘦 穿着白色战甲 显得很精致 大背头 面色一丝不苟 透着一股雷厉风行 这就是你说的麻烦 维德先是扫了一眼李扬 并未放在心上 随即看向了报恩 主动将冰金果实的消息发给他 显然是遇到了麻烦 不然怎么可能将好处拱手相让呢 报恩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 提醒到 他的念力兵器极为霸道 切勿小巧了他 哼 维德冷哼一声 并未放在心上 他可是星辰级巅峰的武者 气血达到了惊人的三百星辰 精英也到达十倍 蓝星上除了刀河王 跟那位昆仑武馆的创始人外 其余人他都不拒 别废话 将冰金果实交出来 我帮你解决这个麻烦 虽然实力够强 但没好处 他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出手 报恩文言摸了摸鼻子 感大到 已经被他抢走了 废物 维德基笑道 你们欧罗巴 真是越来越差劲了 如果没有伊莲娜撑着 沙俄早把你们给吞了 二人的对换 李扬一直默默听着 伊莲娜这个名字 他也不陌生 那是欧罗巴的女武神 星辰级巅峰强者 位列全球第七位 是欧罗巴第一强者 报恩此时低下头 只能咬牙忍下对方的羞辱 先是被李扬暴揍 然后又被维德羞辱 最后冰金果实 还都被抢了 真是倒霉 知道冰金果实 落入李扬的手上后 维德语气冰冷道 华下人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能让报恩受伤求救 起码有全球前十的战力 不可能是无名小卒才对 哼 那是因为我没见过你 所以你不认识我 李扬淡笑一声 维德却是猛了 明明听懂了 却好像又没听懂 星辰级强者 学习能力极强 几乎都精通各国语言 华下的强者果然多 前世让你们占了一半 不过能跟我交手的只有两个 小子你还差很多 你们华下有句古话 叫十时物者维俊杰 我劝你老实交出冰金果实 否则 他抬手猛的握拳 强横的力量顿时席卷周围 刮起了一阵狂风 第九十六章 你拳头太软了 拳不松 而风不止 如此恐怖的力量 的确骇人无比 这已经不是一拳崩扇了 对方的力量 拳力一拳 足以打碎极东岛 星辰级巅峰强者 打碎直径万里的岛屿 很轻松 如果是刀河王的拳力一击 恐怕能打碎欧亚大陆 越级跟星辰级顶尖强者交手 李扬差的就是力量 他拉开架势 冷声道 想要冰金裹石 先过击败我再说 倒要看看 这位亚美利加第一强者的力量 到底有多强大 泽泽 小子你真的是在找死 维德轻轻摇头 面色猛地沉了下去 刷 两人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高空 好快的速度 观战的报恩目光不断转动 连他也只能勉强看清楚 二人的每一招 每次交手都发出一道道闷响声 那名华夏强者的速度 竟然比维德还要快 可惜他的力量太弱了 对维德没有任何的危险 报恩实力不如二人 但是洞穿局势的眼光 可不差打斗的二人 单从目前来看 维德的优势 只有力量 李扬的优势 就比较多了 第一是速度 速度够快 如果要走 维德根本拦不住 这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第二是防御 李扬的速度很快 但他并没有太注重去躲避攻击 而是一次次应接 维德的好几次攻击 都让报恩后背发凉 可李扬都能硬抗下来 关键看上去 还没什么大事 只是一个猎器而已 变态 也就是李扬的力量太弱 不然完全可以碾压维德 结果 就是力量太弱 才打得不相上下 碰 交手二十多个回合后 两人才从肉搏战中分开 刷 拉开距离 李扬面色如常 揉了揉胸口 挨了对方竖拳 震得他胸口发麻 但也仅仅发麻而已 原神战甲 削弱百分之九十的冲击力 剩下百分之十的冲击力 落在肉身上时 根本没多大感觉 呼呼 韦德喘着粗气 不知道是累了 还是被气的 揉了揉拳头 眼神中满是惊恶之色 小子 你身上的那件战甲 是天接战甲 此话一出 鲍恩以及他的几个手下 都瞪大了眼睛 天接战甲 如果真是这样 恐怕会引起全球强者的抢夺 当然 前提要能破开天接战甲的防御才行 宇宙中 战甲的价值最高 放在蓝星也是一样 因为从新门中得到的战甲太少了 基本不流通 全是个人强者在使用 毕竟保命的东西 没几个人会卖 就算多一件 也不会卖 而且得到的大部分战甲 都是黄街初级战甲 防御力虽然不如SSS级战甲 但黄街初级战甲也属于液体战甲 可以穿在里面 外面再套个SSS级战甲 主要是宇宙战甲 可以削弱冲击力 这是关键点 黄街战甲 削弱90%冲击力 当然还有一个承受上限 一旦超过那个数值 战甲就会损坏 玄街战甲 可以削弱99%的冲击力 也就是 将对手的攻击 降低到1% 地阶战甲 可以削弱到千分之一 天阶战甲 削弱到万分之一 如果一拳一万吨 打在穿着天阶战甲的强者身上 对方所承受的力量 只有一吨 维德的一拳 何止万吨 圆灯极巅峰的一拳 随随便便都五千万吨了 他一个星辰极巅峰舞者 一拳下去 极东倒都的下沉 实在是想不明白 为何李扬能轻易抗住他的拳头 唯一的解释 就是对方有天阶战甲 这是他认知的极限 你的拳头太软了 李扬不忘嘲讽一声 同时也摸清楚了 自己的承受极限 他的上限 应该是星河级强者的权力一击 星河级以下 就算对方掌握天人合一 只要不修炼太逆天的秘籍 根本无法破开他的防御 除非是掌握领域的绝代天骄 可惜 蓝星没有这种天骄 可能银河系都没有在 星辰级掌握领域的超级天骄 如果有 也会被宇宙中的大势力吸纳 维德咬了咬牙 虽然不服气 可没有反驳的理由 他的确破不开李扬的防御 肉身防御破不开 精神攻击他又不会 至于灵魂攻击 那是比精神攻击更高一层次的秘法 需要掌握基本法则才能修炼 算你狠 憋了半天 维德放下一句话狠话 直接转身就走 鲍恩也不敢多呆 连忙带人离开了深坑 生怕李扬追杀过来 跑得倒是挺快 李扬身形落入坑底 并没有去追杀欧罗巴的几人 蓝星终究是怪兽的天下 还需要人类强者守护 他不会去做没必要的杀戮 如果没有冰金果实 他或许有吞掉报恩的想法 毕竟对方是星辰级八戒的精神念师 哪怕受伤也要强杀对方 现在有了冰金果实 就没那个必要了 So 身影一闪 他也离开了深坑 继续寻找冰金果实 或者抢夺冰金果实 一直到深夜 他才返回沙俄立下的安全区 进入安全区 各国强者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从惧怕变成了尊敬 这就是他们对强者的态度 回到战机 四大战王都没有登陆冰斗 而是乘坐另一辆战机 离开了西亚 宋岳山等人回去了 主要是李扬树敌太多 他们刚露头就会被围攻 最后只能信心离开 但李扬获得的冰金果实最多 主要看强者的质量 数量还真没多大的意义 呼 盘西坐在软和的地毯上 随手一挥 冰金果实堆积成了一个小山头 足足37克 当前那座冰岛 总共发现50颗冰金果实左右 李扬一人得到了37克 亚美利加第一强者穷恩 唯一得才获得6颗 其余7颗 被硬犯跟欧罗巴强者瓜分了 至于沙俄强者 竟在自己的主场 一颗也没有获得 也是够倒霉 还要维护安全区的秩序 整个就是吃力不讨好 精神念师该突破到星辰级了 也不知道吞掉这么多冰金果实 能突破到星辰级几节 他目光炙热地望向寒意迸发的冰金果实 第97章 突破星辰级精神念师 惊现神秘之物 冰金果实如名字一般 周身环绕寒意 通体幽蓝 晶莹通透 拿在手中时 就像是握了一块寒冰 哪怕穿着原神战甲 那股寒意都未曾被削弱 直击灵魂的寒意 不愧是提升精神念力的异果 念力一动 靠着手心的吞噬之力 冰金果实内蕴含的念力 瞬间被他吸收殆尽 脑海中的圆河 也在此刻开始疯狂涌动 哇 一股强大的精神念力 以李扬为核心 朝着四周震荡而出 这还只是外在表现 他的圆河 此时开始出现裂纹 一道道金光 从圆河中爆发 要凝聚星光了 这是星辰及精神念师 独有的力量单位 星光 就跟舞者气血凝聚的星辰一样 念力具象化 光芒一下子覆盖了李扬全身 最终这层光芒收入体内 在他的圆河边上 凝聚出了一颗星光 就像是天生的星星 这颗星光 环绕着圆河运转 总算突破了 李扬心中一喜 再次调动念力之时 出现了属于他的自然元素 雷霆元素 空间法则中最为霸道的元素 这很符合他的念力表现 从电弧变成了黑色雷霆 念头通达 108道引刃生腿起 噼里啪啦 电弧炸裂声冠绝于耳 强横的念力冲击 令机舱内的陈射都开始变形 那些玩意虽然只是摆设 可都是SSS级材料打造而成 为的就是跟乾坤智能战机 融合成为一体 可想而知 现在李扬的念力有多强大 元和增幅200倍的念力 果然恐怖如斯 如果再遇到穷恩 韦德 他已扛不住我的顺欲引杀阵 原先的一战 两人互相破不开对方的防御 李扬是因为力量不够 所以破不开对方的黄街战甲 以及SSS级作战俘 同样 对方也破不开他的九转暗精神 现在不同了 突破星辰级后 他可以调动自然元素 念力再次得到提升 攻击力 自然提升了一个档次 顺欲引杀阵 可以轻易搅烂SSS级作战俘 洛丽塔 我还差多少念力 可以催动引刃第二重 他已经开始期待引刃第二重了 天阶的念力兵器 分四重形态 顺欲引杀阵 不过是第一重罢了 刷 洛丽塔的身影浮现 手指轻轻点了一下旁边的墙壁 顿时投射出一道视频影像 普通的精神念师需要星合级 才能催动引刃第二重形态 不过 你有两百倍基因 只要凝聚出一百星光 即可催动引刃的第二重形态流影电光盏 视频中 一位穿着黑甲的宇宙强者 完美地施展出了 引刃第二重形态流影电光盏 无数电光从中爆发 引刃也被分化成了360刀 每一道电光 都足以斩杀星辰及巅峰的强者 凭借这招 足以纵横还宇 越接而战 掌握这招 我 蓝星无敌 李扬眼中迸发出一道金光 洛丽塔只见勾着下巴 打击道 蓝星无敌可不好说 根据我目前掌握的资料 那位创造出刀河密集的刀河王 估计已经突破到了星河级 配合巅峰刀法 你就算掌握了流影电光盏 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星河级吗 李扬差一道 你不是说土著星球 很难诞生星河级强者吗 宇宙中的生命星球 比沙滩的沙子都多 普通星球 百亿 千亿武者 都不一定有一位能修炼到星河级 蓝星在宇宙中 连普通星球都算不上 因为是还未开发的土著星球 几十亿人类中 就出现了几百个星辰级 这还是因为微光的缘故 如果没有五道星门 蓝星几十亿人类 恐怕要过几万年后 才能出现星辰级强者 洛丽塔插着纤细的腰枝 针手道 这是概率问题 很难不代表没有 宇宙浩瀚无边 偶尔冒出个超级强者 很正常 就跟土著星球 偶尔出现一位星河级强者一样 都属于概率问题 好吧 李扬也不再乱想 继续吞噬冰金果实 吞下一颗冰金果实 圆河周围就多出一颗星光 将所有冰金果实吞下后 它圆河周围已经聚起一团星光 足足三十七颗星光 磅礴的念力 举手投足间都可轻易碾压星辰级强者 一颗星光 是星辰级一阶 两颗就是星辰级二阶 四颗星辰级三阶 三十二颗星光 星辰级六阶 六十四颗星光 星辰级七阶 一百十八颗星光 星辰级八阶 二百五十六颗星光 星辰级九阶 星光的数量翻倍 就会提升一阶 李扬目前是星辰级六阶 舞者跟精神念诗一样 气血凝聚的星辰翻倍 就提升一阶 等他凝聚两百颗星辰 突破星辰级时 可以直接成为星辰级八阶的舞者 突破的时候 基因也会翻倍 这就是卡级的好处 可惜精神念力没法卡级 按照洛丽塔说的 念力相当于灵魂 灵魂是永恒强者该考虑的事情 他现在还差得远 调出当前战力面板 传承者 李扬 舞者 元能级九阶巅峰 十一点一星辰 基础增幅 二百倍 念力 星辰级六阶 三十七星光 元和增幅 二百倍 法则 天人合一境界 战力指数 十二万 还未催动引刃第二重 我的综合战力 就已经超越了星辰级的极限 星辰级的战斗 大约是一至十万左右 他念力刚刚达到星辰级六阶 战力就达到了十二万 如果舞者也突破到星辰级 基因翻倍 在催动引刃第二形态 战斗力 恐怕能突破百万 想到这儿 心底一动 探测器上 显示出了冰岛上的最新消息 印泛国第一强者戴瓦哈抵达冰岛 先手开团 击杀沙俄三位星辰级强者 抢到三颗冰金果实 戴瓦哈与亚美利加第一强者 琼恩 维德合作 出现一次性出现十二颗冰金果实 戴瓦哈单方面撕毁盟约 偷袭重伤穷恩 维德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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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出现神秘长藤 已吞吃数位星辰级强者 第九十八章 收复石心藤 神秘长藤 什么玩意 遇到不认识的玩意 他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洛丽塔 这是植物生命 洛丽塔懒洋洋道 我刚刚丢出去不久 没想到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李扬目光一闪 惊讶到 你丢的 嗯 这是 对你突破后的考验 收复长藤他就是你的了 逐渐强大后 传承空间的考验也越来越难 关键原能级的三个考验 李扬才过去一个 现在都开始发布 星辰级的考核任务了 收复长藤 难道说 这还是个宝卧 当然了 这可是宇宙强者都十分眼馋的植物生命 防可换化战甲 功可以束缚缠绕敌人 它是强者的标配 我给你的这条名为石心藤 培育到一定阶段 可吞心灭日 吞心灭日 李扬心底火热 竟然如此逆天 怪不得外面那些人都拿长头没办法 得知是考验后 他不敢耽搁 当即离开了战机 冰岛上空 此时聚集了不少星辰级强者 根据欧罗巴从新门中获知的信息 这长藤是宇宙中的植物生命名为石心藤 它的基因不亚于那些高等血统 同级之内堪称无敌 整个蓝星 恐怕没几个人能收复它 也许 只有刀河王可以 众人没守 只能看着长藤肆虐冰岛 没有一点办法 刀河王的两大特使 已经通知了刀河王 用不了多久 那位全球第一强者即可抵达 其余人也只有看的份 这下好了 咱们都成了陪衬 什么冰金果实 跟这条长藤相比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报恩眼神低沉 望着长藤而不得的那种情绪 众人都感同身受 如果拿下这条长藤 足以纵横蓝星 谁都想得到 奈何实力不够 得到冰金果实的人还好 很多什么都没捞到 但也比那些 因为长藤而陨落的倒霉鬼强 So 一道电光闪过 只见一位血甲少年 屹立在了长藤之上 众人目光汇聚 好强的念力 这人是谁 看外貌是华夏人 呵呵 又来一个不怕死的 想要收复长藤 我赌他撑不过三秒 白痴 他叫李扬 昨天与第四强者维德 打得不相上下的 心境超级强者 很多人都不认识李扬 只有第一批 抵达冰岛的强者 认出了李扬的身份 得知这就是传闻中 拥有天接战甲的幸运后 众人的眼神中 多出了一股贪婪 那就不好说了 兴许他真能收复这长藤 毕竟拥有天接战甲 哈哈 这么一说 我也挺期待 不少人 故意掩盖自己的贪婪 开始期待李扬与长藤的战斗了 可也有人看出了他们的目的 装什么 不就是想要看到 李扬与长藤两败俱伤 好做收鱼翁之力吗 这长藤的攻击 明显是束缚为主 绞杀为辅 就算有天接战甲 一旦被束缚住 也极为危险 还是太年轻了 敢挡着这么多人的面 去跟长藤死斗 轰隆 众人睿平的时候 李扬已经跟长藤斗了起来 恐怖的冲击力 掀起阵阵蕴含雷霆的狂风 快看 打起来了 目光汇聚之处 长藤肆虐翻滚 藤腕总共有六根 每一根藤腕都有火车那么大 数百米长 藤腕直径三米左右 动作敏捷 丝毫不受庞大身躯的影响 李扬想要收复 还真不容易 念力压制 都已经用处顺玉影杀阵了 也只是伤到石心藤的表面 想要彻底打服对方 必须用些别的手段 So 他身影一闪 直冲地下 想要寻找长藤的根源 看到这一幕的围观众人 纷纷露出惊恶的表情 胆子可真大 竟然敢深入得低 难道他不知道在地下 这藤腕优势更大吗 石心藤的名字可不是白叫的 他无所不吃 藤腕顶部张开锯口 即可吞吃尖兵 以至于他在地下的速度更快 不受尖兵的影响 这下没得看了 你们也别想着浑水摸鱼 就算李扬死在下面 他身上的战甲 你们也得不到 估计这次刀河王要赚大发了 不但能收复长藤 还可以白捡一套天阶战甲 该死 李扬这个白痴 怎么就进入地底了 这时候 赶到的应饭国第一强者戴瓦哈 听到李扬进入地底后 大为恼火 他拿长藤没办法 已经尝试过数次 都没有收复 还搞得一身伤 无奈只能回安全区休养 刚刚恢复好后赶来 就听说李扬进入地底 找长藤拼命去了 他懊恼至极 同样恢复伤势赶来的 穷恩维德对此很淡然 看到戴瓦哈懊恼的表情 他冷笑道 蠢货 难道你不知道 李扬是精神念师吗 什么意思 戴瓦哈冷着脸 看向穷恩维德 可他的话刚刚说完 冰倒地底 就传来惊天动静 冰面忽然升起一座 千里高的小山包 随后又陷入地底 变成了深坑 如此恐怖的冲击力 众人面色都变得惨白无比 很快 千里冰岛开始破碎 不断有空洞 爆发出冲天光芒 过了许久 这股异动才平息下来 眼看没了动静 众人都慌了 他们怕李扬死在下面 捡不了庄马 但更怕李扬收复长藤 不会真让他成了吧 不可能 他原先也就凭借天街战甲 跟穷恩维德不相上下 维德都没有收复 他怎么可能拿下长藤 地底深处 李扬的元神战甲已经破碎 核心能源流逝 已经无法再变化 但 他收复了石心藤 我承认 你的防御力很强 比我的九转暗金身都要强 可惜你的灵魂太弱了 他施展换星第二重中的灵魂秘术 才将石心藤搞定 滴血认主后 长藤环绕全身 已经变成了人形大小 幻化 刷 绿色藤腕变成红色 缠绕全身变成了新的血色战甲 他惊人 跟人类有着同样的修炼等级 星辰级七阶 防御旧媲美黄阶顶尖战甲 攻击媲美星河级 碾压铜阶 第九十九章 镇压一切敌 交出所有冰金果实 李扬 你现在的资源 还不够培养石心藤 等你进入宇宙后 石心藤的优势 才能发挥出来 蓝星的资源评级 或者说 压根没资源 除了新门 本土啥也不是 培养石心藤代价极高 只有背景极强的天骄 或者发横财的强者 才养得起石心藤 他的战力堪比 同阶百倍基因的人类强者 但想要提升他的境界 花费的代价 比培养一千个 一万个同阶舞者都要高 李扬现在自己提升境界 都艰难无比 的确没更多的资源 去培养石心藤 我攻击手段本就多 不着急培养石心藤 他肉身防御 跟石心藤差不多 二者叠加 如果再套个悬甲战甲 那就更变态了 可惜他没有悬街战甲 更没有外界传言的天街战甲 全靠九转暗金深 等我舞者突破后 九转暗金深也要修炼 石心藤药培养 星空巨兽需要微光提前孕育 而他自己 还需要更多的宝物 凝聚星光 气血需要凝聚200颗星辰 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刚刚突破星辰级 蓝星资源就跟不上他的需求了 洛莉塔 冰岛上还有冰晶果实吗 没了 一颗都没了 石心藤的探测能力更强 我丢出去的时候 他才星辰级一阶 吞吃了岛屿上的数百颗冰晶果实 净化到了星辰级七阶 如果还有 你可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吞吃上百颗 李扬顿感心藤 如果这些冰晶果实 给他该多好 念力可以突破到星辰级八阶了 崔洞引刃第二形态 提升的战力 可比收服石心藤高得多 但这只是短暂的提升 长久价值而言 还是石心藤更强 毕竟放在外界 石心藤的价格不比影刃低多少 虽然梅也生的了 但你可以抢别人的呀 一语惊醒梦中人 洛丽塔不愧是闯荡宇宙多年的智能生命 别看他平时可可爱啊 狠起来 李扬都自叹不如 放在别的小说里 高低是个大反派 兴许宇宙法则就是如此 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碰 光芒凸起 一道灰红光柱 冲破冰层直达苍穹 外界众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抬头望着光柱上方 李扬念头一动 单手镇压一切敌 语气冰冷到 浇出你们身上的冰金果实 否则猪 强大的念力扫过所有人 这股念力 如刀一般冰冷 插在众人的心口 忤逆 便是死 这种压力 只有刀河王才有 难不成他 已经到了与刀河王比肩的地步了吗 该死 昨天他的念力还没这么强 穷恩维德面色难看 此刻他再没有与李扬抗衡的能力 仅仅是念力 就将他压得喘不上气 哪还有动手的能力 仅是压力 还没有人主动服软 都在等着戴瓦哈 与穷恩维德两人带头反抗 可惜 他们想多了 尊敬的李扬先生 我愿意将冰金果实献给你 阴险狠辣 连盟友都偷袭的戴瓦哈 竟是第一个服软的强者 他直接取出七颗冰金果实 献给了李扬 穷恩维德也没有过多犹豫 主动献上了冰金果实 两位拥有全球前十战力的巅峰强者 主动交出宝物 其余人更没资格犹豫了 纷纷将身上的冰金果实献上 李扬抬手一招 数十颗冰金果实聚集而来 经过洛丽塔的探测 这些人的身上 的确没有多余的冰金果实了 没人敢耍这个滑头 不然他不介意杀鸡锦猴 拿出来 大家都没事 毕竟抗衡怪兽 还得这些人来干 虽然不是一个国家 但李扬的眼光 已经跳脱国家 达到了星球层次 大家是一个球里的人 只要不主动招惹 他自然不会滥杀 一切以自身利益出发 挡路者死 让路者活 诸位 再见了 李扬也没嘚瑟 拿了好处 直接离开了冰岛 乘坐乾坤级智能战机 当天就离开了西亚冰原 朝着南天门而去 其余强者 并未离开冰岛 他们还不知道 冰金果实已经没了 还一个个幻想李扬发善心 故意离开给他们一个 公平竞争冰金果实的机会 结果连续寻找了七天 一个冰金果实都没找到 各国强者 也就慢慢离开了 李扬回到南天门后 将各国朋友 主动送他的冰金果实 吞了个干净 念力一跃到达了142星光 已经达到了 催动引刃地形态的要求 哦 训练室内 李扬不断实战流影电光斩 郁佳熟练之后 方才明白他的强大 怪不得说 施展引刃第二重 足以纵横同间 果然强得可怕 星河级巅峰 才能能施展第二形态 他星辰级八阶 就已经熟练应用了 这就是基因的好处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个地方 修炼到了极致 其余上限也会被打破 距离开启新门 还剩下一周 要不要去三角洲呢 李扬停下训练后 站在窗前 望着南天门外的荒野区 陷入了纠结 他目前已经没有 可以提升的地方了 或者说 没东西拿来提升了 气血方面 需要吞噬怪兽血肉 南天门 已经没多少怪兽 给他杀了 再杀下去 军方就得裁员 蓝星怪兽最密集的地方 还得是三角洲区域 这块区域在百慕大附近 兽皇数不胜数 但狩猎的速度 肯定比不上陆地 海域太大了 不然刀河王一个人 就能灭了那些兽皇 别纠结了 这几天 我给你安排个任务 你在元能级 还有两个考核 既然你精神念力 突破到了星辰级 那就用武者身份来完成吧 李扬嘴角一动 问道 奖励如何 元能级的三大考核 他只过了一个 奖励的密集 现在他不差密集 差的是资源 奖励你一个虚拟账号 虚拟宇宙的账号 洛莉塔点头 眨眼道 对 你念力已经达到星辰级 也该注册宇宙公民的身份证了 第100章 登陆虚拟宇宙 第1 正在检测您的坐标 您当前宇宙坐标 玉龙星区 天女星域 银河系 请选择您登陆虚拟宇宙的坐标 玉龙大陆 天女国 银河城 李扬望着眼前出现的选项 他目光通亮 直接选择了玉龙大陆 这些天 可不光是枯燥的修炼 同时还在了解宇宙知识 首先 了解宇宙 就绕不开虚拟宇宙 这是人类族群科技的巅峰 也是人类的依仗之一 百分百模拟 随时随地登陆 甚至强者 只需要分出一丝念力 即可登陆虚拟宇宙 现在的李扬 当然还无法做到 需要百分百的投入 他只觉眼前一黑 整个人都 失去了重力感 身体开始不断下坠 持续了差不多七八秒的时间 身体似乎悬浮了起来 开始慢慢地能掌控身体 再到眼前出现了一丝光亮 刷 一座恢弘的大陆上 无数环形城市 坐落在大陆中心 四周是无边蛮荒 最中心处的一座新环城 名为龙皇城 是御龙帝国的皇城 李扬的身影 此时出现在城门口 他抬头望着城门上的龙手 大为震撼 太真实了 周围的一切 都是那么的真实 身边不时经过一些 长相怪异的人类 他们或是头上有脚 身上有鳞 背后有尾巴 亦或者是瘦首人身 却都离不开一个类人的特点 这就是宇宙万象吗 李扬的眼睛环视四方 哪怕洛丽塔 提前跟介绍过大致的宇宙 真进入虚拟宇宙后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城门下方 一道道光芒浮现 他们大多都是直接进城 也有些小部分人 像李扬一样 站在城门口环顾半天后 才默默进城 第一次登陆虚拟宇宙 大多是这样 好奇 对宇宙的好奇 对虚拟宇宙更加好奇 别看了 先去城门口 注册一等公民身份 洛丽塔性子级开始催促起来 李扬心底一动 这才想起自己登陆虚拟宇宙的目的 那就是成为宇宙合法公民 或者说是人类疆域内的合法公民 公民大致分三个等级 一等公民 二等公民 三等公民 对应了御龙兴区 天女兴域 银河系 再简单点对比 就是出生在银河系 相当于农村 天女兴系 相当于县城 御龙兴区等同于大都市 李扬本是土著 但洛丽塔给她的虚拟宇宙账号 是在御龙兴区注册的不记名小号 所以 不管在哪登陆 都有资格前往虚拟宇宙中的龙皇城 来到城门口旁的注册窗口 李扬直接使用宇宙通用语说道 你好 我要注册一等公民 请您填写一份身份信息 以及测试基因样本 窗口后 坐着一位蓝色皮肤紫色毛子的少女 她手脚麻利地打印出一份一等公民 注册登记表 递给了李扬 同时示意李扬伸出手指 采集基因 种族人类 二百倍基因 采集信息出来后 窗口后的子毛少女露出惊讶的神色 在抬头看向李扬时 毛子中多出了敬意以及胆怯 二百倍基因 妥妥的宇宙高等血统 成为星海级强者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她一个窗口桂园 哪怕是御龙帝国的边内成员 可也不过是个星辰级九阶的小喽啰 这辈子能跨入星河级就算成功 李先生 如果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您在这签字即可 好 李扬笔画潦草 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效率很高 转头看向旁边 城门旁足足有数十万个窗口 每天注册的一等公民 可能超过上亿 这还只是在虚拟宇宙注册的数量 元宇宙内恐怕比这个数量还要高 李先生 注册一等公民 您需要支付一枚玉龙帝 窗口内的子毛少女递出一份凭句 她眼神恭敬 举止静待讨好 在她看来 这很可能是某个大家族的公子哥 刚刚城内登陆 虚拟宇宙注册公民身份 当然不敢大意 如此强大的基因 肯定不缺钱 随便给她个小费 说不定比几个月的工资都要多 啪 李扬取出一枚四四方方的玉石 推倒了对方面前 同时她心底 还在埋怨洛丽塔小气 就给我一块钱 洛丽塔你个小财名 虚拟宇宙 跟元宇宙没什么区别 她还想要进城好好玩玩 奈何口袋空空 就这么一块宇宙通用货币 宇宙金 您您确定 要用这块宇宙金来结算吗 子谋少女瞪大了眼睛 她咽了咽口水 李扬没有说话 面色淡定地点了点头 主要她也没别的了 总不能肉肠吧 好的 您稍等 子谋少女接过宇宙金 先是检验编号 确定是宇宙深空银行 所发放的宇宙金后 开始找零 虚拟宇宙中的货币 相当于虚拟币 也就是银行里存的钱 这块宇宙金 就是李扬户头的所有财产 搭搭 子谋少女 手指飞快转动 点出9999枚玉龙币 摆放在了李扬面前 这么多 李扬诧异地看了一眼找零 小拇指一弹将 9块玉龙币 打赏给了子谋少女 并且潇洒地说道 我没有拿零钱的习惯 帮我开个宇宙深空银行的 虚拟银行账号 没问题 子谋少女面色欢喜 9枚玉龙币 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 今天还真是运气好 遇到个大款 过了片刻 李扬离开了注册窗口 出示一等公民的身份信息 他顺利地进入到了龙皇城 这座占了玉龙大陆 十分之一面积的辉宏城市 足有上一里那么大 大街上人头涌动 时常也有飞船经过 异宇宙金 竟然能换一万玉龙币 洛丽塔你还有没有宇宙金 再给我来几块 就能在城里买个小公寓了 他也是刚刚知道汇率 异宇宙金 可以兑换一万玉龙币 而一万玉龙币 可以兑换他们天女星域的 一亿天女币 第101章 宇宙裁决场 一星精英 这点钱算什么 先不说传承者空间内的那些东西 就说已经给你的银人 天阶高等的念力兵器 你拿出去随随便便 就能卖几千万宇宙金 还有那个世界戒指 更是价值上益 洛丽塔挽着手臂 傲娇道 同理 想要得到更多的宝物 乃至是现金的话 就要完成考验 我现在 李扬目光凝聚 来到了一座斗兽厂的门口 不过门前悬挂的招牌 叫做宇宙裁决场 人类四大超级势力 虚拟宇宙公司 宇宙裁决场 宇宙佣兵联盟 宇宙深空银行 代表着科技 武力 军事 金融 嗯 你注册一等公民 就算是完成了一个考验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 需要你在宇宙裁决场 获得一星精英称号 一等公民 其实还是有些门槛 需要基因到达五倍左右 李扬二百倍基因 自然可以得到一等公民身份 如果基因不够 只能去天女国 注册二等公民身份 再不够 就只能去银河城混了 就算是银河城的三等公民 看似低微 其实放眼宇宙各大星球 有了身份 就等于脱离了奴籍 不会被人随意拿去当奴隶 话而言之 没有身份的土著 一旦被宇宙探险小队发现 就会被卖给奴隶伤人 整颗星球的人 都会变成奴隶 但凡有公民身份 奴隶伤人就不敢动你 一星精英 你别小看裁决场的一星精英 只要你能拿到精英的称号 并且到达星辰级 就可以去隔壁拥兵联盟 成为一名宇宙拥兵了 成为宇宙拥兵 就能在宇宙中吃饱饭 甚至是吃香喝辣 听洛丽塔这么一说 他明白了其中的含金量 星辰级都在温饱线 能吃香喝辣 那只有星河级了 想要在星辰级吃香喝辣 就要能媲美星河级 首先掌握天人合一 精英超过十倍才行 才能做到越尖 可做到这样 仅仅只是一星精英吗 李扬抬头望向宇宙裁决场 这座裁决场 是御龙星区的总管 规模很大 他要用气血 以原能级的身份进入裁决场 这个是进不去了 龙皇城内 总共有16家宇宙裁决场 只能去分场 获取一星精英的难度 倒是都一样 只是目标人群不同 御龙星区总管那边 大多都是星海 星云级强者光顾 这里的分管 针对的是星海级一下 爹 进门先确认身份信息 再交钱买门票 对 就是买门票 因为裁决场 就是一座巨大的斗兽场 进入之后 T9111086 这是座位号码 他没有急着报名 而是准备先看 集场宇宙强者的对决 宇宙裁决场 是一家专门攻 强者厮杀的地方 不光是虚拟宇宙中的厮杀 现实也有真实的生死战 通过生死战 来筛选强者 玉龙星区 17号分场 今日第17892场裁决 星辰级对战 交战选手 帕瓦罗萨族的西尔科 对战罗门族人顿山 主持人高昂地 爆出两人的姓名后 全场数百万观众沸腾起来 因为这是一场 元宇宙内的生死战 属于虚拟宇宙转播 输的一方 可就真的死了 也只有生死战 才会让人如此疯狂 战斗很快开始 没有花里胡哨的客套 上来就是死战 李扬看得很认真 这两人都是星辰九阶舞者 基因在15倍左右 相差并不大 法则境界也都领悟了天人合一 可以说是天才一般的人物 但他们也只是一星精英而已 希尔科要说了 李扬微微低眉 战斗只是持续了一分钟 就即将奋出胜负 这就是生死战的可怕 找到弱点 哪怕患伤 也要给出沉痛一击 只要击杀对方就能获胜 自然不在意自己受伤 嗯 他目光一变 惊奇的发型希尔科 竟然还隐藏了实力 刚刚卖出的弱点 只是一个假象 互相患伤 互相卖破绽钓鱼 精彩 但结局 很惨 还是希尔科输了 第一次卖的破绽 太过冒险 而且 对面的盾山本就防御惊人 希尔科又主动患伤 根本患不过对方 呼 李扬深吸一口气 看完一场比赛 他就离开了观众席 这么面对面的生死战 冲击力极大 洛丽塔见他如此 安慰道 裁诀场除了生死战外 还有很多模式 可以让你获得一星精英称号 那些模式 没有生命威胁 我知道 李扬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静止地走向了裁诀大厅 他不是惧怕生死战 而是惧怕那种 在底层玩命的感觉 宇宙是冰冷的 不管在那个阶段 都要玩命 要不然 就会被淘汰 模拟对决 通天塔 自定义挑战 这才是裁诀场的热门选项 生死战 整个御龙兴区的 所有裁诀场加一起 一天也就上百万场而已 但模拟对战 通天塔 自定义挑战 每天的战斗场次 超过万亿次 这还只是一家分场内的 战斗场次 要知道 御龙帝国整个兴区内 有上万星域 天女星域 只是其中之一 每个星域 都有几百个裁决场 先从模拟对战开始吧 李扬花了十枚玉绒币 租借了一间模拟对战室 时间三个小时 可模拟圆能级 星辰级对手 进入模拟对战室 洛丽塔 直接连接了此地的模拟系统 按照考核要求 你只能用舞者的力量 因为这是圆能级考核 你精神念诗 已经达到星辰级了 嗯 李扬点了点头 他也没想过 用精神念诗的身份过考核 这点职业素养 还是有的 洛丽塔接着说道 一星称号 其实对你现在也不难 你只需要连续击败 三位圆能级九阶的武者 以及三位圆能级九阶的 精神念诗即可 这六位对手的战斗力 都会被设定在三万左右 三万 圆能级武者的战斗力 通常在一千 一零零零零零浮动 第102章 宇宙精英等级 当然了 这个战斗力 只是基础战力 及一阶的基础 一万则是圆能级九阶的基础 精英稍微强一些 掌握真意的圆能九阶 战斗力都能到达两万左右 三万算是一个临界值 到达三万战力 就算是一个小精英了 想要在裁决场 获得一星精英称号 需要在同一天内 连续击败六位 三万战斗力的同阶对手 李扬严底有着期待 声音低沉道 开始吧 滴滴 洛丽塔选择随机筛选种族 第一位对手 刀锋族武者圆能级九阶 战斗力三万 刷 模拟出来的刀锋族武者 瞬间出现在李扬对面 同时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串倒计石 三 二 一 搜 两人同时出手 没有使用密集增幅 单纯只靠肉身 以及天人合一境界 与这位刀锋族武者交手 对方的速度与攻击 都相当有特色 可惜 基因跟法则境界太弱了 十二倍基因元能 法则真意 太弱了 他身影一闪 找准对方的破绽 一记手刀斩出 鲜血洒落当空 刀锋族武者的身子 被砍成了两截 扑通 血肉洒落一地 战斗结束 下一位 李扬没有停下的打算 继续让洛丽塔 安排下一位对手 第二位是精神念师 同样是三万战斗力 但精神念师 比武者难对付一些 只是李扬强对方太多了 速度快了不止一倍 几乎瞬间近身 一个精神念师 如果被武者随意近身 就可以安心去死了 接下来是第三位 第四位 后面李扬没了耐心 直接让洛丽塔 将最后两位一起上 反正是模拟空间 规则随便自己定 手起刀落 依然是干净利落地 解决了两名同阶对手 精英称号就这儿 李扬双手暴毙 微微昂头 比他想象中的简单多了 他还以为有多难 搞得还要进入虚拟宇宙 这时裁决场根据对战信息 发放了一枚勋章 点击确认领取 勋章自动出现在了 银色长袍的胸口处 换上石心腾所幻化的石心战甲 这枚勋章也会显示出来 想要隐藏也简单 直接点击隐藏勋章即可 最后一道考验我也完成了 奖励是什么 呃 就是你现在用的虚拟宇宙账号 李扬听后脸色一黑 心想这算哪门子奖励 不过想想 这考核跟玩一样 对他一点难度都没有 给不给奖励还真无所谓 你听我说完 洛丽塔插着腰解释道 你现在用的虚拟账号 由我主人设下的三道权限 每打开一道权限 你就能获得一份 来自宇宙深空银行的现金奖励 最高可获得一万亿宇宙金 一万亿宇宙金 一万亿 后面的零都快数不过来了 李扬咽了咽口水 他已经不敢换算成玉龙币了 一宇宙金兑换一万玉龙币 一亿天女币 普通星辰级九阶 一个月所产生的价值 也不够十枚玉龙币 平均寿命一千年的星辰级强者 一辈子可能才赚十枚玉宙金 这么一算 就知道这份现金奖励 有多夸张了 洛丽塔 快说是什么考验 洛丽塔却在这个时候 卖起了关子 沉默片刻 他才娓娓道来 这三个考验 分别是佣兵考核 生死战 特级精英称号 三个考核 除了特级精英外 都要在元宇宙进行 李扬听罢 就心情降了半截 前两项考验可不简单 成为一名宇宙佣兵 首先就要通过佣兵考核 考核成为佣兵的概率 大概是30%左右 也就十个人 能进去三个 另外七个 不是被淘汰 而是会陨落 这算是最简单的一个考验了 估计是奔着 让他历练的想法设下的考验 第二项生死战 就不再是历练了 而是磨练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生死战 而是要打一次十连胜 裁决场的生死战 每赢一场 难度提升一倍 想要连胜十场 那得多难 打到最后 裁决场可能都要安排 五星级精英出来迎战了 但这跟第三项考核相比 也不算太难 最难的 当属特级精英称号 这也是唯一能在 虚拟宇宙完成的考验 并且没什么危险 裁决场的精英等级很简单 一杠五星精英之上 便是特级精英 听上去普普通通 可李扬一对比 就知道其中的难度了 一星精英光是天女星域 估计就有几百上千亿 二星精英却只有几百万 三星精英只有几千个 四星精英只有几十个 五星精英只有几个 特级精英一个没有 一个星域内的生命星球 超过十亿 竟然一个特级精英都没有 这也太离谱了 那就让我来填补这个空缺吧 李扬握了握拳头 对目前的自己很有信心 气血石星辰 比很多星辰级都要强 基因二百倍 基础发力 就是正常舞者的两百倍 而且在原能级 就掌握了天人合一 他坚固的基础 成为特级精英 还真没那么难 起码在原能级阶段 李扬赶撑无敌 我帮你计算了一下 想要成为特级精英 你大概要参加 1467场战斗 其中模拟战斗428次 自定义战斗679次 剩下的战斗 将会在通天塔内进行 洛莉塔根据规则 计算出了最快成为 特级精英的流程 上千次战斗 还算正常 毕竟筛选特级精英 不可能就几场战斗搞定 肯定需要大量战斗 来测算他的各类天赋 最后才会颁发 特级精英称号 拥有这个称号 他可以直接进入一些大势力 得到充足的资源培养 比如冰金果实馆宝 威光随便喝 前提 他要离开蓝星才行 嗯 一封来自外界的信息 打断了他的思绪 点开一看 发现是陆振华发来的信息 有人强闯新门 好大的胆子 李扬当即将意识 从虚拟宇宙中剥离出去 回归到了元宇宙 第103章 宇宙人现身 轰隆 南天门外 相隔不止几千里的一道异动 响彻云霄 震得天地变色 万类俱进 数道人影 从南天门出发 朝着新门的位置 急驰而去 So 为首的正是陆振华 军方第一人 此刻他的面色很难看 又来强闯 真以为南天门没人了吗 陆振华气势猛然提升 身为军人 他对外一直温文尔雅 实则内心深处 也有着一头野兽 如果不是要常年 驻守南天门 他的战力排名 不止全球第17位 陆司令 监测站那边怎么说 陆振华有些担忧到 信号被屏蔽了 目前联系不上蒋天镇 希望他能撑住吧 他看了一眼李扬 又有了些许的安全感 西亚冰原 李扬独占全球百大强者 一举成名 获得了一百多颗冰金果实 加上他本就是精神念尸 这些天过去 恐怕实力又增强了不少 李扬 待会不管遇到怎样的敌人 都不必逞强 我已经通知了昆仑的两大管主 我心里有数 两人并排飞行 速度超过了十倍音速 可以看出 这是陆振华的极限速度了 却不是李扬的极限 司令 就由我先去探探路吧 嗯 陆振华还未反应过来 只觉身旁的空间一阵 撕裂气流的炸裂声 顿时响起 哄 就见李扬的身影 在自己眼前暴视而出 刹那间就被甩出数十里 陆振华心底惊叹道 他的速度 竟然达到了 惊人的每秒十公里 三十倍音速 或许 以后华夏军方 不再需要依靠两大管主了 李扬的速度不断增加 圆河疯狂旋转 增幅的念力 化作强大的动力 踏着影刃 直冲云霄 洛丽塔 你能联系上蒋天镇吗 信号被物理屏蔽了 我也没办法 洛丽塔小手一摊 满脸无奈 直接将通讯设备给破坏掉 谁来了都没用 好在李扬的速度够快 从有人强闯新门 到现在 不过才过去十分钟左右 新门下的禁区 有着一座防御系统 对方就算是新陈级巅峰强者 想要强行闯进去 最少也需要半个小时 上次的狼人 强闯新门 足足拖了半天时间 在大馆主降临之前 狼人才进入了新门 一想到二叔 李扬也不免叹了一口气 快了 新门即将开启 过不了几天 他就能进入新门寻找二叔 哇 嗯 一道强横的波动 从禁区内散发而出 那股气息李扬很是熟悉 亚特族 李扬挑起了眉头 这股气息他再熟悉不过了 当时爱而不得 没想到这股气息会在此时出现 他瞬间就联想到了极东人 华夏发出全球通缉令后 极东人被赶出了各国基地市 流落荒野区狼狈至极 甚至不少极东人返回极东岛 想要重建岛国荣光 结果被富土山的炎龙巨兽 一口老火 烧了得干净 原以为极东人这么惨 会引出那位极东圣主 没想到这个老家伙压根不搭里 依然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李扬一直惦记亚特族基因 偶尔也会关注 想来 这次强闯新门 跟那位极东圣主有关 他速度再次加快 一头扎进了新门禁区 天空条条电流 组成防御系统 可以阻拦强者的速度 对付这种小伎俩 洛丽塔首到擒来 轻易就解除了禁止 空中的电流消失 前方立刻就传来了战斗的余波 撑住 我马上就到 李扬速度猛增 达到了每秒12公里 很快就发现了打斗的两人 一位身穿银色长袍 目测中等身材 面色如玉的中年男人 另一位李扬就很熟悉了 正是监测战的蒋天镇 此时的蒋天镇极为被动 浑身是伤气息 已经开始下降 战斗力从巅峰的六万 降至了三万五千左右 他再晚到一些 恐怕蒋天镇 就要遇落在此了 是你 银袍中年人看向李扬 目光中透着喜色 他玩味道 我运气还真是好 进入新门前 还能摆减一件宇宙战甲 蒋天镇见李扬赶来 先是一喜 随即提醒道 小心点 这家伙的基因很强 明明气血不如我 力量却比我强大数倍 基因 李扬还真不怕拼基因 探测器扫过银袍男人 对方的战力的确不错 星辰级六阶 战斗力八万 放眼宇宙 同阶之中 勉强算是中等水平吧 跟精英不沾边 竟然知道 我有宇宙战甲 看来你背后还有人 李扬旋扫视周围 他不幸就一个星辰级六阶的家伙 敢强闯华夏新门 这背后肯定还有人 但也不影响 他先拿下此人再说 银袍男人听罢 冷笑道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 你们华夏的南天门 我也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口气还挺大 可惜你太弱了 李扬抬手探出 一道红色藤腕脱手而出 化 原本手腕粗细的藤腕 瞬间膨胀百倍 化作数米宽 千米长的巨疼 头部更是张开血盆巨口 朝着那位银袍男人 急迟而去 这事 银袍男人面色大变 想要躲已是来不及了 他万万没想到 在李扬面前 竟然扛不住一招 危急关头 地面忽然传来一股 沉重的呼吸声 这声音 如同远古噩梦 苏醒时的梦魇 既然是石心疼 小子你运气可真好 神秘人从地面冲出之后 单手拦下了石心疼 战力恐怖至极 李扬见此 直接收回了石心疼 目前他还没有怎么培养 石心疼 只是星辰级三阶而已 但战力 在十万左右 同阶比人类强大数倍 但跟高等血统的 亚特族强者相比 还差了不少 看来 我猜得没错 你就是吉东圣主背后的 那位亚特族强者吧 李扬打量着神秘人 对方穿着一身 黑白色战甲 身高两米左右 体魄健硕 战甲包裹全身 看不出面貌长相 身份被戳破 黑甲强者也不再隐瞒 头部战甲没入皮肤 露出了真容 第104章 这是领域 那是一张干枯的面孔 五官与人类相差不多 只是皮肤与毛子的颜色 不同于人类 但金色的毛子 深蓝色的皮肤 战力检测不出 他的具体境界 但能看出 对方目前的战斗力 超过了15万 别被面板战力给骗了 亚特族强者越战越强 他的战斗力 最少在20万以上 听到洛莉塔的提醒 李扬心底 自己的战力也有20万 如果施展出影刃第二重 战斗力还会更高 原本还有些担心 看来是他太小心了 我很好奇你一个亚特族人 跑到蓝星 还想强闯新门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挡不住我进新门 也没资格知道 话音落下 两人气势同时打开 嗖 人影闪动 很快就相撞在了一起 砰砰 近身下的薄杀 余波尤为猛烈 吉东圣主与蒋天镇同时后退 才幸免于难 不然光是余波就足以让星辰及强者陨落 好强的基因 那位亚特族强者活动了一下手腕 刚刚一拳砸在李扬身上 那股反阵让虎口发麻 光是防御还不足以让他动容 关键还是基因的压制 他原以为改造吉东圣主 帮对方提升的50倍基因 已经冠绝蓝星了 没想到李扬的基因超过了百倍 甚至自己还要强大 你到底是什么人 亚特族强者已经开始怀疑 李扬是不是跟他一样 都来自宇宙了 毕竟蓝星上的人类 基因很难突破到10倍 或许到星空近后 靠着前面的卡级 能超过10倍基因 可也仅此而已了 我 李扬毅力当空 战甲上的光芒闪烁 傲然道 我 华夏人 说完 他念力升腾而起 当前最大的战力依仗 还是精神念力 毕竟舞者还未突破到星辰级 哇 360道隐刃 悬空二立 流影电光斩 李扬怒吓一声 周身光芒大放 隐刃更是发出一股嗡鸣之声 360道隐刃化作流光 直冲亚特族强者而去 催动这一招后 他的战斗力 直接突破了30万 凭借这一招 星辰级 还真是随意纵横 光影闪烁 亚特族强者 对此却丝毫不惧 甚至没有任何惊讶 知晓李扬基因超过自己后 那么催动影刃第二形态 也很正常 我承认 你的基因很强大 但你的力量太弱了 他说完 双手撑开 竟然选择硬扛 电光从亚特族强者的身上划过 只是发出一道闷响 竟只是在对方的战甲上 留下了一道划痕 至于冲击力 已经被削弱九成 剩下的一成 轻而易举的 就被扛了过去 不可能 李扬面色凝固 心底大惊 先前检测 对方战力只有15万 按照洛丽塔说的 亚特族强者越战越强 他没敢拖大 直接放了大招 就算对方现在有20万战力 也不可能挡住 流影电光斩才对啊 这家伙一定是星河级 甚至是星海级强者 但他的气血干枯 没了力量 只剩下这具肉身能抗能打 洛丽塔见多识广 当即就推算出了 为何李扬这一招没用 听到解释 李扬稍稍松了一口气 呵呵 我说过了 你挡不住我 亚特族强者也不练战 带着吉东圣主就走 朝着星门去 这下李扬彻底明白了 为何对方始终不全力出手 恐怕是气血不足 无法久战 但因为肉身还在 加上战甲削弱 所以不惧星沉级强者的攻击 哼 想进入星门 可没那么容易 既然攻击无效 那就用石星藤干扰 哗啦 身后六条藤蔓飞出 朝着亚特族强者而去 不管对方怎么挣脱 他始终干扰者 对方的速度 但这种干扰 并不能完全阻拦 蒋天镇早已将此地的状况 告诉了陆振华 李扬的攻击都无效 蓝星上的强者 估计谁来都不行 小子 你根本拦不住我 何必白费力气 惹怒我的后果 就是让你们蓝星覆灭 他可不是放狠话 进入星门 但凡将战力恢复到一半 就足以灭杀蓝星所有人 而且 他还真有这个想法 恢复气血后 独揽五大星门 凭此发育 这些年的成绩 还真没白费 眼看着对方 即将抵达星门 李扬也急了 洛丽塔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拦住此人 这要是让对方 进了星门 可就是个大祸害 星门内那么多 宇宙强者的传承 他们得不到 是因为实力不行 但这位亚特族强者 要实力有实力 要天赋有天赋 就算是那位 星空静大能的传承 可能都会落在 对方的手上 到时候 蓝星可就完了 不行 他就算气血不足 单凭肉身 你们蓝星上的强者 都拦不住他 洛丽塔思绪飞转 思索着对策 在看到 与亚特族强者 同行的吉东圣主后 他目光一亮 提醒道 李扬 杀了那个吉东圣主 这家伙 一定对亚特族 强者有用 不然他不会 一直待在身边 吉东圣主 李扬目光望去 不管这个家伙 被亚特族强者 有没有用 他都要宰了对方 而且 要用刀 斩掉对方的头颅 拿来祭祈 出卖蓝星 给宇宙人带路 入侵华夏星门 极限东圣主 你大献一致 一身银袍的吉东圣主 却是面露讥笑 道 口气这么大 有种就拦下 我们再说 李扬默默拔刀 枪 拔出斩神刀的那一刻 体内十一气血 所凝聚的十颗星辰 疯狂转动 刀盒第六众 不朽刀光 搭配天然合一境界 这一刀 是元能级武者的 极限刀法 刷 刀光从刃口迸发而出 含义顿时席卷四方 亚特族强者健壮 自然不可能看着李扬 斩杀吉东圣主 想要主动抗下这一刀 结果 就在他转身之际 天边似乎流淌着一条河流 奔腾的河水 席卷天地 不 那是刀盒 嗡 天空顿时暗了下来 所有人的身体 都沉重了下来 就连那位亚特族 强者也是一样 行动变得缓慢无比 这是 领域 第105章 真当华夏 无人了吗 领域 谁的领域 李扬同样震惊 先是刀盒 然后是领域 莫非那位刀盒王 悟出了领域 不可能 星辰吉就悟出领域 你们银河戏 一个偏僻星系 怎么会出现如此天骄 洛丽塔惊呼一声 李扬 还是第一次见洛丽塔 如此势态 转念一想 也就明白了 才决场上的生死战 无数星辰级巅峰强者 都没能误出领域 一旦拥有领主 那才是真正的星辰级无敌 但他距离掌握领域 还差很远 哪怕有着 泰坦王座加持 有着星空巨兽反补 都对领域 没有一点眉头 哄 河水炸链 迸发出一道道刀光 光芒如河水一般 斩向那位亚特族强者 以至于 吉东圣主 没了保护 直接被李扬的刀光 斩下了脑袋 临死前 还瞪着眼睛 那位亚特族强者 也好不到哪去 被凝聚成河的刀光 斩下了一条手臂 蓝色血液 顺着整齐的伤口流淌 他面色猙獰地捂着伤口 目光死死地盯着河流的尽头 也就是刀光的尽头 刀光出 人影线 只见一位气息 凌厉无比 长相冷酷的青年 踏着刀壳而来 他目光幽深 注视着亚特族强者 真当华夏 无人了吗 领域 你竟然悟出了领域 我纳图鲁修炼千年 百倍基因 星河级 九阶都没能掌握领域 你一个星辰级 怎么可能掌握领域 亚特族强者惊愕地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甚至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境界 纳图鲁 基因不是唯一 法则路线 才是人类的优势 刀壳王说吧 再次出道 搭配领域 他的刀光灵力无比 这一次纳图鲁不敢再硬炕了 依托速度想要周旋 可面对同样奇快无比的刀光 他逃无可逃 没想到 我会被你们这些该死的土著逼到 这个地步既然如此 那你们都去死吧 纳图鲁的手中 忽然多出了一块紫色水晶 刚刚拿出 就令周围的空间震荡 李扬快跑 那是能源紫水晶 威力比你们蓝星的核弹 要强大万倍 比核弹强大万倍 李扬虽然不知道什么是能源紫水晶 但听到 比核弹强大万倍后 就明白了 这是能威胁到他生命的恐怖炸弹 跑 他念力一动 踏着引刃 瞬间与那吐鲁拉开的距离 刀河王也注意到了能源紫水晶 他眉头微调 眼中尽是 无奈与不甘 可面对能源紫水晶 也只能退 哄 水晶爆炼 爆炸的核心之地 相当于一万颗 五千万吨当量的核弹 所产生的热能更是超过了太阳 大地瞬间被蒸发 顿时形成一个直径千里的大坑 天空的云层也被彻底蒸发 显现出了最洁白的天空 水晶爆炸 没有烟雾 全是真伤 跑出核心爆炸区域 仅仅是外围的冲击力 就让李扬的肉身军裂 核心区域 恐怕能彻底融化他的肉身 也就是说 那颗紫水晶 可以击碎任何黄阶战甲 哪怕是地阶初等战甲 都会被损坏 李扬此刻才算明白 宇宙强者的手段 万不敢再小看宇宙人 谁能想到 对方打不过 随手拿出个紫水晶 就有如此大的威力 还好洛丽塔提醒的及时 不然 刚刚他就完了 幸好这只是一颗T800紫水晶 如果是T1000型号的紫水晶 周围万里内 一切生命都要陨落 洛丽塔感叹一句 但这颗紫水晶 同样令周围千里范围 化作废墟 破坏力 恐怕比星河级都要恐怖 哗啦 领域再次出现 随即又很快收了起来 刀河王叹息道 还是让他进了心门 晚辈李扬 见过刀河王前辈 李扬主动走上前 介绍了自己 语气中透着敬意 毕竟修炼了 对方创造的刀法 而且刀河王还掌握了领域 无愧是全球第一猛人 嗯 刀河王看向李扬 脸上多出了一抹笑容 道 前些天西亚冰原一战 我观看过你的战斗视频 你的刀法很不错 不敢辱了前辈的 刀河晚辈自当勉励 李扬嘴上谦虚 心底却很高兴 这可是刀河王啊 创造刀河 秘籍的全球第一强者 而且还在新陈级 就掌握了领域 如此大佬 赞扬自己的刀法不错 那就是得到了认可 两人聊了没几句 陆振华等人才姗姗赶来 先前那么大的动静 已经让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结果没想到 李扬跟蒋天镇都好好的 而且刀河王也在 这更加让他安心了 刀河王 陆振华微微躬身 表示对全球第一强者的尊敬 随即问道 先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蒋天镇见状 又看了一眼李扬 怎么能让这两位大佬 亲自述说呢 当即时去地站了出来 将先前的一切 完整地复述了一遍 连带监测战 被吉东圣主偷袭的事情 也说了出来 听到吉东圣主的战力 跻身全球前二十后 陆振华面色有些难堪 可听到 已经被李扬亲手斩杀时 他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个毒瘤 总算被解决了 那位宇宙人 是否还活着 对此 只有刀河王一人知晓 众人也将目光 放在了刀河王的身上 他 已经进入了新门 进了新门 陆振华咬了咬牙 这一下麻烦了 而且 是大麻烦 一个气血不足的 星河级九阶强者 进入了新门 这要是让他恢复了气血 蓝星可就完了 如果是普通的星河级 九阶也就算了 关键那图鲁 可是一位亚特族强者 百倍基因的星河级九阶 哪怕掌握领域的刀河王 都倍感压力 必须进入新门 提前杀了他 刀河的眸子中 闪烁出杀意 陆振华文言 差一道 您 您打算亲自前往新门吗 海域三角洲的魔窑 可有着星河级的怪兽 如果没有刀河王坐镇 可能都不需要那位 亚特族强者出手 人类基地是 就得被海域怪兽 全部攻破 这一点 在场的人都明白 我去 第106章 刀 就像一碗水 李扬语气坚定 目光穿透一切 直直地望向新门 追杀亚特族强者 纳图鲁 全球除了刀河王外 就是昆仑的两大馆主了 他目前的战力 只若这三人 刀河王要坐镇三角洲海域 两大馆主要镇压昆仑群山 都脱不开身 只有李扬空闲 你有把握吗 陆振华有些不放心 陈卓道 要不你带昆仑的管主 镇守群山 不等他说完 李扬便摇头拒绝道 没有这个必要 那图鲁已经受了重伤 我有把握对付他 李扬握了握拳 目光中透着灵力 他早就想要进入新门了 不管是因为威光 还是二叔 亦或者是追杀纳图鲁 李扬都要进入新门 事已至此 陆振华也不再劝说 当前军方第一人的称号 都要让给李扬了 最新的全球战力榜单 李扬已经进入全球前五 拥有如此恐怖的战力 而且才十八岁 未来谁说得定呢 废墟之上 人越来越多 监测战要重新建立 防御系统也要重新搭建 陆振华亲自前去指挥 李扬则是跟着刀河王 到了一处山峰之上 并肩望着远处 二人闲聊起来 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你的刀法 却让我感到无比熟悉 刀河王但笑一声 说起刀法 这位可是老祖宗 先前的那一刀 让李扬收获颇多 心底感慨 对方不愧是刀河王 配合领域的刀河第九重 足以斩杀星河级强者了 哪怕是星河九阶的纳图鲁 都差点死在那一刀下 前辈 您先前那一刀 应该已经超越刀河第九重了吧 刀光凝聚 配合领域 如滔滔江水 所爆发出的力量 按照星河级九阶的基础力量计算 绝对不止99倍 你眼光不错 刚刚那一刀 的确超越了 刀河第九重 不过也是最近受到了启发 才创造出了这一刀 力量增幅达到了200倍 200倍增幅 李扬吓了一跳 他目前 石洞天 第四重也才200倍发力 果然如洛莉塔所说的那样 刀河的上限 绝不差 石洞天 李扬 你近身战主修的也是刀法吧 刀河王看向李扬 李扬的成名之战 是精神念力 更是肉身的强横 在西亚冰原一人 镇压各国强者 但刀法 他也从未放弃 只是目前气血卡在了元能级 为了累计基因 只能卡级修炼 不然他早能修炼 刀河第九重了 没错 我正式修炼了前辈创造的刀法秘籍 刀河 记住了 刀法不必拘泥与力量上的增幅 重要的是法则 刀河王悠然道 我前段时间 翻看进化纪元前的宗师秘籍 看到了一句话 现在我将这句话也送予你 李扬拱了拱拳 目光真挚 刀 就像是一碗水 留下这句话 刀河王身形缓缓升空 接着说道 希望这句话 能让你在法则上有所突破 法则突破 刀法也就跟着突破了 花音落下 刀河王的身影也消失在了半空 他 走了 但他留下的那句话 让李扬久久无法平静 刀 就像是一碗水 三日之后 10月1号清晨 新门开启的日子到了 李扬挂断与妹妹的通话 披上瘦皮缝制的黑色长袍 脉步离开了巡查处 大门外 如迎接他十一般 全体分裂两行 处长 新门开启之际 属下助您旗开得胜 荣获新生 俺也一样 戴宇生跟江武臣二人 是万分不舍 巡查处有李扬在 他们两个的鼻子 都快朝到天上去了 看人都不用眼睛 为何 还不是因为李扬够强大 在南天门横扫禁区 前往西亚 镇压各国超级强者 上司这么猛 下属自然跟着沾光 但现在李扬辞掉了 巡查处处长的位置 而且要动身前往新门 诸位 保重 李扬腾空而起 朝着众人挥了挥手 随即登上了南天门十八重天 司令部大楼下 五个队伍整装待发 分别是 华夏 应范 欧罗巴 亚美利加 沙俄五国代表队 原本进入新门 大部分都是原能级强者 但因为华夏新门 两次被人强闯 这件事情传得沸沸扬扬 以至于这一次进入新门的各国强者 派出的都是新臣级强者 其中还有几个李扬的熟人 印范国第一强者戴瓦哈 亚美利加第一强者 琼恩维德 沙俄这边带队的是 全球排名第十一的超级强者 扎德洛夫 欧罗巴的队长李扬也见过 正是那位欧盟第一精神念师 报恩 不过这些人在看到李扬走来时 骑刷刷的低头 不用那么紧张 这次我亲自带队 送你们进新门 至于规矩 不需要我重复了吧 李扬扫视一眼众人 见无人敢出声 满意道 很好 所有人立刻上战机 三分钟后出发进入新门 他说完 所有人一同进入了 那架乾坤级智能战机 五大国 总共派遣了二十人左右 每个国家都是四个人 身为东道主的华夏 也没有多派一个人 因为这次进入新门 主要是让李扬追杀 那位亚特族强者 不能给对方 恢复气血的机会 巅峰状态的亚特族人 星河及九阶 足以横扫全球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很少 只有华夏高层的几人知道 不公布 也是为了避免骚乱 李扬 这次就看你的了 李上将 华夏乃至蓝星的重担 近在你一人肩上 陆振华与身旁的一位老者 目光郑重地望着李扬 嗯 李扬点了点头 并未多说什么 他转身披上上黑袍 石星藤幻化的战甲 包裹全身 一步步地走向战机 咔 战机关上舱门 缓缓升空 朝着荒野去而去 最终消失在了天际 所有人注意 即将穿越新门重洞 穿过重洞 所有人都即将被打散 进入随级地 第107章 新门之内 妖族强者 哇 战机进入重洞后 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变慢 这就像是身处刀河王的领域 其余人几乎都进入过新门 并没有惊讶 只有李扬是第一次进去 关键他还是领队 碰 冲动中飘荡大约一分钟后 战机发出一声闷响 随后所有人的眼前都是一黑 再次出现之时 周围的环境已经变了 有的进了沼泽 有的在半空 还有的在地下 随机传送的位置 五花八门 李扬运气很不错 他被传送到了一棵参天巨树之上 他此刻站在树梢上 探测器自动检测当前环境 空气指数优等 温度17度当前是白昼 距离此地的黑夜 还有172小时 这时差有点大啊 李扬目光洞穿森林 望向开阔的四周 新门后的世界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震撼 这几乎就是华夏所说的桃花源啊 阳光明媚 环境优美 只是很多植物被放大了百倍 也不知知道是李扬变小了 还是新门世界内的东西 都这么大 从树上跳下来 站在一块石头旁 李扬一米八五的身高 还没旁边的一株草高 So 照出一道影刃 踏着影刃距离地面 三四米的半空飞行 按照柳冠一给的那份地图 此地的峡谷 应该是新门东南区域的 新斗森林 李扬左眼球 浮现出新门的大致地图 以及自己的坐标信息 它的位置在东南区域的一角上 距离最近的标志性地点 是一条大河 贯穿新门世界的大河 绵延百万里 微光汇聚的那个井口 这是在西南方向 靠近圣山的地方 距离李扬现在的位置 起码有三十万里 太远了 除了寻找微光 他还身负重任 要找二叔 还要追杀纳图鲁 别纠结了 纳图鲁恢复气血 也需要微光 你二叔拥有亚特族基因 变身狼人对气血极为敏感 特别是对微光 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所以 你只要去找微光 大概率就能遇到这俩人 李扬文言沉声道 那就帮我置钉路线吧 我不想在路上耽搁 嗯 就在这时 前方的树梢忽然开始剧烈晃动 他连忙停下 背靠着一棵大树 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 呼啦 一根黑色竹竿忽然从天而降 正好立在了李扬的面前 什么玩意 目光一挑 望向头顶 呲呲 一头微额百米的蜘蛛 此时就站在他头顶 那根黑色竹竿 就是蜘蛛的腿 站立十万的怪兽 探测器扫过 李扬心底一惊 刚刚进入心门不足半个小时 就遇到了星辰级巅峰的妖兽 对 是妖兽 而不是怪兽 蓝星上那些变异的怪兽 还不算上进化完整的妖兽 抬头看的瞬间 这头妖兽蜘蛛也发现了他 竹竿一样的腿 忽然朝着李扬砸下 他的脚 或者说是腿的末尾处 尖锐且锋利 这要是被扎中 可就变成糖葫芦了 李扬连忙后退 好在对方的速度不快 别说是他了 就算是普通的圆能级舞者 都可以躲开 不然进入此地的圆能级 根本没活路 孔有一身战力 但动作太慢 太笨了 他抬手竖刀电弧 射向妖兽蜘蛛 对方的防御更差 探测器中的十万战力 就跟假的一样 蜘蛛竟被影刃轻易割肚子 一串白花花的蜘蛛蛋掉了下来 好在李扬躲避的急时 不然差点就被这些蛋给砸到了 等下有口服了 他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操纵影刃 三下五除二 就将这头蜘蛛给解决了 顿时觉得 这妖兽也就那样 还不如蓝星的怪兽 十万战斗力 放在蓝星上 如此强大的怪兽 怎么也是禁区的皇者 结果在新门内 却被他轻易击杀 吞噬 双手伸躯 强大的吞噬之力 瞬间将这头妖兽吞噬殆尽 虽然战力很虚 但是气血极为充足 吞噬成功 增加0.2星辰 当前圆能级九阶 气血11.2星辰 竟然增加了这么多 0.2星辰 可就是两千万卡气血 他在蓝星上吞噬最多的一次 还是那头天狐 一次增加了一千万卡气血 没想到新门内的妖兽 增加气血如此迅猛 以至于他都想要主动去猎杀了 大惊小怪 这头蜘蛛是妖兽 有着不亚于你们人类的智慧 只是本身不好战罢了 如果不是 身上有蜘蛛蛋 它甚至都不会 对你们人类动手 洛丽塔解释道 你也别因此 小看了此地的妖族 估计当初开辟此地的那位强者 弄了不少妖族奴隶进来 现在那位强者陨落了 这些妖族 对你们人类 会有很大的恨意 这是因为那些妖族 被开辟这座星门的强者 抓来的宠物 那位强者陨落 此地变成了无主之地 那些妖族宠物 因为自身被打下了奴隶烙印 一生都无法走出星门 可不就恨人类吗 洛丽塔 你说此地 会有星河级的妖族吗 李扬有些好奇 星辰级九阶的妖族 一头就增加了0.2星辰气血 这要是星河级妖兽 一头起码增加数星辰 它舞者身份 很快就能积累到200星辰 洛丽塔亲自探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犹豫到 这种被开辟出来的小世界内 看似资源丰富 但对生活在此地的人类 或者是妖族都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悟性的上限 如果在外界 你们感悟的法则 可都是宇宙法则 而此地的法则 只是世界法则罢了 也就是基础法则 感悟这种法则 很难突破到星河级 但也不一定 这新门出现的世界 不过万年而已 说不定当初那位开辟此地的强者 弄进来一些星河级妖兽 甚至是星海级妖兽 星海级 李扬深吸一口气 星海级就算了 遇到肯定完蛋 他只求能遇到一些不好战 并且站立拉跨的星河级 妖兽就行 你可以去那条通联河试试运气 一边赶路 一边寻找妖兽 第108章 宇宙人 宇宙人 哗啦啦 河水奔腾 比至蓝星上的任何一条大河 都要壮观 李扬飞了40个小时左右 按照地图上的路线 总算到了通联河 贯穿整个星门世界大河 最出名的地方还是通联山 按照地图上的宇宙语言注释 通联山是仅次于圣山的一处险地 是开辟此地的那位 星空境强者闭关之地 奈何当初冲击永恒失败 最终陨落 李扬踏着影刃顺河而下 因为顺路 他也想去通联山看看 反正耽搁不了多长时间 最重要的是 当初刀河王就曾去过通联山 这也是全球唯一一位 去过通联山的人 去过之后 刀河王掌握了领域 李扬因为对方的点拨 已经对领域有了一些认识 那是一种气场 亦或者是是的掌握 首先气场与世都来自天地元素 真意 天人合一 九重领域 三者加上天地元素 组建成的便是领域 宇宙中的强者 几乎都是星海级掌握领域 星河级能掌握领域的 那都是一顶一的天才 至于星辰级掌握领域 足以振动数个星系 成为某个星域的天骄 只要不陨落 稳扎稳打地修行下去 日后成就不会低于星云级 最重要的 还是领域自身的强悍 李扬已经感受过那种震撼了 刀法配合领域 那种增幅可比秘籍爽多了 洛丽塔 距离通莲山 还有多远 大约四万公里左右 这一路靠近河流飞行 几乎没什么危险 你放开飞行便是 好 李扬目光一亮 速度猛增 先前河流之中 他遇到了不少星辰级巅峰的妖兽 都顺手给宰了 因此增加了不少气血 但也有一次遇到了硬茬子 斩杀一头妖兽后 河流忽然分流 出现一具独眼识人 不知是傀儡 还是岩石类生命 竟具有星河级巅峰的战力 好在他跑得够快 而且那具独眼识人 好像是在守护着什么东西 也并未追他 只是将他赶跑后 就再次沉入了水底 这个坐标 他已经让洛丽塔记下 因为识人出现的位置 地图上并没有标识 有传承之地 说明那处地方 有着不被记录的传承 或者说是某个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强者 留下的遗迹 现在李扬还进不去 但不代表以后进不去 当然要记下 自从进入虚拟宇宙后 他才发现有钱的好处 比如 现在累死累活寻找的微光 其实放在宇宙中 并没有那么值钱 有钱就能买到 还有冰金果实 原力果实 都是可以大批量 购买的普通宝物 一句话 在宇宙里 有钱就是也 就能买来大部分宝物 平步声云 一跃成为星河级强者 都很正常 只是这个代价很高 需要很多宇宙经 也就富二代丸的转 李扬目前的身价 还不够 新门就是得他积累身价的地方 不光是他这么想 还有一伙人 如他想法一般无二 滔滔河水之下 一行淡紫色皮肤的异族人类 正在艰难前行 古凡将军 我们都抵达荒天界了 为何还要在水里行走 魁梧壮汉的身后 传来了质疑声 他缓缓转头 看向开口的那位少女 翘起嘴唇 露出森白牙齿 迎冷道 你要是不怕死 可以飞过去 真是一帮蠢货 太小看宇宙人了 古凡将军目光冰冷 逆着河水向前行进 不知低头 看向金属板上的地图 心底也渐渐起了一丝波动 连接泰坦界的元能之景 马上就要到了 一旦得到威光之景 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 就是元老公的末日 哇 河水忽然开始沸腾 众人忙不绝地抬头望去 只见一道黑袍身影 正在全速从他们的头顶掠过 速度之快 让为首的古凡将军面色大变 宇宙人 只是瞬间 他们便做好了战斗准备 气息也在此刻暴露 古凡将军见状大怒 人还没看清 就把底派给露出来了 他在泰坦界输得不愿 轰隆 同样注意到 他们的黑袍人 忽然也停下了身影 泰坦卓 黑袍人影站在河流之上 泰坦小队站在河床之下 被分流的河水 开始缓缓汇聚 就在即将被河水分隔之际 黑袍人忽然抬手一指 强悍的精神念力 顿时又将河水分开 这一幕吓得泰坦小队 差点直接动手 好强横的精神念力 古凡将军心底大惊 目光望向黑袍人之时 无比忌惮 双方都没有动手 只是互相凝望片刻 黑袍人 就走了 古凡心底一松 惊叹道 族内传承信息果然没错 我们泰坦族在宇宙里 也是高等族群 宇宙人轻易不敢对我们动手 将军 刚刚那人的语言 好像不是宇宙通用语 先前开口提出质疑的 紫皮少女补充道 而且她的气血好弱 感觉还不如我 泰坦一族 天生的气血王者 哪怕是次等精英的泰坦族人 都对气血非常敏感 古凡将军文言 邓文言少女 训斥道 你懂什么 人类族群汇聚了亿万类人种族 各个种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就像我们泰坦族 也有泰坦语一样 至于气血 它是精神念师 当然是念力强气血弱 我们泰坦族没有精神念师 你们根本不知道 精神念师有多可怕 那是我们泰坦族的克星 的确如他所说 泰坦族气血强大 念力低微 灵魂力不足 顶尖强者怕灵魂攻击 普通泰坦族 又扛不住念力攻击 这在宇宙中 几乎不是秘密 我们运气不错 话还未说完 他们身后的河水 忽然升腾而起 一股强大的冲击 席卷而来 转身望去之时 只见一张血盆大口 从天而降 还真是倒霉 上游的那只癞蛤蟆 竟然出现在了下游 洛丽塔吐槽一声 李扬对此很淡然 按照地图上的标记 那个恐怖恶魔 一般在上游寄居 星河级巅峰的妖族强者 他更感兴趣的是 怎么星门内 还有紫属金泰坦族 第109章 偷家 洛丽塔 刚刚那些泰坦族 是怎么回事 蓝星进入星门闯荡的强者 从未遇到过泰坦族强者 甚至蓝星都没有 关于泰坦族的资料 对方见了他 也只说了一句话 他还听不懂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洛丽塔摊开小手 一脸无奈 倒是刚刚那句话 他听懂了 直接翻译给了李扬 宇宙人 李扬边逃边思索 泰坦族人 叫他是宇宙人 说明 对方是被困在 星门的原住民 而且 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可星门内的世界 除了那些传承之地 并没有泰坦族人 起码这几十年的探索 人类根本没发现 进入这座星门的强者 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 各国强者 都有 大多遇到的危险 基本上都是妖族 偶尔也会有机械族 机械族受援无限 很适合看守门户 妖族则是繁衍速度很快 当成了宠物来养活 唯独泰坦族 没啥优点 他们有传承记忆 根本无法圈养 算了 先找到那口生产微光的井口再说 如果不是刚刚那头 癞蛤蟆捣乱 他还能抓住那几个泰坦族人 询问一二 可惜那只癞蛤蟆太强了 虽然速度慢了一些 可也不能拖大 只好先走一步 也不知道那伙泰坦族 能不能活下来 李扬 先别急着赶路 我检测到了那吐鲁的气息 距离你不远 在西岸的丛林 他在这儿 李扬目光一闪 旋即调转方向 进入了西岸丛林 放缓速度 降低身形 继续往前飞 气息的位置 大概距离你120点 嗯 好像在对面的山里 地图上标记山里有螳螂蜂 单体站立在一万左右 但它们的数量很多 一旦被围 很难脱身 这种蜂群 不算妖族 最多算是人类饲养的一种战手 培育好了 弄出一只百亿规模的蜂群 威能也不小 但对李扬而言 这就是大捕之物 找到它们的老巢 先解决这些螳螂蜂 再进去找那土鲁 丛林内氧气 比蓝星浓郁百倍不止 此地的植物也更加茂密 特别是所谓的灌木 都比蓝星的巨树要大上一圈 它小心穿梭其中 以免惊扰到此地的妖兽 地图上记载的妖兽太多了 而且活动范围并不固定 自从遇到了那只癞蛤蟆 它已经不太敢相信地图了 全靠洛丽塔来指路 很快 进入丛林深处之后 四周的草木开始抖动起来 嗡嗡 振战人心的响声 让人烦躁不堪 李扬的速度也降到了最低 左眼的探测器 开始不断发出警报 前方极度危险 蜂王既然离开了蜂巢 李扬你的机会 到了 从地下绕过去 去取蜂窝引开 这群螳螂风 再趁机进入群山 洛丽塔的声音响起 好 李扬到 嗖 引刃环绕在他头顶 随即整个人一头扎进了土里 它就像是一个遁地机 泥土外翻刹那间 就到了地下百米 洛丽塔领路 少走 夺走了不少弯路 向东 不不 是向西 西边才有山 不对不对 先去蜂巢 蜂巢再东边 李扬阴沉着脸 道 你不是中病毒了吧 可别传染给我 继续深挖 半个小时后 一颗直径上百米的参天巨木上 探出了一颗脑袋 四周环视一圈 并未发现螳螂风 低头向下望了一眼 只见大树上悬挂着一颗巨大的蜂巢 直径得有两三公里 这就像是一颗松针球 悬挂在大树上 周围偶尔出现几只强壮的螳螂风 足有一米那么高 扑腾着翅膀 震的残值枯叶往下掉 枯黄的树叶 有一人那么大 晃晃悠悠地往下掉 巡逻的螳螂风 对此不以为意 一双凸起的眼睛 时不时地望向蜂巢 密密麻麻的窟窿中 弹出不少小脑袋 那是他的孩子 嘿 这些小家伙 真舒服呢 咔嚓 一道电壶掠过 先前的那片枯叶化作了两节 黑光闪烁 只是瞬间 就将那只巡逻的螳螂风 斩成了两节 那些弹出脑袋 望向外界的螳螂风幼崽 一个个吓得退回蜂巢 So 瞬间 周围训练的螳螂风 全部毙命 硕大的蜂巢 已然成了无主之物 则则 全是大补之物 李扬猙獰一笑 360道引刃 开始切割蜂巢 螳螂风幼崽 如同雨滴一般 从天而降 它也没浪费 双手张开 全部吞噬殆尽 但金色的蜂蜜 更是不亚于微光的补物 一并吞噬 被切割下的蜂巢 也被它塞进了世界界子中 洛丽塔提醒道 差不多可以了 蜂王还有15秒抵达 还差最后一块 机会难得 李扬小瘫一手 将全部蜂蜜打包好后 快速升空 进入提前挖好的树洞 一头扎了进去 底部连接着地下隧道 按照原先的路线 蜂群从山口返回 它则是朝着山口而去 不但引走了那些螳螂蜂 还顺带端了对方老家 一时二鸟 光是吞噬那些蜂仔 跟小部分蜂蜜 就增加两颗星辰 这下发了 按照计算 将所有蜂蜜吞下 最少增加二三十颗星辰 距离两百颗星辰 又快了一步 碰 破开泥土 前方阳光洒下 已经到了丛林的出口 以及群山的入口 这也是刚刚蜂群霸占的位置 李扬速度很快 掠过山口之时 惊奇地发现 地面上有着褐色血迹 怪不得蜂王都离开了老巢 原来是因为那吐鲁流下的鲜血 那一滩血迹中 蕴含着强大的气息 对螳螂蜂也是大补之物 相比这些螳螂蜂 是为了收集这滩血迹 才全体出动 以此震慑周围的妖兽 赶快进去 那吐鲁的气息越来越弱了 晚点我就探测不到了 河岸 泰坦族小队 狼狈不堪地进入了丛林 怪不得那个宇宙人跑那么快 原来他早就 发现了那头星河级妖兽 哼 古凡将军冷哼道 我早说过了 宇宙人狡诈得很 他们有探测器 可以探测周围百里千里内的一切动静 我们的科技太落后了 嗯 汪汪 那是什么 第110章 戒中间 片刻过后 一对满头大包的紫鼠精 走出了丛林 这些螳螂蜂真该死 真想一个一个掐死他们 紫皮少女 揉了揉脑袋上的包 眼神优越 古凡将军却十分淡然 声调沉稳道 一群苍蝇罢了 别管他们进入群山后 寻找那座通莲山才要紧 泰坦一族别的没有 就是肉身之力够强大 愣是从暴怒的蜂群中杀了出来 此时 小队的全貌显现出来 总共七人 为首的古凡将军 星河级二阶 气血雄厚 其余人则是星辰级巅峰 如此恐怖的配置 比他们嘴中的那些宇宙人 要强大得多 山巒重叠 落叶扫地 泛黄的山谷中 李扬的身影如同闪电 气息怎么忽然断了 他皱起眉头 按照洛丽塔指引的位置 那吐鲁的气息就消失在此地 此地没有藏身之地 不可能忽然消失 但也保不齐 对方有什么隐藏气息的秘法 毕竟是宇宙人 还是极为强大的亚特族人 天生的战斗民族 此地范围不大 你放开念力仔细搜查 半天时间足以搜遍整座峡谷 洛丽塔语气无奈 也只能这样了 李扬放缓速度 开始地毯式搜查 一边搜查 一边吞噬刚刚抢来的蜂蜜 浓郁香甜的蜂蜜中 蕴含了大量气血 吞噬成功 增加气血0.78形成 吞噬成功 增加气血1.27形成 每吞噬一块蜂蜜气血 就暴涨一大截 很快将所有蜂蜜 全部吞了下去 气血值也达到了惊人的48亿 也就是48星成 距离200星成 不远了 或许找到受伤的纳吐鲁后 将其吞噬掉 气血就能达到上限 届时 舞者的身份突破到星成级 基因翻倍 就是400倍 努力这么长时间 就算突破 还不如刚刚出生的星空巨兽 找到了 地下有座岩体 李扬心底一喜 也不管四周有没有货物 直接顿入了地底 咔咔 影刃搅碎地壳上的岩石 直达地下千米左右 来到了一座地下岩层 那吐鲁的气息 充斥着周围 空气之中 还隐藏着淡淡的血腥味 嗖 李扬剑步如飞 引刃环视周围 朝着气息最为浓郁的深处冲去 一条手臂 前方暗淡的黑夜之中 悬浮着一截手臂 那截漆黑的手臂 有着整齐的伤口 是那吐鲁的手臂 李扬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此地不见那吐鲁的身影 对方的手臂却在此地 他 去哪了 不管了 吞掉再说 李扬单手一吸 漆黑手臂顿时飞来 抓在手中 这条手臂甚至颤抖了一下 原本生机勃勃的手臂 顿时收缩 只是片刻功夫 手臂就被李扬完全吞噬 我感受到了力量 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瞪着眼睛 猛然握紧双拳 怒吓一声 体内的气血顿时生疼而起 百亿气血达成 而且不止百亿 随着力量爆发 融合亚特族基因的李扬 战斗力也在不断飙升 189762 198723 223845 最终探测器中的数字是 280983 28万的战斗力 这还没使用密集增幅 如果使用石洞天 外加刀河 最强一刀的战斗力 能飙升到40万左右 精神念力方面 施展流影电光斩 也有30万左右的战斗力 星辰级 除了掌握领域的刀河王 他再无敌手 哪怕是星河级 也不拒 李扬 那伙泰坦人追过来了 洛丽塔提醒道 来得正好 正愁九转暗镜身 无法突破呢 李扬宁笑一声 身形顿时冲出地壳 碰 破土而出 凌空悬浮 宇宙人 我们并不想与你为敌 古凡将军一马当先 站在众人之前 目光中有着忌惮 滴滴 探测器爆出了 对方的战力指数 泰坦族人 星河级二阶 战力指数18万 太弱了 星河级二阶 竟然才18万的战斗力 李扬暴毙上关 这种实力的泰坦族 他抬抬手就能灭杀 倒也不着急动手 说 你埋在哪 泰坦剑 泰坦剑 李扬面色微变 心底却更诧异了 他故作愤怒地怒斥道 你们敢耍我 此地根本就不是什么泰坦剑 这里只是星空净强者 开辟出的体内世界 嗡 念力巨线 化作一双大手 直接捏住了那位泰坦族强者 泰坦族顿时散开 准备包围李扬 可笑 他微微用力 那位叫古凡的泰坦族强者 顿时痛苦大叫起来 我没骗你 荒天界下面就是泰坦剑 你来荒天界 肯定听说过荒行者 李扬没有选择直接相信 反而一脸冰冷地继续用力 咔咔 骨头的碎裂声响起 让旁边的几位泰坦族强者胆寒 吓得不敢动手 直至古凡的 双眼即将爆裂之时 李扬才收了念力 其实刚刚说到荒行者的时候 他就已经信了 甚至对方管他叫宇宙人的时候 就怀疑 这些泰坦族人 可能来自新门的某个小角落 但 他没想到 这里竟然隐藏着一座界中介 洛丽塔此时 已经开始开香槟了 如果泰坦界全是泰坦族人 不要多 只要有个百八十万 李扬全部吞掉九转暗金深 最少能拉到第五转 到时候 星海级强者 都无法破开他的肉身 前提是 打探一下泰坦界的强者 都是什么档次 如果都是普通的星辰级 那价值不高 如果星河级遍地走 星海级一大堆 那就有搞头了 气血 无尽的气血啊 李扬咽了咽口水 面色也缓和了不少 呼呼 此时 古凡将军单手 撑着地面大口喘着粗气 见对方气顺了 他才开始接着盘问 主要询问的 还是泰坦界 并非荒天界 这些人也刚刚进入荒天界 跟李扬一样 都是看地图走路 主要还是询问 泰坦界的入口在哪 通联河 三叉山附近 听到这个名字 李扬瞬间想到了 和底冒出的 那具食人守护者 第111章 聚雅族 食人是泰坦界的守护神 只有蕴含纯种泰坦血脉的泰坦人 才能从食人夸下 进入泰坦界 纯种血脉 李扬语气 旋即冰冷了起来 这不就是说 自己进不去了吗 见他面色变冷 古凡将军生怕再被拿捏 连忙说道 还有一个地方也能进去 通联山的原能之井可以进去 不过要先打碎那口深井才行 刚才为何不说 李扬念力 再次抓住古凡将军 你也没问啊 通联山 所谓的原能之井 就是先前柳冠一说的 生产微光的井口 此刻 所有人都在朝着通联山汇聚 黑云汇聚 妖王出山 云雾之下的通联山 碧绿一片 潮湿的地面上 此时掠过三道身影 这三人的速度很快 行进片刻就躲进了一处山窝之中 开始观察四周的情况 坚持到现在 我们急不得 为首的一位青年男人 温文尔雅 气与非凡 可身上的污渍与血迹 又是那么狼狈不堪 紧随其后的两人中 其中一位身姿卓绝 身上的黑色软甲几经破碎 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 他的脸上始终有着不安 特别是靠近这座大山之石 那谷不安让他的步伐有些凌乱 咔咔 忽然 山顶颤抖 不时便有碎石滚落 三人顿时停下 为首的那位青年男子 拉着两人 就进入到了一处山洼之中 隐藏了身形 怎么回事 老者目光更是紧张无比 紧巴巴道 地图上不是说了 通莲山没什么危险吗 地图 青年男子闻言 微微叹息 这一路上 他全按着地图上的路线走 结果困难重重 原本六人的队伍 此时已经死了一半 就算如此 还是他们三人的运气好 才活着抵达此地 不然早就身陨在外了 爹 你还不明白吗 风韵女人皱眉说道 地图只是让指引我们到通莲山 有没有危险 靠的是运气 徐念云语气清冷 此刻他再没有在外界的那种 云淡风轻 有的只是些许会议 怕了 他是真的怕了 自从跟着柳冠一 偷偷进入新门后 因为有特定的宝物 众人并未分散 而是一同被传送到了同一地点 原本幻想着 靠着地图可以避开所有危险 只需要找到通莲山 找到盛产威光的井口 就能突破星辰级 乃至成为星辰巅峰强者 结果不言而喻 路途上 仅仅一只星辰级的毒蜂 就足以让他们绝望 见惯了那些星辰级妖兽 已经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质疑 甚至觉得 即使突破成为星辰级强者 恐怕也很难走出新门 念云 你也别太悲观了 按照地图上的记载 那座原能之景 就在山顶 我们马上就成功了 为首的青年男子 自然就是柳冠一 老者则是徐念云的亲爹 徐家家主 逃亡三人组 歇起片刻后 见山顶没了动静 继续小心翼翼地朝着山顶而去 So 天空之中 忽然泛起一抹紫色光影 只见树到强大气息 破空而来 吓得三人 又缩了回去 那是什么人 好恐怖的气息 只是看一眼 就让人心惊 柳冠一的面色沉了下去 明显能看出 那些光影的方向 就是通帘山顶 这下难了 如果目标一致 它将没有任何机会 山顶 一座灰红大殿 坐落于此 上方镌刻着宇宙通用语 还有一些精美的图腾 看样貌 应该不是人类主流分支 而是一个人类旁支 它们有着尖锐的獠牙 体魄凶猛无比 巨牙族 洛丽塔扫了一眼 就给出了答案 李扬听后 心底好奇道 这跟圆能之井 有什么关系 关系不大 只是建造这座大殿 以及布置圆能之井的那位强者 可能是巨牙族 或许就是开辟这方世界的 那位星空镜强者 星空镜巅峰强者 几乎都掌握了基本法则 可以开辟体内世界 光开辟世界 当然还不够 这座世界 还要有宇宙圆能 所以就有了圆能之井 蓝星的五大星门 只有此界的圆能之井 没有荒废 还在一直盛产微光 看来当初那位 开辟此地的星空镜强者 很强啊 李扬淡笑一声 越强越好 这就算是 给他进入宇宙前 送来的见面礼吧 该进去了 先解决那吐鲁再说 他心底这样想着 面上则是冷漠无比 抬手一勾 身后几位泰坦族强者 先是一愣 随即就明白了 这是让他们去前面探路 古凡将军 已经见识了李扬的可怕 丝毫不敢大意 当即将身边的 泰坦族女人推了出去 满身花纹的泰坦族女子 虽然不满 但也不敢反驳 只好硬着头皮 走向了大殿 李扬站在门口 暴毙旁观 他没有贸然进去 不是怕那吐鲁偷袭 对方还破不开 他的九转暗金深 主要是怕大殿内 有什么后手 毕竟是星空镜强者 弄出来的大殿 随便留下一些小手段 都足以让星海 及强者湮灭 更何况是他 很快 泰坦族少女的背影 就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不过还能察觉到 对方的气息 片刻之后 大殿之内忽然一阵 先前进去的 那位泰坦族少女 直接倒飞了出来 胸口处的软甲 全部碎裂 敞开了胸怀 第112章 开启原能知警的钥匙 破 泰坦族少女 撇头吐出一口子血 胸前抖动几下 颤颤巍巍道 里面有人 不用他说 一道人影 已经缓缓走了出来 独臂 光头 浑身气息雄厚 凝聚成甲 缓缓地走出幽暗的大殿 露出森白牙齿 来得真够快啊 那吐鲁活动了一下 唯一的手臂 嘴角挂着一丝邪笑 他前脚刚刚进入大殿 后脚里扬 就带人跟了过来 看你的样子 似乎对我不拒 So 里扬念头一动 身前浮现竖道黑色电弧 先前他施展 引刃第二重流影电光斩 还不能拿对方怎么样 但那吐鲁现在已经重伤 即便杀不死对方 也能将他镇压 小子 你的攻击对我没用 以前杀不死我 现在更杀不死我 那吐鲁看出了李扬的杀意 眼神中透着不屑 身上气息猛然一阵 战斗力也开始狂飙 丁 纳吐鲁 亚特族人 基因一百倍 战斗力四十六万 星河级的基础战力 是十万到一百万之间 对方的战斗力 已经媲美星河级五阶左右 李扬却丝毫不拒 他最强一刀 配合精神念师的流影电光斩 战力也有四十余万 试试不就知道了 他反手握刀 左手握拳 电弧环绕刀身 身形化作光影 冲向了纳吐鲁 嗯 纳吐鲁面色一变 惊恶道 你还真懒 枪 刀光凝聚 浮现苍穹 通莲山顿时开始颤抖起来 还在谨慎登山的柳冠衣等人都梦了 强烈的刀光 让泰坦族的古凡等人 也忍不住后退 浩强 他的影刃 配合着这一刀 战力绝不在我之下 那吐鲁皱眉 单手聚气 轰出数道光波 想要拦下李扬 可面对灵力的刀光 又怎么拦得下来 该死 那吐鲁不断后退 连忙求饶道 快停下 我死了 你永远打不开圆能之井 这一刀外加隐刃 就算不死 又要变成重伤 他不敢拖大 直接求饶 真以为我在乎这个 李扬不退 直至对方瞳孔收缩 陷入绝望之际 才收了刀光 看样子 刚刚的话 是真的 光影消散 那吐鲁唯一的手臂 多出了树道伤口 流淌着褐色血迹 他喘着粗气 看向李扬时 也多出了恐惧 心底暗道 这小子 怎么进步这么快 先前还无法伤到我 现在的攻击手段 竟然都快媲美那位刀河王了 但刀河王有领域啊 李扬不过才天人合一罢了 攻击力竟然媲美刀河王 那吐鲁心底不光忌惮 还有着贪婪 如此逆天 肯定是得了机缘 别出招了 说说里面的情况吧 李扬懒得废话 直入正题 开启圆能之景 本尊机身新陈级 星空巨兽郁郁成功 在反补自身 这是目前最快的提升方式 他可不想浪费时间 那吐鲁文言 心底一转反应了过来 急笑道 则则 看来你还不知道 这座圆能之景有禁止 禁止 听到这两个字 不光是李扬一愣 泰坦族的古凡 也是目光闪躲 显然 这件事情 他先前没有告诉李扬 实话告诉你 想要开启圆能之景 需要四把钥匙 我手上只有一把钥匙 说着 那吐鲁抬手张开手心 一把绿色钥匙浮现 望着那把钥匙 李扬眉头皱了起来 随即转头看向了古凡 目光冷如刀 自己期待了一路 眼看着要开启圆能之景了 结果还需要钥匙 关键没人跟他说过钥匙的事情 柳冠一没说过 古凡也没提 说 只是一个字 就让古凡打了个哆嗦 先前李扬的表现 显然是不知道圆能之景 需要钥匙 所以古凡留了一手 没想到 还有人提前到了此地 而且知道 开启圆能之景 需要钥匙 这就没法隐瞒了 前辈 你听我解释 并不是我不想说 而是这钥匙一旦融入体内 就无法取出来 他说的没错 那吐鲁道 望向这些泰坦族人 他很好奇 对方从何人来 但更好奇 对方怎么也会有钥匙 李扬听罢并未责怪 因为他不在乎 乃至不在乎 眼前的所有人 如果能开启圆能之景 他不介意将此地的人 都给宰了 既然需要钥匙 为何你进去之后 伤势就好了 他看向纳图鲁 对方原本重伤 从大殿内出来后 伤势恢复如初 气息甚至比以往更强 这是因为亚特族人的天赋 背水一战 死战之后 战斗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前提是 伤势痊愈 很简单 圆能之景这些年 所累计的威光渗出不首 我吸收了这些威光 恢复了战力 想要获得更多的威光 就需要开启圆能之景 那图鲁解释道 听他这么一说 李扬目光一闪 伸出手 冷漠道 你一把 他一把 还有一把马上就送到面前 那么 最后一把钥匙在哪 念力散开 他已经感受到了 柳冠一的气息 对方身上一定也有一把钥匙 那么 就剩最后一把钥匙的去向了 这么一想 好像也没那么绝望 不然茫茫大剑 他去哪儿找其余钥匙 光靠吞噬妖兽 都可以突破了 还开启什么圆能之景 什么意思 那图鲁却是满脸不解 此地明明就两把钥匙而已 第三把在哪 意思很简单 李扬微微一笑 探出手一条紫色 藤蔓猛然窜出 化作千米长藤 气息惊人 战斗力竟然不亚于李扬本尊 看到长藤 所有人都愣住了 特别是那图鲁 他目光贪婪地盯着石心藤 作为亚特族星河级强者 见识自然不少 辅佐生命 人类从机械族弄来了智能生命 从特殊生命的基因中 培育出了植物生命 都是人类强者的辅佐质宝 智能生命价值最高 永恒之下 没几个人玩得起 植物生命的价值 就没那么高了 一般的星海级 就能玩得起 其中主要分八大品级 最次的植物生命 都比人类的基因要强大 其中最强的便是石心藤了 号称植物生命中的星空巨兽 成年期的石心藤 足以让太阳熄灭 第113章 最后一把钥匙的下落 花花 长藤绵延数千米 将山腰处的三人拎了上来 别看此刻的石心藤 不过星辰级七阶 绞杀古凡那样的星河级二阶舞者 都是轻轻松松 目前的单体战力 就有40万左右 已经跟李扬本尊媲美了 二者配合 战力更强 李扬目光清冷 使用石心藤 就是为了震慑那吐鲁 扑通 被抓来的三人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扔到了地面 柳冠一狼狈的站起身 一眼便看到了 身着暗红色战甲的李扬 李扬 徐念于暮色惊讶 心底却是生出了些许的安全感 实在是这些日子 逃命的次数太多 精神高度紧绷 没有任何依靠 此刻见到李扬并且察觉到 对方强大的气息时 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 他美眸闪动 心底感慨 半年之前的李扬 还是高三学生 如今摇身一变 已是蓝星巅峰强者 那吐鲁健壮 冷笑道 没想到还是你的熟人 难道这些人 没有将钥匙的事情告诉你吗 话语中的挑衅很明显 就跟泰坦足影蛮一样 都没有对李扬 说出原能知景的具体情况 比如说 需要开启的钥匙 刘冠一不认识其余人 但能看出场上的气氛不对劲 李处长 我愿意将钥匙献给你 只求开启原能知景后 分我与念云一二 他的姿态放得很低 知道这个时候 就是李扬杀了他 都没人能管 因为双方交谈 使用的是华夏语言 泰坦足人并没有听懂 这些人讲的宇宙通用语 但要是持有者 能够感应到对方 李扬副手里 并未有什么不满 贪图机缘 是人之本性 走上舞者一图 谁又会让出自己的机缘 机缘就在眼前 每个人都会考虑 这是否平生仅有的机会 怎敢放手 他也不搭理柳冠一等人 转头看向那吐鲁 逼问道 第四把钥匙在哪 钥匙在双面山 那吐鲁悠然道 眼神中迸射出一道暗光 望向北方 双面山 听到这个名字 所有人都是一愣 这是新门第一神山 那位星空静的遗迹 就在此山之内 看来 第四把钥匙 没那么容易得到了 你怎么知道 第四把钥匙的下落 哼 别忘了 我是跟随这座新门来的宇宙人 你 还有你们 都是土著罢了 那吐鲁的语气中 透着高傲 他不光是宇宙公民 还是玉龙星区内的三星精英 精英百倍 星合集九阶 天人合一境界圆满 差一步掌握领域 见他如此狂妄 李扬气息外放 压制在场所有人 不置可否到 既然如此 那就将钥匙交给我吧 古凡将具与柳冠一 不敢有二星 当即交出了钥匙 你 那吐鲁明显有些慌了 急忙道 就算钥匙给你 开启那座遗迹 也需要我的帮助 难不成你想要独吞 李扬文言淡笑一声 陈寅道 我没有吃毒食的习惯 但我有分配利益的实力 怎么 你不服气 说完 他背后六条长藤飞出 飞舞在那吐鲁面前 强大的石心藤 仅仅是藤腕上的尖刺 就让人胆寒 柳冠一跟徐念云 望着刚刚裹挟自己的长藤 吸了一口冷气 这才是长藤的攻击姿态吗 如此恐怖的气息 如果绞杀我等 恐怕只是眨眼之间 不光是他们二人胆寒 古凡将军更是大气都不敢喘 只能感叹宇宙人的手段够多 因为双方说的是华夏语言 泰坦族的人也听不懂 并不知道 李扬也是土著而已 但 土著也有强有弱 比如此刻的李扬 他目光死死盯着那吐鲁 对方如果还敢不服 他不介意杀了对方 放弃原能之警 转而去寻找泰坦界的下落 吞噬泰坦界的诱惑 比原能之警要大得多 开启原能之警 主要还是为了快速孵化星空巨兽 本尊的上限 终究无法让他心安 这新门内的秘密太多 既有泰坦界这座界中界 还有那么多强大的妖兽 不过 他更相信那吐鲁怕死 一定会交出钥匙 果不其然 那吐鲁面色一转 露出些许笑容 宽慰道 好 钥匙就先给你 不过话我也说在前面 我并非蓝星之人 得到微光恢复巅峰即可 届时 我会在你的目送下离开蓝星 咱们互不干涉 话说得很好听 如果是别人 可能也就信了 先不说恢复巅峰后的 纳图鲁有多强 能不能压制住 就算对方离开了 万一再带人回来呢 李扬了解宇宙 机缘并不是从天而降 更何况 蓝星上有五座星门 消息传出去 定会引起银河系内的冒险者 跟星道疯狂 届时 他就算孵化了星空巨兽 又怎么抢得过那些大势力 所以 纳图鲁必须死 但不是现在 你明白就好 李扬随即又缓和道 我一个人要不了那么多的微光 到时候 大家按实力来分配 他说了两遍 第一遍是宇宙通用语 第二遍是华夏语言 柳冠一跟徐念云妇女 都是眼睛一亮 现在不但能活下来 还有好处等着分 当然高兴 好了 现在紧要关头 是前往双面山 你们三个留下 其余人跟我一起去 李扬撇下柳冠一等人 准备带着纳图鲁 与泰坦族的一行人 前往双面山 主要是柳冠一等人太弱了 连星辰级都不是 去了也没用 不如留在此地 站在旁边的柳冠一眸子 闪动出一丝野心 随后说道 李处长 我能不能跟着去 星空境的传承一迹 而且 这位星空境强者的家敌很英识 就算是同境界的强者 也会眼热 稍微露出点宝贝 就足以让星云静强者疯狂 更何况是柳冠一这种蓝星土著 当然想要去拼一次 李扬撇过头 看了一眼对方 并未拒绝 想去也行 生死自负 他可不会去给人当保镖 更何况这家伙 还是二叔的情敌 心底这么思索着 又想到如何去找二叔 茫茫大剑 二叔去哪了 第114章 感谢老祖 感谢星空巨兽联盟 商量完后 众人便准备启程 李扬这个时候 却不急了 自从来到大殿门口 可还从未进去过 一直都是纳图鲁 在旁边介绍内部的情况 不去看一眼 他可不放心 而且 刚刚洛丽塔传引给他 殿内的静置 很可能就是 某种热武器 雷射枪之类的玩意 这些东西 都有一个系统 只要有网络 洛丽塔就可以入侵 或许 都不需要得到第四把钥匙 你们在这等着 我进去看一眼再出发 李扬说完 便迈步进入了大殿 望着他的背影 那图鲁嘴角 露出一丝不屑 心底冷笑 吐住就是吐住 真以为得到点宇宙传承 就能破开 星空镜大能留下的静置 进去过大殿的纳图鲁 见识过那些绳索 是宇宙中的顶级金属 比炼制天阶武器的材料 都要珍贵与坚硬 光是这些绳索 星空镜强者来了 都很难破开 更何况 绳索上 还有一处即发的静置 触碰到必死无疑 想到这里 那图鲁有些后悔 告诉李扬静置的事情 但转念一想 李扬也不会蠢到 去主动触碰那些危险的静置 毕竟得到过宇宙传承 殿内 漆黑一片 时而发出滴答的回响 李扬穿过通道 周围开始亮起灯光 一直进入内殿 才看清楚周围的环境 内部的空间出奇的大 从外面看大殿 不过几百米那么宽 可内部的空间 却是大了十倍不止 大殿呈圆形 四周墙壁上悬挂着绳索 下面镇压着一座井口 直径大概七八米的样子 周围森森绿雾散出 覆盖了一层绿色凝霜 那是微光 李扬望去 心底一喜 他没想到 微光会凝聚得这么快 井内的微光已经满了 再次凝聚的微光 有一部分在空气中散出去 滋养这座大界 流出蓝星的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还有很多是凝聚成形 覆盖在了小塔之上 哦 李扬深吸一口气 吞噬第一层 吸收周围的宇宙能量 体内顿时形成 沿涡 只是瞬间增加的气血 就超过了上万卡 如果在这里修炼一天 岂不是直接凝聚出一颗星辰 洛莉塔此刻忽然现身 静直飞向了小塔 轻轻敲了一下后 摇头道 别老是想那些笨方法 就算一天凝聚一颗星辰 你在此地修炼一万年 都成不了星空境 星辰 星河 星海 星云 星空 宇宙万族衡量出来的五大境界 每个境界又分九个小阶段 提升一个阶段 所需要的宇宙能量都会翻倍 更何况 李扬不但有人类本尊 还有星空巨兽分身 所需要的宇宙能量更多 这里的静止 你能破开吗 李扬收回思绪问道 如果能破开静止 得到锦妹的微光能量 那一切都简单了 破不开 洛丽塔也是干净利落 这座大殿并非是单纯的建筑 而是一方小世界 是掌握基本法则的星空境强者 从宇宙中切割下来的小世界 内部没有任何人类科技 或者是机械族的巅峰科技 有的只是附带的法则之力 这些禁止来自某种永恒秘法 附带的也是永恒法则 寻常的永恒强者都无法破开 洛丽塔摇头一探 随即又接着说道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对你很有利的bug bug 李扬眸子闪烁 原本也只是让洛丽塔试试 破不开也无所谓 反正知晓了最后一把钥匙的下落 大不了就去星空境强者的传承遗迹走一趟 但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 这个bug也很简单 甚至是很荒诞 镇压井口的禁止秘法 来自星空巨兽联盟 是巨兽联盟内部的某位强者 创造的秘法 属于顶尖的永恒秘法 微能浩瀚 在宇宙中流传很广 但这个秘法 对星空巨兽无效 那位创造此秘法的强者 故意留下的破绽 就是防止一族强者 用此秘法对付本族强者 李扬听到这个典故后 心底惊叹 星空巨兽联盟的凝聚力 创造秘法都对本族留有保护 那岂不是 感谢老祖宗的眷顾 李扬眉眼露出笑容 静止对星空巨兽没用 而他的分身 乃是星空巨兽中的皇族王者巨兽 刷 一枚两米多高 布满花纹的巨蛋显现 距离破壳 仅仅只差半年 现在放进这井内 最多十分钟 十分钟就能破壳 洛丽塔显得比李扬还要激动 王者巨兽一旦出生 便是星辰级 吃掉蛋壳 顺利成为星河级 最关键的是王者巨兽 是法子的宠儿 永恒之下的境界 没有任何的瓶颈 只需要吞噬 就能提升力量 也就是说 只要有足够的资源 王者巨兽 可以一步登天 成为星空九阶的巅峰强者 但所要的资源 也极为夸张 永恒强者都承担不起 而且 李扬的本尊也无法承受 二者之间 最多间隔一个境界 王者巨兽星空九阶 人类本尊 就需要先达到星云九阶才行 没想到 我都这么努力了 还是拖了后腿 李扬自嘲一笑 抬头看向洛丽塔点头示意道 我目前还是元能级九阶 就先让王者巨兽 提升到星辰级九阶吧 不 要升星河级了 洛丽塔鼓手道 别忘了 星空巨兽分身 可是能给带来反哺 而且 法则与悟性互通 届时 你本尊也会突破 欣喜之下 李扬将反哺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 此刻听到提醒 他面色大喜 这下 好像找不找钥匙 都无所谓了 至于外面的那些麻烦 处理掉也就不麻烦了 洛丽塔 开始吧 这就来 洛丽塔抱着巨弹 直接穿过静置 丢进了井口 分身二者连接 李扬只觉得 是自己掉进了深井 很快便被绿色液体包裹 不断地往下降落 力量也随之而来 嗡 幼小的胚胎开始蠕动 原本柔软的鳞甲 开始变得坚硬 模糊的意识 也在此刻逐渐清醒 那是与生俱来的悟性 法则倒灌 气血如虹 第115章 星空巨兽破壳了 咔咔 弹壳开始发出破碎的声音 蜷缩在弹壳内的王者巨兽 缓缓睁开一双淡金色的毛子 压抑的王者之气开始爆发 这是星辰级的威能 法则直接突破到了真意 有了力量与法则 巨兽开始破壳 咔嚓 一找出 弹壳碎 与此同时 其余四肢也同样破碎了弹壳 这一刻 星空巨兽的气息再次增长 星辰级二阶 砰砰 巨兽背后的翅膀一震 弹壳全部破碎 暗金色的弹壳悬浮在巨兽周围 此刻王者巨兽的外表 完全显现 头如恶龙 身如麒麟 王冠显现 真神出 背后双翅遮天 胸前巨口吞天 一身气息搅动着井内风云 巨兽的头颅微微昂起 发出阵阵嗡鸣 五 低吼声充满了压迫感 脑海之中 同样嗡鸣作响 那是传承记忆 无数记忆涌现 就像是电影画面 一边接收传承记忆 一边低头开始啃食自己的蛋壳 咔嚓 一双锋利的爪子 随手抓过蛋壳 放入了嘴中 如此美味 让李扬很是陶醉 传承记忆中记载的果然没错 这蛋壳 就是星空巨兽与生俱来的第一级元 吃掉这些蛋壳 就能突破星河级 几十块碎片 它一一吞掉 一点不敢浪费 这些碎片 不光增加气血 更能提升法则境界 咕噜咕噜 随着碎片被消化 巨兽的外貌开始变化 从原本的两米高 瞬间膨胀到了十几米 这还是李扬故意压制 如果不断膨胀 恐怕身高百米都不是问题 除了外表 内部也在变化 星空巨兽的体内 拥有着星空镜 才能开辟的空间 只需要不断吞噬 就能不停地提升等级 没有任何的瓶颈 此刻体内世界不断扩张 星辰级6阶 星辰级7阶 星辰级8阶 星辰级9阶 星河级1阶 几乎都没有停顿 直接越过了瓶颈 力量还在上升 没有停下的意思 因为外面的人类 本尊也突破了 从元能级突破后 直接飙升到了星辰级7阶 他现在的巨兽分身 最高可以提升到星河级7阶 二者之间 只能相差一个大境界 吞噬 疯狂地吞噬 李扬熟悉着这具身体 双眸略微转动 深如光线一般 遨游深井 上下不断冲刺 胸前巨口张开 吞噬着无尽微光 元某半个小时后 就提升到了极限 最终达到了星河级7阶 巨兽昂头怒吼一声 背后双翅一阵 周围的空间都在颤抖 而他体内世界的圆和 就如同一颗太阳 爆发着耀眼的光芒 然而在圆和周围 还有着一串星光 那便是星河 汇聚着超过十万颗星辰 感受着自身的力量 李扬心底狂喜 太强悍了 不修炼秘法 不使用法则 单纯使用这具身体 星河级之内 我都无敌 一千倍的基因 让他的发力与速度 都得到了一千倍增幅 星海级武者 秘法 基因 武器 全算上 都没有这么强的增幅 外交王者巨兽的肉身 那么强悍 这还怎么打 宇宙中可繁育的巅峰血统 除了那些天生的特殊生命外 星空巨兽就是同皆无敌 这一点不可否认 但也不能大意 洛丽塔背着小手 敲了敲巨兽的脑袋 提醒道 现在将你得到的传承秘法 都传送给我 我来帮你筛选当前最适合你修炼的几种秘法 好 李扬闭上眼睛 将脑海中的传承记忆 全部拷贝到了洛丽塔的智能程序上 只是瞬间 上万种传承秘法 被洛丽塔接收 曾跟随过宇宙之主的智能生命 见识多广 立刻就给李扬制定出了分身培养计划 9789种普通秘法 9种核心秘法 三大天赋 星空巨兽 不愧是巅峰血统 传承记忆中的秘法 比一些超级势力收罗的秘法都要多 而且大多数都是永恒级别的秘法 就算是永恒强者 见了都要疯狂 洛丽塔感叹了一声 随即将制定好的计划 发送给了李扬 普通秘法 最弱都是星空镜创造的独特秘法 可以说 每个秘法都对星空巨兽有用 但也不可能全部修炼 洛丽塔只是选择了其中一部 是一位永恒镜的星空巨兽创造的秘法 名为 试魂 简单来说 就是吞噬灵魂 星空巨兽的体魄与基因都是顶级 防御自然不需要担心 唯有灵魂需要防范 灵魂防御类的宝物 永恒之下的强者根本接触不到 那就只能靠秘法 或者是增强灵魂来补缺了 试魂 可以靠吞噬灵魂来补充自己的神魂 算是特殊秘法 不过只能是星空巨兽才能修炼 所以 名气并不大 而且修炼要求很高 就连星空巨兽都很少修炼 试魂可以顾魂 算是防御手段 洛莉塔比划着 解释道 然后九大特殊秘法中的 兽神节 这是攻击手段 依靠肉身的强大 你的翅膀与利爪 乃至吐息与嘶吼 都可以当作攻击手段 兽神便是专门提升这些手段的秘法 两大秘法 一个成长性防御 一个全身为攻击战斗 李扬对此很满意 也惊讶于传承秘法的强大与特殊 普通秘法与特殊秘法 都这么强大了 那三大天赋呢 洛莉塔打了个响指 亮起了三道投影 星空巨兽的三大天赋神通 分别是吞噬 超脱 分身 首先掩饰的吞噬 这个李扬再了解不过了 吞噬宇宙能量 吞噬血肉气血 吞噬宇宙万物 然后是第二大天赋神通 超脱 画面展开 开始详细地介绍利弊 超脱 是星空巨兽提升战力 最大的天赋神通 通过吞噬神通提升力量 达到预植后 肉身将会超脱 发生质变 不过超脱有着逆天之危 极其危险 成功了增加基因倍数 失败将会降低基因 传承记忆中 很少有星空巨兽去进行超脱 不光是太危险 主要是需要吞噬的宝物太多了 吞噬掉整座银河系 都累计不到那么多物质能量 这些都离我太远了 现在考虑起来还太早 李扬随即看向星空巨兽的 第三个天赋神通 分身 第116章 F级金属 天赋分身 是星空巨兽最大的仪仗 可以在星辰级 星海级 星空级孕育育分身 这个分身 可以是任何种族 包括特殊生命 前提是要得到对方的基因 才能孕育分身 你的本尊还是人类 所以就剩下两个分身的机会了 洛丽塔捧着小脸 侃侃而谈 但介绍完三大天赋后 李扬才发现 这哪是吞噬巨兽 这简直就是吞金巨兽 等自己前往宇宙 吞噬血肉 几乎是不可能了 人类疆域没有怪兽给它吞 那就只能吞金属了 金属需要花钱 超脱 提升生命基因层次 更需要花钱 就连孕育分身 也需要找到那些特殊生命的基因 才能孕育出来 我还是先修炼 兽神节吧 其余秘法都先放一放 反正这里 有还有这么多威光 起码够它修炼到星海级了 所幸先修炼战斗类秘法 等等 莫莉塔的面色一变 忽然焦急到 这静置 怎么会发生变化 哇 井口上方的小塔 忽然散发出一道邪恶意识威压 镇压并非来自先前的那种秘法 李扬的星空巨兽分身 顿时开始下坠 莫莉塔 这是什么情况 恐怖的威压 绝对超过了星海级 星空巨兽分身 虽然只是星河七阶 真实战斗力 绝对数百万以上 普通的星海级强者 根本压不住星空巨兽 不好 圆灯之井内 还有隐藏的静止 似乎是某种意识存放在里面 以你现在的力量 根本无法破开 莫莉塔也有些慌了 刚出生 就被镇压 李扬疯狂挣脱静 不断往深井中下坠 碰 庞大的身躯 忽然顿直 似乎卡在了半空 到底了 粗壮的四肢疯狂踩踏 应该是到了底部 外界的大殿 都开始在颤抖 下不去 又出不来 这下有点麻烦了 静止一直压制着 他的巨兽分身 根本飞不上去 有蹊跷 这井内绝对有着大秘密 底部竟然采用了F级金属 这种金属 比天阶极拼武器材料 还要珍贵上千倍 是永恒镜强者 打造兵器 跟F级飞船所用的材料 普通星空镜 都买不起这些材料 他竟然用来建造 圆能之井的底座 洛莉塔一脸狐疑之色 觉得此地 还隐藏了某种东西 圆能之井的作用 对星空镜强者而言 没那么重要 体内世界最重要的是法则 法则越强 体内世界越大 至于圆能之井 只是一个点缀 让自己的体内世界 增添宇宙能量罢了 荒天界内部 并没有圈养人类 星空镜强者的财富 足以购买整座的星系 来给自己的家族发展 也不需要在体内世界圈养 因为体内世界的人类 在法则修行上 会有上限 最多是圈养奴隶跟仆人 仅仅是养这些人 不至于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吧 主要还是底座 使用了F级金属 让洛莉塔有些不明白 会不会跟泰坦界有关 李扬目光一鸣 接着说道 圈养泰坦族 正好需要很多宇宙能量 那座泰坦界 大概率是某位 泰坦族星空镜强者 开辟的世界 后来被开辟 荒天界的人类强者给得到了 将泰坦界 挪移进了自己的世界 洛莉塔文言摇了摇头 回道 就算是圈养泰坦族 也不需要弄这么一个 F级金属打造的底座吧 这底座下面 绝对隐藏了什么大秘密 李扬你得先弄到钥匙 只要破开上面的静置 弄到这些F级金属 你就发达了 不管是拿出去卖 还是让星空巨兽吞噬 都是一笔巨大的收获 比这些微光 值钱无数倍 F级金属放在宇宙内 都是安克莱买卖的东西 一吨重的F级金属 就能掏光一位 星空进强者的全部身价 底座百吨F级金属 那可就是百倍 星空进强者的身价 还真是发达了 那星空巨兽分身怎么办 李扬问道 或取钥匙的难度他不清楚 但外界没人能威胁到他 星空巨兽分身出不出去 都无所谓 主要被困在井底 他有些不放心啊 墙壁上的金属等级很弱 只是天接初等而已 那道静置并没有覆盖到井壁上 李扬你先吞吃出一个口子 看看能不能逃出去 洛丽塔说完 标记出了范围 哗啦 李扬抖动翅膀 拨开周围的绿色微光 看到了弧形的蓝色墙壁 天接初等的金属 星云进强者面前能破开 他这要啃到什么时候 咔咔 吞噬 并不是下嘴去咬 而是利用胸口处的锯口吞吸 如同吞噬空间 哗哗 猛烈的飓风从嘴中吐出 如同无形的牙齿 不断消磨金属墙壁 有谢 李扬目光一亮 短短数个呼吸 就能在墙壁上留下不少沟壑 一直不停歇 三天就能吞吃出一个口子 而且吞进去的金属 都进入到了巨兽的体内世界 别人星空镜 才能开辟的体内世界 星空巨兽天生就有 直接把购买空间戒子的钱都省了 洛莉塔手臂环绕胸前 提醒道 这三天也不能闲着 本尊可以动身前往双面山 进入那位星空镜前者的遗迹了 当然 李扬一脸自信 他就是这么想的 整座荒天界 乃至隐藏其中的泰坦界 都要收刮干净 这可是拥闯宇宙的资本 谁让星空巨兽修炼的开销大呢 如果单靠喝西北风 星空巨兽需要十万年 才能成长到星空镜 只有不断吞吃宝物 才能加快修炼时间 大殿内 李扬的人类本尊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积攒的反补气血 全部消化后 他一跃成为了星辰级九阶巅峰 突破星辰级时 就需要200颗星辰之力 而星辰级九阶才 256颗星辰之力 以至于突破后 再吸收一波反补 让他直接突破到了星辰级九阶 双手握拳 气息猛然一震 浑身电弧环绕 他的基因也再次翻倍 到达了400倍 调出战力面板 传承者 李扬 武者 星辰级九阶 念力 星辰级九阶 基因 400倍 基础增幅 400倍 法则 一重领域 雷霆领域 战力指数 96万 分身 王者巨兽 等级 星河级九阶 法则 一重领域 基因 1000倍 战力指数 920万 第117章 蓝星无敌 放眼宇宙 也是微臣一力 此刻战力已经到顶了 如果全力爆发 使用精神念力 催动影刃第二形态流影电光斩 本尊的战斗力 恐怕能提升到百万以上 我本尊星辰级九阶 星河级无敌 星海级也可一战 李扬抬手照出影刃 面露喜悦 哪怕星空巨兽分身 此刻在原能之井内出不来 他的本尊也能在星门内乱杀 什么大屠鲁 太坦族强者 单手即可镇压 关键他现在也掌握了领域 星空巨兽孕育而出 不光反补气血 还有法则上的感悟 从而一举掌握了雷霆领域 蓝星 踏意无敌 李扬刚得意没意会 就见浮现在半空 刚现身就打击道 你这点战力 也就虐虐普通的星河级 真遇到那些大势力的精英 光是在法则一门上 你就输太多了 倒是星辰级内 你的实力足以媲美特等精英 但也无法称无敌 我催动影刃第二重 配合近身战的刀和九重 战力破百万 还不能称无敌 李扬摊开手 全身电弧闪动 周围空间震荡 顿时发出一阵霹雳啪啦的响声 原本平静的四周 刹那间改换了颜色 原本明亮的大电 顿时一片漆黑 咔嚓 电光闪过 隐约之间能够看到李扬的身影 覆手而立 周围黑色电弧不断闪烁 这就是雷霆领域 尽管是第一重 就能轻易镇压星河级强者 就算是星河级九阶强者 遇到雷霆领域 也要降低一半的战斗力 特等精英有这么强吗 李扬此刻双手背后 同皆称无敌 敢言不败 不光是法则的强大 秘法 念力兵器 以及最为重要的四百倍基因 那可是扎扎实实的抵御 他不无敌 谁无敌 洛丽塔却是伸出手指摇了摇 回道 你的基因的确很强大 但强不过星空巨兽 你的法则之路也不错 星沉级掌握领域 但你可知道 特等精英的门口 就是掌握领域 更有甚者都掌握了二重 乃至三重领域 蓝星所在的银河系 有十万颗生命星球 星沉级无数 掌握领域的星沉级 就算只有一个 那天女星域范围内的10086座星系 就能出现一万多名 掌握领域的星沉级精英 而天女星域内的特等精英才多少 这还只是天女星域 玉龙星区有上万星域 这么一算 同杰掌握领域的星沉级 多如牛毛 就连特等精英的数量 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更何况 光是人类就有八百星区 不算全宇宙 单是人类族群内部的 八百星区内的星沉级 就是一个不可言语的数字 如此一想 李扬也就明白了 洛丽塔的用心 蓝星无敌 放眼宇宙 也不过是微尘一粒 不可骄傲 基数这么大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更何况 还没打过 怎么称无敌 又怎么言不败 只有打过才知道 等开启了原能之警 找到了二叔 回到外界 那好好进入虚拟宇宙 领教一下宇宙高手 至于星空巨兽分身 那的确是称得尚无敌 这样想着 李扬收了领域 谢谢你 洛丽塔 说完 他微微一笑 石星藤曼化作暗红战甲 覆盖全身 走出了大殿 殿外 三方人马 各自一团站在四周 纳图鲁一人站在悬崖边上 褐色发丝随风舞动 目光远眺 不知在思索什么 倒是泰坦族的几人心很大 还在想着分微光 唧唧喳喳地讨论个不停 他们可是先偷钥匙 再偷偷溜到了荒天界 要是不弄点微光提升实力 回去就是死 山顶的另一角 华夏国的三人 此刻沉默不语 特别是徐念云 他目光一直盯着柳冠一 似乎再等一个解释 变强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当初为了变强 柳冠一选择与他分开 现在为了变强 不惜前往星空境强者的遗迹 这不是在找死吗 李扬站立那天 镇压星河级强者 然后是纳图鲁与泰坦族人 都有星河级强者 这才能前往双面山 探索星空境前者的传承大殿 可柳冠一 刚刚突破星辰级 竟然主动提出 要跟随李扬等人一起前往双面神山 徐念云不解 见对方不开口 他沉音片刻后 朱唇威张 颤抖道 李扬说过 他们得到要是 开启原能之井 就会分给我们威光 何必要去冒险 虽然他也很想变强 但起码有自知之明 就他目前的实力 能得到威光就不错了 哪还敢去星空境强者的传承大殿闯荡 威光 柳冠一抬起头 看向徐念云 语气低沉道 威光只是提升气血罢了 只有得到强者的传承 才能得到质变 而不是增加气血的那点量变 可是 不等徐念云反驳 柳冠一直接打断道 没有什么可是 当年我就是不够强 才失去了你 唯有变强 才能守护自己想要的一切 我不怕陨落 就怕后悔 错失这个机会 而且有 李处长打头阵 如此良机 我怎能放弃 他语气坚定 不容置疑 因为这是他平生仅有的机缘 如果放弃 真就要错过一生 说到此处之时 柳冠一的眸子转动 闪过一道悠悠暗光 徐念云听罢 已然心死 心底清楚 自己跟对方 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当年种种已成回忆 回不去了 嗯 就在这时 店内传来一道气息 众人目光 瞬间投向大店门口 只见李央缓缓走出 全身上下的气势与气质 由内而外地发生了改变 像是换了一个人 实力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那屠卢只是看了一眼 此刻的李央 心底的恐惧 便不自觉地生疼而起 这种压力 就算他恢复巅峰 都无法承受 那是来自星空巨兽的 抑制压力 李央平静地扫了一眼 众人 淡然道 出发 说完 一马当先 直接破空离去 其余人也不敢怠慢 连忙跟上 柳冠一望了一眼 徐念云 并未开口 只是点了点头 便头也不回地腾空离去 众人的速度并不快 因为此地距离双面神山不远 穿过前方大泽 便是那座神山的位置 原先找不到 是因为大泽的雾气环绕 隐藏了位置 这次因为有钥匙的指引 可以精确地找到双面神山 第116章 我已雷霆 击碎黑暗 东山泽 双面神山的侧面 一座巨大的河泽山谷 坐落于此地 地图上记载的此地 云雾缭绕 水则幽深 妖兽成群 而此刻 湖面却是异常的平静 幽暗的水面上 没有一丝的波纹 枯树似乎镶嵌在水面 一动也不动 So 忽然 树道流光掠过上空 惊得湖面水波荡漾 光影中 正是李扬等人 如此大张旗鼓地前往双面神山 并不是李扬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而是洛丽塔一直在探测周围 并没有危险 其余人却不知道洛丽塔的存在 都对李扬的做法有些担忧 李扬这家伙 还真是狂妄 这东山泽内 可有着一条川山地龙 星河及九阶 妖族王侯中的分支变一体 他难道就不怕 那吐鲁心底思索着 但他没有去提醒李扬 甚至还想着 碰到那条川山地龙 这样一来 也好试试李扬现在的深浅 看看有没有高估李扬 泰坦族的古凡将军 神色警惕 一直跟在李扬身边 他也有地图 知晓那条地龙的可怕 那可是星河及九阶的妖族强者 一身灵甲川山遁地 如果是在宇宙中 这条川山地龙 可以轻易地洞穿一颗 直径十万里的行星 破坏力惊人 滴滴 检测到川山地龙 当前距离三千公里 两千六百公里 预计三分钟后相遇 滴滴 速度无法检测 已进入川山地龙的攻击范围 探测器发出一连串的提醒 李扬却丝毫不在意 目光穿透水面 幽暗的水底深处 无数水下生物正在疯狂逃窜 水面出现一道道波纹 很快 那些感应到危险气息的妖兽 直接跃出水面逃窜 快看 前方有一道水柱 古凡将军目光惊恶地指向远处 只见不远处的水面上 凸起一道粗狂的水柱 正朝着天穷上方喷涌 这一幕 让众人的速度微微一顿 随即停了下来 因为四周已经出现了数条水柱 将它们团团围了起来 那那是什么 队伍中最弱的柳冠一抬起头 恶然地望向天空 只见黑云慢慢降落 云层中无数红色毛子闪动 发出节节怪声 颇有见识的纳图鲁 一眼便洞穿了云层中的怪物 这是穿山地龙的腹下眼 足足上千个巨大的红色毛子 俯瞰众生 红色毛子不断闪烁 竟能迷惑人心 最先中招的就是泰坦族人 他们的灵活与意志最弱 古凡握紧拳头 双目通红 似要爆开 其余泰坦族人 更是对同伴露出杀意 随时都能打起来 纳图鲁对此并不惊讶 目光也悄然落在了李扬身上 他倒要看看 李扬要怎么应对 此时在场的众人 只有三人 柳冠一与纳图鲁都盯着李扬 能够与穿山地龙一战的 只有李扬 哼 李扬轻哼一声 嘴角微微上扬 哗啦 下一刻 天地失色 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这是能压住光的黑暗 穿山地龙的上千颗毛子 瞬间被掩盖 被迷魂心智的古凡等人 也清醒了过来 天天怎么黑了 什么情况 穿山地龙 没有这招啊 那屠卢也猛了 意识也感应不到周围 黑暗席卷人心 此刻 所有人都渴望一丝光亮 也就是在此刻 李扬抬手 拔刀 刀盒 第九重 咔嚓 黑暗之中 惊雷响起 紧随其后的是一座 如瀑布般的刀光 从天河青线下 雷霆领域 配合刀盒第九重的 最强一刀 你该扶朱了 嗡 刀盒以雷霆之势 击碎黑暗 隐藏在云层之中的 穿山地龙 发出一道哀嚎 连挣扎的能力都没有 便被李扬斩杀当场 腰血如与一般降临 刀光凝聚出的河流 却是久久不散 吞噬 李扬张开双臂 尽情享用地龙的血肉 体内圆核疯狂转动 引得环绕周围的 200多颗星辰 发出射人光芒 吞噬成功 增加120颗星辰 当前星河及九阶 400颗星辰 正常人 十倍基因的话 从星辰及九阶 突破到星河及一阶 需要凝聚2560颗星辰 汇聚成河 一倍基因 也就是256颗星辰 李扬400倍基因 就需要10万零2400颗星辰 才能凝聚成河 届时直接成为星河及九阶 基因越高 突破后就能直接到达巅峰 不需要修炼小阶 这也是基因的好处之一 旁若无人的吞噬气血 都给其余人看傻了 特别是纳图鲁 吞噬气血 他倒是不惊讶 惊讶的是刚刚的那一刀 还有那突然降临的黑暗 刚刚是领域 纳图鲁眼皮忍不住的颤抖 他竟然掌握了领域 该死 这颗生命星球 怎么冒出来这么多的天才 星辰级就掌握了领域 还一次性出现两个 不甘 极度 自己都星河及九阶了 都没能掌握领域 他可是被称为 战斗民族的亚特人 竟然不如蓝星上的土著 领域 刘冠一听到那吐鲁的字语 也是心底一惊 掌握领域的存在 整个蓝星就一人 刀河王 当年刀河王第一次施展领域 镇压无数星辰级巅峰狩黄 这些年 也正是因为刀河王坐镇海域魔窑 才能让五大强国抵抗海域怪兽 现如今 又多了一位掌握领域的存在 而且 这人更年轻 更强大 更有压迫感 无限黑暗 雷霆万军 刀光如瀑布般壮阔 如此场面 让柳冠一的心神震荡 心底当如是道 强者 就该如此 一刀解决了星河及九阶妖兽 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李扬的强大 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关键 他只是星辰级 而且用的还是刀 如果是精神念力 催动引刃第二重 将会更强 大妖已死 随我进山 李扬语气低沉 心底更是平淡如水 斩杀星河及九阶的川山地龙 对他而言 不过是一刀的事情 也就没什么好感慨的 第119章 天地易动 万物复苏 雷霆领域的增幅 还真不错 有领域的加持 我的整体战力 最少增加了一半 再加上领域削弱对手50% 那就是一倍的增长 领域 无愧是宇宙强者的门槛 掌握领域 才能称得上是强者 哪怕是星河及九阶的纳图鲁 因为没有掌握领域 空有百倍基因 又如何 最终落得在蓝星苟延残喘 洛丽塔 你说星空巨兽的领域 能不能跟雷霆领域重合 李扬好奇道 论法则 人类远不如星空巨兽 不光是基因上的差距 最重要的是 星空巨兽 天生就是宇宙法则的蠢 不然人家也不会是巅峰血统 所以 掌握的领域更加强大 雷霆领域增幅最大的是速度 而星空巨兽的领域世界投影 那可是星空巨兽掌握基本法则后 才能使用的招式 你还真敢想 洛丽塔翘着腿 悠然道 世界投影 是因为你星空巨兽有体内世界 就像星空巨兽开辟出的体内世界一样 而你本尊的体内 什么也没有 你拿什么投影 不过吗 不过什么 心底一顿 李扬抽出一丝意识 进入了虚拟空间 正巧看到洛丽塔泡在浴缸里 正用小脚玩着水 脸上神色得意 一看就是在卖关子 别卖关子了 进入那座神山 以我现在的战力 并没有多大把握 找到第四把钥匙 洛丽塔听罢 也不再卖关子 旁若无人地从浴缸中站了起来 小手虚空一抓 出现了标志性的蓝色皮衣 一边穿一边说道 很简单 你现在不是可以利用星空巨兽的意识 你本尊也就可以使用星空巨兽的领域了 届时你人类本族 也可以在星空境之前 使用世界投影 如此一来 战力将会飙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可要参悟星空巨兽的意识 那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还好有泰坦王座这个悟道至宝 只是没法速成 现在是参悟不出来了 知道没戏后 李扬意识直接中断 离开了虚拟空间 喂喂 我刚洗干净就走了 洛丽塔小声埋怨了一声 随即明亮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 坏笑道 那就去找小兽兽玩 此时星空巨兽 正在吞噬圆能之井内的金属 大批金属都进入到了体内世界 因为境界提升到了极致 这些金属 需要等本尊突破后 再去彻底消化 在洛丽塔的指挥下 星空巨兽很快在圆能直径中 打开了一道真恐大的缝隙 花花 缝隙打开的那一刻 微光倾泻 镇压在井口上的静置 忽然发出一道嗡鸣声 星空巨兽 分身微微昂头 露出疑惑之色 下一刻 井底的基座 那块F级金属底座 开始晃动 洛丽塔 这是什么情况 星空巨兽 分身传音道 原本等口子 再开大点就能出去了 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它有些不好下口了 洛丽塔也显得有些慌乱 原本被摆了一道 没想到 此地还有隐藏的静置 这底座下面 竟然是血迹大阵 完了完了 这次是我大意了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 星空竞强者 竟然拥有血道真转 洛丽塔小脸紧绷 探测器扫过下方底座 才算是观测到了 此地的真正作用 血道 曾是一位媲美洛丽塔主人的 大能者 创造出来的秘法 全宇宙总共才101一份 得到真传的强者 几乎各个都是 永恒境中的超级强者 血迹大阵 更是极为霸道 一旦进入其中 气血将会被大阵炸干 李扬听明白后 脸色变了 就连本尊那边 都放慢了速度 分身与本尊意识为一 没有任何延迟 但李扬的本尊 并不是因为分身遇险而色变 轰隆 巍峨的双面神山 此刻开始剧烈晃动 刚刚抵达的李扬等人 都被迫停下了身影 怎么回事啊 纳图鲁目光诧异 泰坦族一行人 则是不知所措 只有李扬清楚 这是因为自己分身 捅出的篓子 天地一动 万物复苏 两面神山的上空 奇光闪烁不停 荡起一阵阵涟漪 将天空描回成了汪洋大海 如此磅礴的气息 让大地都在颤抖 宇宙能量 也在此刻从天空倾斜 虽然不如微光那么纯正 却是凝聚了世界之力 那可是星空竟强者的底蕴 戒阵 纳图鲁忽然面色大变 这是维持星门运转的世界大阵 此刻开启大阵 我们将永远无法走出星门 无法离开 听到这句话 李扬也皱起了眉头 如果长期待在这种 开辟出来的体内世界 他对法则的领悟 会越来越低 上线也会被锁死在基本法则 这可不行 柳冠一同样如此 实力虽然最弱 却是野心最大的一人 倒是泰坦族的一行人 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反正泰坦剑 还不如荒天剑 能够一直留在荒天剑 也挺好 进去 李扬语气坚决道 先找到原能知景的钥匙再说 当下最要紧的 还是把分身救出来 要是分身掉进血迹大阵 他可就亏大了 这笔杀了他还难受 李扬小心一点 这神殿之内有活人 洛丽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李扬的速度也稍稍顿了一下 可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 身后众人也都是如此 突然的变故 并未让众人淡去 反而更加渴望里面的宝贝了 这可是星空境强者的遗迹 而且还是一位星空境巅峰的存在 天阶兵器恐怕有很多 而且还有那位强者的传承秘法 想必生前积累的宝物都没有用完 随便得到点 可就一辈子不愁了 特别是对宇宙颇为了解的纳图鲁 蓝星上的金钱本质是强者的背书 而宇宙的金钱 那可是提升实力的筹码 咔咔咔 双面神山打开一道缺口 好似在等着众人进入一班 李扬等人静止飞了进去 就在他们进去之后 外界的某处河流开始陷落 空间倒塌 一个个骷髅战兵 从空间裂缝走了出来 第120章 我鸣酒荒 杰杰 大界纵横亿万里 裂缝不断蔓延 竟是冒出无数穿着制式战甲的骷髅战士 他们身上的战甲 都相当于星辰级对应的元神战甲 闪烁的毛子 转动片刻后 一个个恢复了意识 大荒 这里是大荒 我们又回到大荒了 一定是我主的召唤 A190军团 猎阵 杀 每一处裂缝外 都整齐华裔的出现上万战士 他们的肉身早已腐败 却拥有碎片记忆 那便是为主而战 疯狂的战役 充斥苍穹 整个新门内 亿万战士已经蓄势待发 可就在这些战士们 等待着的降临之时 他们的身躯开始破碎 随之而来的是一道灰红的呼唤 游远而近 声音中透着吞吐天地的雄土伟业 悠悠百万年绸缪 今日残躯 唤星炎 嗡 话音游荡之间 无数血色光柱 从地下喷尸出 整个大戒都开始摇摇欲坠 那些还未反应过来的骷髅战士 纷纷破碎身躯 被血光笼罩 化作血影 钻进大地之下的戒阵 嗡 地底深处 血色大阵之中 该死 这大阵一直想要夺取我巨兽 分身上的气血与基因 还好天赋秘法中 有对身体的强化 不然 我就被那老家伙给炖了 李扬的巨兽 分身悬停在大阵之上 背后双翅不断摇摆 想要挣脱大阵的吞吸 好在天赋秘法中 有老祖宗留下的秘法 身体缩小后 力量增强 才能幸免于难 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 因为大阵吸收了外界的力量 正在不断变强 洛丽塔此时窜出 皱眉道 大阵吸收的力量 主要来源是圆能之井 很可能那口井就是阵眼 不然也不会用到F级金属 李扬你要赶快找到第四把钥匙 只有彻底打开源能之井 你的巨兽分身 才能逃出去 嗯 星空巨兽 分身点了点高傲的头颅 金色的毛子 回头望向源能之井 视野也转向了本尊 双面神山 传承大殿内 啪 众人刚刚进入大殿 四周灯光 瞬间照亮了整座大殿 古铜色的大殿内 装饰很简单 四周的墙壁上上 悬挂着一些古色古香的浑灯 地面却是拥有真吸引瓶 可以说是大殿内 融合了科技与古武风格 李扬走在最前面 目光如常 倒是那吐鲁的面色时常变化 也只有他知道 戒阵的出现 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很有可能会被困在此地 孩子们 欢迎来到我的传承空间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名九荒 你们可以称呼我为荒 雄厚却又极为亲和的声音响起 让众人的脚步 缓缓停了下来 这幅语气 让那吐鲁一愣 泰坦一族的人 则是露出笑容 心想这位前辈 还挺随和 讲的是宇宙通用语 得到过宇宙传承的柳冠一 也能听懂 但他的脸色 却有着一抹极难察觉的意思 蓝星舞者 见过前辈 李扬面不改色 微微鞠躬 脑海之中的洛丽塔 则是在不断提醒 地面拔地而起的 那抹虚幻身影 根本不是此地的传承主人 第121章 你说 刀要像水一样 外界 月色光影凝聚的大阵之中 逐渐凝聚出三道虚影 三道影子 颜色不同 黑 白 红 外貌一样 气息却有高有低 黑色虚影 有着星海级巅峰的星辰之力 白色虚影 有着星海级巅峰的星辰之力 红色虚影最强 气息已经达到了星云巅峰 呼 三道身影 同一时间睁开了毛子 他们的意识 好似相互关联 一平一笑之间都完全一致 按照原主的吩咐 黑衣你 前往那颗生命星球 搜集新鲜的气血 我跟白衣负责组建永恒大阵 红衣身影语气冷漠 不掺杂任何的感情 忠诚 黑衣低吼一声 转身吵着 要一出裂缝而去 天地再次失色 荒天界内的一切生灵 都被陷进 此刻 轮到了蓝星 滑下第一关 蓝天门 陆振华独占关外 浑身浴血 耳脉中 则是传来了各地的告急 自从新门一变后 全球五大新门外的生命禁区内的怪兽 就开始不断进攻人类的战争基地 各国被动防守 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特别是位于三角洲的魔窑 蓝星第一强者刀河王亲自坐镇 仅仅一天便斩杀了上百头兽皇 可那些兽皇也不是傻子 开始朝着各地分流而去 故意躲着刀河王 不断有击碎战争基地的信息传来 人类彻底陷入了恐惧之中 基地市也开启了传承计划 开始将18岁以下的未成年 送往地下城 滴滴 一道来自人类最高联盟的信息 发送到了每一位新陈及舞者的邮箱 前往虚拟舱 召开人类紧急会议 内容很简单 可越是如此 事情就越大 虚拟舱 其实就是简陋的虚拟宇宙 此刻虚拟会议室内 刀河 有什么事情就宣布吧 如今各地怪兽袭击 基地市要进行收缩 我们没时间了 也不知道 这次收缩后 全球能留下几座基地市 就算只剩下一座 我们也要守护好 这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传承 众多强者 不少都带着伤 眼中的战役在消沉 取而代之的是绝望 可嘴上又不能认输 见众人如此 刀河王没有说话 目光如刀一般冰冷 转头看向了 坐在会议桌第二位的 清冷女子 点了点头 这位女子不简单 虽然实力无法排进 全球前二十 却是一位在新门中 得到了宇宙科技 传承的超级强者 气血并非她的强项 科研才是 或者说 将宇宙科技传播蓝星 她当属第一人 也是人类中 贡献仅次于刀河王的存在 诸位 怪兽并非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顾慎洁叹息道 我在新门外布置的探测器 检测到了宇宙生命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只有刀河王的面色 还算平静 宇宙生命 怎么可能 这些年 我们也发觉了不少 宇宙生命的尸海 可还从未发现过 活着的宇宙生命 对了 发现的宇宙生命 实力如何 顾慎洁文言 深吸了一口气 回道 不清楚 探测器 无法探测出对方的战力数值 那该怎么办 现在怪兽肆虐 又出现了宇宙生命 会不会是他搞的鬼 一位光头强者 怒拍会议桌 站起身道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立刻组织强者前往探索 找到他才行 找 找死吗 这句话刀河王 只是在心中沉吟 并未说出去 叮 探测器再次发出警报 这次是来自北大西洋 深处的一处魔窑 那是刀河王坐镇的地方 不用找了 未知的宇宙生命 出现了 就在三角洲 卫星截取的视频 马上就能发来 顾慎洁目光一宁 盯着探测器的画面 看着不断上涨的气血数值 眼底出现了绝望 很快 卫星截取的画面 被传送到了 会议室的屏幕上 那是一道黑色身影 穿着不知何种生命的皮甲 手握双锤 仅仅一招 便在海面留下了 一个万丈大坑 破坏力惊人 无数怪兽 被这一招杀死 随后 那道身影继续出手 三角洲魔窑 只坚持了不到五分钟 便被那位宇宙强者 覆灭了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他为何要击杀那些兽皇 难不成 这是我们蓝星前辈 出来帮我们了 如此荒唐的美梦 他们也是真敢想 接下来 就是梦的破碎 黑甲一族 不光屠戮怪兽 而是连带一整座基地时 都屠戮殆尽 无数气血 被收进了一个玉壶之中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面色惨白 该死 他这是要干什么 收集气血 难不成试药 炼制气血药剂吗 众人纷纷猜测 只有刀河王 目光转向呆滞的顾圣杰 语气低沉到 他实力如何 有没有星海杰 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听到这句话 众人被点醒 纷纷看向了顾圣杰 先前检测不到具体的战力数值 此刻对方出手后 顾圣杰检测到了具体战力 星河及九阶圆满 听到这个数字 所有人的目光都暗淡了下去 星河及九阶 那是人类想都不敢想的等级 如果有谁达到了星河及九阶 完全有能力横扫蓝星怪兽 从此解放全人类 咔咔 刀河王紧握双拳 闭目沉思片刻后 睁开了毛子 我有击杀他的把握 需要三个小时 星门内 李扬等人正在接受考核 内容很简单 就是修炼一种特殊秘法 按照洛丽塔的解释 这种秘法乃是血海传承中的血低子 一旦接受这个传承 他们将会成为血海之中的载体 也就是傀儡 所以 李扬并未真正修炼 而是一直操纵星空巨兽分身 挣脱血海 他甚至在争夺血海之中的血气 如果得到这些血气 我本尊可以进阶星河集 星空巨兽分身 也能进阶成为星海及九尖 李扬心底狂喜 不断去吞噬那些凝聚的血气 三个小时后 血海被他吸收大半 隐藏在幕后的那位超级强者 气得发疯 可惜没有载体 无法阻拦星空巨兽 先前凝聚的三道法身 一道去了蓝星 剩下的都在阵眼 无法出去 可恶的土著 我要你死 瓮 血气蔓延 有人修炼了完整的血色传承 是柳冠衣 此刻他一飞冲天 静止朝着星空巨兽而去 可惜 已经完了 一头万米长的巨兽 跃出血海 身上的气息猛然变幻 已然突破到了星海及九尖 千倍基因 密法超脱 战力媲美星云九尖 世界投影下 星空前者不出 它就是无敌的存在 老东西 去死吧 星空巨兽怒喝一声 历刃瞬间划破了天际 空间震荡 操纵柳冠衣的 那位幕后强者 瞬间被描 总算可以出去了 李扬深吸一口气 外界 太平洋海域的一处孤岛 岛屿被夷为平地 天空高挂一条长河 久久不散 地面上 一道灰色身影 屹立不倒 他单手持刀 目光看向的位置 是华夏 很快 全球的怪兽大潮退下 蓝星再次恢复了平静 三个月后 刀河王的追悼会开始 一人踏着万米巨兽 来到了这场追悼会 他是新的蓝星第一强者 望着人山人海的追悼会 李扬迈步走向 刀河王的雕像前 他抽出了一把生锈的刀 插在了地面 你说 刀要像水一样 而如今 我已是席卷人间的巨浪 这句话 他并未说出口 只是在心中呢喃道 转身之际 目光跳往黑夜星空 新的征程已经开始了 洛莉塔 飞船燃料搞定了吗 燃料已经加满 目标天女星 出发 全输完 出发